在本篇故事开始之前 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 什么是善恶 善恶不过一念之间 生死有事不过一息之顺 什么是恶人 是权倾天下 纵横一世 还是万人皆敌 角洞风云 我叫苏信病危之际 庆幸的是我的妹妹还陪在我的身边 她为了救我 不惜放弃尊严去求要 然而老板娘不仅视而不见还恶语相向 小小年纪的她为了我 不知道遭受了多少世人的白眼 上一世 我见义勇为却看透事态严良 我不止一次地质问自己 所谓的善良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开始 你为拯救他人知自己于险境 但旁观者反馈给你的 也只有同情而已 哼 什么英雄 如果有机会重生 还是安静地做个反派比较好 然而这一世我陷入帮派的纷争 成了他人的棋子 被别人出卖 留三刀 你献我于不负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说完一言 我在心儿的送别下 一命呜呼了 当我闭上眼的一刹呢 一个声音在我脑海深处响起 你想要颠覆以往的力量吗 我是能给你重生的大反派系统 此时 两个小卡拉米见我死后 想把我妹妹卖了 跟我们走吧小姑娘 叔叔带你去好玩的地方 你再也不用再吃苦了 心儿宁死不从 一口咬在了那人的胳膊上 被我妹弄疼的小卡拉米 一挥手将她甩飞了出去 就在那两个逼 将要对一个小女孩动刀子的时候 苏信捂着伤口 从屋里走了出来 放开我妹妹 苏 苏信 你居然还没死 留三刀出卖我这个兄弟还不够吗 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妹妹下手 那人还很是嚣张 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老子就是要帮你妹妹送到窑子里 换酒钱你能怎么 只见苏信拿出一把破剑来 我苏信自认重情重义 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 你们这帮杂碎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献我于万劫不复 如今连这么柔弱的小姑娘都不放过 哈哈 你在鬼叫些什么 拿着一块破铁片子吓唬老子 你到老子时 那人话还没说完 苏信一个闪身 到了他跟前 手起刀落 只听扑呲一声 一个小卡拉米便领了盒饭 另一个小卡拉米吓得转身就跑 苏信紧跟着一个闪身 将剑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你再敢动一下 我就杀了你 那小卡拉米在死亡面前说出了背后主谋 陷害你和打算卖你妹妹的事 都是留三刀一个人的决定 不关我的事 说吧 扑磁一声跪在了地上 看在多年兄弟的份上 你就饶了我吧 苏信留下了他性命 把他抬回去 告诉留三刀 他欠我的 我苏信会亲自去要 那小卡拉米只能吭哧吭哧的 背着同伴朝外走去 苏信看着两人逐渐远去的背影 慢着 把你身上的银子都留给我 处理完一切后 苏信带着星儿进了城 哥哥 你刚才杀了那个人吗 没有啊星儿 哥哥不过是给他们个教训 让他们不敢再来欺负咱们 星儿放心 有哥哥在 以后谁都不敢欺负星儿 由于要去找留三刀的麻烦 苏信将星儿托付给了好心的王大娘 托付完成后 苏信刚走开不远 那个之前出现在脑海的声音再次响起 由于苏信解决了小混混 那声音要奖励他 反派人物尹志平的全真教初级内功 苏信有了之前脑海里的经历之后 和那声音交流了起来 那人竟然在苏信的意识深处现了心 他自称是宇宙最强的大反派系统 正是他送苏信的金无命剑诀 才让苏信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混混 系统告诉苏信 他那的所有武侠世界中反派人物拥有的一切 苏信只需要通过任务获得反派值 进行抽奖或者兑换他想要的东西 另一边罪月楼里歌舞声停 一个大哥在跟两个妹子切磋武艺 被放回去的小卡拉米大喊着冲了进来 大哥 我家老五被人给杀了 大哥打量着地上的书 杀他的人是个用剑高手 对于剑力的掌控已经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地步 一击毙命 此话一出可把三刀吓坏了 不对吧 苏信什么时候成了用剑高手了 这就怪了 不禁营见到十多年的人不可能使出这等手段 留三刀一脸好奇 难不成这苏信学过内功 只有真正的后天境界的舞者才会内功呢 你以为谁都有资格休息 你准备一千两白银 这事我解决 同时我会禀报一副苏信勾结青竹帮 把你从陷害兄弟的谣言里摘出来 另一边走在路上的苏信 第一次接到了系统给他的新手任务 三日内击杀刘三刀 并成为非鹰帮小头目 成功后苏信会获得反派值和担药 失败则会要苏信一条胳膊 这你妈也叫新手任务 咒骂着系统的苏信 还是来到了刘三刀统侠的酒楼 却被门口保安拦了下来 苏信开门见山 我是来找刘三刀的 大胆 三哥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 只见苏信刷的一下 拿剑顶住了那人的喉咙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酒楼里 刘三刀为他那成哥备好了一千两银子 突然苏信拿着剑从门口走了进来 刘三刀 看来你这个小头目做的也不顺心吗 苏信 你杀了老五还敢送上门来 那成哥收了银子 是吗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的运气不怎么好 只听刷的一声 一个弹射起步拿着剑冲了过去 只听砰的一声 被那成哥的狗爪子抓住了 不错 虽然你的剑很快 但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苏信一剑割断了喉咙 可惜 你还是慢了点 这可把一旁的刘三刀吓坏了 你居然杀了虎三爷的义子 妈的 赶紧给老子拦住他 苏信转过身来看着围上来的小弟 切 一群蝼蚁 然而那作为头目的刘三刀 夹在了刘三刀的旁边 不得不说这招百步飞剑还是帅的行 吓得刘三刀愣在了那里 苏信缓缓地朝着他走过去 旁边的小弟也都拾去地让开了路 关键时刻出卖自己的兄弟 果然是你刘三刀的本性 然后推背抽剑割喉 苏信动作一气呵成 那刘三刀就这么隔屁了 苏信黑着个脸回头看向中小弟 刘三刀一死以后这里我说了算 然后扛着剑直接坐在了头目的位子上 有人反对吗 下面的小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主意 突然人群里一个人拱手向前 刘三刀恶贯满营兄弟们早就看不惯了 如今苏老大杀了他 这小头目位置您来做是最好不过 苏信看着此人很是欣慰 嗯不错 你叫什么名字 小的黄炳城 好 以后我不在的时候 这些兄弟们就由你打理 谢苏老大 可是如今老大你杀了陈道虎 三爷那边可不好交代啊 苏信此时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如今已经杀了刘三刀 任务却没有提示完成 看来要坐稳这小头目的位置 还是需要非英镑的高层认可了才行 当询问老黄得知帮派存款 还有一千两的时候 他内心盘算着 看来这点家底是留不住了 必须拿来给虎三爷一个交代 然后站起身来 老黄去把刘三刀留下的银子拿来 跟我去拜访虎三爷 说完便在众人的议论下走出了帮派 去找那虎三爷了 进门之后虎三爷黑着个脸看着苏信 杀了我的义子 还敢登门来见我 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 三爷过奖了 我来这里可不是因为我胆子大 而是我知道 三爷你是不会杀我的 有意思 拷好你的苏信 我辛辛苦苦培养了二十年的义子 让你给杀了 你居然说我不会杀你 谁给他自信 然后一把捏碎了杯子 爆发出一股王者的气势 苏信没被这场面吓到 镇定自若地说道 就凭我帮了虎三爷你一个大忙 小的才有这个自信 虎三爷也不知道苏信葫芦里卖什么药 那你说说如何帮到我了 三爷您今年五十有余 而陈道却已经快四十岁了 他明明有着大头目的实力 却只能屈居在你手下 您说他能没有一心吗 其实虎三爷您也明白吧 以您对陈道的了解 他陈道唯一的选择就是 害死您 他尚未 虎三爷也被苏信的一番言辞说得高兴了起来 非银帮都传你苏信身手强悍 但我看 最该夸的还是你的脑子 不过 事情虽然如此 但毕竟你苏信杀了我一个义子 你看这笔账 只见那苏信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孩儿拜见义父 这一千两银子虽少 但却是孩儿的心意 还望义父笑呢 虎三爷站起身来接过银票 苏信 我果然没看错你 以后这快火灵就归你掌管了 我会跟帮中报备 不过你刚当上小头目 手下竟是普通帮中 我这刚好有两个身手不错的年轻人 以后就跟着你了 这是李坏和纪刚 跟了我有些年头了 身手都算不错 收下两个小弟后 两边皆大欢喜 苏信便拜别了他的义父虎三爷 一旁的仆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三爷 苏信这份心思和胆识可真是恐怖 他还不到二十岁吧 您就不怕他成为另一个臣道 虎三爷竟然没对苏信设防 他是个聪明人不会那么做的 出来之后 那新来的手下李怀 对苏信有些许的看不起 苏信是吧 三爷让我来是为了帮你巩固地位 别指望我会真的把你当老大 反观那纪刚倒是客客气气的 苏信黑着个脸也没跟他们计较 两人走后苏信告诉老黄 危险的是那纪刚 因为咬人的狗都是不叫的 走出虎三爷的大门 系统任务方才完成 苏信也去接了新儿 两人相互拥抱过后 走 哥哥带你去看看新家 刚要走的时候苏信突然发现 对了新儿 阿母给你留下的手镯呢 新儿之前看到哥哥受伤了 想去药店淘点药材回来 可是掌柜的没给 还把新儿的手镯拿去了 说着说着小妹妹已经气不成声了 可把苏信心疼坏了 作为宠妹狂魔的苏信赶忙上去安慰 哥哥明天就带你把手镯拿回来好不好 现在我们去看看新家 回去之后 老黄为新儿安排了房间 下午陪着他在院子了玩耍了起来 苏信则在房间里迫不及待地修炼起了内功心法 刷的一声 身上的一处穴位被打通 苏信累得满头大汗 显然是实力晋级了 可怜虎三爷修炼四十余仔 也才炼化了十三个翘穴 若是他知道再过几日我便可触摸后天门槛 表情一定会很精彩吧 实力提升后 系统奖励了他一本楚招男大虚迷剑士 并开启了主线任务 然而这第一个任务竟是赚十万两银子 苏信看着面板 你妈的十万两 刘三刀掌管快活领每月的利钱也就一千多两吧 想要在半年内弄到十万两 还真得好好想个办法才行 对了系统 为什么主线任务的惩罚只是剥夺一门功法 新手任务的处罚那么重 得到的回复确实 如果连新手任务都无法完成 说明宿主太过废物还是早死早脱生的好 升级后的苏信 穿好外套自信地走向了新儿 老黄赶忙带着几个人走了上来 苏老大 按照您的安排 已经召集了几个兄弟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另一边抢了新儿镯子当铺老板 正拿在手上把玩 苏信带着妹妹 突然出现在了大铺的门口 手下的伙计一眼认出了新儿 就是她 上次来讨要的妮子 那掌柜像看到了金元宝一样看向了新儿 好你的雕丫头上次来闹事耽误我们生意 赔一只镯子可是不够 快把另一只拿出来 吓得新儿急忙躲到了苏信的背后 苏信黑着个脸看向掌柜 哟 不知王掌柜多大的生意 需要用两只玉镯来赔 你是这丫头家人吧 我们要铺分分钟几百两的生意 惊她那么一闹腾 多少大客户都不敢来了你说呢 小子 痛快一点把另一只玉镯交出来 不然我现在就报关 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 苏信面对威胁 牢饭我是没吃过 但我相信你很快就不能吃饭了 威胁我 你知不知道 我可是每个月都给非银帮交几十两保护费 信不信老子现在开口 你立刻就会被非银帮的人打断双腿丢出去 听到这的苏信心里已经笑掉了大牙 老黄你们进来 那掌柜的看到老黄后很是客气 哟 这不是黄爷吗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谁知那老黄冲着苏信两手一作一 老大 有什么吩咐 可把一旁的掌柜的看待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虎三爷的义子 快火灵的新晋小头目苏老大 王胖子能耐了呀 居然敲诈到我老大的身上 你是不是活腻了 听老黄这么一说 此时的掌柜已经汗流加倍了 苏老大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您大人有大量 饶了小的一回吧 见苏信不为所动 掌柜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老大 您饶了我镯子我还您 我还有银票 大把的银票 苏信吊都没有吊他 拉着心儿朝外面走去 看他也没多少年活头了 打死太残忍了 打残吧 对了 他刚才用手指着我 我很不喜欢 话音刚落 两个小弟 直接围向了那个掌柜的 下一秒 一阵凄惨的叫声 从屋子里传了出来 屋里的老黄 带着小弟折腾了半天 可勒个够呛 行了行了 别打了 再打就打死了 还有你们 赶紧把这死胖子包扎一下 一会官府要是过来 该怎么说 你们应该知道的 片刻之后老黄走出屋子 老大 这是您的镯子 苏信接过镯子之后打量着 这镯子的质地 未免太好了些不 像是苏家所能拥有的 这个身体的记忆里 也没有什么关于 镯子来历的线索 心儿那么小恐怕 也问不出什么来吧 随即给心儿带了回去 转身吩咐老黄 等下把快火林内 所有大商铺的老板 都给我叫到最月楼一室 一个时辰后 几个老板全都到齐了 他们对刚冒出来的 苏信八卦了起来 片刻之后 苏信带着小弟赶了过来 先是一番客套 随后对着几个老板 说起了保护费的事情 那几个老板对钱 倒是格外的敏感 我说苏老大 你们飞银帮还真是奇怪 这月初刚定下的利钱 现在就要改 苏信突然站了起来 怎么 他留三刀能定规矩 我苏信就不行 我苏信现在就决定 以后大家的利钱 我全都免了 此话一出 可把厂上的几个老板 给整猛逼了 苏老大莫不是在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 利钱肯定给各位免了 不过在座的各位 每人要从生意里 拿出一成干股给我 月底分红 这一成分红 可比那每月按时交的 保护费多多了 苏信继续说道 稍安勿躁 这肝骨我可不是白要的 我苏信有办法 让诸位每月的利润 提高一倍 苏老大口气不小 可我们凭什么 相信你这空口白话 随即苏信说出了 他的想法 快活林内赌房 清酒楼 客栈林立 说白无非就是 给客人提供 吃喝完了四种服务 可我们现在做的 还没有让客人 体会到更便捷的服务 客人在赌房赌钱 身边若是有姑娘陪衬 想必他们下注时候 会更加豪迈 赢了会给姑娘们赏钱 输了姑娘们软语相劝 累了随时有酒楼的 韭菜伺候 最后累了乏了 出门便是客栈 让他们休息 你们说 这么便捷互利的法子 还愁客人少吗 听到苏信的话后 两个老板瞬间 毛色顿开 是啊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像您说的这样 我们这些商铺 岂不是都要搬家 挪换位置 不错 但相比其他地界 我们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快活林的地皮 都是规划好的 差不多大 互换一下诸位都不吃亏 差的也就是装饰而已 剩下的两个老板 一个心里 在想打马虎眼糊弄过去 另一个也不想出 这一城的分红 想先看下胖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只见那胖子突然开口 苏老大你这主意确实不错 但我顺得赌方小本经营 还是不折腾了吧 苏信听吧 直接走到他面前 黄老板 人有时候太精明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苏老大这是哪里的话 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苏信脸一黑 黄老板听不明白 那我就慢慢给你讲明白 说吧 摸向了腰上的破剑 只听咔嚓一声 扎在了黄老板的桌子上 真拿我苏信当棒锤呢 想用我的计划 却不想给我分红银 然后用力一挥 黄老板的三分手指 瞬间被切了下来 既然送到你们嘴边的肉 连口汤都不想给我 那我就亲自来取 其中一个老板见苏信这般 苏老大 那要铺的王掌柜可不比我们 你今日这般 就不担心不好收场吗 听到这个苏信 瞬间起了杀心 他一脚将那黄掌柜踢飞了出去 收场 我苏信最恨的就是在我面前 两面三刀的人 说着便拿着剑 朝着黄掌柜扎了过去 只听碰的一声 然而这一剑 却被那情刚挡了下来 苏老大 宁若真的杀了他 官府那边恐怕没法交代 此时的苏信正在气头上 一把推开他 没法交代 来人 哪位兄弟把黄老板给我办了 罪责抗下 重赏一千两 从此他的家人 我苏信养了 听到这话的小弟们 纷纷议论了起来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一个壮汉走上前来 苏老大 俺心得过你 老子顶了这罪 一千两银子够俺老娘和妻儿 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俺若进去 还望兄弟们帮俺看着点 别让俺婆娘拿老子 卖命的钱去偷人 苏信一把拍住他的肩膀 放心 等你办完事去自首 我马上安排送师去保你 绝不让你送命 听到这的老哥也完全放了心 拖着那黄掌柜朝门外走去 苏信则是回到位子上 恶狠狠地看向其他三位老板 现在 有人同意我的计划了吗 看到那黄老板的下场后 三个逼也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既然如此 把转让股份的文书签订好 没事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办好手续后 苏信差人将转让文书送给了虎三爷 这是苏老大让小的带过来孝敬虎三爷的 还希望三爷能帮着在官府那边通融下 虎三爷看过之后很是得意 呵呵 李师爷你看我这一子手段如何 李师爷对苏信也是赞不绝口 心狠 手辣有头脑 最重要的是知进腿 哈哈哈哈 要的就是他的知进腿 想让一副卖面子打点官府 自然也得送典礼才行吗 得了便宜的虎三爷大手一挥 给苏信留了一万两银子 还有顺德赌方原来的地皮 让我们看看 我这一子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 一个月后 这天苏信陪馨儿在院子里玩耍 老黄抱着一个箱子走了进来 老大 按照您的吩咐 一个月前您要的剑已经打好了 打开之后 只见里面一大一小两把宝剑 苏信抽出一支来 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果然是好剑 好厉害 馨儿也可以学剑吗 当然可以 不过馨儿学剑要做什么呢 等馨儿学会了 就没有人敢欺负哥哥了 听到此话的苏信很是欣慰 小丫头出现了吗 老黄不仅带来了宝剑 还带来快火灵的首月分红 第一个月 我们就赚了整整十八万两 此话一出 直接把苏信给震惊到了 只见他稍加思索之后告诉老黄 把这些银子分出八万两送给虎三爷 苏信告诉他 这笔钱我们吃不下去的 如果硬吞 只能被噎到 说吧系统弹出任务完成的弹窗 奖励终极抽奖一次 然而苏信现在有33次初级抽奖次数 一次终极抽奖次数 苏信没有点击抽奖 而是拉着帮众开会去了 苏信拿出一箱银子对着众小弟说道 今天把大家叫来有两件事 这第一件事 就是给大家节月钱 说吧光当一声 将箱子里的元宝踢翻在地 这个月的月钱每人十两银子 此话一出场上瞬间沸腾了 十两 放在以前我们一年都看不到十两银子啊 苏信拿着一定银子看向小弟们 但是 拿了我的银子那就要守我的规矩 这第二件事 下面我让老黄念名字 被点到名字的站出来 自觉上前领二十丈则 所谓干一行吃一行 我知道你们以前没少在快活零横吃白嫖 但今后你们要知道 今天你们拿到十两银子 以后每个月可能就是二十两 三十两 占他们的便宜 就是在挖自己的墙角 小弟们对此也是毫无怨言 苏老大 道理俺明白 俺自愿受罚 这波赏罚分明下来 苏信的成功的在快活零竖起威胁 今天这二十丈 先给你们提个醒 以后要是让我知道谁在快活零吃霸王餐 打秋风 断大家的财路 就别怪我苏信不讲兄弟情面 晚上 几个青竹帮的小弟在一块喝酒闲聊 小头目张红气得大拍桌子 他妈的 老子掌管快活零的时候 那帮商人怎么不给我分红 看不起我青竹帮 听说是新上来的小头目直接费了开赌方的老黄 一群人就乖乖的把分红交出来了 自打快活零这块地给飞银帮以后 老子这日子过的是他妈的一天不如一天 正在三个逼抱怨的时候 一个飞银帮的小弟刚好从酒楼里出来 张红见状直接站起身来 妈的 那边的小子 给老子过来 悠喝 这不是青竹帮的张老大吗 怎么吃起路边瘫了 这可把本在气头上的张红瞬间惹毛了 一个小别三爷敢笑老子 给我拉过来打 这里是飞银帮的地界你们敢乱来 我老大是饶不了你们的 张红一脚踹了上去 老子今天就他妈的打死你 看看你老大能拿我怎么样 随后两个小弟跟上 对着那人抽打了起来 因为喝了点马尿 几人下手没轻没中 将人直接给打死了 两个小弟瞬间酒醒了 红哥 现在怎么办 要是飞银帮真的追责的话 还能怎么办 赶紧撤 我去跟大头目禀报一声 那飞青竹帮的大头目带冲在得知此事后 大手一挥 小事而已 一挥我让人给飞银帮带个话 给他们使两银子安葬费就行了 张红还是放心不下 老大 飞银帮会这么轻易翻过这件事 放心吧 打不起来的 上面的是你不懂的 另一边苏信看着面前的尸体大怒 青竹帮如此张狂是欺负我飞银帮没人不成 下面的小弟们也很是气愤 苏老大 兄弟们都是跟你混饭吃的 这是你必须跟他们要个说法 苏信扭头看向老黄 帮你怎么说 帮 帮你一大早送来使两银子 说是青竹帮给的安葬费 听到这的苏信脸一黑 什么意思 难道这事还要就这么忍下来不成 只见一个老哥拱手向前 苏老大 上面想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兄弟们都理解你的难处 但是陈三是俺从小玩到大的兄弟 这才刚过上好日子 就这么死了这事 哥我理清心里头鼠是憋屈 老黄也犯起了难 老大 这事咱该怎么办 真像上面说的那样 恐怕会让手下的弟兄们心寒了 只听苏信缓缓开口 我苏信是不会让兄弟白死的 我这就去拜见义府 一定要清竹帮血战血肠 另一边 虎三爷的宅院里 虎三爷看着苏信送过来的八万两银子很是开心 区区一个月 这苏信就能给老夫赚来八万两 李师爷 你看我这义子如何 可是既刚传来消息 说是苏信这个月收到的利钱有足足十八万两 您看 得知此事的虎三爷刚才还高兴的一张脸 瞬间黑了下来 恰在此时 苏信带着小弟走了进来 还准备了礼物 义父 孩儿此番前来是有钥匙相求 之前我的手下被清竹帮打死这件事 义父您知道了吧 一个小误会而已 人家清竹帮的大头目已经派人来道歉了 确实就这么算了吧 听到这话的苏信炸了毛 义父 难道我手下兄弟就只十两银子 那可是一条人命 虎三爷也不高兴了 你的快活灵现在发展不错 别把精力放在这种小事上 李师爷 替我送送苏信 说吧 那虎三爷直接转身离开了 少爷 这是已经见怪不怪了 您也别放在心上 看到虎三爷一反常态 苏信想来其中定有猫腻 李师爷 这是我义父看起来不太上心 怎么回事 这点散碎银两名拿去喝茶 算是苏信我孝敬师爷您的 那李师爷笑呵呵的将精子揣了起来 这一方面是上面的意思 另一方面吗 少爷 您上个月给了三爷八万两银子吧 不过有人让我告诉三爷 您上个月赚了十八万两 三爷知道后看起来不太高兴 听到这的苏信瞬间反应了过来 人心不足蛇吞向啊 还有这个暴信儿的 就是祭刚吧 回到快火灵之后 小弟们急忙围了上来 怎么样老大 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苏信看着他们无奈地说了句 我依附他 决定听从上面的意思 此话一处 周围的小弟纷纷议论了起来 显然是大失所望了 苏信坐到位子上 啪的一声垂了下去 但我苏信不会让兄弟白死 明天这个时候 我会拿着张红和戴冲的手机 来祭奠逝去的兄弟 听到这话的祭刚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不行你不能去 你只是个小头目 强行这么做的话 无论成功与否 到时候我们大伙都得跟着你陪葬 说得好 原本我苏信 是想要拼上这条性命 也要给驱死的兄弟报仇 但正如继兄说的那样 我也不能连累大家 既然这样 我就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大家 若大家也同意这个计划 我苏信拼死也会将戴冲和张红的人头拿回来 此时一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放他娘的屁 让人骑在脖梗子上拉屎的事 我李怀忍不了 你要动手 算我一个 来人正是李怀 季刚指着李怀大骂 你这个疯子 忘了三叶派我们来是做什么的吗 三叶上了年纪 早没了当年的锐气 我李怀可不乐意当个脑肿 苏信看着争吵的两人 心里盘算了起来 早就听说李怀耿直好战 季刚狡猾多变 今日一看他们二人虽从一主 但关系并不牢靠 不如就顺了此事 让李怀日后为我所用 那季刚在和李怀打了两句嘴炮之后 气得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苏信见他走后 对着李怀说道 好 不愧是我苏信的兄弟 有血气 不过去规矩 计划还是要听我的 先让几个兄弟乔装一下 去青竹帮探探路 走在大街上的季刚很是气愤 这个苏信 戴冲若是那么好杀的 永乐方早就归非英帮所有了 自己不要命 非要拉上我们门 这是必须得禀报三叶才行 另一边老黄为苏信担心了起来 老大 您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有些草率了 听闻青竹帮那戴冲 早已是后天初期的实力了 苏信没有放在心上 转身带着李怀他们出发了 走在路上 苏信看着李怀 等下我靠近戴冲 你守在门口就行了 凭什么 拜托看看你自己的脸好吗 你要是进去 不是明摆着告诉人家 老子是来杀你的吗 随即扔给李怀一把剑 这柄重剑太显眼 你先帮我拿着 听到我的信号在出来掩护我 里面的戴冲和张红二人 正在打着麻将愉快地玩耍 苏信假装成一个酒疯子 冲着那张红撞了上去 戴冲随即吩咐手下 把这矛头小子赶出去 顺便帮他制制腿 听到手下叫光头戴老大 苏信索性也不演了 你是青竹帮的戴冲 就是你爷爷我怎么着 确定目标后 苏信也不废话 直接把剑刺了过去 只见那戴冲拿起一张麻将牌 砰的一下将攻击挡了下来 然后一脚将麻将桌子踢飞了出去 苏信只好闪身躲开 与那戴冲拉开距离 得此空挡 那戴冲拿出一把一百斤的大锤来 砰的一声 一锤子干到了地板上 还好苏信闪躲得及时 两个回合下来戴冲察觉来者不简单 开口问道 你是什么人 谁派你来的 我是要你命的人 苏信再次主动发起攻击 看着冲上来的苏信 那戴冲瞬间挥动锤子 大喝一声 肋骨一是银龙 两个都跟苏信在一起 砰的一声 一声爆炸响起 苏信背着强大的力道震开七八米远 只见苏信在半空一个翻身 然后踩在了旁边的柱子上 一个助力 再次拿着剑冲上了那戴冲 砰的一声戴冲挡了下来 然后用力一推 苏信一击不中借着力道 连番几个跟斗躲开了戴冲的攻击范围 此时的苏信的心里一阵妈卖皮 后天出七 可同是后天出七 这戴冲竟如此难缠 只听那戴冲大喊一声 来人 给我生情了这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是谁要杀我 话音刚落只见几个小弟拿着武器 冲向了那苏信 苏信也是不慌 只听他大喊了一声 此时不来 更待何时 轰的一声 那冲上来的小弟被震飞了出去 出手的正是门外的李坏 老子都等得不耐烦了 然后那一块挥剑向前 转眼间两个小卡拉米便领了合饭 看着有备而来的苏信 那戴冲剑状再次指挥小弟冲向了苏信 看着身陷重围的苏信 李坏赶忙将剑扔给了苏信 苏老大接剑 此时的戴冲方才反应过来好啊 他是飞鹰帮的苏信 直接给我杀了他 另一边苏信直接跳向半空 一把抓住了扔过来的重剑 只听他大喝一声 重剑须弥砰的一声 强大的气势将几个小卡拉米当场秒杀 那戴冲看猛逼了 这是什么鬼剑法 苏信抓住时机 紧接着又是一招细剑戒子 刷的一下在那戴冲面前一闪而过 下一秒 那戴冲被割破了喉咙 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一旁的张红吓闪了 来人啊 戴老大被飞鹰帮的苏信杀了 快快去通知上面 苏信提着剑朝着他走过去 张红 你跟我说说是谁打死了我飞鹰帮的兄弟 是戴老大 他已经被你杀了你 我们的增援马上就到了 杀了我你们也逃不出去 我们也没指望靠你逃出去 说把苏信手起刀落 扑刺一声将那张红也给带走了 看到苏信的实力后 李怀拱手走上前来 苏老大 以前是我李怀不对 把你当成了鳄鱼奉承的小人 没想到你为了兄弟竟如此拼命 我是个粗人 不会说话 以后只要你吩咐 我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苏信一把拍住了李怀的肩膀 无妨 快把张红二人的手机收下 再不走我们可就真走不了了 另一边 老黄和纪刚在议事厅里 等待着苏信的消息 老黄急得来回跺脚 这都什么事成了 苏老大他们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纪刚却在背后嘲讽了起来 别说他们能不能回来就算回来了 飞鹰帮也不会饶了他 纪刚 你什么意思 别忘了你现在可是靠着苏老大吃饭的 那纪刚却不以为然 你以为 苏信犯了这么大的错 三爷还会替他顶着 话音刚落 一个带血的包袱扔在了纪刚面前 纪刚 你怎么知道三爷不会帮咱们苏老大 还是你小子 从中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说话的人正是理坏 纪刚看到他们后心里一声卧槽 竟然真的回来了 那岂不是说 苏信现在已经有了跟三爷比肩的实力 苏信指着地上的包袱 把这东西拿出去 让小的们祭奠陈三兄弟 听到这话纪刚头顶一个炸雷 你们居然真的杀了青竹帮的头目 苏信 你会害死我们的 你的意思是 让我苏信眼睁睁看着自己兄弟白死不成 你说出这样的话 想没想过怎么跟下面的兄弟交代 纪刚丢下一句 疯子 接下来看你们怎么收场 便走出了快火林 随后那纪刚便去找了虎三爷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 不只是这些 那苏信不知给李坏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让李坏处处维护 李坏他恐怕 已经和您不是一条心了 三爷 如果不早点处理苏信 恐怕是杨虎为患了 虎三爷听完他的说辞后 勃然大怒 辞子 不可留 另一边 馨儿已经将苏信教他的剑法练得炉火纯青了 没想到我妹妹还是个学剑的天才 小丫头 学得挺快嘛 两人一番打闹之后 苏信心想 没想到 馨儿的武学天赋竟如此之好 思考兼老黄钱来禀报 三爷那边叫人来传话说是让你过去 跟随三爷一同前往总部 走在路上的苏信打开系统面板 我想知道 5G的熟练度 只能通过苦修和对战来提升吗 顿武才行 说白了就是要有悟性 苏信得出结论 日后 还是要专注于武道的提升才行 思考兼便来到了虎三爷的府邸 屋内的师爷正在为苏信求情 少爷这次行事确实有些莽撞 您是不是先想些法子 在上面替他周旋一番 周旋 早知如此 我恨不得当初一掌拍死他 还是尽早撇清关系 免得被这小子拉下水 说话间 苏信走了进来 义父是担心孩儿会牵连到您吗 虎三爷很是气愤 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我是怒气不争 你放着好日子不过 如今到了这部田地 看你怎么收场 您放心 人是我苏信杀的 到了帮中 我自然会跟帮主他们解释 不会连累义父 说得好听 走吧 帮主他们已经在堂口等你 看你怎么和他们说 好歹你叫我一身义父 我会尽量保你无事的 苏信瞬间警惕了起来 保我无事 恐怕是保我早点死吧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非英帮的总部金月坊 苏信打量着场上的几人 看来左边的三位 就是非英帮的三位堂主了 早就听说站堂与行堂堂主素来不合 今日这般 还得好好利用一下他们的关系才行 坐在正位商店是那非英帮的帮主 杀非英 就是杀死带冲的苏信 面对魂后的声音 苏信也是不慌 苏信见过帮主 诸位前辈 站堂堂主林福虎对苏信赞赏有加 好小子 有胆色老夫欣赏你 话音刚落 只听一人啪的一声拍向了桌子 苏信 我且问你你不守帮规 私自前往青竹帮闯下这么大祸事 可曾将我们非英帮放在眼里 说话这人正是非英帮行堂的堂主董成武 林福虎看他拍桌子踢板凳也不惯着他 我说老董 你那死板的毛病能不能改改 苏小子可是斩杀了青竹帮的大头目 论功绩 也该行赏才是 你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 两人话不投机 便站起身来炒作了一团 苏信赶忙向前 二位前辈莫及 听晚辈一言 正因为我是非英帮的人 所以我才会选择去杀了戴冲 我苏信能有今天 全靠非英帮栽培 张红杀我兄弟 就是在挑衅非英帮 戴冲袒抬护他的手下 就是在如我帮威 二人罪无可恕 我必须给手下的兄弟们一个交代 说得好听 你可曾考虑过这件事的后果 人是我苏信杀的 若是非英帮担心青竹帮问责 大可提着我的人头去青竹帮请罪 以林福虎的性子自然是不会怕的 正好中了苏信的激将法 其他的几位堂主 对苏信的表现也是赞赏有加 还道出了林福虎与董承武之间的矛盾 苏信心里却是开心的一批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你们越乱 我就越安全 这边董承武还在和林福虎吵作一团 眼看着要动起手来 莎非英叫停了场上的争吵 两个人加起来都快一百多岁了 吵这么多年 还没吵够吗 然后看到两人中间的胖子 庄黎 你怎么看 这庄黎颇有些城府 一眼看出了莎非英有偏袒林福虎的意思 然后站起身来笑呵呵的说道 我老庄没什么主意 不过此事还是要稳妥处理 一旦弄不好就会像林堂主说的那样 容易让帮中弟子心寒啊 莎非英听罢开口说道 苏信 按理说你杀了青竹帮的大头目 应该重赏 甚至把你提为大头目也不为过 但你无视帮规 私自出手 此举该罚 此次事情 就算你攻过相抵 但你要记住 只有守的规矩 才能活得更久 苏信听罢连忙拱手向前败谢了莎非英 但是把那虎三爷给看待了 早知道帮主是林福虎为心腹 没想到此举竟便宜了苏小子 董成武还是不依不饶 可是 青竹帮那边怎么交代 死了一个带冲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林福虎一脸不屑 我说你个老小子是听不懂话还是怎么着 区区青竹帮 我们还怕他不成 莎非英也赞同了他的说法 青竹帮的实力本就比我们弱上一筹 听说他们正遭受内斗 若非要来真的 我们就陪他们玩玩 那董成武冷哼一声朝着外面走去 他心里想的是一定要弄死苏信 苏信因此也跟林福虎结下了交情 林福虎走后虎三爷走了过来 干得不错 不过下次要记住了 别再这么冲动有事 一定要找医夫商量 苏信表面上恭维 心里想的确实 此计不成 接下来医夫您准备如何对付我呢 这次苏信能在帮内得以保全自己 绝不是因为莎非英看中他的潜力 有意担护他 多半是因为那林福虎吧 三大堂主 装力为人油滑 董成武看似铁面无私 内心却难以捉摸 只有林福虎这样头脑简单的人 才便于帮主的控制 说到底 人在江湖能保全 并且强大自己的并不只有武技 还有琢磨人心 突然叮的一声 系统为苏信带来了新的主线任务 一年内成为非英帮化世人之一堂主级别 苏信闲来无事 索性把奖励里的三次终极抽奖给用了 先天有略为帮助 长期服用对于晋升天舞者锤炼真气 开灵散适用于菊品二 三次抽下来苏信获得了一瓶弹药 一部打狗棒法 还有一部二星半的辟邪剑法 但是欲练此功必先自攻 苏信一口气没上来 差点没气昏过去 这你妈也叫终极抽奖 苏信单杀带冲还没被问责 在帮内一下子传开了 这天苏信找到李怀 你们觉得我现在手下这批人手如何 简单来说四个字 明星可用啊 苏信则指出了关键的问题 士气不错 但这还不够 战堂的人你们也有所了解 如果让他们来对付我手下 这两百人十个就够了 老黄直接听猛逼了 没那么夸张吧 二十个人打他们一个还打不过 苏老大说的不错 我们手下的兄弟都是没见过血的除物 战堂的那些弟子很强 我跟他们动手 能打得过一个 但绝对打不过三个 战堂的弟子都是帮内精挑戏选出来的 从小就开始培养顿顿牛肉鸡蛋 晚上还用药草浸泡身体 强壮气血 当初我也想加入战堂 结果被刷了下来 苏信听吧 李坏 你没学过内功吧 如果我给你一门内功 你估计你现在的实力能提升多少 最少十倍 听完李坏的回复后 苏信果断拿出两部内功心法 所以 我的方法就是让我手下的人 全部修习内功和武技 这可给李坏整猛逼了 内功心法是不传之秘 就算是江湖门派 都必须要拜师之后才能修习的 在飞鹰帮里 从来没有人把内功传授给普通帮众 苏信突然走进李坏 那你知道 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 因为内功极其珍贵 珍贵个屁 帮内的高层不敢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下面的人学会了内功 实力就会超过他们 有了实力就会有野心 手下的人就会脱离他们的掌控 老房一脸吃惊地看着苏信 老大 你不怕吗 苏信很是自信 我不怕 因为 我会比你们走得更远 可是老大 手下兄弟那么多 保不起有哪些嘴快的 要是帮内知道了这事 初级内功而已 高层就算看了 也会觉得鸡肋 至于其他普通帮众 他们可没那么多力钱 来给自己养身体 两人听罢后再也没有了意义 行了 你俩立即召集弟兄们在这集合 我有事情要宣布 人被召集之后 苏信面对众人大声喊道 在说事之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加入飞鹰帮 小的肤浅 当初是为了钱才加入飞鹰帮 此话一出众小弟全都嘲笑了起来 都笑什么 李清说的不对吗 都是大好男儿 凭什么别人就能酒肉生平 我们就得吃康厌菜 难道我们生下来就低人一等吗 在苏信的点燃下 场上的气氛瞬间被烘托了起来 所以呢 想改变自己的处境 只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有实力才配有钱花 有女人 有地位 昌德方七层圣龙楼 那是整个长宁府最大的酒楼 以前只有王孙公子 才能够站在那里俯瞰江山 但我苏信今天发誓三年之内 我必定会站在那里 将整个长宁府踩在脚下 从今天开始 我会轮班教大家内功和武技 记住 我苏信不养废物 吃肉还是嚼康全凭你们自己 小弟们听了苏信的话后 瞬间沸腾了 全都大喊起了吃肉 而那季刚却不在人群里 好你个苏信 底层帮众都能学的东西 居然不给我 散会之后 季刚来到李坏的住所 舔着个逼脸要起了内功心法 却被李坏一口拒绝 气得季刚破口大骂 你要知道 你的老大可不是苏信 我来要这功法 是要交给虎三爷的 跟着虎三爷这么多年 我拼了命也没赚到一百两 但跟着苏老大 我不但有钱花 还有珍贵的内功可以学 就算是三岁小孩 也知道选谁当老大吧 好 李坏 你早晚有后悔的时候 苏信 我就不信我季刚搬不倒你 另一边 非英帮的总部很快得知了此事 气得董成武一把将心法扔在了地上 真是岂有此理 苏信他是想造反吗 传授心法这种事还算小事吗 我看虎三也真是老了 竟然连自己的手下都管不住 庄黎看着功法缓缓说道 这也就是普通的入门级内功 刚刚练武的小道同学的东西 值不了几个钱 杀非英最后表态 心法虽然低级 但也不是谁都能学的 回去告诉虎三 把苏信看紧些 另一边的苏信内心盘算着 如今已经有了锻炼人手的法子 想必他们日后的战力也不会弱于战胖 可自己的势力如此迅速的膨胀 抛开非英帮内部说 日后向外发展难免有些后患 思考兼老黄急匆匆的跑了进来 老大 十二方的总捕头铁无情 可能要来咱们快活临巡视 得到消息的苏信 怕出乱子晚上也是亲自巡视了起来 然而一个在青楼白嫖的嫖客被当众拿下了 苏信走了上去问清楚缘由后 就在小弟们吵着要法办的时候 苏信看着那人好像发现了端倪 只见他走上前去 一把撕下了那人的人皮面具 众人一眼认出了此人 这 这不是官府通缉的采花贼吗 说话间 铁无情走了出来 真是有劳诸位了 比人东十二方总捕头铁无情 奉主宝大人之命 前来捉拿此人 苏信看向来人心想 铁无情 实力果然深不可测 那铁无情看到苏信后 上来主动打招呼 苏老大幸会啊 什么苏老大 铁大人这么说可是折杀我了 如果您不嫌弃 直接叫我苏信好了 好 这次多亏你帮忙抓住了他 你把他交给我回头 我让主部大人进你一宫 这采花贼分明是铁大人带领手下不懈追踪 靠着敏锐的洞察力破了他的易容术 才将他抓捕归案 哪里有我苏某人什么功劳 听到这的铁无情放声大笑了起来 有点意思 苏信你不去给朝廷笑名 还真是屈才了 大人说笑了 晓得这种出身朝廷是绝对看不上的 那可不一定 咱们大周朝用人 只看能力不看出身 这份情我领了 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来衙门找我 就在铁无情要走的时候 苏信拦住了他 大人莫急 我这还有样东西要交给你 铁大人公务繁重 平时这种小偷小摸的事定是无力打理 如果大人何时需要 苏某人保证三天内就将犯人送到你门前认罪 常宁府这么大 就凭你手下那二百号人 能把所有人犯人都抓来送给我 当然抓不到 不过大人有需要的话 三天之内自然会有人出现在衙门自首 我相信不光是您 就算是知府大人也会很高兴的 铁无情放声大笑了起来 苏信 你何止是屈才你要真实当了官 保准是个大大的奸臣 你这两份大礼我都收下了 说说吧 你想要什么 大人严重了 我只想大人您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帮我一把 回去的路上铁无情感叹了起来 杀飞英那条守家老狗手下 竟然出了个这么有意思的年轻人 这下飞英邦可就有趣了 回到快火林苏信问老黄 你给我那一副送上个月的立钱的时候 他说什么了 钱是送到了 不过没见到虎三爷 李师爷带收了 苏信思索了起来 我这好衣服 现在就开始跟我划清界限了吗 老黄还带来了青竹帮的消息 内乱的原因是老帮主死了 帮内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帮主的儿子 魏丰虽然名义上还是帮主 但青竹帮十一位大头目 只有三位支持他 其中的带冲 已经被您杀了 魏丰是主张开战的 想必是急于立功巩固自己帮主的地位 但另外两位副帮主 好像一直在避免此事 苏信听罢心想 避站绝对不行 现在快火林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 我若继续招募人手 不仅地方有限 我那一副也不会容我 行堂那位堂主 也肯定不会让我好过 看来要想扩大势力 就必须要在青竹帮和飞鹰帮之间再添把火了 这天 魏丰在春香楼里吃酒 捎带着和妹子切磋下功夫 只见一个逼拿着扇子走了进来 你就是魏丰 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犯我飞鹰帮者 罪则当猪 说着将几颗飞镖甩飞了出去 那魏丰急忙拉起身旁的妹子 将飞镖挡了下来 偷袭不成那人直接翻窗逃走 魏丰 今日不成他日我必会再来取你狗命 青竹帮的几个堂主在听到动静后 很快跑了上来 那魏丰先是对着几个人臭骂一通 然后要跟飞鹰帮开战 如果这都能忍 那催我这帮主的位置就让给你们 老子不当了 帮主说的哪里话 我现在就叫人去发布开战的命令 必须让他飞鹰帮给个说法 魏丰没有理他 一把推开他的手气冲冲地离开了 魏丰走后 一个堂主站出来说道 陈红你搞什么鬼 现在开战 可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 可帮主在大庭广众下被刺杀 如果这都忍着不开战的话 怎么跟手下的人交代 陈红则是说出了其中缘由 总感觉飞鹰帮不会做出这么唐突的事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魏丰自导自演的戏码 为的就是挑起帮战 既夺取我们的实权 人被逼急了 什么事干不出来 想要玩这套他还嫩点 他不是想打吗 我们这次就让他打个痛快 等他手下的人打没了 就只能老老实实做个傀儡帮主了 另一边的沙飞鹰在得知消息后大怒 刺杀青竹帮的帮主 到底是谁派的人 董成武把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战堂堂主 董成武 你他妈的看我是什么意思 我就算在想开战 也不会做出这种下三滥的事 庄黎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帮主 现在追查是谁派的人也没有意义 如今两帮交界处暗流涌动 已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了 通知飞鹰帮全体上下 全面备战随时进攻 就算要打 我们也要占据主动 绝不能吃亏 会议结束后 董成武在自己手下口中得知 这是不是苏信干的 另一边的苏信在接到命令后心想 没想到这次帮内倒是效率 立刻就迎战 兄弟们 帮内已经下令开战 今晚进攻永乐坊 每杀一人赏赢十两 今晚 就是兄弟们建功立业的机会 吃肉吃草全品本是兄弟们 跟我一起将青竹帮的人 统统杀出永乐坊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小弟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全都跃跃欲试 三更十分 随之一只冷剑射出 帮会之战拉开了帷幕 在苏信内功的加持下 他的小弟们玩捏青竹帮的帮助 另一边虎三爷的府邸内 却是一片寂静 想来是没有出兵 李师爷找上他 苏信少爷先行开战 想必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在快火林根姓陈的队上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在顺一方牵制住青竹帮的 另一个大头目罗振 到时候李应外和拿下长乐坊 只是时间的问题 为何您却没有动身的意思 那虎三爷确实拉着个逼脸 如今这苏信的羽翼日渐丰满 不给他点教训 是越来越不把我这个衣服放在眼里了 只听他碰的一声 将茶杯摔在了桌子上 连带冲都折在了苏信手里 那姓陈的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但罗振可不是什么软柿子 如果青竹帮在快火林的战士告急 而我们顺一方这边又迟没有动静 你说罗振会怎么做 李师爷瞄懂 他会前往支援快火林 没错 我就是要借罗振之手除掉苏信 就算罗振败了 看守在咱们顺一方的也只剩一群乌合之众 拿下他们还不是手到前来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名利双收 三爷此计一旦三鸟 但是李师爷心想 您这么做 可是把苏信越推越远了呀 另一边 快火林大姐 苏信不费吹灰之力斩杀了对方头目 以五十多个轻伤 八个战死的代价拿下了快火林 苏信令老黄去清算战功 明天一早发赏赢 战死的兄弟一人一千两安葬费 老黄 你是不是想问 为什么死了这么多兄弟 我却无动于衷 记住 辞不长兵 多余的怜悯只会让自己变得优柔寡断 是战争总会有牺牲的 想活着必须要保证自己比别人强大才行 但你不必担心 你是第一个投靠我的人 只要你不背叛我 我也同样不会亏待你 老黄心想 我你妈也没问啊 但还是对着苏信表示了忠心 后半夜 小弟们正在整理战利品休息的时候 只见一个黑影 拿着一杆长枪来到他们面前 走进之后 那人报上名号 清竹帮大头目长枪罗阵 就在小弟将要去禀报的时候 原来苏信早就在等他了 我还在奇怪 为何你们永乐方的地盘 已经被我接管了大半 我那在顺一方坐镇的衣服 却能丝毫不眼红 还迟迟未动 原来是在这等着我 哈哈 好小子脑筋赚得倒是挺快 比你那个耸蛋子衣服强多了 你跟虎三有什么矛盾我不管 但我不能眼看着永乐方 一点点被你吃掉 既然他肯不出兵 老子就姑且碎了他的意思 就你我二人 只觉胜负 你赢了 老子就撤出永乐方 苏信也不示弱 直接掏出剑来 既然前辈这么仁意 那晚辈得罪了 冲过去的苏信 被那罗振一个挥枪挡了下来 好重的力道 前辈的实力 恐怕已经打通了超过七十个血 直逼后天中期了吧 哈哈 你小子实力也果然够看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抬着大枪扎马布呢 小弟们看着两人的鄙视 显然苏信一交手就落入了下风 只听轰的一声 罗振一枪将苏信拍飞了出去 苏信用剑缓冲力道 还是被振推七八米 然而此时苏信体内的穴位 被这一击打得有了反应 罗振这般枪法能打出这种气势 恐怕是已经将这五技吃透了 可偏偏我现在体内气息不稳 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小子 怪不得连带冲都死在了你的手里 今日一看 他死得果然不冤 但接下来 我要认真了 只听那罗振大喝一声猎山枪 第一是屠龙 瞬间在地上卷起一股气势直扑苏信 面对迎面而来的伤害 苏信赶忙挥剑抵挡 可恶 以内力现在的情况 如此高压的战斗恐怕撑不了多久 必须要赶在内力爆发之前结束才行 随后一招重剑须弥直接进了罗振的身 那罗振紧接着一招猎山枪二十玄武 挥枪抵挡 随即 苏信急忙掏出细剑 一招须弥画戒子 直接将手里的重剑给丢了出去 罗振急忙防守 最后两人点到为止 苏信略胜一筹 那罗振也是条汉子 愿赌服输 我说你小子 说好了只分胜负 这么拼命干嘛 既然如此 我说到做到 这永乐坊日后就归你了 此话一出 苏信的小弟们全都欢呼了起来 罗振走后 苏信吩咐老黄让他派人去接管永乐坊 自己则回去连夜升级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老黄慌张地来敲苏信的门 不好了老大 出事了 我们的人 跟虎三爷手下的小头目唐太和打起来了 咱们的人按照您的吩咐 去接管靠近顺一方那边的地盘 可是那边却被唐太和先一步占领了 兄弟们去跟他理论 可他不由分说的就把那帮兄弟打了一顿 还把人给扣下了 苏信心想 唐太和一个小头目敢公然抢我苏信打下的地盘 恐怕在背后是我那一副兽意吧 还真当我苏信是你捏的 来个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在我身上踩一脚 去把李怀叫上 我倒要看看我一副养的狗 是如何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 另一边唐太和他们已经制服了苏信的小弟 正压着他们招摇过誓 苏信一众人突然拦住了去路 唐太和 在我苏信的地界上压着我的人 真是好大的威风 那唐太和直接从轿子上走了下来 苏信是吧 可不能怪兄弟扣下你的人 只是他们太不懂规矩了而已 地盘呢 谁打下来就是谁的 我可是在这足足蹲了两天 没想到罗振那个耸货居然跑了 他跑到哪去我不管 但这地盘可是我先站的 你的人倒好 竟跑来跟我说什么永乐方式你苏信打下来的 还让老子滚出去 这是什么道理 我手下的人犯了错我苏信自会成见 你算什么东西 说吧 一个大逼都抽了过去 那唐太和两颗牙直接被抽掉了 你占据这里的地盘可以不管 但你为什么要打我的人 向我示威吗 然后一脚踩在了唐太和的脸上 请问唐老大 是谁给你的勇气来打我苏信的脸 随后吩咐李坏 把他绑起来 废去经脉 送去菜市口晒三天 围观的群众看到苏信的手段后 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人是谁啊 下手也太狠了 苏信看着背后的人群 人不少啊 刚好让我省去力气挨家挨户去通知了 随即大声喊道 永乐方 以后我苏信说了算 你们回去互相告知一下 每家商铺的月钱 涨到五十两 两个老板当场不乐意了 什么 五十两 清竹帮接管这里的时候月钱才三十两 苏信恶狠狠地看向两人 怎么 有疑问 吓得两个人屁都没敢放 老黄赶忙打圆场 苏老大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 你们回去派人到快活林打听一下 这五十两银子绝对亏不了你们 处理完永乐方的事后 苏信召集了帮内弟子 对他们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将提拨十人作为博长 管理百人 每位博长手下有十位市长 管理十人 论功绩加值 堂口内的后勤和博长以下的升迁 由黄炳成负责 理会掌管刑罚快活林的规矩 在永乐方同样适用 随后让老黄当中宣读了博长名单 任命完成后 为了庆祝打下永乐方 今晚我包下了罪月楼 你们所有的消费从堂口里出 此话一出 众小弟瞬间沸腾了 老黄却面露男色 老大 包下罪月楼一天十万两银子可都打不住 是不是太浪费了 放心吧 不会花咱们一分钱 今晚是刘老板要求赞助的 他想把分扑开在永乐方 众小弟离去后 苏信看着落寞的李怀 手下的兄弟都去潇洒了 你怎么还在这 抱歉老大 我有些累了 说完便转身走了出去 背后老黄悄悄地告诉苏信 老大 你还不知道吗 李怀他小时候被叔父虐待的原因 伤到了下体 恐怕以后都无缘方式了 苏信拿出他抽到的辟邪剑谱 把这个交给李怀 就说我挑选给他的 老黄走后 苏信望着天空长叹了一口气 李怀能将这种痛苦转化为战役 就证明他本就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相比于林平之 这辟邪剑谱或许更适合他吧 另一边的胡府 胡老三在得知消息后大发雷霆 苏信这个逆子 白眼狼 他还有没有把我这个衣服放在眼里 废了我的人就算了 连永乐方收上来的利钱 都直接越过我交到了邦里 那可是一百多万两 他连一个字都没给我 李师爷 你说我要是向邦主建议 将苏信的地盘收入邦中呢 这可给李师爷下了一个机灵 使不得呀 三爷 战功分配可是原则问题 一旦更改会出大乱子的 他苏信现在手下有一千多人 坐拥快火灵和永乐方两大地盘 实力远超邦里的大头目 难道就任由他发展下去 三爷 要不咱别跟苏信斗下去了 讨不到好处不说 还让别人看笑话 胡老三这是上了头 非要跟苏信死磕 不行 压不住苏信 我的老脸往哪放 说话间 那大头目后通走了进来 哈哈 胡老三 你还真是被你那一字摆了一道啊 胡老三见了他也没摆出好脸色 你来干什么 那后通直接坐了下来 谁不知道你胡老三是邦内有名的财主 我来给你借点钱花了 邦内也都知道你是出了名的老赖 我一分钱都不可能借给你 别那么着急拒绝嘛 我来帮你搞定你那不听话的一字 你呢 做个顺水人情也帮我一把 何乐不为呢 半天之后 那后通来到了苏信的府邸 进门之后就嚷嚷着 苏信 还不出来见本头目 苏信开门从屋里走了出来 后大头目 胡三爷让你来的 那后通率先发难 连一副都不叫了胡老三 果然养了只白眼狼出来 苏信 你最近发了笔不小的财吧 光交到帮里的就有一百二十万两 我这人呢 没什么野心 奈何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应该乐意帮助我吧 李怀一个气不过就要拔剑 苏信一把按住了他开口说道 后大头目 不管你是不是被胡三爷鼓动来的 我真心觉得 这种作为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怎么 想杀我 真以为你苏信能打败罗振就天下无敌了 这里可是非鹰帮的地界 而你 只是一个小头目 老子今天就坐在这让你杀 你敢吗 这后通无疑是在坟头蹦迪 下一秒 苏信黑这个脸 一把抽出剑来 拿身份压我 那后通剑撞下出一头冷汗来 但还是强装镇定 苏信 你杀了我这个大头目 邦内绝不会侵扰你 见苏信不为所动 是我们好商量毕竟你依附他 话还没说完 只听扑撕一声 那常见直接穿胸而过 苏信一脸阴险地告诉他 谢谢你 让我离自己的计划更近了一步 这 有什么好怕的 以苏老大的心思 肯定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 老黄和李坏跟着苏信这种场面 也细以为常了 随即召来小弟 快 把今天看到后大头目的人都召集起来 赶紧封锁消息 苏信突然走上前来 别那么紧张 这消息瞒不住 我也没打算瞒 正好借这次机会 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老黄 把账上的钱拿出110万两 除了我一付以外 帮内剩下的每位大头目 一人送上10万两 不求他们帮我说话 只要能做到别落井下石就好 老黄问苏信 那林堂主那边用不用表示一下 不必 就算我们一分钱不拿 林福虎也会帮我说话的 杀大头目这么大的罪名 董承武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但以林福虎的性格 只要是董承武赞成的 他必然反对 出来之后李坏担心地问苏信 抛开纪刚不说 老大你对兄弟们这么好 还真能有跟咱不是一条心的 人心难测 不经历些什么 有些人是永远都看不清的 果然如苏信所料 另一边纪刚开始就此事 开始煽风点火小弟们 得到的回应却是被骂了个狗血灵头 众小弟对苏信很是忠心 纪刚 也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从快火灵到永乐坊 苏老大可从没亏待我我们 难道你们就非要跟着苏信一条道走到黑吗 等帮内的处罚下来 你们也得跟着去送命 说话间李坏和苏信走了过来 怎么个送法 苏信看向众小弟很是欣慰 你们说得很好 先出去吧 那纪刚看着走过来的苏信 成王败寇 你想杀就杀吧 哎 什么成王败寇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根本就是一个等级的 只听内纪刚大笑一声 下一秒手里有了动作 就算这样 我活不成 你也得给老子死 然而却被苏信一把给抓住了 我都说了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 然后啪的一声 将内纪刚扔了出去 那纪刚竟然还不死心 挣扎着 想去拿匕首 却被李坏一脚踩了上去 省省力气吧 你还没看出来吗 对于你这样的角色 苏老大甚至懒得动手 苏信冷冷地说道 这世间最可悲的 就是你这种自以为聪明的人 不过你还有用 我现在不杀你 老黄突然走了上来 老大 按照您说的 都揪出来了 有八个人 还有一个是刚刚提拔上来的市长 听到这的苏信 恶狠狠地说了句 都杀了吧 老大 能不能通融一下 都是跟了您这么久的兄弟了 要不然废去五公主出去就算了 真当我苏信是什么大善人吗 拿着我的银子 学了我的功法 用着我给他们的权利 最后还要背叛我这是什么道理 给我记住 斩草 必除根 另一边的虎三爷在得知消息后大幕 这苏信绝对是个疯子 李师爷 快去收拾东西 我们去总堂 他苏信连身为大头目的后通都杀了 还能指望他善待我吗 说话间苏信走了进来 义父大人这是要去哪 还是正有个礼物准备孝敬您老呢 苏信 你可要想好了 杀害大头目已经是大罪 现在跟我去总堂认错 念在你刚立大功 拉上这张老脸去求帮主 还能留你一命 义父啊义父 现在跟我说这些 还有用吗 我苏信靠义父你才在飞鹰帮站了了脚 按道理说 无论是快火灵还是现在的永乐方 上来的利钱我都不会少你一分 可你为何要次次加害于我呢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那是因为 你在害怕 你忌惮我快速发展的实力 渐渐脱离你的掌控 对吧 你连你培养了二十年的义子沉道 你都不信 更别说我了 因为你虎三爷 根本连谁都不信 苏信 我承认你是聪明人 但你也应该知道 杀了我你绝对无法在飞鹰帮立足了 不不不 义父你多虑了 我没想杀你 我只想让义父您在帮内开口 承认是后通主动声势 经过你的同意后才被我杀的 而你 要主动推荐我成为飞鹰帮的大头目 虎三爷直接给拒绝了 不可能 你想把事情都推到我头上 那你不如直接杀了我 大不了于死网破 于死网破 我看不然 我可是从一个人身上 知道了义父宁贪污帮内公款 私下截流利前的正久 然后看向一旁的李师爷 谁知那李师爷对着苏信 便是一个作一行李 这可把虎三爷气 你敢出卖我 你不过是个落地的穷酸秀才 当初你家人被山贼杀害 老子看你可怜才收留了你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听闻此话气得李师爷破口大骂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当初你带人去我们山屯打劫的事 你看我刚好有些学识又没什么背景 为了让我心甘情愿给你做黑账 不惜在我赶考回来的路上害我欺慕 还嫁祸给山贼 我李源坤忍辱负重二三十年 等的就是今天 苏信站起身来拦住了李师爷 怎么样一副 想好了吗 我若是不愿意呢 你杀了后通一样活不了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您可别忘了 常宁府三邦四会 可不止飞鹰邦这一家 以我现在的实力到哪里做不了一个大头目 虎三爷瞬间脸一黑 是啊 你苏信现在可真是金飞锡笔了 是我虎老三叔给了你 我答应你 孩儿带给您这份大礼 还得麻烦您处理一下 说着苏信拍了拍巴掌 李坏从门外走了进来 一把把那季刚扔在了地上 那季刚赶忙翻身跪向了虎三爷 三爷 救救我呀 我季刚对您忠心耿耿 这一切可都是为了 话还没说完 只听卡巴一声 那季刚的天灵盖直接被打穿了 苏信对虎三爷的操作很是满意 便要让他带着自己去见帮主 突然几个大汉从外面带着刑具走了进来 正是董承武刑堂的人 他们是来追问苏信以下犯上 习杀帮内大头目的事情的 你敢抗拒执法 我有权利 就地猪杀你 苏信大骂一声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然后一脚将他踢飞了出去 只听门外一个声音响起 他们没有资格那我有没有 来人正是董承武 我刑堂的执法弟子 还轮不到你苏信来说三道四 苏信也不是若一把掏出剑来 说三道四 他敢向我出刀 我就算杀了他又怎样 董承武大怒掏出剑来 刷的一声朝着苏信刺了过去 一旁的李坏赶忙抽剑上前拦截 董承武变换招式 一个挥剑 那李坏瞬间中招倒地 李坏喘着粗气艰难地站了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咳嗽 下一秒一个声音在董承武的身后响起 我说董承武 你身为堂主居然跟一个矛头小子动手 你还要不要脸 不如老子陪你练练 来人正是那战堂堂主林福虎 眼看再打下去受不了场 几人方才停止了争斗去见沙菲英了 到了义士大厅 董承武率先发难 帮主苏信以下犯上 违背帮规罪则当诛 最为死对头的林福虎 以下犯上总要个理由吧 我怎么听说是那后通仙去快活林闹事 无论什么理由 以下犯上就该杀 只听啪的一声 林福虎拍桌子站了起来 你以为你是谁 你说杀就杀 杀菲英大喝一声 够了 这件事大家有什么看法 然而半天过去了 其他几位堂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进屋一人率先表态 苏信见状给虎三爷使了一个眼色 虎三爷心领神会 帮主 我有话要说 杀后通这事 不能怪苏信 是我下的命令 其他几位堂主看着虎三的反应也很是惊讶 这还是那个心机深沉 手段很拉的虎老三吗 虎三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就算你是大头子 同事操哥这个罪责你也担不下 我知道 但这是确实是我做的 后通在我这借钱不成 便去快活领找苏信的麻烦 而张口就是一百万两 我一气之下便让苏信杀了那个混蛋 杀菲英问向一旁的苏信 你可有话要说 回帮主 我还年轻 我有实力 我愿为帮派建功 杀菲英听罢宣布了判决 同事操哥 违背帮规 这么大的事绝对不能这么算了 所以我决定 虎老三所属地盘全部缴回帮中 手下只留十人 其余分化到其他大头目麾下 董成武看到苏信又要逃脱 刚忙再次咬了上来 帮主 杀了后通的可是苏信 胡老三是苏信的义父也是他的老大 老大的画作手下的哪有不听的道理 这次苏信一人拿下永乐坊已经是立了大功 正好后通已死 这大头目的位置 就让苏信顶了吧 苏信听罢 赶忙跪下表示了感谢和忠心 可把董成武给气个够强 说什么帮内大事由大家一起协商 只要你杀菲英在一天 这菲英帮还不是你的一言堂 众人走后 那杀菲英的废物儿子又来找杀菲英要钱 气得杀菲英破口大骂 玩物丧志 等我死了 菲英帮迟早是要交给你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 靠什么来管理 靠你那东普来的好马 元冬啊 你爹我已经老了 不能为你保驾护航一辈子 难道你希望自己以后像青竹帮的卫风一样 成为手下的傀儡吗 我当然不会跟那个废物一样 再说了这菲英帮是爹明一手创立的 以这份威望 谁敢对我说个不字 幼稚 你以为爹为什么这么轻易地放了苏信 现在的三位堂主 林福虎还算忠心 有青竹帮这个前车之鉴 真到了那一天 你能保证董成武和庄黎也会支持你吗 董成武就不用说了那庄黎看起来是个合适了 但他在加入菲英帮之前 可是湘南有名的大盗手段狠辣杀人如麻 别看他已经十多年没出手了 但他那一手双刃苗刀的功夫可是一刻都没落下 如果董庄二人联手 你觉得林福虎一个人能对付的了吗 就是苏信 给他一定的时间完全可以抗衡董庄二人 最重要的是他愿为帮派建功 这说明他是忠于菲英帮的 他的一句话 已经完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杀菲英说了一通 那袁东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满心思就是要钱 无奈杀菲英将他打发走了 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杀菲英感叹了起来 要是袁东能有苏信十分之一的心思 我也不用这么担忧了 另一边的苏信在成功单上大头目之后 系统的任务也完成一半 系统给了苏信一次抽奖奖励 维基获取人物自带5G筹集长和恨集权 正在苏信看着奖励思索的时候 外面砰砰的砸起了门 老大东十二方总捕头铁无情来了 要见你 昌德方七层圣龙楼 是整个长宁府最大的酒楼 即使有钱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进来的 而能进到第七层的 在长宁府中更是不到实质之数 此时 三英会的三位会主正在聊天 一位说 非英帮的心境的那个大头目 你们听说了吗 另一位说 嗯 未到二十岁 便可击杀青竹帮的戴冲和陈老大 这份实力不容小觑 孟长河补充 而且他还祭拜了标师出身的罗振 值得一提的是 罗振的师父 断魂枪林洛远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先天武者 断霄有点惊讶 苏信能祭拜罗振 就说明 他表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不仅如此 甚至更强 宁洛军表示 我倒觉得 这苏信的手段 可比他武功厉害多了 孟长河决定 将他挖到我们三英会来 你们认为如何 两人正有此意 宁洛军担心起来 不过 就像我们曾经拉拢罗振一样 恐怕苏信也很难同意吧 孟长河笑着说 罗振到底是年纪大了 没什么野心 但苏信不同 非英帮无法对他实现的 我们三英会可以 宁洛军建议 那派张衡去试试 他性子温和 去劝苏信 刚好合适 孟长河表情有些复杂 张衡现在一个人管理着 跟那些蛮子的交易 哪有空处理这些 段霄问道 那大哥的意思是 孟长河边拍手边讲 冲儿 你上来一下 孟冲走进来行了礼街 冲儿见过 二位叔叔 孟长河见状 冲儿年纪也不小了 是时候 让他熟悉一下帮中的事务 这次就让他去吧 段霄则是有点担心 可是冲儿的脾气 未免有些高傲 对上那苏信 可能会谈崩的 孟长河不以为然 哎 冲儿是知道轻重的 随后嘱咐孟冲 听到了吗 苏信是常宁府年轻一辈 少见的高手 我们必须要掌握在手中 见到他客气一些 只要他提的要求不过分 你直接答应就成 孟冲很是自信 放心吧爹 对付区区一个苏信孩 还是有把握的 段霄和宁洛军有些担心 反而也没再说什么 孟长河见状 既然都没什么意见 那就这么定了 随后拉着孟冲 爹爹带你 去挑选几个 靠得住的人手 随后就离开了 段霄见两人走后 大哥想为自己儿子 某个前程 也用不到 拿帮派的利益 来开玩笑 宁洛军黑着脸 三英会以前是我们三个的 现在也是 只要我们三个没死 那三英会就永远是我们的 这边铁无情 已经来到了苏信家 苏老大 恭喜恭喜啊 常宁府最年轻的大头目 果然令人羡慕 苏信听到后 铁大人就不要取笑我了 什么大头目 不过是个名称而已 随后叫老黄 上茶 铁无情欣赏地看着苏信 不必谦虚 以前你苏信 岌岌无名 到现在常宁府三邦四会 谁人不识你苏信 苏信问道 不知铁大人 今日赏脸前来 有何贵干 铁无情表示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眼下还真有一事 要麻烦于你 苏信见状 铁大人不必客气 只要您吩咐的 在下自当尽力而为 同时心想 你铁无情身为 东师二方总捕头 在整个常宁府衙门 也能排得上前时 我自然舍得 给你投资了 铁无情说明了情况 是这样的 我们知府大人的公子 前两天到快火临玩乐 却被盗了一枚 极其珍贵的暖玉 那位公子的为人 想必你也是知道的 这是着实等于 在他脸上扇了的耳光啊 知府大人 现在被他那公子 闹得是火气大得很 无论用什么办法 你尽快给他个交代 让他消消气就好了 苏信见状 铁大人放心 无论暖玉能不能找到 三天内 我都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铁无情听完后 嗯 那我就回去等你 苏信的好消息了 铁无情走后 老黄说 老大 这事情倒得沸沸扬扬的 我早就听说了 恐怕有些棘手了 苏信问道为何 老黄回答道 我打听过了 这次的事 可能是黑水街的 扒手头子 老狼的手下干的 老狼 曾经在湘南密林中 开山立寨 手下有百号强人 后来惹到了一个 叫和修的武林门派的 年轻侠士 被人家一个人 挑翻了寨子 这才在常宁府归宜 据说 以前管辖永乐方的 戴冲和陈老大 都曾向他收过利钱 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苏信的意思是 一条丧家知犬而已 不足为据 让李坏去会一会 那条病狗 消停这么久了 也该让他活动活动身板了 老黄应下 苏信又补充了一句 对了 接下来三天里 我要闭关修炼 没有重要的是 不要让任何人打搅我 老黄说了句事 三日后 梦冲来找苏信 梦冲的手下 刚进门便喊 三英会少主梦冲在此 前来会见苏信大头目 老黄很是客气地招待 原来是三英会的 前少主前来 诸位快请进 梦冲面无表情 你是谁 苏信呢 老黄依然很礼貌 小的黄炳成 负责给苏老大打点手下事务 苏老大正在闭关 不知少主可否稍等些时日 梦冲明显不高兴了 你的意思 是我白来一趟了 他苏信好大的架子 连我三英会的面子都不给 老黄连忙解释道 少主多疑了 苏老大真是闭关的关键时刻 不能打扰啊 梦冲扇了老黄一巴掌说了巨滚 苏信的手下 看着这一幕 纷纷把刀老黄挥了挥手 都助手 不可对三英会的少主无礼 梦冲有些挑衅 怎么 还想对我动手 今天 你们要是敢动一下 信不信我就算涂了你们堂口所有帮众 他杀飞音连屁都不敢放 这时苏信出现黑着脸 好啊 有本事 你大可涂一个试试 梦冲的手下 看到苏信喊了一句 大胆苏信 见了我们少帮主 还不行礼 苏信很是不悦 也不是我请你们来的 若是感觉不痛快 那离开便是 梦冲笑了笑 都说 你苏信狂妄 今天我算见识到了 我今天可不是跟你打嘴仗的 我三英会看上了你 只要你肯加入 条件随你开 老黄心想 这么说 三英会是来招揽苏老大的 梦冲接着看了一眼老黄 不过这种没颜色的东西 我可不想要 你让他跪地磕头自长二十个耳光 我就可以考虑通融一下 苏信眼神变锋利 如果我不想加入三英会呢 老黄听到苏信 这样说连忙劝谏 老大 这不是小事 还是不要为了 我这等角色 毁了您的大好前程啊 梦冲立刻 换了一副嘴脸 不想加入 那我就图了你门下所有帮众 苏信眼神充满了杀意 哎 梦公子 你这是在逼我杀你啊 梦冲的手下 剑壮都拔出了剑 梦冲有些自信过了头 你想杀我 我今天就站在这里 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胆子 苏信手中拖着蓝色火焰 你都说 要图了 我门下所有人 竟然我早晚都是死 为什么还不敢杀你 在苏信发出攻击的时候 梦冲的手下挡在了他的前面 苏信使用了筹击掌 一下子就把梦冲的手下 打在了墙上 然后苏信一把 掐着梦冲的脖子 把他提了起来 梦冲颤颤巍巍地说 苏信 你敢杀我 三英会不会放过你的 苏信怕都没在怕的 直接掐断了梦冲的脖子 看着梦冲的手下 带着你们的少主 滚出快活灵 梦冲的手下说了句 苏信你命不久矣 三英会的人走后 老黄扑通跪在了地上 老大 我老黄这条命 这辈子就卖给你了 苏信看着老黄 起来 有点骨气 别动不动就下跪 老黄很是担心苏信 老大 常宁府待不下去了 您带着我们撤吧 咱们去湘南密林开山立寨 兄弟们愿意跟着您的可不少 李坏在门口站着 表情平静 没错 大不了 我们待将来实力足够 再杀回常宁府 灭了他三英会 苏信看了他俩一眼 我们为什么 要像丧家之犬一样逃走 去把兄弟们都叫来 把这个事情 都跟他们说一下 把兄弟都召集起来后 苏信开口 想必刚才的侍兄弟们 也听说了 中间的利害关系 不用说 你们也懂 我苏信不会为难你们 大家好聚好散 愿意离开的 现在每个人 可以拿十两银子直接走 我绝不怪罪你们 这边的李坏 一脚踹翻了 装银子的箱子 很是不悦 趁老子心情好 要走得赶紧 大家都是为了混口饭 吃有好多人走了 但也有留下来的 苏信看着留下来的人 很好 既然有这么多 愿意跟我苏信共换难 那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 我苏信的兄弟 对于自己的兄弟 我苏信是从来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三鹰会这边 梦长和气的心脏 都不好了 很是气氛 我要苏信死 我要整个非鹰帮 都为冲而陪葬 宁洛君说了句 我这就去安排 宁洛君走出门段 消问他怎么样 宁洛君表情凝重 不管大哥有没有私心 苏信此举 已是伤及我们 三鹰会的脸面 所以他必须死 非鹰帮内杀 非鹰也被气得不轻 苏信这个混蛋 他到底要干什么 是想害死我们非鹰帮吗 董成武建议 事已至此 不如我们直接情下苏信 将他交给三鹰会 说不定还能挽回一些局面 林府虎则有些顾虑 可这苏信 毕竟是我们 非鹰帮的大头目 庄里表情有些深沉 没什么犹豫的 三鹰会不是我们 能抗衡的 尽快动手捉拿苏信 若是让他跑了 遭殃的可是我们 杀非鹰也是这样想的 庄里说的没错 即可动身 他们一行人来到苏信的住处 在门口董成武吩咐手下的人 将这里守住 禁止任何人出入 他们进去之后 苏信就在大厅坐着 帮主和三位堂主 怎么有闲工夫来我这里 怎么没提前知会一声 也好让晚辈出门迎接一下 董成武拔出剑来 苏信 少给我装模作样 你既已犯下滔天大错 现在束手就擒 还能少吃些苦头 苏信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董堂主 您的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梦冲是三英会的关键人物 我杀了他 怎么说 都是有功于非鹰帮的吧 董成武说了句 还敢狡辩 随着就拿着剑刺向了苏信 苏信拿起桌子上的剑挡了回去 董成武很惊讶 因为苏信已经到了后天后期 在一旁的庄黎心想 这小子的成长如此迅速 若是今日真的奈何不了他 我还是得给自己留条退路才行 这时 三英会的人也到了 梦长河讽刺地说 哼哼 你们非鹰帮还真是废物 一个堂主 居然连区区大头目都对付不了 董成武心想 三英会 这么快就来了 杀非鹰看到三英会的来了 连忙对苏信喊了一声 苏信 还不乖乖上前领罪 梦长河面带杀意 苏信 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选择 你要是自己把你手下的人杀光 我就饶你一命 只废去你的武功便可 你要是不动手 那有我三英会亲自动手 你和你手下的兄弟 全都要死 苏信冷哼了一声 杀人诛心吗 孟会主 做人不要太自信 我要是两个都不选 你又能如何 宁洛君看着沙飞英 杀帮主 这苏信可是你的手下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沙飞英害怕牵连全帮 很是紧张 苏信已被我飞英帮除名 要杀要寡 息听尊便 苏信的手下 听到沙飞英的话纷纷议论 这个欺软怕硬的老东西 为了保全自己 连帮内的功臣都卖了 这事要是传出去 以后飞英帮在常宁府 可就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孟长河吩咐道 将苏信给我拿下 我要将他千刀万剐 宁洛君拿起武器对着苏信 这个世界上不缺天才 苏信 你终要为自己的冲动承担后果 随后就准备冲到苏信面前 老黄健壮很担心 苏信躲不过这一简 老大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不用管我们 你先走吧 宁洛君冲向苏信 还想走 谁都走不了 就在他准备砍向苏信的时候 两个铁球搜的一下 挡在了苏信的面前 把宁洛君的兵器击碎了 宁洛君也受到了攻击 倒在了地上 孟长河正在想遇 巫术是谁的时候 铁无情现身了 靠在门口 你们三邦四会 那么多的帮物不去处理 在这里凑什么热闹 老黄放下了悬挂的心 我说老大 有救兵 你不早说啊 苏信语气平静 做戏嘛 自然要做全套 不然怎么能让那些 心智不坚的家伙 主动离开 孟长河看到了铁无情 铁大人 苏信杀我独子 我来报仇理所应当 你为何要阻止 铁无情面无表情 孟长河 你儿子被杀 那是记不如人 你这个当爹的 带着一帮人出手 对付苏信 那可就是以大欺小了 孟长河咬着牙开口 杀子之仇不共戴天 就算是以大欺小 我也一定要杀了苏信 铁无情依然面不改色 那可不行 我欠苏信一个人情 今天 你们谁也杀不了他 宁洛君捂着胸口 铁大人 就算你东十二方 总捕头的名声再打 这常宁府 也不是你一手遮天的 这时听到了一句 没错 这是我们帮派之间的斗争 铁大人这么插手 恐怕不合规矩吧 铁无情随意而看 不合规矩 哼 敢问这位兄弟是谁 孟长河介绍 这是我的徒弟林峰 铁大人有何赐教 铁无情手里 拿着两个铁球把玩着 赐教不敢当 只是提醒令图一下 东西可以乱吃 但话可不能乱说 随后丢出两个铁球 孟长河见状 想抵挡一下 但没有挡住 两个铁球 直接飞向了林峰脸上 打碎了他几颗牙 铁无情语气冰冷 什么是规矩 我的话就是规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这常宁府 我铁无情代表的就是朝廷 我想保速谢 谁人敢来杀他 孟长河被气得说不出话了 断霄见状压死了声音 大哥 这件事 恐怕还得从长计议 孟长河问道 你什么意思 想打退堂鼓 断霄解释 大哥你还没想起来吗 这个铁无情 出身于六扇门 在这大周朝 六扇门代表着什么 大哥你不会忘了吧 就算抛开六扇门不谈 单凭他铁无情 今日展现出来的实力 他多半已经是个先天武者了 绝不是我们能抗衡的 孟长河很是生气 难道我的孩儿 就这么白死了不成 断霄给孟长河出了的主意 孟长河随后开口 铁大人 我可以不对苏信出手 但沙子之仇不共带天 让我的弟子李终和跟苏信一战 擂台生死斗 他可敢 苏信答应了 孟长河面无表情 三日后 我在昌德坊摆下擂台 不死不休 随后就离开了 董成武看着三英会的人走了 帮主 那我们 沙菲英想了想 我们也撤 三日后从长计议 众人走后苏信 向铁无情道谢 今日多谢铁大人元首之情了 铁无情看着苏信 无妨 你帮了我那么多次 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然后接着说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这次利用我 可是明显地摆了你那帮主一道 苏信笑了笑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如果他今日站在我这边的话 恐怕已经收获了大把人心了 铁无情笑着说 哈哈 你小子一向狡猾 估计早就算准了沙菲英的性子 如今这个局面 恐怕也是如了你的愿 不过 你为什么要答应生死斗的事 有我在 他们奈何不了你 苏信解释道 大人您可以帮我一次 但却帮不了我第二次 这件事上 必须得由我自己给三英会一个交代 有大人您的情面在 如果我赢了 起码以后 他们明面上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了 铁无情有些担忧 那你可知道 孟长河是从何人 苏信说了句 是从大拍 他的师父周定芳 乃是湘南之人 曾拜入少林寺 成为俗家弟子 后来少林寺 遣散了俗家弟子后 他便回到家乡 南开了一家镖局 孟长河是他最喜爱的弟子之一 深得真传 苏信思考了一下 难怪他会施展少林绝学大摔悲手 铁无情宽味道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俗家弟子不比何心 所得记忆也是残偏 我还有事就不逗留了 苏信很感谢铁无情 多谢铁大人告知我这些信息 铁无情没有回头 不用谢 你是我保下来的 要是输了生死类 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铁无情走后 老黄问道 老大 我们现在怎么办 苏信回答 继续闭关 我刚刚突破后天后期 还需要巩固一下力量 三音会中 您落军面带担忧 大哥 我建议你跟李中和说一声 即便是赢了生死类 也要留得苏信一条性命 孟长和大声吼道你说什么 苏信杀了我唯一的儿子 你居然让我放他一条生路 宁落军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孟长和 大哥 如今这苏信是铁无情宝下的 你好好想想 他姓铁 很可能出身于六扇门的铁家 铁家可是大周朝六扇门的创建者 那可是随便出三个捕快 就能覆灭一个家族的势力 孟长和并不听劝 只是猜测而已 根本就没人证明过他铁无情 就是出身六扇门 不必多说了 苏信必须要死 随后就离开了 断销很是无奈 如今这般 怕是要将我们三英会如数葬送了 三日后昌德方有人议论到 听说了吗 非英帮的新晋大头目苏信 杀了三英会孟长和的独子 早知道了 就在今日 孟长和的大弟子 与那苏信 在这已经设下了生死了 这边李中和战苏信开始吓住了 李中和一赔一 苏信一赔三 铁无情走向孟长和 哟 主委来的都挺早嘛 孟长和看了看铁无情 既然铁大人已经到了 那生死斗就开始吧 铁无情语气平静 急什么嘛 有些事还没说明白呢 孟长和有些生气 铁大人难道要反悔不成 铁无情表情些许严肃 我铁无情 什么时候言而无信过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苏信 竟然接下了生死斗 那结束之后 这件事就算完结了 今后你若再找苏信麻烦 可就别怪我插手了 然后咔嚓一下子 捏碎了手里的茶杯 孟长和同意了 双方都上台了 笔泪准备开始了 台下的老黄看着擂台 我说李坏 老大这次到底有几成胜率 李坏抱着见表情平静 不知道 但我相信老大会赢 老黄声音提高了一些 你那不是屁话吗 难道我不希望老大赢 李坏望着擂台 生死战 您在一丝静 莫要一丝停 若无必胜的信念 你就已经先输了一半了 老黄诧异地问道 这也是你从辟邪剑谱里学来的 李坏摇了摇头 这是老大教的 泪笔开始了 李中和率先发出了攻击 李中和的拳头 直接向苏信打了过来 苏信一剑给挡了回去 随即又刺出一剑 李中和竟然用金钟罩 挡住了苏信的攻击 台下有人议论 金钟罩 孟长和那个老家伙 居然连这等防御的功法 都传给了他的弟子 李中和有些嘚瑟 早就听说你的剑快 但如今伤不到人 再快的剑也无用 随后 李中和使用了罗汉拳 轰隆一声地板碎了 苏信接住了李中和的拳头 用着区区残片 就想杀我 你哪来的自信 然后苏信使用了恨即拳一拳 把李中和打飞了 孟长和惊讶地站了起来 苏信已经是后天大圆满了 铁无情形想这小子 居然还会这种 蕴含到奥义的拳法 苏信又直接冲向了 已经倒在地上的李中和 孟长和知道 苏信如果再出手的话 李中和必死无疑 便大声喊道 苏信 你敢 铁无情用手臂拦住了孟长和 孟会主 难道要坏了规矩不成 苏信在李中和旁边停了下来 看着孟长和 我苏信本就不是试杀之人 既然孟会主心疼自家徒弟 那我便卖你个人情 但生死擂台 总归要付出一些代价 不如废了他如何 随后一脚踩在了李中和身上 李中和发出一声惨叫 随后苏信一脚 把李中和踢下了擂台 然后对孟长和说 孟会主 这场生死擂 可是我胜了 铁无情冷笑了一声 孟会主 生死擂结束 恩怨到此为止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孟长和气愤地离开了 宁洛君对铁无情表达歉也 是我大哥失态了 铁大人莫怪 铁无情则无所谓 无妨 毕竟先死了儿子 又被废了徒弟 心情不好可以理解 宁洛君说了句 那就多谢铁大人体谅了 我们先行一步 随后就离开了 众人议论纷纷 孟长和的最强弟子李中和 就这么败了 哎 常宁府 要变天了呀 铁无情和苏信 寒暄客套了几句 便离开了 苏信吩咐道 老黄 李坏 回去稍作休整 随后跟我去总堂一趟 老黄有些疑惑 老大 我们去总堂干嘛 帮主现在恐怕最不想见的 就是我们了 苏信眼神变得深沉 这可由不得 他有些属于我的东西 必须让他吐出来 飞银帮内 沙飞银正在和其他人说 这个苏信 要是死了也就算了 可如今偏偏祭拜了李中和 庄黎也有些担忧 如今这苏信 在帮众口中的声望如日中天 可偏偏我们当初的决定 庄黎话还没说完 门外就响起了 你们当初的决定怎么了 沙飞银他们 看到苏信有些惊讶 苏信接着看着他们 好歹我也是飞银帮的大头目 来一趟总堂 有什么问题吗 沙飞银看着苏信开口 苏信 名人不说暗话 如今你迈入这里 到底想要些什么 苏信语气平静 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要跟我现在身份相匹配的位置 我要成为飞银帮的第四位堂主 沙飞银直接说了句 不可能 苏信坐了下来 以我现在的声望 在飞银帮做的堂主 应该绰绰有余吧 如果帮主拒绝了我 那我只能另谋出路了 这要是传出去 帮主您也不好交代吧 沙飞银有些急切 苏信 你什么意思 想要判帮 苏信拿着茶杯面不改色 别说得那么难听 不是我苏信背叛了飞银帮 而是飞银帮被叛了我 我一心为帮内建功立业 结果出了事 你们却要把我情下交出去赎罪 着实令人心寒 苏信指着董成武接着说 我苏信吉人天相 此事暂可不论 到这种手下败将都能当堂主 凭我的实力和功绩 为什么不行 董成武咬着牙看着苏信 你说什么 苏信并没有把他当回事 你若有疑意 我自会奉陪 今日 堂主之位 我势在必得 庄黎心想 以苏信现在的实力和手段 在常宁府其他帮会 确实属于炙手可热的人物 明明帮主之前的决定已经给了他离开的借口 可他如今却执着于帮内的堂主之位 到底是什么心思 难道只是为了报复董成武或者帮主 不 不会这么简单 还是探探他的心思为妙 然后开口 苏信兄弟 以你现在的功绩 当的堂主 确实不为过 但你的资历 尚浅 哪有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堂主 苏信冷笑 资历 那就是个屁 其实 你们大可不必担心 就算我成了堂主 也不会瓜分 你们手中一份权力 林福虎满脸一问 苏信兄弟 俺咋看不明白 难道你此行 只是为了一个虚名不成 苏信回答 站堂 行堂 善士堂的事物 我自然不会去触碰 我会自建一传公堂 专门负责传授帮众内功 和一些武技 林福虎笑着说 俺就觉得 俺看人一向准 苏信兄弟不计前嫌 做出这般决定 这是好事 好事啊 庄黎觉得 苏信不会这么好心 董成武另有所图的咳嗽两声 你那拳法和快剑 也会传给帮众弟子吗 苏信看了看他 这就不劳董堂主费心了 我这传公堂 只要帮众弟子 都可以进来学习 老黄自言自语 这个董成武还要不要脸 居然妄想 老大将看家武艺也交出来 莎菲英觉得 苏信肯定还有条件便开口 苏信 你还有什么条件 尽管提就是了 我不信你想要传公堂 只是为了帮派着想 苏信装无辜地说 帮主这可就是冤枉我了 我苏信身为飞鹰帮的人 为帮派着想 难道不正常吗 不过 既然帮主这么说 我还真有一个条件 莎菲英问道 什么条件 苏信看了看身后 风里坏和黄炳 成为大头目 我成为堂主后 让他们接管快活灵和永乐坊 莎菲英也松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明日我会宣布你 成为堂主和他们两个 成为大头目的消息 苏信 你还年轻 日后肯定帮内的话是人之一 以前的不愉快 就忘了吧 苏信敷衍地说 多谢帮主 我苏信从来都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以前发生的事 我都已经忘了 同时心想 要不是为了那狗屁系统的任务 我才懒得跟你做这般场面 随后行了礼 那就不打扰帮主休息了 我先行告退 三人走在街上 老黄有些不解 老大 你怎么还弄出一个传宫堂来 这不是费力不讨好吗 苏信解释道 目光放长远一些 我并没有指望 这传宫堂能给我拉拢多少人手 只是为了结个善缘而已 老黄有些疑惑 苏信接着说 没错 让那些帮众心里面 能念咱们一个好 这就够了 对了 传宫堂堂口修整完毕后 让李清安排人 将全真教出击内功 和打狗棒法 传授给来修炼的帮众 你们刚晋升大头目 还有很多事要交接 这些事 就不要费心了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主线任务 奖励 紫霞神功 综合评价二星半 所属任务 岳部群 隐藏属性 可以化解一种真气 反派值800 终极抽奖两次 苏信问道 系统 现在我手中有多少次 抽奖机会 和反派值 系统提示 宿主现在有终极抽奖五次 初级抽奖四次 反派值1000点 请问是否要进行抽奖 苏信心想 炼紫霞神功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至于抽奖 反正都是碰运气 倒不如多攒一些 这时希儿喊道 哥哥 这么多天 你去哪里了 以后不要丢下希儿了好不好 希儿会听哥哥话的 苏信宠溺地说 好了希儿 哥哥答应你 以后一定不会扔下 你的好不好 希儿恩了一声 苏信接着说 希儿乖 明天哥哥 让人给你送去私塾念说 心儿气鼓鼓地说 为什么要去私塾那样 不是很长时间 都看不到哥哥了吗 苏信满脸宠溺 你再在家里待下去 恐怕要成了呆子了 私塾里有很多同龄的小伙伴 保证比家里有意思多了 希儿两眼放光 真的吗 苏信温柔地看着希儿 嗯 我每天都会接你回家的 而且到了休暮时间 我会教你内功 希儿开心地答应了 非英帮总堂沙元东 有些不理解 为什么让苏信当堂主问道 爹 你就这么把堂主的位置给了苏信 今天来的苏信 明天还可以有张姓 李姓 要是都像他这样 那非英帮的威严何在 爹你的脸面呢 沙非英叹了口气 哎 元东啊 那要是你在爹的位置 你会怎么做呢 沙元东说了句 杀了他 沙非英表情凝重 杀了他 连三英会都奈何不了他 你怎么杀他 用嘴 沙非英接着说 你可以不懂 但你要记住 爹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 稳坐下一任帮主的位置 接下来 非英帮要变天了呀 一个月后 街上有两个人说话 这不是圣子吗 一个月不见 实力见长啊 少在那阴阳怪气的 谁不知道 自打传宫堂堂口开放以来 去得最平的 就是你这个老小子 哈哈 难得苏唐主 给了我们这班人 休息内功的机会 谁不去 谁是傻子 就你小子机灵 听说了吗 前段时间 刘大头目的儿子 不知怎么惹恼了 衙门的孙师爷家的公子 被衙门关起来了 早就听说了 刘大头目为了他儿子 跑遍了整个长宁府 最后还不是苏唐主 一句话就解决了 苏唐主年轻有为 在整个非英邦的声望 那是水涨船高啊 行了 这种话也是随便说的嘛 要是被有心人听到了 小心就丢了小命 是是 你看我这张嘴 没个把门的 这边的苏信准备抽奖 系统 把我的所有初级抽奖券 兑换成终级抽奖券 立即抽取 叮 恭喜宿主抽到宋亲书 随机获得武当派 初级内功一步 等级评价半颗星 苏信说着继续继续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 终极氧气单一瓶 等级评价一星半 苏信看着单药 终极氧气单吗 这算有点用 再来一次 恭喜宿主抽到 人物金轮法王 随机获取一部 龙象般若攻一步 等级评价四颗星 苏信很是开心 撞了大运了 居然是四星的龙象波热弓 四星功法 绝对能给我的实力 带来爆发式增长 如果修炼到最高境界 直接凝结十三龙象之力 配合紫霞神功的威力 断然不可估量 可以吗 想不到你这个抠门的系统 还真能抽到点好东西 不要高兴得太早 下次你 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时想起了敲门声 老黄告诉苏信 老大 帮主传来口信 让大家前往总堂议事 苏信说了声知道了 苏信心想 还真是没有耐心啊 这才一个月 帮主就按耐不住了吗 总堂里有人走到苏信旁边 苏堂主 最近是出了什么事吗 苏信回答 我也不太清楚 等帮主来了 大家就知道了 那人接着说 苏堂主 你还不知道吧 最近一个月 帮内都在议论你的事 难道你就不怕帮主 担心你功高盖主 苏信笑了笑 帮主是非明辩 自然不会与我这小辈一般见识 非沙英来了 还把案子都带来了 董成武看着那些案子 帮主这是什么意思 沙非英则说 诸位不必多虑 今天把大家都喊来 是为了商量一下 我非英帮的未来大计 董成武有些不满 商量归商量 帮主连平时 绝不泄露踪迹的 黑衣卫都带了过来 是不是有些严重啊 沙元东大声喊 董成武 我看你是越来越 不把帮主放在眼里了 我爹说话 也有你打断的份 沙非英语气很严肃 常宁府三帮太弱 四会太强 我们跟青竹帮和江阳帮合在一起 地盘都没有三英会大 难道这个现状 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吗 庄黎问道 那帮主的意思是 沙非英回答 很简单 想要发展 非英帮必须改革 这时大家纷纷议论 非英帮的现状是改革 就能崛起的吗 就是啊 归根结底 四会的强大 还不是因为 人家有实力强劲的高手作证 庄黎问道 不知帮主想要怎么个改革法 沙非英接着说 从今天开始 帮派执行极权制度 四位堂主所有的权力 都交回帮中 只负责监察 大头目的地盘和人手 也要尽数交回帮中 每月不可再收入力前 苏信心想 哼哼 这哪是极权 分明就是要夺我们的权呢 大家纷纷开口 帮主 你不能这么做啊 你当初可是答应过兄弟们的 是啊帮主 地盘都是兄弟们拼死打下来的 你不能就这么收回去 人手都没了 还叫什么大头目 沙非英有些生气 都给我闭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小贩盘 私自截留帮中立前 弄虚作假 谁要想反对 那就站出来 好好跟我算一算这些年的总账 随后接着问 四位堂主 还有意见吗 庄黎看了一眼 帮主 我们这些老人 倒是没什么意见 就是不知苏堂主 苏信心想 这两个老东西 眼看殃及到了自己的利益 倒是想起我来了 那我当枪使 真当我苏信是个棒锤呢 随后直接说 我同意帮主的决定 董成武心想 这个苏信 难道真的甘心 把自己建立起来的势力 拱手相让 苏信接着说了句 不过 沙非英直接打断了他 苏信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 这次的事 只是非英帮的内务 若是不听从帮内的命令 惹是生非 外人是没有理由插手的 苏信解释道 帮主多虑了 永乐方和传公堂 我都会交出来 但怎么说 我们都是帮内的管事 下面若是没有一点人手和地盘 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沙元东喊道 苏信 你别给脸不要脸 苏信没有理会 沙元东接着说 我只要快活灵 和我以前的那些老兄弟 帮主应该会同意吧 沙非英呼了一口气 没问题 我答应你 然后对众人说 就按照苏堂主所说 大家都可以保留 自己的小部分人手和地盘 刑堂手下的人手不变 但以后只有监视权 没有处罚权 善士堂也是如此 任何财物调动的权力 交回帮内 赞堂的行动 必须由我和林堂主 同时批复 至于其他大头目 每个人都留 十人一条街的地盘 其余全部交回帮中 各位可还有什么意见吗 董成武心想 表面上没动我的人手 可只能打嘴炮 没了处罚权 还叫什么刑堂 庄黎心想 如此一来 我的善士堂直接被架空 我岂不是成了空头堂主 林府虎则很无语 沙飞音接着说 嗯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那就这么定了 还有一事 袁东是大家看着长大的 以后的飞音帮 自然也会让他接手 所以我决定 让袁东提前掌管帮派 顺一方和行堂 以后就交给袁东管理了 董成武心想 沙飞音这个老东西 未免太心急了 沙原东则说 爹 我要去掌管永岳坊和传公堂 此话一出 大家瞬间都惊呆了 都在心想 苏信已经一再让步 这个沙原东 就不怕激怒了苏信多声势端吗 沙飞音连忙劝沙原东 原东 行堂才是能锻炼人的好地方 你为何非要那传公堂 沙原东指着苏信说 我就是要告诉姓苏的 飞音帮是沙家的 我想去哪想干什么 全凭我一句话 他还是老老实实地 给我当条狗 听到儿子的话 沙飞音吓了一跳 连忙制止了 苏信则拍着手 有意思 那就遵了少帮主的意思 永岳坊和传公堂 日后就交给您打理 大家都没想到 苏信会如此痛快地答应了 沙飞音吩咐道 既然苏堂主没意见 大家就都回去准备吧 三天之内 把交接任务完成 苏信他们走在街上 老黄不满地说 娘的 帮主这是什么意思 咱们辛苦打下来的地盘 就这么要了回去 谢莫杀驴 兔死狗喷 苏信看了看他 行了 别秀你那点学问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老黄接着说 老大你既然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反对 大不了 我们反出飞音帮 自立山头 苏信有自己的想法开口说 反 为什么要反 真要是反了 我们辛辛苦苦积累的声望和功绩 岂不是白费了 回去找两个靠谱的人 盯好沙原东 若是有紧急情况 直接把消息传递出来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他们今日拿走的 来日自会乖乖加倍送回来 看他起猪楼 看他验宾客 看他楼榻了 系统提示 无独不丈夫 开启支线任务 任务注释 亮小飞君子 无独不丈夫 人若犯我 三月之内 击杀沙飞英与沙原东 接受任务 成功 奖励终极抽奖一次 反派值300点 失败 扣除终极抽奖一次 反派值300点 放弃任务 无惩罚奖励 苏信自言自语道 支线任务吗 还真是懂我 现在倒是越来越喜欢这个系统了呢 随后说了句 接受 三日后 苏信把永乐方的名册 和这个月的收益 交给了沙原东 沙原东挑衅地看着苏信 苏信 为别人做嫁衣的滋味 不好受吧 苏信则说 少帮主说笑了 地盘和堂口 本来就是非英帮的 就算现在收回去 又何来不好收一说 沙原东质问道 少跟我装算 辛苦经营下来的手下 和地盘说没就没了 谁不心疼 沙原东拍了一下桌子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跟着我 三年内 我不要让非英帮 更上一个台阶 媲美三英会 到时候 你现在的东西 我一样的 都不会少了你 苏信装没听懂地说 少帮主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现在一样 是非英帮的堂主 当然是要把建设 非英帮视为己任 沙原东有些急了 苏信 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说的是跟着我 不是非英帮 苏信心想 哼 这等威逼利诱 心机全数 还真是稚嫩的可笑 随后便说 我不明白少帮主 在说什么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少帮主有这般心思 还是用在非英帮的建设上吧 苏信离开后 沙原东一拳打在了桌子上 咬着牙看着苏信的背影 该死的苏信 等我成为了帮主之后 绝对饶不了你 许长走了出来 少帮主 您接手了传公堂才三天 这下面的兄弟 可就有些不安生了 沙原东问他什么意思 许长接着说 原本传公堂教授 武功心法的都是苏信的老手下 自然跟着苏信一并走了 如今没了他们 这传公堂 没人能担得此任 再这样下去 传公堂恐怕名存实亡了 沙原东暴躁地说 废物 他苏信开设传公堂这么久 咱们的人 就没有一个学的经呢 你给我去找 挖也得给我挖出来 现在就去 许长又说道 还有一事 您刚接管永越方的时候 把商家们的利钱 统统涨了五十两 如今商人们怨声载道 每日都有登门闹事的 沙原东非常生气 他苏信接手的时候 想涨就涨 凭什么我就不行 再有闹事的 直接打断了腿 给我轰出去 许长有些顾虑 这恐怕不好吧 毕竟咱们 还得看他们吃饭呢 沙原东打了许长一巴掌 少给老子废话 按我说的做 一帮只知道钱的低贱东西 还能反了不成 许长说了句 是 是 小的这就去 沙原东生气地咬着牙说 我就不信了 他苏信能做的事 我沙原东一样可以 一个月后 永乐方春风楼的小二 趴在地上苦苦哀求 爷呀 求您了 我们这都是小本买卖 可再也经不起你们这样了呀 沙原东的手下 踹了小二一脚 少给老子废话 搁几个吃你家的饭 是给你家脸 你还敢要钱 随后又跟围观的人说 都给老子让开 没事凑什么热闹 然后就离开了 留下的众人纷纷议论 哎 苏老大在的时候 好歹能管住手下 可这如今 立钱涨了就算了 再这么下去 我们就没法活了呀 这时 众老板都看着这一幕 方老板说 诸位 现在的情况 你们也看到了 这沙原东 分明就是不给我们活路了 其他的老板都纷纷开口 哎 以前苏老大在的时候 街面上什么时候这么乱过 就算是他手下的皇爷和李爷 也从来没拿过咱一两银子 要不 咱们联合起来去非英邦抗议 赢回苏老大怎么样 方老板表情沉重 苏信是怎么下去的 你们难道不清楚 这可关系到非英邦内的权力斗争 是我们能掺和的吗 另外 几位老板也附和地说 是啊 到时候 咱们丢的可不光是钱了 还有可能是命 方老板 您就别卖关子了 您把我们叫来 肯定已经有计划了吧 方老板说 很简单 既然沙原东不给我们活路 那就把他赶出永乐坊 以前青竹帮掌管永乐坊的时候 陈红陈富帮主 可是我们九楼的常客 你们要是同意我的计划 那我们就凑一笔银子 去找陈富帮主 让他们攻打永乐坊 到时候 咱们里应外合 一起把非英邦赶出这里 其他一位老板担心地说 可是青竹帮已经败过一次了 这恐怕不行吧 方老板则说 你们别忘了 之前非英邦能打下永乐坊 靠的可全是苏信 另一位老板也开口 说得没错 没了苏信的永乐坊 现在根本不值一提 我同意方老板的计划 最后大家都同意了 次日青竹帮躺口 陈红看了信 哈哈 非英邦这次自毁长城 可就别怪我们了 马清源有些担心 这其中不会有诈吧 万一我们进攻了永乐坊 而非英邦的人 埋伏在那里怎么办 陈红安慰道 放心吧 永乐坊那边的情况 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很方老板说的消息一模一样 马清源问 那什么时候动手 陈红回答 今晚 方老板会在非英邦堂口放火 我们看到信号就攻进去 这时 永乐坊街道上巡逻的两个人 有些不满 没事大半夜巡什么螺呀 有这功夫 还不如在青楼 搂着姑娘美美地睡上一觉 谁说不是呢 黑灯瞎火的 谁乐意在这吹风 此时听到沙 还有人说着火的声音 两个健壮都惊呆了 赶紧去堂口看什么情况了 沙元东这边的人都在逃跑 沙元东问到怎么回事 下面的人急忙开口 少帮主快逃吧 堂口走水了 青竹帮趁乱攻进来了 沙元东有些害怕地说 许长呢 他人在哪 赶快让他带人来机退青竹帮 手下人着急地说 少帮主 许大头目早就跑了 我们也快逃吧 沙元东有些恐惧并生气 许长这个老王八蛋 出了事跑得比谁都快 等我回去 一定废了他 然后他们就逃跑了 这边老黄给苏信说 老大 沙元东那小子 果然玩出火来了 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啊 一个月的时间 这楼变塌了 而且还他的这么彻底 这么大的是帮内的 大头目忍不了 董成武和庄黎更忍不了 沙非英以为非英帮是他的 其他人可不会这么认为 要是真把非英帮交到 沙元东手里 到最后帮内的老人 岂不是连安身立命的场所 都会复之一句 这一次 就算我不出头 他们也绝不会让 沙元东掌权了 老黄问道 老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苏信一脸无所谓的说 当然是看戏 等事情结束了 才是我们以救世主的姿态 去收拾残局的时候 这时有人来报 永岳方已经被青竹帮拿下 有个大头目 带着人冲着咱们快活林来了 老黄生气的说 赶来快活林闹事 青竹帮那帮小子活腻歪了 苏信脸色一沉 走 去会会 这位青竹帮的大头目 苏信走出门外 对方看到是苏信心想 苏信 怎么可能 他不是被剥夺了地盘的吗 娘的 被帮里其他的大头目耍了 随后连忙解释 嘿嘿 苏老大 没别的意思 听闻您在这安神 我前来拜访一下 苏信直接说了一声滚 青竹帮走后 老黄说 老大 就这么 让他们走了 苏信平静地说 为什么不放 我巴不得他们 闹得再狠一点 都早点回去休息吧 毕竟明天还有一场大戏 第二天在飞鹰帮总堂 各堂主和大头目们纷纷议论 你们说 这叫什么事啊 沙元东才掌管一个月就丢了永乐坊 真要等他接管了飞鹰帮 恐怕连咱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都得搭进去 谁说不是呢 帮主糊涂啊 董成武开口说 行了 今天大家来到这 想必都是为了飞鹰帮的前途担忧 等下帮主来了 大家必须捅一口径 跟他有个说法 苏信来了说了句 大家来得挺早啊 有人问到 苏堂主你可算来了 昨天的事 你也听说了吧 苏信回答 我要是不知道 我今天会来这里 庄黎问苏信 苏堂主既然来了 也别卖关子了 接下来 你想怎么办 苏信坐下后说 大家都应该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我只想问一句话 这飞鹰帮到底是沙家的 还是大家的 庄黎有些震惊 苏堂主这话什么意思 苏信看着他们 你们这帮人还真是有意思 还装着大公无私的样子 你们的未来如何把握 那是你们的事 但我苏信 绝不能把他交到沙元东手上 董成武拍了一下桌子 苏信你 难道要分六非鹰帮不成 苏信指着董成武说 董堂主 话可不能乱说 区区挂名堂主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董成武瞬间说不出话了 其他人见状纷纷说 嘿嘿 苏堂主 凭你在帮内的功绩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们都听你的 是啊 苏堂主 您就明说吧 我们都听你的 沙非英来了之后问 你们都不在自己的地盘上 待着来总堂干嘛 苏信开口暗暗讽刺 哎 帮主 再这么下去 兄弟们还有地方可回吗 沙非英问道 苏信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苏信没有拐弯抹角直接说 我的意思很简单 帮主你的改革并没什么用 反而会把非英帮带向灭亡 放眼非英帮几十年历史 什么时候一夜之间 就让人夺了一整座方式 对待伤亡的兄弟们 难道就不该有人为此负责吗 沙元东有些慌的开口 苏信 你是在怪我 苏信面不改色接着说 这次动乱的原因 你比在座的兄弟们都清楚 难道不该 问责到你头上吗 不知情地以为 齐火和青竹帮的进攻是两件事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场计划好的阴谋 林福虎有些不敢相信 那些商人 应该没这么大的胆子 敢算计我们吧 他们不要命了吗 苏信解释 若是平常 他们当然没有这个胆子 但是现在 他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还有什么事是不敢干的 沙元东指掌永乐方 滥用权力司掌力前 放任手下敲诈勒索 单单一个东升酒楼一个月内 竟然被勒索亏了数万银两 强取豪夺的事就算了 偌大的永乐方 夜间竟然只安排两个人巡视 导致让人 把火点起来了都不知道 当真可笑 众人听到过纷纷议论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竟然纵容手下 把那群伤人逼成那样 难怪会对外勾结 是啊 沙元东根本就不懂如何管理帮派 这样下去 飞鹰帮飞折在他手里不可 沙元东极切地辩解 胡说 根本就是那群伤人太过阴险 但我拿回永乐方 必定要宰了他们 沙飞鹰山了沙元东一巴掌 胡闹 元东确实缺乏管理帮派的经验 这次 我已经教训了他 以后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直到他能胜任帮主之位 苏信笑着说 笑话 他沙元东可是丢了一个方式 帮主竟然说一个巴掌就算了 沙飞鹰问道 你想如何 苏信回答 很简单 出来混得有错就要认 挨打就得给我立正 庄黎心想 难怪苏信上次那么轻易地 就把手中的权力交了出去 没想到 竟然是在等这一天 光明正大的发难 沙飞鹰生气地看着苏信 苏信 元东可是我的儿子 苏信并不怕沙飞鹰接着说 沙元东虽然是你的儿子 可是飞鹰帮 却是大家的飞鹰帮 众人听到苏信的话纷纷开口 苏堂主说的没错 飞鹰帮可是大家的 就是 你收回我们的权力地盘和人手 我们都可以忍 但他沙元东今天丢了个永越方 明天就可能是顺一方 恐怕最后 连我们安身立命的地界都丢了 我们忍不了 杀飞鹰的暗卫纷纷拔刀 其中有一个喊 苏信 你竟敢妖言获重 分解飞鹰帮 苏信看了他一眼 我跟帮主说话 有你们插嘴的资格 不懂规矩 该罚 随后李坏直接杀了那个说话的暗卫 众人和杀元东都惊呆了 苏信接着说 我还是那句话 飞鹰帮是大家的飞鹰帮 而杀元东 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杀飞鹰大笑 好 很好 很多年 没有人敢挑战我的权威了 没想到今天 竟然有人说 飞鹰帮不是我一个人的 董承武开口 帮主 飞鹰帮是咱们当年一手创立的 我们也不想昔日兄弟拼下来的地盘 最后被如数葬送 庄里也说 元东是 我们看着长大的 不会管理帮派 倒是没什么 只要飞鹰帮在 保管他吃喝不愁 身体无忧 林福虎没有那么多心机 只说了一句 嘿 俺没啥想法 但俺合计着 飞鹰帮要是真没了 那元东侄子 自己也难有容身之所不是 杀飞鹰略带杀意 好一个重判清理 希望你们 不顾为今天的选择后悔 元东 我们走 杀元东问 哎 爹 我们这就走了 那我还管不管飞鹰帮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纷纷议论 回想飞鹰帮出创之时的帮主的手段 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苏信打了的哈欠 诸位就在这稍作歇息 青竹帮往我之心不死 我担心 他们对帮主不利 带人去保护一下 庄里惊讶地看着苏信 苏信 你疯了吗 苏信笑了一声 疯了 我可是听说在十多年前 他在帮内落手杀了一大批不听话的兄弟 除了青竹帮 万一再有个什么仇家找上门来 可就不好说了 董承武问苏信 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苏信回答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 在这里等的就好了 然后就离开了 苏信离开后 董承武对庄黎说 他真的要去杀帮主 还是说打算求助铁无情 庄黎思考了一下 应该不会 若是想要求助铁 无情的话 他就不用等这一个月了 这么看来 两个人惊讶地同时开口 他已经有了击杀帮主的实力 金月方沙菲英的住所 沙菲英担心地说 元东 这块令牌交给你 若是我此行未归 你就拿着这块令牌 去河南道随便找一个山寨 他们直接会带你见一个人 这个人会保你 后半身无忧的 沙元东问道 这个是 太行山三十六刀堂 爹 你真的出生在哪 爹就算如此 苏信那帮人的实力都不如你 用得着这么严重吗 沙菲英叹了口气 我已经老了 这一战无论胜负 没有了这些大头目和堂主 菲英帮的实力 必将跌落到谷底 到时候 其他帮派难免有觊觎之心 所以这令牌你留着 一旦出了事情 你立刻就走 只要到了河南道 你就彻底安全了 沙元东满脸不悦 都是那个该死的苏信 如果不是他 帮里的人怎么会反对 我当帮主 沙菲英拿起剑 走吧 今晚我就替你把菲英帮清理一遍 之后能不能坐稳帮主的位置 就看你自己的了 沙菲英他们走在路上 沙元东有些害怕 爹 这里是不是有点太安静了 总感觉怪怪的 沙菲英平静地喊 出来吧 我倒是没想到 你竟然还敢先下手 苏信出来后 哎 这都被发现了 帮主果然机敏 沙菲英开口道 苏信 果然是你 我倒是有些后悔 当初没按帮规 直接废了你 苏信笑了笑 不光是你 很多人都这么想过 可惜他们都晚了 沙元东说道 苏信 你竟敢在这里 劫杀帮主 简直大逆不道 苏信面无表情地说 皇帝轮流坐 今天到我家 区区一个帮主而已 算什么 沙菲英吩咐他的人道 你们不许动 只管保护少帮主 随后对苏信说 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敢来劫杀我 随后拿着刀 冲向了苏信 苏信看着沙菲英心想 居然把燕灵刀 使出了关刀的架势 沙菲英直接拿着刀 向苏信砍了过去 苏信伸出剑抵挡 但剑却碎了 沙菲英自信地说 奇急如风 奇徐如灵 侵略如火 我这门刀法 就叫做燎原 任你积极关算镜又怎样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苏信 你已经输了 苏信冷笑 呵呵 输 这话说得未免太早了吧 我呀 从来都不会做没把握的事 苏信随后使用了内攻 只见苏信身后出现了紫色的光芒 随即化成了一条龙的形态 沙菲英看到苏信 已经到了半步先天 连忙吩咐自己的人 保护沙元冬 这时苏信已经发出了攻击拳头 直接向沙菲英打去 虽然沙菲英使用剑抵挡 但苏信的龙象之力 直接把放在沙菲英身前的剑打碎了 苏信说了句 帮主 安心上路吧 接着 拳头直接打碎了沙菲英的脊柱和肋骨 沙菲英随即毙命了 沙元冬看到自己父亲死了 竟然下意识准备逃跑 苏信看着逃跑的沙元冬 这就是帮主养的好儿子 可怜沙菲英精明一事 到最后 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苏信吩咐李坏一个不留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包括沙元冬在内的37号人 全部处理完毕 再去 清竹帮王我之心不死 派出顶尖高手 截杀帮主等人 帮主和少帮主帅 一众手下拼死反抗 一战之下双双与命 在战士堂 众人有些吃惊纷纷议论 如今咱们非鹰帮群龙无首 这可如何是好 这以后可怎么办 林府虎问苏信 苏堂主所言属实 昨天你可是追随着帮主管去的 为何没有保下他们 苏信平静地回答 林堂主若是有疑问 大可审问昨天与我同行的兄弟们 帮主对我苏信有提拔之恩 如今遭遇不幸 着实令人心痛 但非鹰帮 不能就这么散了 今日 咱们就该推选出一位新帮主 带领咱们非鹰帮 真正的一飞冲天 随后坐在了帮主的位子上 这帮主之位 比人就当仁不让了 众人惊讶 这未免太草率了吧 论功绩 苏堂主确实有胜任帮主的资格 苏堂主此举 未免太过分了 在座的众人 哪个不比你的资历高 就算选帮主 也应该从他们之间选 凭什么轮到你 苏信语气冰冷 凭什么 论战功 非鹰帮四个方式 我苏信一个人 就打下来一整个 论实力 青竹帮十个大头目 我一个人就斩杀了两个 败了一个 我建立的传宫堂 整个非鹰帮三分之一的战力 都是由我苏信培养起来的 这些够不够 还有一事 我要当帮主 不是在跟你们商量 而是命令 为者 死 底下众人都沉默不语 庄离自言自语道 大势已去 罢了罢了 苏信开口 现在 谁赞成 谁反对 众人纷纷沉默了一会 都同时开口 参见帮主 苏信大笑 好 既然如此 为了非鹰帮长族的发展 我来宣布新的任命和人员分配 随后老黄宣布道 即日起 非鹰帮所有大小头目 不再参与帮战 只负责巡视接面 管理地盘 所有帮中的月钱 固定在一辆银子 小头目十倍增长 大头目再涨十倍 每月从地盘上收取的利钱 如数上交帮内 不得私下截留一分 另外设立监察堂 由李坏负责 每名大头目手下 都必须有监察堂的人负责监督 下面的人纷纷议论 这叫什么事 这一招 岂不是把我们这些大头目 打回到了高级帮众的层次 这就算了 还有专门的人来监视 老黄接着宣布 四大堂口 传宫堂和善士堂的权力不变 黄炳承认善士堂堂主 装立为副堂主 传宫堂由帮主直接管辖 刑堂拥有执法权 但判定权交由监察堂负责 功勋至上 能者居知 现在帮内所有人员 都可以加入战堂 战堂弟子不参与帮派管理 只负责帮战 论功行赏 战堂由帮主直接管辖 林夫虎为副堂主 同时还有其他三个副堂主 若干大头目和小头目的位置 按战功晋升 苏信看着众人 如今的改动 大家也听到了 我只有一个目的 今后的飞鸣帮不养废人 想要荣华富贵 那就自己去拼搏 众人都很赞成 苏信吩咐众人 没什么事 就都下去办理交接事宜吧 董承武和庄黎出来后 董承武开口 庄兄 难道我们就这么人了 庄黎低着头 苏信现在的实力 我不说你也应该了解 就凭你以前处处 针对他这一点 如今他没对你发难 已是仁至义尽 董承武也释怀了 罢了 我们终究是不如他 苏信这边 系统显示支线任务已完成 称霸常宁府 成为常宁府中最大的帮派 并且名义上 成为常宁府所有势力的共尊之主 实现一年 奖励 开启商店系统 奖励 指定类别抽取献权一次 等级限制三星半 苏信自言自语 称霸 常宁府吗 常宁府三邦 青竹邦与江阳邦最弱 非鹰邦烧强 四会远强于三邦 分别是三鹰会 铁刀会 神风会 血衣会 其中 血衣会最为神秘 背景极强 做的是杀手的银盛 其他三会 也都有高手作证 苏信自言自语道 实力 现在自己最欠缺的 还是实力啊 丁宿主 现在有反派值1300点 终极抽奖一次 初级抽奖37次 请问是否进行抽取 苏信把初级抽奖 换成了终极抽奖 进行抽奖 系统提示 兑换完成 终极抽奖四次抽取开始 丁 恭喜宿主 抽到岳部群自攻后 用来掩饰身份的假胡子 等级评价半颗星 苏信目瞪口呆 尼玛坑爹的系统 确定这是终极抽奖 丁 恭喜宿主 抽到七剑之一处 招男的随身兵刃 由龙剑 等级评价两颗星 兵器属性 龙孝 由龙剑 由百炼玄铁打造 剑身锋利 命中目标时 可以产生十分强烈的震荡效果 威力足以击碎一般兵器 苏信开心地看着眼前的兵器 居然是剑类兵器 虽然龙剑的属性 折损了隐蔽性 但也算是弥补了 失去细剑的短板 丁 恭喜宿主抽到 千面公子 王莲花留下的人 皮面具一套 等评价两颗星 苏信觉得 这东西倒是不错 以后可能会用得到 丁 恭喜宿主 抽到一次性消耗品 火焰刀 所属人物 揪魔智 等级评价三星半 苏信觉得赚大了 等等火焰刀是内力外放 可我并没有达到先天境界 那火焰刀 岂不是无法使用 系统回答 的确 先天有三境 气海 灵峭 神功 但此物品属于一次性消耗品 利用部分真实催动 即可达到使用效果 产生剔美 先天舞者释放的威力 苏信说了句 如此甚好 三天后三鹰会总部 孟长河不敢相信地问 苏信竟然成了非鹰帮的帮主 断销回答 听说杀非鹰那个老鸟 被仇家给截杀了 苏信才有做了帮主的机会 宁洛君冷笑 结杀 这种糊弄一般人的借口你也信 断销疑惑地说 杀非鹰那个家伙 可是跟我们一样 都有着后天大圆满的实力 更别说他还休息着燎原刀法 难道苏信已经跨足先天了不成 孟长河生气地说 够了 先天又怎样 就算他侥幸突破 想必现在则是根基不稳 宁洛君担忧地问道 大哥 难道你还不死心吗 孟长河咬着牙说 卧榻之策 岂能容仇人共诊 苏信 必须死 一个月后 东十二方最大的方式金月方 在街上老黄报告 老大 帮内经过一个月的整改和扩招 现在帮众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一万两千人 意外的是 报名战堂的弟子 居然达到了八千多人 苏信开口道 无妨 以后用人的地方多的是 只要自愿报名战堂的 不论人品一概收入 老黄有些担心 不论人品吗 苏信回答道 公寓行其事 必先立其器 成大事者 必将不择手段 而他们 就是 我能拿捏的兵器 在私塾 有个小孩大声喊道 臭丫头 你竟敢打我 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育你一下 让你知道 谁才是这里的老大 希儿说 你骂我没爹没娘 我就打你 那个小孩接着大喊 我还就骂了 你就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有本事 你让他们从坟头里 爬出来打我 此时 有人听到了说 这是谁家的孩子 嘴这么坏 未免太没教养了 另一个人连忙打断他 嘘 话可不能乱说 这可是惹不起的主 希儿喊着嘞 我 我才不是野孩子 那个小孩伴着鬼脸说 略略 你就是野孩子 野孩子 这时老黄赶到 闭嘴 你们几个男孩 欺负一个女孩 还要不要脸 希儿这时 看到了 说了句黄叔叔 我看私塾里的东西 你们都白学了 那小孩大声吼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来教训我 来人 接着就来了好几个男人 其中有一个看着老黄 这毛丫头 是你们家的 总算是见到郑主了 今天不给个说法 你们别想离开这里 苏星边走过来边说 哦 在金月方 也敢如此大放厥词 看来是有背景的人啊 我倒是想听听 你们想要个什么说法 希儿看到苏信 喊了声哥哥 这边的人 看到苏信的行头说 刘哥 看这人的行头 应该也是道上的人 这里毕竟不是 咱们江阳帮的地界 还是少生事为妙 随后领头的人开口 看来兄弟 也是同道中人 既然如此 这事就算了 小孩子半嘴而已 不是什么大事 少爷 我们走 说完 他们转身就准备离开 苏信直接喊住了他们 站住 我让你们走了吗 江阳帮领头地说 这位兄弟 正所谓做人刘一线 没必要这么较真吧 苏信黑着脸说 小孩子半嘴 用得着你们四条 狗在一边互主 如你所说 今天你们若是没个交代 谁也别想离开这里 江阳帮的领头人 急了 狂妄 我乃江阳帮的蒋和蒋大头目 麾下的头目 这孩子是蒋大头目的儿子 我看你 可敢动一下 苏信冷笑 在飞鸣帮的地盘 你拿江阳帮来威胁我 江阳帮的小头目说 你是你 飞鸣帮是飞鸣帮 事情若是闹大了 你们老大也保不下你 苏信突然冲过来 掐住了这个江阳帮小头目的脖子 在这里 我就是飞鸣帮 而飞鸣帮 就是我 此时来了很多飞鸣帮里的帮众 同时喊 参见帮主 江阳帮的小头目 有些害怕了 苏信一把江人摔在地上 重新介绍一下 笔人苏信 言而有信的信 江阳帮的小头目 跪下求饶 苏帮主 小得有眼不识泰山 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 苏信问道 说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阳帮大头目的儿子 怎么会到我的地盘来上私塾 随后踩到对方的手接着说 还是说你们江阳帮 以此为借口 故意在我飞鸣帮的地界 安插眼线 有意图谋不轨 江阳帮的小头目 连忙解释 不 不是 这是我老大外事的儿子 因为大嫂善毒 所以他不敢把儿子 放到江阳帮的地盘上 才来到这里 苏信讽刺地说 连自己的儿子 都不敢放在身边 你这老大 也真够窝囊的 随后对那个 欺负心儿的小孩说 小子欺负女孩子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这是不对的 所以 你乖乖道歉哦 小孩倔强地说了句 我不 苏信换了傅林人 恐惧的表情冷笑 真当哥哥 是什么大善人呢 随后一巴掌 把小孩删倒在地 接着说 既然你是个 不识好歹的熊孩子 那我就替你 爹妈教育教育你 然后又把小孩 从地上薅起来 哎 听哥哥的话 给仙儿道歉 那小孩直接跪在地上 我错了 对不起 江阳帮的小头目 呼了一口气 因为他知道 只要没出人命 苏信就等于放过他们了 然后问道 苏帮主 我们是不是可以 带自家少爷回去了 苏信冷冷说 可以 随后好奇小孩 扔到了对方怀里 接着说 回去给你们帮主带句话 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对方有些恐惧 苏帮主 事情不是已经完了吗 还要什么交代 苏信面无表情地说 小孩子的事是完了 但你们江阳帮 未经我允许 私自在我的地盘上 安插人手的事 可没这么容易过去 江阳帮的小头目连忙说 事事 小的一定照办 随后黑着脸就离开了 围观的人纷纷议论道 这下事情闹大了 私自安插人手 在其他帮派的地盘上 都会被视为挑衅的呀 都知道 苏帮主可不是善事的主 江阳帮这次 恐怕没那么容易 蒙混过去了 这时 希尔拉起苏信的手 说了句 哥哥 对不起 苏信有些疑问地说 为什么对不起 希尔喊着眼泪 因为我打架 给哥哥惹了麻烦 苏信温柔地安慰 希尔没错 记住了 下次如果再遇到这种事 不用怕 狠狠地打 然后摸着希尔的头 宠溺地接着说 无论你做什么事 哥哥 都会为你撑腰的 老黄无脸 老大 你这么教育孩子 真的好吗 苏信回头阴阳怪气地说 那我教他什么 满口仁义道德 这玩意你信 老黄下的联邦说 呃 不不 我当然不信 苏信接着吩咐道 对了 告诉手下的兄弟们 一定要注意外来人江阳帮 这样的事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老黄说了句 是 江阳帮那帮主江北飞 很是生气 白痴 江和这个白痴 居然背着我们 把他儿子放到 飞鹰帮的地盘去 放了就算了 惹谁不好 偏偏去欺负苏信的妹妹 这简直是活腻歪了 富帮主 杨东开口 不就是小孩子打架吗 至于发这么大火 不过那个苏信也够嚣张的 还想要什么交代 咱们凭什么 给他一个交代 富帮主审重名则说 人家有嚣张的资本 放眼整个长宁府 咱们江阳帮最强的战力 也不过是后天后期 实力已经是最弱的了 长宁府的三邦四会 都有后天大圆满的高手作证 但有小道消息说 苏信可能已经跨足先天了 杨东很惊讶 先天吗 苏信那小子 不过二十出头 怎么会有这么快的修炼速度 难道他是吃真气长大的不成 沈仲明接着说 听说东十二方的总捕头铁无情 也与那苏信交好 这么一看 苏信的身世 恐怕大有来头 江北非无奈地说 事已至此 只能取下江河的手机 给苏信送去 就说这件事 是江河瞒着帮里干的 我们不知情 杨东连忙阻止 帮主不可啊 这样一来 岂不是不了沙菲英的后尘 帮派上下人心将散啊 江北非咬着牙 那怎么办 连沙菲英都不是那苏信的对手 难道我们因为一个 江河葬送了江阳帮不成 就这么定了 你们走一趟 江河的手机交给苏信 第二天菲英帮 苏信靠在椅子上 江阳帮的人倒是聪明 浙江河的手机 算是把我所有的计划 都给堵住了 老黄问道 老大 接下来怎么办 苏信平静地说 虽然这次人人都知道 我的五箭之意 但他江北非行事如此果决 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既然江阳帮动不得 那就只能拿青竹帮开刀了 李坏问道 老大 什么时候动手 苏信眼神风力拔出剑 就在今晚 以夺回永越方之名 与青竹帮正式开战 下面众人纷纷喊着 夺下永乐方 青竹帮这边有人来报 菲英帮工进来了 仅仅两个时辰的时间 永乐方已被蚕食大半 再这样下去 恐怕要失手了 青竹帮的两位副帮主 很惊讶 怎么这么快 魏丰泽大笑 哈哈 来得得好 你们也有今天 就算你们两个 费尽心思把青竹帮 在我手里抢走 又怎么样 到头来 还不是竹篮打水 两位副帮主看着他 你是白痴吗 竟然还笑得这么开心 我们最多 也只是架空你而已 但青竹帮若是负面 你以为你 还能活得这般轻松 魏丰瞬间害怕了 那你们还等什么 还不快去派人增援 一位副帮主担心地问 怎么办 罗阵呢 怎么不派他去增援 另一位回答道 已经在路上了 先派帮重上去顶着 看看非英帮会不会因为死伤过重 先行撤退 如若不退 我们只能先行自保了 非英帮和青竹帮的人 正在激烈地交战 非英帮的人觉得 青竹帮已是强弩之末了 他们建功的时候到了 此时 罗阵赶到准备攻击李坏 挡住了他的攻击 罗阵开口 原来是礼堂主 幸会 这时苏信拍着手走过来 罗大头目数月未见 实力见长啊 青竹帮的人有些惊恐 苏信是非英帮的县帮主苏信 苏信笑着说 不用紧张 我不是来找你们老大打架的 随后接着说 罗大头目我一直很欣赏 你是否考虑一下 加入非英帮 只要你答应 占堂副堂主的位置 就是你的 罗阵平静地回答 我与青竹帮虽然没什么感情 但陈红副帮主有恩于于我 苏帮主的美意 在下恐怕无福消受了 苏信笑着说 哈哈 罗大头目果然是狭义之人 我苏信当真不愿与你敌对 但帮战飞而戏 我断然不能为了你 辜负了手下的兄弟 三招我给你个机会 若你能接下 我便不再打青竹帮的主意 若是接不下 罗阵说 若是接不下 我便从了苏帮主的意思如何 苏信说了句 那么便站吧 罗阵说了句得罪了 随后就使用了乾隆 向苏信发出攻击 苏信伸出剑挡了下来 随后使用轻弓跳了起来 随即用剑刺了下来 两把剑相对苏信的剑振碎了对方的剑 直接刺在了罗阵胸前 但是并未刺到身体里 因为苏信并没有打算杀罗阵 罗阵开口道 我 我输了 苏信说 既然罗堂主兵器已毁 那便带着你的兄弟们 先行回帮内整顿吧 随后拍了罗阵的肩膀接着说 毕竟刚刚换了阵营 如果直接对上老东家 你恐怕会很为难吧 罗阵说了句 谢帮主体谅 这时有人来报 帮主清竹帮总堂 已经拿下副帮主陈红和马清元 卫战先逃 我们只抓到了傀儡帮主魏丰 罗阵很是惊讶的 什么 卫战先逃 苏信心想 罗阵果然成了那二人的棋子 此举倒是变相 将罗阵这元大将推给了我 随后开口 不必戒还 既然这次你 被那陈红利用 也算还清了他的恩情 如此一来 你加入我的阵营 倒也不会被旁人指点 然后接着说 从今以后 清竹帮在常宁府除名 三鹰会内 孟长河坐在椅子上 你们老巢都让人叠脚了 不抓紧逃命 来我这里干什么 陈红开口 孟会主说笑了 其实我们是来找您合作的 孟长河看着他们 合作 真是笑死人了 经历昨晚 非鹰帮已是能和四会齐名的势力 就凭你们两个 连帮战都没打 就仓皇逃走的人 也配跟我谈合作 陈红还想说什么 孟长河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说 你们两个不过后天中期的实力而已 现在滚还来得及 陈红咬着牙急切地开口 孟会主 我们离开时 带出了清竹帮百年积累的近半财富 价值白银千万两 只要你答应 帮我们夺回清竹帮 这些钱都是你的 马清源有些惊讶 你疯了 没了这些钱 夺回了清竹帮 又有什么用 陈红生气地说 没了清竹帮 你以为这些钱 我们还能带得出常宁府吗 孟长河咳了一声 你们真的把价值千万白银的财富带出来了 陈红奉承地说 实不相瞒 我们早知无法抗衡飞银帮 所以 已经将那些财产 提前转移到官府的钱庄里了 孟长河拍了一下桌子 好 既然如此 钱给我 我保证一个月内 帮你们夺回庆竹帮 陈红有些质疑地问 一个月 孟会主此言当真 孟长河不平静地说 嗯 你们先去钱庄 对五百万两银子给我 马清源惊讶地说 五百万 是还没成五百万 是不是太多了 孟长河眼神锋利地说 难道马富帮主信不过 我孟某人不成 马清源连忙解释 不 不是这个意思 孟长河开口 你们也知道 三鹰会现在对苏信来说太敏感 所以我只能去请外面的人来对付他 既然说请 自然需要大笔的银子 陈红有些顾虑地说 孟会主 不是我们不信任你 现在的苏信实力可是不容小觑 就连罗阵那个叛徒 连他的一招都抵挡不住 难道你有把握 孟长河冷横 哼 对付他 我只找一个人来就够了 两人有些疑惑 孟长河接着说 没错 我的师叔陈昭 或真价实的先天武者 陈红和马清源很惊讶 先天武者 孟长河说 今晚我就动身去拜见我的师叔 你们去给三邦四会发下请帖 我们验射鸿门 江阳帮内沈仲明说 苏信吞并清竹帮后 立即封赏了大量帮众 凡是战堂弟子人人有份 现在的飞鹰帮战意超前啊 正所谓一鼓作气 如今的苏信 已是丝毫没有机会 明这对我们江阳帮开战了 我们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杨东有些气愤 我说什么来着 苏信狼子野心 怎么会被区区一个讲和的首级打发了 江北非无奈地说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想想怎么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最重要的 杨东也有些无奈 有什么办法 我想 这三英会的孟长河 与那苏信有着沙子之仇 结果派出的人连孟长河的面都没见到 就直接被丢了出来 沈仲明也说 我派去其他帮会的人也是如此 在他们眼里 苏信根本算不上危险 没真正的不碰到他们的利益 他们是不会出手的 这时有人来报 帮主三英会送来请帖 邀请三邦四会的画室人 明日到圣龙楼一室 三人看到请帖 都觉得事情有转机了 这边苏信看着手里的请帖 居然召集所有帮会画室人 到圣龙楼一室 有趣 老黄开口 据我所知 放眼长宁府百年历史 类似的召集 只发生过一次 那就是为了阻止三英会的崛起 难道这次 他们 是针对是我们的 苏信丢了手中的请帖 无所谓了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圣龙楼内 掌柜的笑着说 原来是飞鹰帮的苏帮主 您可是第一次来 圣龙楼第七层 我可是时刻 为您留着位置呢 苏信笑了笑说 那就多谢掌柜的美意了 不过飞鹰帮与昌德方甚远 我可不能常来 掌柜的说 以苏帮主 您扩张地盘的速度 过段时间 恐怕就不远了 苏信笑着看着掌柜的 哈哈 那就借您急言了 圣龙楼第七层内 铁刀会会主 贺天等得有些着急了 三鹰会的家伙 搞什么名堂 把我们都叫来了 他们却不露面 神风会会主 公亲风则很平静 既来之则安之 眼下咱们三帮四会的人 都在这 他们还敢耍 我们不成 随后看着苏信说 哦 说错了一点 现在应该是两帮四会了 您说是吧 苏帮主 苏信还未开口 孟长河走了进来 龙会主这话不妥吧 三帮四会 依旧是三帮四会 某些人吞了不该吞的东西 现在也该吐出来了 随后接着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师叔陈昭 先天气海境舞者 众人有些惊讶 薛医会会主 其冤皱了皱眉 孟会主 你把陈前辈请来 是何用意 孟长河开口 主位兄弟 稍安勿躁 我把师叔请来 是为了主持一下 常宁府的秩序 最近某些人肆意攻伐 把整个常宁府 搅得一团糟 想必大家都颇有不满吧 要是再不管一管 恐怕大家都难得安宁 陈昭有些装得开口 你们常宁府 也真是没人了 既然让一个乳袖未干的 毛小子 爬到你们头上 也不嫌丢人 贺天有些不满地 看着陈昭 陈昭接着说 苏信小子倒是好狠的心 青竹帮上百年的基业 让你说灭就灭了 手段如此狠了 将来谁还能奈何他 苏信平静地开口 陈前辈 帮派斗争 何来很赖一说 如果青竹帮有实力 覆灭我非鹰帮 我想 他们也不会手下留情 况且 我灭了青竹帮 那也是我们常宁府 三邦四会的事情 跟您又有何干系 陈昭被苏信堵了 随后拍了一下桌子 我被江湖中人 看到不平的事情 就想管一下 你又能怎样 此时在场的各位表情 各不一样 老黄心想 什么江湖道义 明摆着 就是被人请来 故意打压我们非鹰帮的 苏信毛子变得有些深沉 那么陈前辈 你想怎么管 陈昭看着苏信 很简单 青竹帮的底盘 以前怎么吃的 现在就怎么给我吐出来 苏信心想 以我半步先天的实力 与先天气海静的 舞者正面对抗的话 恐怕难有胜算 如果利用我手中的 火焰密宗 也许还有五成胜算 就算不能得手 剩下的真气 应该也能助我脱身 稳妥起见 倒不如直接激怒他 让他露出破绽 马清元有些着急了 苏信 陈前辈的话 你也敢不从吗 苏信冷笑了一声 陈前辈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三个方式的地盘 你让我说交就交 给你面子 叫你一声前辈 不给你面子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我常宁府的士轮 得到你来指手画脚 听到这话 在场的众人都惊呆了 陈昭有些生气了 好一个苏信 一个江湖小辈 竟如此狂妄 老夫今天就教你一个道理 什么 叫做敬畏 苏信自言自语道 这就是先天舞者的威压吗 看来不能有所保留了呀 老黄被陈昭的威压 震得有些站不稳 捂着胸口 呼呼地喘着气 隆清风心想 果然让人提不起反抗的心思啊 苏信身前的桌子 被震碎了 依然面不改色 教我一个道理 那好 今天我也教你一个道理 既然已经隐退了 那就好好当你的缩头乌龟 苏信背后的手里 拿着火焰刀密宗接着说 现在的常宁府 还没有你能插嘴的资格 陈昭彻底被激怒了 随后冲向了苏信发出攻击 苏信使用了密宗火焰刀 陈昭的衣服都碎了 他没有想到 苏信可以使出如此醇厚的真气 随后陈昭直接被击飞出了 雅间外毙命了 孟长河心想 这是什么武器 真气外放 奇缘同时也在心想 不 这比真气外放还要可怕 很明显 这已经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外放招式了 陈昭惊恐的心想 居然一招秒杀了先天气海镜的强者 这不可能 贺天心想 M的 难道苏信已经是先天神宫镜的强者了 此时的苏信 因为使用了火焰刀消耗很大 那一瞬间 险些将他体内的真气全部抽走 这时齐渊走了过来 没想到苏帮主的修为已经到了这般境界 是我齐某人怠慢了 苏信也很客气 齐惠主客气了 我苏信是个讲规矩的人 大家可不必担心 唉 说到规矩 主动遵守对谁都有好处 但是总会有那么几只苍蝇 时不时的就会来恶心你一下 你说是吧 孟惠主 随后 苏信喊了李坏 李坏拔出剑 直接杀了陈红 此时的马清源看着死了的陈红跪在地上 孟惠主 就我呀 孟惠主我 可是把从青竹帮带出来的财产都给了你 孟惠主 你不能坐视不理呀 孟长河说了句给我闭嘴 接着就把马清源给杀了 苏信有些挑衅地看着孟长河 孟惠主下手可够狠的呀 好歹人家也把银子都给了你呀 孟长河冷哼了一声就离开了 贺天看着苏信 事已至此 苏帮主 我们也先行一步 苏信说了句 各位请便 他们就离开了 老黄开口 老大 就这么 让三英会的走了 苏信看着窗外 现在我们非英帮正值上升期 还不是跟他们撕破脸的时候 想要称霸常宁府啊 还得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才行 随后接着说 今晚 我们直接对江阳帮发起总攻 走在街上的三人 齐渊开口 相信你们也看出来了吧 苏信 并未达到先天舞者的实力 贺天说 确实 他的招数虽然强力 但明显后劲不足 不然以他的性子 怎么会轻易放走孟长河呢 齐渊接着说 不过苏信 即便没有达到先天舞者的实力 恐怕也为之不远了 以他的野心 就不用对二位多说了吧 希望你们各自有所准备 江阳帮内 沈忠明有些无奈 非英帮 到底还是对我们正面开战了 唉 苏信终究不是我们能敌的 非英帮的崛起 也不是我们能阻止的 江北非叹了口气低着头 不如 我们投降吧 杨东有些不甘心 帮主 那可是咱们江阳帮上百年的基业 就这么拱手送给他 江北非心里其实也不想的 你以为我想吗 想想陈昭是怎么死的 再抵抗下去 死的就是我们 行了 派人通知苏信 告诉他 江阳帮愿意归降 别再让外面的兄弟 做无谓的牺牲了 十数日后 吞并了江阳帮后 非英帮的地盘 直接掌管了十一个方式 帮众三万鱼 真正成为了 常宁府最强的帮派之一 引以有超过四会的趋势 但苏信 还有一个称霸 常宁府的任务在手 要成为常宁府 名义上的共主才行 圣龙楼第七层内 孟长河有些不耐烦了 苏信这次把我们叫到这里 又要搞什么名堂 龙清风安抚孟长河 孟会主稍安勿躁 带他来了 自然会为我等答疑 孟长河接着说 哼 他倒是好大的架子 竟然让我们 在这里等这么久 苏信在门外 听到了孟长河的话边 走进来边 孟会主 难道是人有三级 等得急不可耐了不成 孟长河毫不客气 苏信 少跟我在这有嘴滑舌 你今天把我们大家找来 究竟要玩什么花样 苏信入座后 别着急 事情嘛 总是要一件一件地说清才行 齐悦有些疑惑 难道今天的事 还不止一件吗 苏信接着说 诸位 咱们长宁府实力不弱 在湘南诸多州府中 也算是顶尖的几个之一 但我们的力量太分散了 导致谁都能 骑在我们头上拉屎 坏了我们的规矩 孟长河明显不想听苏信说这些 苏信 长话短说 你到底要干什么 苏信平静地开口 很简单 蛇无头不行 鸟无翅不飞 我建议 我们五个帮会 组建成一个联盟 推举一个盟主出来 一致对外 孟长河大笑 可笑 苏信 恐怕是你想要这个盟主之位吧 苏信没有狡辩直接说 没错 这常宁府的盟主之位 正是在下准备担任 贺天有些无语地看着苏信 龙清风怕伤了和妾 苏帮主 联盟什么的 我倒是不反对 不过这盟主 还是不要选了吧 省得大家撕破了脸皮 伤了和情 齐渊也说 没错 盟主之事 确实应该慎重考虑 苏信看着他们 诸位别急着反对 如果推举我为盟主 只要上任 我就会给诸位准备一份大礼 一份价值500万万银两的大礼 众人有些惊讶 齐渊平静地开口 苏帮主 我们都知道 你赚钱上很有天赋 但你方才说的可是每家500万两银子 你飞银帮的所有资产加起来 恐怕都不够吧 苏信笑了笑 齐渊主所言不假 飞银帮确实没有那么多资产 但500万两银子很多吗 我这个生意 要是做到了极致 甚至让它再翻几倍都可以 赫天有些着急了 苏帮主还是别卖关子了 到底是什么生意 苏信就直接告诉了他们 这门生意很简单 可以用两个字概括 垄断 大家都知道南蛮的特产物资 在中原广受富人打跪欢迎 单单一件月光湖的球皮 就能价值上百辆黄灿灿的金子 但直接南蛮手中收购的价格 却只要几两银子 甚至更低 南蛮密林中盗费横行 来往交易散伤为了安全 还需要雇佣标局 以及打点过路费用 最主要的是 他们的货源并不稳定 我这些天 已经派人联系了南蛮密林中 最大几个部落的首领 以高于市场上那些散伤五倍的价格 收购他们出产的物资 本就货源稀少的散伤 失去了最大的供货商 已经达不到盈利标准 就不得不放弃这笔买卖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垄断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 我们手下的兄弟人强马壮 就算是有个别固执的散伤 不愿意放弃这块肥肉 我们也有的是手段 不是吗 梦长河心想 南蛮的物资 确实在外界颇受欢迎 真如苏信所说做起来的话 这何止是一本万例 隆清风说到 苏帮主才智过人 心思缜密 如若所言属实 龙某愿意试 贺天也说 有钱不赚王八蛋 我也试试 齐渊有些担心 苏某深知 血医会做的是杀手的营盛 盈利丰厚不说 还依附于大洲朝最强的杀手组织血医楼 区区五百两 确实难入法眼 血医楼中 类似于你们血医会的分支 遍布全国各地 相比于盈利 我更知道 你们需要什么 随后拿出一本书 这里几乎是南蛮所有部落 能找到的剧毒之物的会 齐会主只要拿着我苏某人的信物 那么这些毒物 他们也都会只跟你一个人交易 对于你们精通刺杀暗杀的组织来说 这些可比那金银更珍贵了吧 而且 齐会主想要更进一步进入血医楼的话 应该需要这些东西 获得功绩达成目的吧 齐渊心想 以我的天赋 确实不可能通过修炼突破 成为血医楼的正式成员了 苏信应该是看准了这一点 而且 单单凭我个人的实力 确实难以短时间 收集到这么多毒物 以一个口头盟主的位置 换取晋升为血医楼正式成员的机会 道 确实是比不错的买卖 随后说 苏帮主心思过人 开出的条件 齐某属实无法拒绝 血医会愿意尊苏帮主为盟主 隆清风和贺天也纷纷同意 苏信看着孟长河 那么 孟会主如何打算 宁洛君对孟长河说 大哥 此事若是不应 待其他帮会拿到这笔买卖运营起来 咱们三英会在常宁府市里 可就垫底了 随后孟长河开口 三英会 同意你为盟主 好 既然如此 盟主这个位置 在下就当人不让了 至于南蛮的信武 我会派人逐个送到你们手里的 不过有句话要说在前头 这些册子里面的物资价格 都是我让人精心算过后定下的 若是有人随意更改出了岔子 就别怪我苏信不能负责了 飞银帮内 兵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任务奖励 一起商店系统指定类别 抽取献权一次 等级限定三星办 苏信在系统内点进来商店系统 看到价格后说道 就知道 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 你这商店的价格 也太离谱了吧 四星的功法 居然比三星的功法翻了一番 系统提示 购买与否全凭宿主自愿 最终解释权规系统所有 呃 你这个臭屁的系统 还真是牵奏啊 对了 我的任务奖励 还有一个三星办 指定类别的抽取献权 给我抽取功法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 抽取到反派人物 白仇飞 白仇飞 人物评价 三星办自带5G 24节气精神指 功法等级评价三星至四星 苏信两眼发光地说 金风戏楼楼主 白仇飞 系统提示 备注 24精神指分为两个部分 因为24节气指 等级评价三颗星 当24节气指 修炼到百分百熟练后 便可领悟 三指谈天 破煞 金梦 天敌 前两指等级评价 三星半 最后一指 等级评价四颗星 需顿悟之后才能使用 苏信心想 果然跟我了解的一样 白仇飞身上 只有这一门5G 不过了解的原著当中 这最后一指天敌白仇飞 也的确没有使用过 看来具体的威力 只能自己慢慢挖掘了 三个月后 长宁府外 一个小男孩满头汗 看着长宁府的城门 哎 走了这么久 总算是到了 这南蛮之地的路 也太难走了 小女孩也说 是啊 整不明白 师父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让我们来 这种鬼地方 谢指焱看着他们 好了 都别抱怨了 这点苦头 都吃不住 将来还如何撞大 我们一间门 此次任务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千万不要涉嫌 惹出什么乱子 两人同时开口 知道了事件 圣龙楼外有人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圣龙楼 怎么这么热闹 这你都不知道吗 听说是咱们 长宁府苏蒙主亲妹妹的生辰 正包下了整个圣龙楼庆生呢 圣龙楼内 李坏递给了仙儿一把剑 生日快乐 仙儿接过后 谢谢李叔叔 老黄看着李坏 我说老李 人家仙儿好歹是个女娃子 已经送了把铁剑当礼物 也太不知所谓了吧 李坏笑了笑 仙儿则说 不准这么说 李叔叔仙儿很喜欢 两个人被小丫头的话一惊 瞬间都笑了起来 苏姓正在迎接前来贺声的客人 铁无情走进来 苏蒙主可是大忙人啊 苏姓看到了 铁无情打了招呼 铁无情接着说 在圣龙楼请客都不喊我 你这可是 有点不地道啊 苏姓礼貌地开口 家妹生辰而已 我身之铁大人公务繁忙 确实不敢贸然打扰啊 铁无情摸着仙儿的头 这全都怪你 咱们小说行过生日 我这连个礼物都没准备 还真是对不住啊 仙儿看着铁无情 没关系的 这么多人陪仙儿过生日 仙儿已经很知足了 铁无情笑了笑 小仙儿 说得没错 人嘛 最要紧的就是知足 可偏偏有些人非要贪心不足 搞一些事端来 还真是讨厌得很啊 苏姓有些疑问 铁大人 难道还有人想在长宁府惹事不成 用不用我出手 铁无情平静地看着苏姓 没多大的事情 只不过是一些隐藏在暗处的臭虫而已 找到机会 我会亲自解决的 这时老黄开口 对了老大 邦里传来消息说 今天长宁府内 出现了很多实力强劲的 外来舞者 不知要干什么 铁无情看了看他们 你们的消息 来得还真是慢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说这件事的 这场宁府 可是要有大事发生了 苏姓疑惑地问道 大事 什么大事 铁无情坐了下来 哎 别着急嘛 你知道今天来的都有谁吗 那可真是个个都大有来头 其一 持剑舞派中的剑男道易剑门 来人易剑门 带宗主 玄心剑主 孟金仙的嫡传弟子 谢芷 位列江湖人 人榜第78位 其二 持剑舞派当中的川南道 清城剑派 来人是清城剑派 长老之子方东庭 位列人榜105 其三 天下七帮中的江南道年 帮堂主 年帮分春夏秋冬 四季坛 二十四节气堂 这次来的 便是立下堂堂主江陵 此人因为年纪比较大 并没有位列人榜 但实力确实堪比人榜 前80的高手 其四 江南道三大世家软 张 蒋三家嫡传弟子 这三家虽然在中原名气不大 但确实相南道的地头蛇之一 苏信心想 这都是什么 这个派那个家 还有那什么榜是干啥的 铁无情不解地看着苏信 别告诉我 这些门派 你都不知道 苏信心想 我一个穿越过来的人 不知道 这些才是理所应当的吧 随后说 铁大人 我刚在常宁府这一亩三分地站稳脚跟 哪腾出来时间 去了解那些江湖门派啊 铁无情笑了笑 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这些东西 要是不早先了解 将来是要吃大亏的 也罢 好人做到底 我将给你讲讲 咱们大周朝的门派分布吧 大周朝四十一道 数百周府 外界还有东径 北方草原 金帐韩国 西北一族 异域三十六国等地域 大周朝内 佛门三四 门道四宗 持剑五派 六大家士 天下七邦 左道八门 九域邪魔 苏信则有些疑问地问 为何只听从三到九 不闻那一和二 难道是没有吗 铁无情皱了皱眉 有 但那就不是我这个小捕头能知道的了 这些江湖隐秘 你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地位 根本就没资格知道 苏信接着问道 对了 那个人榜是怎么回事 人榜 乃是朝廷设立的一个榜单 天梯设立108个位置 江湖之上 只要年纪在35岁以下的俊杰 便有资格入榜 年纪过限 或者突破先天境界 便会撤出人榜 铁无情解释 朝廷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次榜单 按照舞者的实力和战绩等综合信息 来进行排名 而除了人榜之外 还有天榜和地榜 天榜三十六 地榜七十二 不过能进入天榜的 都是一代宗师级别的人物 所以天榜并没有排名 苏信笑了笑 哈 二逃杀三世 朝廷这招果然伶俐 有了这人榜地榜 估计这些江湖人士 没少为了他厮杀 铁无情平静地说 攀比之心人皆有之 除去贪财 好色之徒 就算没有这个榜单 那些江湖舞痴 也难免会自己弄出个排名来 而朝廷 只不过是利用了这一点 推波助澜而已 苏信微微皱眉 话虽如此 既然各大门派在中原武林 如此之强 那他们来常宁府 这偏僻之地干嘛 铁无情手里盘着铁球 这也是我 今天来找你的目的 据说 他们是为了昔日的 三乡武林盟主 狂师杜元胜 留下的宝藏而来的 苏信满脸问号 什么 狂师杜元胜 三乡武林盟主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位置 老黄开口 老大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杜元胜 已经失踪十八年了 铁无情也说 没错 昔日我们大洲朝 崛起于蛮荒之地 而杜元胜 则辅佐出现 争容的大洲 网罗湘南道 湘江道 湘西道 这三乡之地 所有的武林高手 组成三乡武林盟 进攻昔日的 中原霸主东晋 铁无情接着说 此人雄才伟劣 可以说 大洲能有今天的地位 杜元胜功不可没 可在十八年前 当大洲快要 彻底覆灭东晋之时 他却突然失踪了 随即整个 三乡武林 分崩离析 这也是东晋 能够残喘至今的 原因之一 三乡武林 最为辉煌时 剿灭了无数外来门派 收刮了无数珍宝 和强大的武功秘籍 以及灵药神丹 这些东西放到现在 即使异建门 这种顶尖门派 也同样是会眼红的 苏信思考了一下 按道理来说 这杜元胜的宝藏 还只是没有影子的事 那些大门派会 射下脸面 大动干戈 铁无情拍了一下 苏信的肩膀 这些人直接过来 若是没有宝藏 丢脸还是其次 若是真的有宝藏 他们这么做 岂不会引起 其他门派的注意 放心吧 这次来的 都是门派 年轻一辈的弟子 实力大多在 先天境界左右 毕竟你非英帮县 在是长宁府顶尖帮派 估计不久 就会有人来拜访你吧 我先走了 我的身份特殊 不宜跟这些江湖门派 打交道 若是真有人先上事端 你让人给我传个消息就行 苏信说了句 明白 恭送铁大人 老黄问 老大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苏信打了哈欠 还能怎么办 等着那些门派的人 来找咱们呗 铁大人的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些大门派 可不是咱们这种小帮派 能惹得起的 此时有人说 你们这酒楼什么意思 大白天的 还要撵我们走 此人放桌子上一定银子 难不成 是怕我们给不起银子 小二看到是观音 连忙叫了掌柜的来说道 对不住 真是对不住 不是我这小店 故意不招待诸位少侠 而是因为小店 今天已经有人包下了 要是少侠不嫌弃 就稍等片刻 这顿饭就当我请了 男孩看着掌柜的 你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差你这一顿饭钱不成 掌柜的吓得连忙解释 不不不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谢芷燕喊了一声 行了小七 别再胡闹了 我们换一家就是 这时苏信推门进来 这位应该就是 异见门的天女谢芷燕 谢女侠了吧 还有诸位 异见门的青年才俊 刘掌柜 无意冒犯各位 只是不知诸位的身份而已 谢芷燕行礼 女侠不敢当 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就好了 苏信吩咐到 刘掌柜 你愣着做什么 还不吩咐下去 为几位贵宾准备酒菜 刘掌柜擦了擦汗 是 多谢苏帮主解围 在下这就去 这就去 苏信喊一声老黄 老黄告诉苏信 老大 按您的意思 楼上的雅尖 已经腾出来了 小七则不客气 走了这么远 早就累死了 哪还有心思爬楼 就在一楼就行了 几个人吃饭 就包下了七层九楼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有钱啊 谢芷燕敲了一下 小七的脑袋 小七 不得无礼 想必阁下 就是常宁府赫赫有名的苏帮主了 小七孩子脾气 还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苏信有些疑惑 你认识我 谢芷燕看着苏信 苏帮主都认识我 我为什么不能认识苏帮主呢 苏帮主 相信你也应该知道我们的来意了 既然在此相遇 那也算有缘 希望你能帮我寻找 关于狂尸宝藏的线索 苏信问道 哦 那我能得到什么 小七大声喊道 贪得无厌 驱南荒地投蛇 还妄想 与我意见门谈条件 谢芷燕敲了一下小七的脑袋 小七有些委屈 师姐 我说的不对吗 你为什么打我 谢芷燕教育小七 宗门的训诫 你都忘了吗 切不可胡假胡威 仗势欺人 小七低着头 知道了 师姐 谢芷燕对苏信说 苏帮主 这是我意见门秘制的 渐兴养器单 不知它作为你帮助我们的酬劳尚可 渐兴养器单 等级评价二星半 适用于后天静 以及先天初期的舞者 苏信接过后 没问题 成交 老黄有些惊讶 老 老大 这么仓促地下决定 是不是有些草率了 苏信平静地看着他 无妨 谢姑娘成意相邀 我们怎么有拒绝的道理 如今常宁府各大门派聚集 私下暗流涌动 倒不如 做个顺水人情 先一步寻个盟友 这时 芷儿大声喊道 哥哥明明都是芷儿过生日 你为什么不陪着芷儿吗 小七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看到芷儿后 小妹妹 这剑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弄不好会受伤的哦 谢芷燕有些惊讶 天生剑星 小七大笑 哈哈 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 说什么 自从我席剑以来 真是太有趣了 那这样 我用这只筷子跟你比试 要是你能接住我十招 还不丢掉手里的剑 我就送你一个礼物 怎么样 芷儿很开心 好呀好呀 不过你要小心一点哦 这剑可是李叔叔送我的 很锋利的 小七有些骄傲 当然 准备好了吗 我要开始了哦 芷儿回答 准备好了 谢芷燕说了句 小七 住手 小七看了看谢芷燕 师姐 你也看出来了 谢芷燕看着苏信 苏帮主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 另昧了吧 让她加入我 异界门怎么样 我会禀报师门 直接让你妹妹 成为异界门的嫡传弟子 苏信心中充满了疑惑 谢姑娘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难道你们异界门 收徒这么草率的吗 小七则说 说什么呢 我师姐是看出 这小姑娘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天生剑性 怕留在你手里 埋没了天赋 谢芷燕也说 没错 相信苏帮主 你也察觉到了吧 另被学起剑招来 可以称得上是 得心应手也不为过 这就是天生剑性的威力 苏信心想 原来是这样 难怪每次交给她的剑招 她都可以领悟得那么快 哥哥 你们在说什么呢 什么剑心 汐儿不要加入什么门派 不要离开哥哥 苏信摸了摸仙的头 哥哥当然知道汐儿的意思 随后对谢芷燕说 谢姑娘的心意 我心领了 但我是不会让汐儿 加入其他门派的 汐儿躲在苏信身后 对 汐儿是不会跟哥哥分开的 谢芷燕叹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我也不过分抢求了 好好教你妹妹学见吧 不出意外的话 十年之后的人绑 必定有她一席之地 苏信甲咳了两声 嗨嗨 谢姑娘 我们言归正传吧 你们能来到这里 想必是已经掌握了 一些线索吧 既然需要我帮忙 那要先把你们了解的线索 告诉我才行吧 谢芷燕准备拿出什么 没错 我们的确得到一些 关于开启狂师杜元圣 所留宝藏的重要线索 谢芷燕拿出了一枚令牌 这枚令牌 就是开启杜元圣宝藏的 五把钥匙之一 除去我意见门掌握的 其他门派中持有三枚 我们最近得到消息 最后一枚令牌 在常宁府出现过 苏信感觉到了不对劲 有些不对啊 你说你们各大门派 都是听说了最后一枚令牌 在常宁府出现的消息 才赶过来的 但偏偏你们不同门派 都同在今天进程 谢芷燕微微皱眉 没错 或许前后差了一两个时辰 但我们的确 都是在今天到达的常宁府 苏信接着说 不对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们各大门派 与常宁府距离不同 但路需要的时间 自然也各有长短 很明显 今天这个局面 是有人控制了 你们得到消息的时间 故意让你们同时到达这里 小七抬头看着苏信 你是说 有人故意以杜元圣的宝藏为诱饵 好让我们各大门派 聚集常宁府 苏信回答 没错 如果真的像我们猜测的这样 那这个幕后黑手的目的 恐怕也就是这个宝藏了 谢芷燕表情严肃了起来 可就算是这样 我们几大门派掌握的 也只有五枚令牌中的四枚而已 难道 苏信略微思考 那最后一枚令牌 多半已经被那人掌握了 同时心想 不过 我可不信 他人有那么好心 会等着你们来平分宝藏 谢芷燕礼貌的行礼 他按我名 为截取一丝先机 寻找线索的事 就拜托您的飞鹰帮了 三鹰会内孟长河 看着眼前的人 早就听闻 湘南三大世家的贵客 要来此地 还恕孟某未能远迎啊 江南三大世家 张庆芳 阮明月 蒋元东 选择去了三鹰会 铁刀会门前来的是 年邦的江陵开口 年邦江陵 前来会见长宁府铁刀会 贺天摸了摸头 哎 我贺天是个粗人 江堂主不必多礼 神丰会这边来的是 青城剑派方东亭 龙会主 寻找线索的事 已经吩咐下去了吗 龙清风回答 方公子放心 已经安排下去了 手下的兄弟们 正在外面打探呢 方东亭问 需要多久 才能找遍整个长宁府 龙清风说 最少 要七天 方东亭有些不满 七天 最多给你三天时间 龙清风连忙解释 方公子 三天真办不到啊 我的手下只有一万多人 他们就算不眠不休 也不可能在三天之内 找遍整个长宁府啊 方东亭依旧不依不饶 龙清风 你这是在耍我 我可是给了你 我们青城剑派追风剑士的 前三世剑爵作为酬劳 你却跟我说办不到 龙清风明显有自己的打算 方公子 要不这样 您开口去长宁府 其他的帮派借点人来如何 以您的威望 他们断然不敢拒绝 方东亭则问 嗯 你们长宁府 哪个帮派的人最多 龙清风回答 苏信的非鹰帮人数 足足有三万余 而且 苏信也是我们 长宁府帮会联盟的盟主 方东亭心想 血衣会依仗 左到八门之一的血衣楼 暂且不说 明明长宁府 那三鹰会的人数最多 可他偏偏主动 引荐了非鹰帮 呵呵 蚂蚁打架甚是有趣 听说一剑门 已经和非鹰帮建立了合作 那不如借此机会 去会一会那所谓的天女 随后说 好 那就依了你的意思 第二天 金月方非鹰帮堂口 老黄敲门 帮主 神风会的龙清风来了 还带着一名 实力深不可测的年轻人 好像也是那些 大门派的家伙 苏信问道 他们来干什么 老黄有些顾虑地说 他们 他们让你出去拜见 苏信把手里的书 扔到桌子上 拜见 走 我们就去拜见一下他们 看看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这边方东婷坐到了苏信的位置上 我说龙清风 人家苏帮主 这位置坐起来 可比你那神风会的舒服多了 龙清风点头 呵呵 方公子说的是 苏信走过来 原来是倾城剑派的方公子 不知公子此行是何用意 方东婷直接说 听说 你飞鹰帮人挺多的 那不如借我一万人用用 我也不白见 我倾城剑派的入门剑法 追风气剑 我会传授你前两世的 苏信心想 入门剑法 当我是叫花子吗 随后开口 抱歉 不见 龙清风震惊地看着苏信 苏信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方东婷咬着牙 敢拒绝我 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 区区一个小帮派 我倾城剑派回首极面 苏信叹气 哎 方公子倾城剑派我惹不起 但一剑门我 同样惹不起 现在我手下的人 都在忙着帮谢姑娘找线索 实在抽不出人 方东婷生气地看着苏信 谢止燕我自然会去找 但我现在问你 剑 还是不剑 苏信坚定地说 不剑 方东婷说着找死 随即拿着剑朝着苏信刺过来 这时 谢止燕的声音响起 大言不惭 随后拿着剑 戳在了方东婷的剑上 方东婷喊了句 谢止燕 谢止燕接着说 方东婷 这里可不是你的青城山 轮不到你在这里耍威风 此时 贺天和江陵 也来到了飞银帮 江陵走了进来 精彩 以人意见 以见意敌 观其忘弃 明若阳活 意见门的意见忘弃数 果然不凡 方东婷看着江陵 江陵 你来干什么 江陵眼神锋利 方公子的话倒是有趣 这常宁府又不是你家开的 你能来 为何我就不能来 方东婷指着苏信 好 今日暂且记下 来日找到宝藏之时 我们再一块算账 我们走 龙清风和江陵打了个招呼 就和方东婷离开了 江陵笑了笑 哈哈 不愧是意见门的天女 刚才恐怕还没有权力吧 江湖人都知道 意见忘弃数 只是你们意见门最基础的法门 真正的杀手锏是那生 死 幻 灭四大剑绝 不知谢姑娘传承的是哪一种 谢只焉面无表情 江堂主想要打听我的底细吗 以我们现在的关系 恐怕不合适吧 江陵眼神多了一种 令人不易察觉的神情 是江某人唐突了 既然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对了 若是以后谢姑娘想要结盟 随时可以来找我 苏清心想 江陵 应该不会是无聊到来看热闹的人吧 今天的作为 倒是与她本人 显得格格不入 谢只焉对苏清说 抱歉 是我连累你了 方东婷应该是冲着我来的 苏清则说 谢姑娘多虑了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我既已拿了你的丹药 碰到了这种事 自然不会退缩 对了 线索的事 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谢只焉平静地看着她 苏帮主不必心急 给我知性 是我知命 对于宝藏的事 我或者意见门 都没太放在心上 苏清则很是不解 谢姑娘这是何意 谢只焉说 杜元胜的宝藏确实诱人 但却太过缥缈 我们意见门 掌握这枚令牌 已经十多年了 曾经也去查探过 却一无所获 苏清心想 十多年 但有消息说 其他门派近期 才得到另外的令牌吧 等等 难道意见门 这时有人来报 帮主 东十二方 铁无情铁大人要见你 苏清问铁大人在哪 下面的人告诉苏清铁 无情在后门等他 苏清见到铁无情后 铁无情问 怎么样 夹在那些大派弟子之间的感觉 不怎么样吧 苏清无奈地开口 铁大人说得没错呀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实力势力都不如人 那只能暂且低头了 铁无情平静地看着苏清 我还以为你 永远不会低头呢 在这长宁府内 你的行事风格 可是激烈得很 苏清回答 我不是永远不会低头 只是不会一直低头而已 铁无情拍了一下苏清的肩膀 说得好 方东庭那个废物公子 将来肯定不如你 苏清则说 好歹人家 也是人榜的年轻俊杰 铁大人用不着抬举我 而贬低他人吧 铁无情嘴角上扬 你别看他为猎人榜 但也改变不了 他是个废物的事实 如果不是看在 青城剑派的份上 他连进入人榜的资格都没有 苏清疑惑地问道 难道人榜 不是以战绩排名的吗 铁无情解释道 人榜前 三十我可以保证没什么水分 但后面吗 可就不一定了 各大门派也要面子的 看着别人的弟子 在江湖上显露风头 而自家的 却没有这个实力 他们当然不甘心 苏清明白了过来 原来是这样 难怪谢芷燕 看起来比方东廷强那么多 我还以为是方东廷 排名靠后的问题 铁无情对苏清说 行了 废话不多说 我来是想要问问你 异建门的宝藏令牌 是什么时候得来的 他们对宝藏的态度如何 苏清在铁无情耳边说了什么 铁无情皱了皱眉 十多年吗 今天我们碰面的事 暂时保密 你继续寻找线索 苏清说了句 放心吧 铁大人 三英会这边 张庆芳正走着 突然一个飞镖搜的一下 飞到了他面前的柱子上 飞镖上裹着字条 他打开了后说了句 苏清 此时听见有人说 我说老梦啊 你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如今竟然让一个后辈 逼到这种地步 张庆芳拿着纸条走了出去 这边梦长河开口 让各位见笑了 但苏清这人属实邪性得很 他从最底层的帮众 上升到如今的地位 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而且 我的师叔陈昭 就死在他的手中 阮明月明显不幸 击杀先天舞者 你在开什么玩笑 梦长河回答 这是真的 当时几位会主都在场 苏清只用一真气外放的招数 就秒杀了我的师叔 阮明月还是有些不幸 真气外放 你当先天舞者 是烂大街的白菜 蒋原东开口 行了老梦 只要你能帮我们夺得宝藏 苏清宅院 丁 激活支线任务 任务描述 击杀正道中门弟子 奖励反派职 所奖励反派职 跟被击杀 实力有关 每击杀一人奖励一次 上限一千点 苏清冷笑 正道公敌 这还真是逼着我当反派啊 接受 晚上苏清走在街上 突然有一个黑衣人 苏清 受死 然后向苏清袭来 苏清抵挡住了他的拳头 感觉到了他的实力 后天大圆满 谁派你来的 黑衣人开口 苏清 今日杀你不成 东西我来日再去 随后纵身一跃便走了 苏清心想 到底是什么人 明明修为不高 但身法这么厉害 应该很擅长勤工 随后听到一声惨叫 苏清连忙赶了过去 却发现是刚刚偷袭他的人 现在已经死了 此时梦长河赶到 看到苏清 苏清 你怎么在这里 苏清则说 金月芳是我的地盘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倒是你们三英会 大半夜的来我飞鹰帮的地盘干嘛 阮明月看了看死的是张庆芳大惊失色 张庆芳 大哥 是庆芳 已经没气了 随后蒋元东说着 苏清 你找死 拿着刀就向苏清砍去 使出的是 九燕连环斩 苏清拿着剑 抵挡了他的攻击 并把蒋元东的刀阵 掉在了地上 蒋元东有些震惊 居然是黄极兵刃 苏清开口 人不是我杀的 还有你们到底是谁 蒋元东介绍 我们是湘南三大世家的 蒋元东 和阮明月 躺在地上的是 与我们同行而来的 张庆芳 苏清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杀我们三大世家的人 苏清心想 原来如此 难怪今晚的事情那么蹊跷 看来我是被陷害了啊 阮明月指着苏清 你笑什么 难道你觉得 在这弹丸之地称王称霸 就可以藐视整个湘南武林了不成 苏清看着他 我说过了 人不是我杀的 我也是被人偷袭后 闻声赶来的 孟长河开口 人赃并祸 还敢狡辩 直接动手 将他拿下便是 蒋元东说道 慢 既然如此 先验尸 阮明月说 我刚才看过了 是被人一见毙命的 根本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此时江陵走过来 这你们就说错了 一个伤口 可是能给我们很多信息的 苏清看到来人后说了句 江陵 蒋元东问 江堂主 你怎么在这里 江陵回答 铁刀会的人太少 只能白天黑夜地 一起寻找线索 我又闲不下来 只能跟着他们一起找咯 你们现在这些江湖小辈啊 还真是粗心大意 一个后天大圆满的人 被人一见封猴 那凶手要么就是先天强者 要么就是实力相当的人 出其不意地偷袭 但我们现在可以排除前者了 阮明月问 为什么 江陵解释 很简单 因为张庆芳已经出现了 如果对方是善剑道的先天武者 张庆芳根本没有出剑的机会 而且 根据伤口可以判断凶手的剑诡异很辣 最重要的是 他用的是左手剑 苏信看着江陵 江唐主的话 未免太草率了 蒋元东也说 没错 对方使用的是左手剑 还是右手剑 江唐主是怎么看出来的 江陵眸子变得深沉 还真是一群稚嫩的娃娃 这么明显的细节 就算我手下的帮众 都能看得出来 左手剑造成的伤口角度 右上翻 右手剑反支 难道你们大门派的青年一代 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蒋元东看向苏信 苏帮主 现在你还有何话可说 据我所知 在整个常宁府内 擅长左手剑的舞者 可就只有你一个人吧 苏信大声笑着 江唐主说得真好 甚至连我自己 都相信 这个人是我杀的了 难道你是柯南附体的不成 江陵满脸一问 柯南是谁 六扇门的神部吗 但现在 我的推测都指向了 你苏信就是凶手 这是不争的事实 方东婷走了过来 说得不错 人赃并获 这点是无从抵赖的 这时谢指焰出现 有时候 眼睛看到的 也未必是真的 太武断的话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龙清风也来了 苏信 你难道想杀人灭口吗 就凭你手下的那些土鸡娃狗 也想镇压在场的先天高手不成 苏信看向龙清风 龙会主 别乱扣大帽子 我跟这位湘南世家的张公子 素不相识 我为何要杀他 既然我没有杀他 又何来灭口之说 江林走向尸体 理由这种东西很简单的 我之前说过 尸体会告诉我们一切的 但要自己动手才行 随后在张庆芳的尸体上 拿出了一个纸条 这 就是证据 苏帮主 没猜错的话 这是你的笔记吧 那么 张庆芳为何出现这里也了然了 现在的问题是 你是故意利用令牌的信息 哄骗张庆芳 还是这枚令牌 本就在你手中 被你当成了诱骗大家的鱼儿 苏信心想 这个江林 看似循规蹈矩 实则步步为营 好似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 三言两语 就让我成为众矢之地 到底什么目的 谢芷燕看了看那个纸条 既然要说细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张纸 应该是海州竹山特产的青竹纸吧 青竹纸产于中原 且不耐高温 在这本就湿热的湘南地区 应该很少出现吧 大家都知道 苏邦主妇责偿宁府贸强贸 难道他会留下 这么显而易见的证据吗 阮明月有些惊讶 但也没说出什么话 方东庭低声自言自语 不得不说 谢芷燕这点说得没错 以苏信的为人 确实不会犯这么低劣的错误 隆清风则开口 也许正是苏信抓住了这一点 为了给自己撇清嫌疑呢 江林笑了笑 说得没错 这并不能证明什么 但是死者身上的剑伤 可是做不了价的 隆清风附和道 没错 苏帮主的左手快剑 在我们常宁府 名声可是大得很 你说对不对啊 孟会主 孟长河也说 当然 苏信的左手剑 我们都有所见识 苏信拔出剑 笑话 谁告诉你们 只有左手剑 才能造成这样的伤口 隆会主 就那你演示一下如何 隆清风指着苏信 苏信 你什么意思 苏信眼神变得锋利 世间奇异的武技功法无数 想要做出这种伤口 还不是手到擒来 随后拿着剑 就向隆清风刺去 隆清风看着冲过来的苏信 眼神有些慌乱 随后苏信一剑刺死了 隆清风身后的手下 隆清风被吓得有些惊慌 你对我出手 苏信 你还说你不想杀人灭口 苏信冷笑 隆会主现在这个慌乱的状态 可不像是一会之主啊 隆清风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苏信看着众人 现在你们看看 这名帮众的伤口 众人看到后 都有着惊讶 有人说 刚刚苏帮主明明用的是右手持剑 伤口为何与那张庆芳所受的致命伤 出奇的一致 江铃冷了一下 也没说出来什么 苏信接着说 你们呢 自己做不到的事 就不要以为别人也做不到 我苏信 不过是个为他及先天的小人物而已 我都能做到的事 其他比我更强的人 当然也能做到 单凭一道剑伤就妄加定论 未免太草帅了些 现在知道人不是我杀的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等着我请大家吃夜宵吗 孟长河看向苏信 苏信 即便你今日能洗脱干洗 也照样排除不了 你是凶手的嫌疑 蒋元东说 我们走 阮明月有些不解 这就走了 凶手还没 江铃笑了笑 既然苏帮主已经证明自己不是凶手 我们还是别再讨扰了 方东婷还有点没看够热闹 哎 大晚上的 还以为能有一副好看的戏呢 走了走了 各位自便 众人走后 谢纸燕开口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刚才你会出现在张庆芳的尸体前 苏信回答 很明显 是有人想故意陷害我 但我实在没想明白 对方的动机是什么 常宁府内孟长河与我仇恨最深 但他不善用剑 且实力不足以一击 就杀了张庆芳 如果是以宝藏为目的的幕后主使 那他大可对你出手夺取令牌 陷害我这一个小帮之主 有什么用呢 随后 吩咐李坏道 李坏 去通知老黄 让他查一下张庆芳在这一天内 跟谁接触过 特别是最后见的那个人 李坏说了句 是 回到住处后老黄说 老大 已经查到了 最后接触张庆芳的 竟然是我们非鹰帮的一名帮众 在他们会面不久 便各自离去了 苏信表情明重 这个暗中之人 倒是好狠的手段 如果不是我用剑上把关系撇清 恐怕再追查下来 众人也会找到这名帮众身上的 那苏信的事 我就无论如何 也说不清了 走 去拷问一下那名帮众 看看他背后的人 到底是谁 谢志愿说 我也去 今晚发生的事太过蹊跷 我也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在捣鬼 苏信刚准备出门 有一个人来报 不好了黄老大 那名帮众已经 已经死了 老黄很是惊讶 他们推开那名帮众的房间 发现他已经趴在桌子上 没有了呼吸 李坏拿起桌子上的碗 看了看 是毒 苏信开口 做得倒是干净 再让人去查 看看他到底什么背景 老黄拿出一叠纸 已经查好了 都在这里 还没来得及交给您 苏信看了纸上的内容 事情突然变得有意思了呀 此时有人来报 在杜景的后院 发现一条密道 苏信跟众人说 去看看 真没想到 在我们飞银帮的地盘上 居然还有这样的密道 走在密道里的苏信 也在思考 如果杜景的资料是真的 那这里极有可能 就是杜元胜宝藏的所在地儿 但与杜元胜 有着直接关系的杜景 已死 很明显是被幕后主使 当作妻子舍弃了 那是不是说明幕后主使 也与那杜元胜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会是常宁府的人吗 思考见老黄 突然打断了苏信的思绪 这里居然这么宽 恐怕能容纳上千人吧 顺着老黄的提醒 众人看了过去 只见这密室 足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一旁的妹子 突然问向苏信 我们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现在我们的头上 应该就是昌德方 说话间老黄又有了新的发现 只见一道机关 出现在墙壁上 仔细看去 竟然已经有人在机关上 镶嵌了一枚令牌 正在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密道里一个声音响起 真是踏破铁鞋 无密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 没想到这密室 就在我们脚下 来得净是降临他们 苏信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没想到啊苏帮主 你居然会给我们 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老黄顿感不妙 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们飞银帮在上面 负责看守的人呢 呵呵 几个不知死活的废物而已 既然他们不失去 那我就索性送他们去死了 就在老黄几人 准备要动手的时候 苏信赶忙拦下了他们 胖子赶忙站出来 制止了争动 诸位 现在宝藏可就在大家眼前了 这个时候吵架 我们谁都进不去 不过在开门之前 我倒是有个建议 常宁府本地帮派的帮主 可以进来多余的帮众吗 都得出去 免得有手脚不老实的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江灵听罢 很高兴地同意了他的说法 其他人也没有意义 苏信看向担心的老黄 无妨 你们先退出去 我们也同意 就这样几人拿出了身上的令牌 合力将那机关给打开了 苏信有点担心了起来 这一切发生的似乎太顺利了 总是感觉哪里不对 哪里呢 思考见妹子走了过来 既然来了 我们也进去吧 苏帮主 率先走进去的江灵大喊道 怎么回事 宝藏在哪里 少见多贵 阵法没见过吗 武道修为到了原神境 都可以利用原神接引天地之力 制造阵法 有什么奇怪的吗 利用这个阵法 便可以拖延入侵者的时间 顺便让看守宝藏的人警觉 江灵连忙不让人 我当然知道这是阵法 只不过刚才太心急了而已 苏信这一瞬间便察觉到了问题 不对 这一切都不对 江灵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吧 寻宝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精心策划的 这里存在的第五枚令牌 其实就是你的 甚至张庆芳 也是你杀的 那江灵听罢放声大笑了起来 恭喜你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江灵 你以为你年邦势大 便可以不将我湘南三大世家 放在眼里了吗 苏信听罢分析了起来 这是恐怕跟年邦没什么关系 这位江堂主的身份 恐怕从来都不单单 只是一个什么年邦堂主 还有公亲分公会主 恐怕也不单纯是常宁府 一个邦会的会主吧 正所谓灯下黑 我隐约猜到这幕后的阴谋 却唯独没猜到其中会有你 二位 你们究竟是什么身份 现在应该不用再隐瞒了吧 那公亲分听完呵呵笑了起来 不愧是苏信 常宁府三邦四会尽是庸才 唯有你才能跳出这方寸之地更进一步 可惜啊卷进这件事里 你的运气不怎么样 狂是杜元胜昔日弟子无数 我父亲正是他的弟子之一 幸运的是我父亲实力最弱 也因此逃过了朝廷所谓的清醒 是被朝廷杀死的 你们能够侥幸逃过一劫已是大不易 如今为了宝藏 又将清澄剑派和一剑门算计在其中 你们难道不怕死吗 怕死 这大周朝的一半江山 都是我义父帮姬浩点打下来的 结果他忘恩负义暗算我义父 才导致三香武林分崩离析 现在姬浩点老麦昏庸 也是该我们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了 还真你妈是狗血的剧情啊 现在的作者都这么敷衍吗 苏信 我倒是很好奇我从出生就在这长宁府 外人根本想不到我与江师叔合谋 你怎么会怀疑到我 苏信一向是求垂的垂的 很简单 你这段时间做的是明显跟你平常的作风不符 但方东婷是你挑拨他来找我麻烦的吧 而后我被陷害 你又直接站出来落井下石 如果这件事是梦常可做的 我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但是明明对你没有丝毫好处的是 你却这么积极 至于这位江堂主 漏洞就更多了 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这也能让我当作是巧合吗 你们手中的令牌不止两枚 应该说一开始你们就有三枚或者四枚 的确 这些年我利用自己的势力 把流落在外的令牌找到了四块 但最后一块令牌在一件门内我没办法拿到 就只能设下这个局了 方东婷心想 青城剑派所持的令牌 确实是最近才得到的 苏信继续追问道 你为什么要把湘南三大世家也牵扯进来 貌似你除了用他们来陷害我 就没别的用处了吧 没错 你为何将我们也拉下这浑水 还杀害了张庆芳 只听江灵冷冷地说道 你们以为自己跟这件事没关系 当初就是你们湘南三大世家最先和朝廷勾结 陷害我义府 方东婷也没再反驳 就算你们设计了这个圈套又怎样 就凭你们两个能挡住我们不成 下一秒那江灵催动了内功 对付你们这些蝼蚁 已经够了 这下可把场上的几人吓得不轻 那江灵竟然是先天神恭敬 恭清风也亮出了先天气海敬的实力 突然 那密室的门碰得一声落了下来 将几人关在了里面 密室的机关已经触发 来时的入口要一个时尚后才能开启 今天 你们谁也走不了 大不了就鱼死网破 你以为我们会坐以待毙不成 鱼死网破 你们也配 说吧 那江灵抽刀朝着两人冲了过去 只听刷的一声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 江灵对着两人穿身而过 下一秒 两人的喉咙上便多出了一道口子 一旁的妹子看出了端倪 这五技 是昔日北海立宗的密传刀法断东流 没错 我虽然没有学到义父的狂尸九星 但凭这密传刀法 解决你们足以 这一战 我要用你们的鲜血 为新生的三香五灵蒙祭齐 说罢又挥刀冲着妹子砍了过去 却被妹子挥剑挡了下来 那江灵健壮 不愧是人榜排名第78的天女 却非浪得虚名 清风 你先去把那些废物解决了 这里我来拖住 随即那龚清风也亮出了架势 几道剑气 苏信直接打了过去 苏信一个摇头躲开了攻击 心想 虽然同为气海镜 但龚清风的真气 明显比方冬婷强大了许多 然而其他两人 便没有苏信这么好受了 即使他们全都使出了自己开门绝血 也是被顺秒 那龚清风手上又有了动作 一招剑雨对着方冬婷打了过去 只听叉叉的剑气被人一刀挡了下来 正是方冬婷的贴身护卫 武器 给我挡住 等我找到机会出去 一定叫人救你 说完 那方冬婷头也不回地跑走了 苏信见状 靠 想留下老子当炮灰 树不奉陪 正当苏信也准备脚顶抹油的时候 武器横刀拦在了他的面前 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打扰我们少爷 你有病吗 方冬婷明摆着留下你去送死 你那么拼命干嘛 还要拉着我一起 若是没有少爷 我早已曝世荒野 我深知自己不是龚清风的对手 只能将你同留下 为少爷多争取些时间 你不要怪我 苏信大骂着你妈什么逻辑 然后砰的一声跳向了半空 愚忠之人 既然你想死 我就先成全你 龙象之力二重绸几掌 那无器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砰的一下打在了无器的腹部 只听风的一声撞在了背后的墙上 把墙体都给震碎了 一旁的龚清风竟然拍手称赞了起来 不愧是苏信 一如既往的狠辣 我三香武林盟若是重新建立 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苏信转身看向他 如果我决定加入三香武林盟 你会放过我吗 不不不 虽然我欣赏你 但也只是欣赏而已 所以无论如何 是吗 既然这样 那你也去撕好了 说话间 苏信手里捏出一朵金黄色的莲花 可把那龚清风吓得够呛 这你妈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神韵捏花指 你怎么可能吸得如此绝学 苏信也不会话 只听他捏捏有词 捏花一笑 我既成佛 罪非罪 捏非捏 无望生灵 皆为凡尘 随后两手合十大喊了一声 那龚清风看着飞来的莲花 突然佛家的标记出现在他的眼里 接踵而至的 便是一尊巨大的佛像幻影 下一秒 直接朝着龚清风的头顶砸了上去 轰的一声爆炸响起 烟雾散去之后 那龚清风被拍成了二傻子 苏信也累得出通一声坐在了地上 这神韵花指 竟然比火焰刀消耗更甚 若是这一招都解决不了他 恐怕死的就是我了吧 果然自身实力才是这个世界的硬通火 江陵可不比龚清风这般角色 也不知道谢止燕那边怎么样了 苏信也没有气力在管他了 能活与否 全在他了 一定要赢啊 随后将一颗恢复丹药塞进了嘴里 另一边的谢止燕和江陵的战斗还在继续 妹子被折腾得满头大汗 江陵看着他称赞了起来 不愧是一剑门的天女果然不输男儿 可惜你今日还是必须要死在这里的 这可不一定 还记得你曾经问过我 修炼的是我一剑门生死换灭 四大剑绝中的哪一种吗 只见那谢止燕突然将剑举起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所修炼的便是威力最强的灭自绝 说完随即大喝一声太上九节剑 朝着那江陵迎头劈去 江陵被吓出一头冷汗 九节一出 寸草无声 居然是灭自绝 只听轰的一声 那江陵带着不甘便因隐恨西北了 另一边回复好的苏信正行走在迷雾里 可恶 在这迷雾中方向感全无想要找到谢止燕 也只能碰碰运气了 下一秒 突然整个密室亮起灯笼 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哈哈 没想到狂尸杜元胜的宝藏真的存在 正是那跑开的方东婷 苏信 你没死 吴七呢 死了 龚清风也死了 那方东婷分析着眼下的局势 龚清风死了就好江陵有谢止燕拖着 一时半会也不会赶到这里来 苏信很是惊讶方东婷的反应 你口中的吴七好歹也是为了救你才死的 你难道就对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吗 呵呵 不过是我方家的一条狗而已 谈什么感情 倒是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随即抽出一把剑来 不该看的东西 你是指这里的宝藏 眼下还有江陵这个强敌 卫厨就想自相残杀 方公子未免操之过急了 有谢止燕在 江陵才不会这么快赶过来 我在外面可还有一个随从在暗中 他发现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出现 肯定会去通知我的师兄和师叔 到时候我青城剑派在湘南的人全部触动 这宝藏便是我们的 所以 任何知道宝藏消息的人 都要死 包括你的飞鹰帮 苏信听罢头顶一个炸雷 你们青城剑派来的不止你一个高手 好歹我们也是持剑五派之一 宝藏的消息已经传出 令牌的下落也接二连三的出现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才会先行一步来到这里 苏信心想 不知道谢止燕那边怎么样了 我体内的真气正在恢复 要想跟方东婷正面交手 还是要拖延一下时间才行 看苏信没有回应 怕了吗 如果你当初选择帮助我 而不是谢止燕的话 我或许还会饶你一命 可惜啊 苏信问向那方东婷 你想让我做什么 看到我跪下来向你讨牢吗 我从来没想过你会放过我 那方东婷听爸放声大笑了起来 苏信 你的心思还真不是一般的沉稳 就连我都有些欣赏你了 但拖延时间这种心思 未免太幼稚了 说吧 灰剑朝着苏信冲了过来 显然苏信的想法已被看穿 王抽出来剑硬着头皮抵挡 那方东婷剑一击不中 大鹤一声道剑离竹 朝着苏信扎落 一道剑气喷涌而出 苏信一个扭头躲过 但是被斩下来挤柳头发 苏信看着不远处的方东婷 真气还没恢复 这样下去活下来的几率不足两成 显然方东婷刚才的攻击是试探 在莫清苏信底细后 使出一招水火道剑驯风 苏信你也不过如此 如果只有这种强度的话 还是乖乖上路吧 苏信看着忽略拿着两条剑气 已然没了底牌 就在以为要凉凉的时候 下一秒 那剑气在心情面前 速度也变慢了 顺着剑气扯 发现了那方东婷持剑的破绽 然后蹭了一身 飞身从两道剑气之间穿了过去 对着刚才发现过了一段 叮得一下戳了过去 那剑气瞬间化为乌有 看着煞时间来到脸上的苏信 方东婷赶忙挥剑抵挡 咚的一声 那方东婷被弹飞了出去 差点摔一个亮枪 那方东婷被吓出一头冷汗 苏信 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青城剑派水火道剑的运气法门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运气法门 我的剑指引我这样做的 方东婷听完更慌了 是剑意 你居然顿悟了剑意 你这个荒野村夫 怎么可能会配得上这等机缘 苏信黑着个脸看向他 歉意吗 好像不止这点东西呢 然后蹭的一声 一招细剑戒指朝着方东婷刺了过去 那方东婷又是一道剑惊雷 一道剑气挡了上去 咚的一声 苏信的杀招被拦了下来 但是左手上有了新的动作 24道精神指 闻雷惊折 只听嗖的一声 那方东婷的胸部 被戳了一个透明窟窿 苏信急忙一个闪身堵刀 将难方东婷割了吼 我说过 表面实力并不能代表一切 方东婷倒地后 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击杀正道人士方东婷 完成部分支线任务 奖励反派值200点 苏信看着奖励心想 先天气海径的舞者才加200点反派值 如果要集齐1000点的话 岂不是要杀5人 可不是每个先天舞者 都像方东婷这般实力 这个正道攻敌的任务 根本就不是现在能完成的 既已杀了方东婷 青城剑派断然不会放过我 就算能活着走出这里 长宁府也待不下去了 还是先伪造一下现场 给自己争取一些出走的时间才行 只能这么做了 另一边 他吃了公青锋一剑的光头 竟然没有死 而是捂着伤口站了起来 突然密道里走出一个身影 苏帮主 你没事吧 公青锋怎么样了 死了 方东婷和他的随从无弃 都是先天舞者 最后虽然拼命把公青锋击杀 但他们两个也都死了 他不死我们都活不了 不管怎么样 先去入口那里等吧 苏信健壮赶忙提醒 先别放松 别忘了这里 还有神功镜的江灵在呢 不管怎么样先去入口那里等吧 如果谢止燕能拖住江灵一个时辰 或者他迷失在了这迷雾当中 我们或许还有一丝希望 说着伸手去拉坐在地上的光头 光头起身后问向苏信 孟会主还有气 要把他留在这里吗 不 一定带上 那光头听罢很是感动 苏帮主果然仍意孟长河以前对你百般针对 这时候你居然还救他 苏信心想 若非需要你们两个人证明公青锋的实力很强 我还懒得数你们两个呢 下一秒密道里再次传来脚步声 原来是那谢止燕 两人四目相对后都很是惊讶 惊讶于对方竟然还活着 苏信赶忙扯了个火 方东婷和他的随从跟公青锋同归于尽了 我这才算是捡了一条命 江灵也死了 走吧 按照时间推算 进来的门应该要打开了 苏信赶忙拦住了他 谢姑娘 此行出去 这宝藏的五枚令牌就交给你吧 我非英邦的实力我还是清楚的 要想强行在各大门派的眼皮底下奋一杯羹 恐怕就离覆灭不远了 与其接受那种结果 倒不如送谢姑娘一个顺水人情 听了苏信的话后 谢止燕赶忙拱手作医 那便多谢苏帮主李让了 另一边在密室外等待的老黄和李坏 这都一个时辰过去了 老大怎么还没出来 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话音刚落 谢止燕便搀扶着苏信从密道里走了出来 看到苏信受伤老黄很是紧张 老大 你没事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他人呢 回去之后 苏信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老黄他们 什么 龙清风和年帮的江陵居然是狂尸杜元胜的余面 不过老大 龙清风已死 神风会不就成了无头苍蝇 我们要不要一股作气 直接吞并了神风会的地盘 苏信直接拒绝了 现在可不是考虑吞并地盘的时候 如果不把青城剑派的人应付过去 恐怕我就要永远沉睡在这长明府了 说话间只听喷的一声门被打开了 侯明带人闯了进来 侯明师兄 他就是苏信 之前公子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进去的 到现在都没有出来 说 我师弟到底在哪里 如果敢说一句谎话 我立刻血洗你们长明府 苏信听罢冷哼一声 呵呵 动不动就要血洗一座周府 好一派正道人士 此时屏风后面一个声音响起 青城剑派的侯师兄真是好大的威风 我们又不是他方东婷的保姆 他是死是活 难道还有我们负责吗 谢止燕从后面走了出来 那侯明赶忙坐一行礼 原来是异见门的谢师妹 我当然没有问责的意思 只是担忧师弟的安慰而已 你应该知道 方师弟可是我们青城派长老 清虚见方瑞唯一的儿子 如果真的出了意外 在座的各位都不好交代 苏信缓缓开口 很遗憾 身为杜元胜弟子后人的 龚清风实力强劲 方公子和其随从拼死奋战 最终同归于尽三人与命 此话一出 瞬间把场上青城派的 一众人给惊呆了 侯明问向苏信 按照你的说辞 当初跟龚清风交手的 除了师弟和吴七 还有你们三个常明府的帮会之主 另外两个人在哪里 面对询问 苏信一点多余的表现都没有 另外二人也受了重伤 正在休养 侯明急忙吩咐手下 带人去其他二位会主那里询问一下 对了 一定要分开问 交代好手下后 侯明看着苏信 我师弟还有吴七的尸体呢 还在地宫里 那就有劳苏帮主带我们去地宫看看现场 顺便把我师弟的尸体带出来 苏信心里顿感不妙 这个侯明当真果断 能不能离开常明府 就看这一关是否能折时蒙混过去了 那谢芷燕当即表示 没问题 令牌在我这里我带你们去 片刻之后 一众人再次来到地宫 清城派的弟子审问完成后 回来告诉侯明 其他两位会主的描述 跟苏信所言基本属实 而且根据二人所说 他们基本连龚清风的一招都没抗下 就失去了战斗力 可能比苏帮主形容的更加强大 听到这个侯明 表情变得凝重了起来 另一边方东庭挤人的尸体也被找到 清城派的人对他们的伤势和现场观察 确实和所说基本一致 面对这样的证据手下的人还是提醒侯明 师兄 就算是这样 但以师弟的作风 怎么看都不相识 会做出能与他人死拼到底的事吧 这件事 恐怕还需要从长计议 侯明也认为言之有理 随即命令手下 把这三具尸体都给我搬回去 等吴师叔来了再做定夺 回到飞鹰帮后 老黄问苏信 老大 你要离开常宁府 嗯 我杀了方东庭这件事 现在只不过是暂时应付过去而已 带到清城剑派的高手前来 根据伤势很容易将这个谎言戳破 老黄很是担心 可是老大 你走了的话 飞鹰帮怎么办 还有馨儿 现在的飞鹰帮 已经逐渐走进正轨 只要方向不变 依旧是常宁府最天的帮派之一 至于馨儿 我已经将他托付给了一剑门的谢姑娘 馨儿天赋秉义 有谢姑娘在 一剑门不会亏待他 老黄听了这么多 还是不舍得不放心苏信的离开 刚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被苏信打断了 不用说了 老黄实力偏弱 我走之后 李坏担任帮主 但实际上的帮务还是由老黄负责 李清虽然习武的年纪有些晚了 但是他有天赋让他做战堂的副堂主 在常宁府这个地界 有你和李坏在 足以把飞鹰帮支撑起来 李坏听罢赶忙坐一行礼 放心吧老大 只要我还活着 带你归来 飞鹰帮一定完好无损 苏信一把拍住他的肩膀 我了解你 平常不屑于权力势力 也正因此你才能在武道上有所突破 你现在已经是后天天圆满的境界 有这瓶丹药在 未来突破必是顺然之势 李坏很是震惊的 结果苏信递过来的丹药 心里有一万个感激 怎奈怎么也说不出口 不必多言 以你辟邪剑谱的威力 跨足先天后定然可以在常宁府镇其他帮牌 让飞鹰帮继续毅力 两人面对苏信推心致富的安排很是感激 一口同声的说道 人在帮在 苏信听爸放声大笑了起来 有你们这班兄弟 他是杨鞭快马 我大可放心已 第二天一大早 太阳刚刚升起 天空上那一抹血红色变为金黄 青城剑派四灵剑的吴道员已经到了江宁府 进屋之后对着侯明他们便是一通臭骂 侯明也只能舔着个逼脸专挑好听的说 师叔 明未道 我们断然不敢定夺 师弟以及公清风的遗体我们已经带回来了 那吴道员只是看了一眼尸体 瞬间整个脸变黑了下来 侯明 你过来 东庭与吴七二人是与这公清风同归于尽的 侯明揉着自己的小脸蛋从地上站了起来 是的师叔 我们检查过伤口 跟姓苏的说的基本吻合 荒唐 你们修为不够 暂看不出尸体上的端倪且不说 难道你也认为东庭的秉性 在死了一个仆人后会与他人同归于尽不成 从真气的走势来看 这三具尸体表面的伤口分明是伪造的 听到这的一众青城派弟子瞬间炸了毛 苏信那个混蛋居然敢骗我 那吴道远随即说道 恐怕还不止这些呢 然后在手上运行起真气 对着方东庭尸体的胸口一掌拍了上去 啪的一声将他身上的衣服给震碎了 胸前露出一个黑窟窿 只见那黑窟窿里冒出一股真气 显然是苏信的真气在里面还没消散 那吴道远赶忙呵斥身后的青城派弟子 都他妈的快让开 下一秒 一股黑色的液体从那窟窿的喷涌而出 侯明几人瞬间吓得愣在了原地 怎么会这样 方东庭是被人以一种强大的武器 震碎了体内的经脉而死的 使用武器之人的真气遗留在尸体内 因为我的真气注入才会发生刚才的情况 以我所见 东庭也是被一种执法所伤 最后才死在了一箭之下 很明显 有人在刻意掩盖他们的死法 那侯明突然反应了过来 苏信 一定是那苏信干的 早就听说那小子诡异得很 不能以常理定夺 现在居然敢杀我青城剑派的人 当真是大胆 还在等什么 快去把那个苏信小子给我抓回来 当吴道远看到这三个逼得傻样后 无奈地说句 算了 还是我亲自前往吧 片刻之后 青城派的弟子在飞鹰帮的门口叫骂 苏信呢 叫他给老子滚出来 您就别为难晓得了帮内 今天一早就已经宣布 苏帮主将位置让给李帮主 前帮主的去向 小的真不知道啊 背后的吴道远走了过来 既然如此 我就来找那李帮主问一问 如果他不识去 我便图了你飞鹰帮 那侯明蹭的一下飞了出去 对着那小弟就要下杀手 侯明大喊 谁敢拦我 非鹰帮县帮主李坏 前来拜见吴前辈 侯明指着李坏的鼻子大骂 县帮主又怎样 区区后天后期也敢在我面前横见 话还没说完 院内一个声音响起 侯明 你们青城剑派跟苏信的恩怨我不管 不过非鹰帮的人 你不能动 来人正是那谢纸燕 看到吴道远后他连忙作一行李 叫了一声吴前辈 反观那吴道远 我可不敢在一剑门的天女面前装什么前辈 不过苏信胆敢击杀我青城剑派弟子 难道你要为了这小小的帮派之主 与我们为敌吗 吴前辈 我再重复一遍杀人的是苏信 有仇你大可找他去报 但非鹰帮于我有恩 你不能动 好好好 不亏是异剑门之主 悬心剑主梦惊仙的弟子 果然好胆量 要是你师父在这里 我可以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但换成是你 我只想问 凭什么 说话间吴道远背后一个声音响起 就凭指言是我异剑门的弟子 你有异剑 一个身影缓缓地走了过来 姓吴的 你还要不要脸 在这里欺负小辈 真当我异剑门没人了不成 来人 正是那铁血剑狂楚不凡 此人是上代人榜前十的高手 神功镜巅峰的实力 吴道远一眼认出了他 那楚不凡走到妹子跟前 谢指言随即作一行礼 楚师叔 楚不凡回头看了一眼那吴道远 不用怕 青城剑派算个毛 姓吴的敢多说一句话 老子活劈了他 气得吴道远脸一黑 楚不凡 你还讲不讲理 非银帮的帮主杀了我 青城剑派长老的儿子 你一剑门要维护他们 到底谁欺负谁 侯明也急忙补刀 就算是你楚不凡 还敢代表一剑门 与我青城剑派开战不成 老子才不管死的是什么阿猫阿狗 但我一剑门要护的人 谁敢动一下 老子就劈了谁 楚不凡 好歹你也是出身大门派 怎能做出如此蛮横之举 你就不怕让一剑门蒙羞吗 楚不凡听罢砰的一声 将剑插在了地上 少他娘的放屁 老子天生就这秉信 怎么着 你青城剑派今天这般作为 难道是要趁我们高手不在 明智寻仇 暗中却算计着令牌不成 那侯明瞬间慌张了起来 楚不凡 是几两大剑派关系 你莫要乱家猜疑 血口喷人 既然没有 还不跟着你的师叔给我滚 侯明也被骂极眼了 你真以为我青城剑派 怕你一剑门不成 说着便要动手 吴道远一板拦下了他 最后黑这个脸还是走了 楚不凡见状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帮见不得人的砸碎 楚师叔 你来得可真及时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臭丫头 你就庆幸我碰巧有事来襄南吧 不然你免不了吃一次亏 李坏也赶忙上来道谢 谢楚前辈搭救之恩 李帮主不用担心 因为宝藏仪式 我们还会在常宁府待上一段时间 清城剑派肯定不会再来找麻烦的 表示完感谢之后 老黄赶忙将楚不凡这尊大佛 请进了飞鹰邦内 另一边 侯明他们回去之后 师叔 我们现在怎么办 难道真要放任苏信不管吗 吴道远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 放屁 杀了我清城剑派的嫡系弟子 就想这么了结 我怕颜面何在 那我们怎么办 刚得到消息 苏信昨晚就已经骑着快马出城了 我们现在连他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气得吴道远随手一记耳光 不会去查 以先天舞者的角力 还怕追不上一匹快马不成 血一楼在常宁府刚好有一个分会 让他们去联系血一楼在湘南的负责人 我们要苏信的确切位置 师叔 你要雇佣血一楼的人去杀苏信 白痴 当然是我亲自出手 我清城剑派乃名门正派 岂能做出雇佣杀手这等低剑勾当 那侯明被抽了两巴掌 智商还是有所上升的 小的明白了 只拿信息 吴道远随即召来小弟 你直接回宗门报信 让宗门在黑榜上花大价钱 悬赏苏信的人头 不要吝啬 另一边苏信正在骑马飞奔 马不停蹄地赶了三天的路 眼看就要踏出湘南密林了 突然吴道远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苏信 你杀我清城剑派弟子 竟然还不举余弄我的 当真好大的胆子 苏信也是倍感惊讶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吗 不是我胆子大 而是方东婷要杀我 我当然要还击 就算是牛羊牲畜 也不会站着不动任人宰割 哈哈 说得好 我欣赏你的骨气 可以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自财 还是我亲自动手 苏信转身下马抽出剑来 抱歉 我说了 我不是猪羊 不会任人宰割的 那吴道远蹭的一声跳向半空 冥完不灵 既然如此 我就成全你 随后大喝一声水火到剑炎雀 一只凤凰朝着苏信扑了过去 苏信看着这逆天的气势 这就是神功镜的实力吗 内心里在大声呼喊着 系统准备 兑换密宗 然而系统这时弹出错误的窗口 根本打不开 没有了系统 苏信也没了应对的法门 内心泛起一丝绝望 就在这时 光队一身造冰箭 将那阶级死亡了 只见一个人把玩着两颗铁球走了出来 好歹也是出身正派的神功镜高手 居然在此截杀一名实力未到先天的修士 来源正是那铁无情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不好听吧 随即 那铁无情将手上的两颗铁珠丢了出去 吴道远一眼认出了是朝廷的人 赶忙拿出剑来抵挡 只见那两颗铁珠到吴道远面前后 一个拐弯朝着他身后飞去 下一秒 他背后的青城派弟子可就糟了痒 就连那猴鸣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割破了喉咙 铁无情看向他们 你们青城剑派昔日的四灵尊者陨落后 果然已经没人能把四灵道剑修炼至大成了吗 可真是丢脸啊 如今堂堂四灵剑之一 主管杀伐的白虎灵剑吴道远 是不是真的像传言中那样 连那四灵道剑的门都没入 面对嘲讽那吴道远可是气得不轻 该死的 你到底是谁 那铁无情也不回话而是自顾自地说着 上一代武灵凋零的果然厉害 好你也是进过人榜的 怎么现在修炼了几十年 还处于这种水平 那吴道远瞬间被激怒了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真气 蹭得一声跳向半空 大喊一声灵道剑金戈白虎 朝着铁无情冲来 蹦得一声 那铁无情竟然徒手接了下来 说什么来着 你还真是垃圾的狠啊 此时的吴道远也看出了些许门道 须弥大手印 凤翅弯跃刀 你是六扇门铁家的人 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说着铁无情另一只手上有了动作 凝聚好真气后 一掌打向了那吴道远 那吴道远赶忙起身 一个闪身向后躲开 你身为朝廷要员 唐突插手江湖门派之事 就不怕引起 话还没说完 旋转的飞刀变到了脸上 扑刺一声直接被干飞了出去 那吴道远当场领了喝饭 铁无情抓住飞回来的弯刀 垃圾就是垃圾 苏帮主 看到我很意外吧 何止是意外 铁大人倒是瞒得我好苦啊 这般实力还说什么东十二方总捕头 恐怕不止吧 这你可就说错了 我还真就是朝廷公认的东十二方的总捕头 放在以前 我还只是个小小的追风捕块而已 苏信竖起了中指 能你妈秒杀神功敬强者的追风捕块 感谢铁大人今日搭救之恩 但我还是想知道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实不相瞒 杜元圣余孽的是朝廷早就知道了 宝藏之地亦是如此 甚至连龚清风的身份 我们也早已知晓 苏信听罢满脸问号 那你们为不将其直接剿灭 还要留到今日 我们知道这些没错 但是我们不知道其他人的身份 甚至他们有多少余党 我们也不知道 朝廷两年前派我来长明府卧底 为的就是抓住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失算的是 没想到龚清风他们一人就是两年才动手 苏信当知道自己是炮灰后呵呵了起来 任他机关算尽 就算龚清风和江陵没死在地宫之内 也一样走不出长明府 苏帮主 你可不要怪我让你落得如今的处境 其实我之前已经提醒过你了 我问你一键门的态度 其实就是在给你暗示 苏信也是悔之婉矣 铁无情见状大笑了起来 苏帮主莫要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 原神静清虚见方锐的儿子 你说杀就杀 怎么看你也不是那有所顾虑之人 铁大人可别叫我什么帮主了 经此一议 我已如丧家之犬 只能到处逃窜了 铁无情随即大手一挥 不必如此 我既然不惜 杀青城剑派四灵剑之一的白虎灵剑无道远 就下你 那便必然能给你一条活路 你现在只要答应加入我六扇门即可 别忘了 我可是说过你不混官场可是屈才了 退一步而言 现在的你除了加入六扇门 别无选择 苏信突然反应了过来 铁大人真是下得一手好奇 恐怕你打我的主意 不是一两天了吧 哈哈 没错 我相信你的潜力 一定能给我铁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苏信看到铁无情这样说 看来六扇门内也不安生吗 一样有争夺权力的戏码 我一个初出茅庐实力未及先天的小子 真要进了六扇门 岂不是炮灰角色 哪个地方没有争夺权力的戏码 我铁家虽为六扇门第一家族 但近些年基于我铁家地位的人 可不在少数 我知道你在担心加入六扇门之后的日子不好过 但你已被黑榜提名 六扇门铁家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已经成了第一个 以后天境界被黑榜悬赏的舞者 也算是破了个记录 黑榜是类似于天 地 人三榜的榜单 区别在于 黑榜只悬赏前360名的舞者 且由悬赏金额来排名 清城剑派给悬赏你的价码可是不低 以你现在的实力能活多久 想必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听完铁无情的话后 苏信瞬间做出了决定 多谢铁大人提点 我决定加入六扇门 好 实时误者为俊杰 你大可放心 成为六扇门的人 绝对没你想象的那么糟 朝廷带你如何我不敢保证 但是六扇门和铁家 绝对不会亏待你 说吧 铁无情拿出化石粉 倒在了吴道远的尸体上 请客间变化为乌有 苏信看着他的操作 铁大人 不知我身上的黑榜 六扇门可否去除 这可不行 若是人榜的话 我还可以帮你修改一些资料 但是黑榜归天机谷所有 身为左道八门之一 六扇门并不能直接影响他们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被黑榜悬赏的人 只要半年内没有任何消息 就是自动在黑榜内幕去 苏信听完后 也只能暂时躲避半年了 那六扇门的等级制度 是什么样的 我进入六扇门后 又是什么位置 我六扇门的最高管理者 为六扇门总捕头 只有一人 便是我铁家的现任家主 神英铁 总捕头下面还有四大神捕 这四大神捕里面 也有一个人是我铁家出身的 四大神捕之下 便是各个道口的 总捕头了我大周朝四十九道 每道都有一名总捕头 和几名副捕头 而每一道下辖州府若干 这些州府中比较强大的 也会配备六扇门的人当总捕头 而势力偏弱的州府 则派一名总捕头统一负责 当然 这些只是明面上的力量 六扇门暗中的布局 是不会被常人所知晓的 苏信听完之后大惊失色 难怪江湖中人一提到六扇门 都会有所忌惮 这份势力实在太强大了 六扇门还有两支力量 是直接听命于总部的 他们分别是 急事密探和追风巡捕 急事密探主要负责收集情报资料 六扇门能有着 堪比天机股的情报系统 全都靠他们来完成 而追风巡捕 除去收集情报外 更多的是追捕武林逃犯 甚至单独完成一些 不可明示的任务 说着把一枚令牌递给了苏信 苏信看着手上的令牌 铁大人的意思是 让我来任职追风巡捕 铁无情一把拍住了他的肩膀 你的实力是无法胜任这一职位的 但以你的心机和手段 没有其他职位比这个更适合你 这是一枚玄机丹药天冲单 可助你在短时间内冲击先天气海景 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面对铁无情推心致富的教导和提拔 苏信赶忙拱手道谢 只见铁无情骑上了苏信的马 他先去递交苏信的资料 并告诫苏信 他没回来之前一定不要离开这里 另一边六扇门总部的门前 早已经人满为患了 他们在等待新一个月的人榜排名 榜单出来后 太医道门的到池林长河 霸占人榜第一已经有五年了 第二的剑公子和小安侯的排名 也有两三年没变化 异剑门的天女谢止燕 竟然从人榜第78一月到了第31 然而身为后天舞者的苏信 竟然也在人榜上有了排名 这可把一众人给惊呆了 好家伙 身为散人 连青城剑派的人都敢杀 真是个狠角色 四天后 剑难到异剑门的神剑峰上 谢止燕把馨儿带了回去 并教授剑法 馨儿面对一师异母的谢止燕 也是产生了依赖 另一个 森林轰的一声爆炸 将四处的飞青走兽全都吓跑了 原来是苏信再次打坐修炼 突然背后一个声音响起 人榜俊杰苏信 这么强烈的突破气势 恐怕是你自行将修为压抑了很久吧 当苏信看清来人之后 赶忙站起身来上前行李 铁无情一把拍住他的肩膀 客气什么 你现在已经栖身人榜 再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了 随即将自己带回来的 新一个月的人榜排名 递给了苏信 苏信看着上面对自己的描述 快见是什么鬼 还能在难听点吗 听着就像是那些路人甲 跑龙套的 我说铁大人 这么烂的绰号是谁给我起的 看看人家谢止燕的 九节月女一听起来就逼格满满 你就知足吧 历来江湖上绰号比你难听的多了去 你想换还不容易 也去拿一些傲人的战绩出来 正好你已经突破了先天气海径 我这里有一个商山城的任务要交给你 你应该听说过商山城的事吧 商山城是湘南第一大商业之城 是整个湘南散修舞者的聚集地 在那座城里面 随便拎出来一个 最低都是后天初期或者中期的舞者 苏信赶忙问道 既然朝廷要派我去这样的地方 是不是说明 商山城出了什么问题 燕黄九虽然身为荣神镜的舞蹈宗师 他很可能命不久矣 在一个月前 他就放开了手中大半的权力 希望在自己的十三个儿女当中 挑选一个继承人出来 但他的儿女里面 可是有着不少人身上带着湘南各大门派的背景 若是轮到这些人掌管商山城 他们还会不会像燕黄九那样保持中立 站在朝廷和武林之间 苏信也分析了起来 如果真有武林门派的人推不住篮的话 他们老老实实的还好 一旦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没错 所以你的任务是 扶植一位亲近朝廷的人来做商山城的城主 按照燕黄九的身体情况来看 这次任务的实现最多一年 苏信思索了起来 逃避黑榜悬赏需要半年 苏信为了逃避追杀节约时间 将自己的人皮面具戴在了脸上 面具的效果连铁无情都为之震惊 这个人皮面具做得可相当不错 若非亲眼看你戴上 我还真要把你当作另外一个人了 既然如此 新的身份信心里拿着先别着急进入商山城 把身份弄熟悉一些再说 后的那一本 是我整理的关于武林本流 一流门派事例的资料 还有一些六扇门的密探之间的联系方法 记住不要逞能 如果事情不对可以先行逃走 任务失败也没关系 上面自然会派更强的人来解决 苏信赶忙拱手行李 苏信断然不会折了铁大人的颜面 任务一定完成 铁无情听了此话很是高兴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 一点就透 铁无情走后看着手上的身份资料 一容好之后 不仅地感叹了起来 真不愧是六扇门安排的身份 岂不就是人榜强者 我这身形透应该恰如其分 突然系统钉得一声弹窗 宿主现在有反派值1180点 初级抽奖113次 请问是否现在抽取 气得苏信大骂了起来 该死的系统 你还有脸出来 老子要死的时候你在哪 系统的回复则是 检测到有高手在暗中 为保证系统的存在不被他人发现 所以自动封闭 苏信可是差点隔屁 向系统敲诈起了精神赔偿 如果你还有点良心 就给我推荐一门适合我现状的功法 系统给他推荐了 评分三颗星的血和神剑 所属人物方应看 由于苏信拥有的反派值 暂时无法全额兑换完本 自动消耗80次初级抽奖 和所有反派值 只兑换了一部分剑谱 苏信无奈 也只能骂骂咧咧的 将剩下的初级抽奖全部给用了 然而30多次抽奖下去 只抽到一个像样的断言器 自带一扬指断加剑法 和赋语数三门武技 断加剑法吗 虽然等级评价偏低 倒也符合我现在的身份 如若应用领悟的剑衣威力 应该不会太差 两天后苏信走进那商山城 看着热闹的大街 不禁地感叹了起来 不愧是商山城 果然热闹 突然一群大汉 跑着好像说是要去看戏 引起了苏信的注意 抱歉 冒昧询问一下少侠 前面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那人一把打开了苏信的手 这位兄弟 你是第一次来这商山城吧 不知兄台是怎么看出来的 只要来过商山城的人 就没有不知道风云雷的 每天这个时候 可都是风云雷开战的时刻 当然会有大批人去围观 这可是商山城一大特色 是热闹主建立在城中的 一座公共擂台 风云雷共有一百个排名 舞者可以缴纳一定费用参与 成功挑战上一名的 就会普及从而获得赏金 中间挑战成功想要退出的 只需要缴纳三分之一的赏金就可以 而排名前三十的 只要能保证每月排名不变 城主会额外付给他们大量赏金 苏信听罢不禁地感叹了起来 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用舞者缴纳的门票发赏金 这个热闹主到真是货真价时的商人 舞者参与这个风云类 为了名利可以理解 但是总体下来城主好像并占不到什么好处吧 当然不是 如果你能在风云榜前时待上三天以上 或者直接杀进前三十 可是会得到热闹主亲自招揽的 苏信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恐怕招揽人才才是设立风云类的主要目的 那人提醒苏信 等会你看到十三个身份尊贵的人 你可千万不要招惹 那都是热闹主的子女 最近热闹主要挑选继承人 给了他们每人一块令牌 每块令牌代表着一条商路 一年内 他们谁赚的钱最多 谁便是这商山城的继承人 苏信一脸问号 热闹主好歹也是一代武林宗师 难道会只看中这生才知道 当然不是 令牌可以赠予 也可以通过风云雷比试夺取 只要某一位继承人的手下 将另外的手下全部击败 那便可以夺得那枚令牌了 苏信刚进城就得到这等消息 谢少侠提醒 在下孟清泽 不知少侠 那人突然拉着苏信向前跑去 我叫方浩 别磨蹭了 雷比就要开始了 来到六海之后 苏信被这恢弘的场面给震惊到了 方浩告诉苏信 看到上面坐着的人了吗 那就是燕城主的十三位儿女 中间那位是燕城主的第一个儿子 大公子燕淑恒 他年纪最大 在商山城的积累也是最深的 左边的是燕城主的二公子 他嚣张跋扈 眼里绒布的一点沙子 这个是燕城主的第九子 燕圣恒 他为人豪迈 仗义舒才 在外名声极佳 跟二公子的性格刚好相反 另一位是燕城主的第十三子 燕记恒 其他公子的护卫都是自己招揽的 唯有他是 被燕城主亲自赐予了三名先天境界的护卫 眼下只有这四位 是最有机会争夺成主继承人身份的 其他的八人自知自己实力不济 都已经分别投靠了四位公子 苏信听完之后赶忙问道 剩下的八位 燕城主十三个子女 你好像少说了一个呀 只见方浩把手指向了一边 看那里 便是燕城主的第十二个女儿燕清雪燕小姐 不过她跟其他公子不一样 燕小姐是私生女 在兄弟姐妹中也最受排斥 但她为人真的善良近人 一点作为上位者的架子都没有 话音刚落 突然系统盯得一声弹出新的任务 赢得燕黄九私生女燕清雪的爱意后果断离去 实现一年 气得苏信破口大骂 什么负心薄信 这系统还敢再没节操一点吗 你干脆叫渣男系统好了 练队谩骂系统提醒她 该任务为主线任务 宿主必须接受 那方浩继续说道 不过这个燕清雪也是可怜 母亲去世后好不容易被燕城主接到这商山城 却一直不被那些家人认可 现在因为令牌的原因 处境更是举步为奸 苏信一口否决的方浩的看法 这可不一定 靠施舍得来的东西往往是最没有保障的 我想她也应该想到了这一点吧 心想 系统指定了你这次六扇门的任务 就从你开始吧 既然我注定要伤害你 那我便先补偿你一份大力 另一边擂台上老二把矛头对准了燕清雪 不如让我手下的凡哥 出手跟你的手下打一场怎么样 燕清雪很是卑微地说道 二哥 我现在不想争夺这令牌 你要挑战 还是去找别人吧 小妹 你不想派人上擂台也可以 只要你把令牌交给我 我便不为难你 抱歉 令牌我是不会交的 二哥不要为难我了 此话一出气的那老二 烹的一声拍向了桌子 起身站了起来 为难你 你以为现在是什么时候 你想置身事外可能吗 要么 老老实实交出令牌 要么就上风云泪 看着你的手下被杀光 既然小妹不做选择 你可就别怪二哥我狠心了 今天的风云泪 你上也得上 不上也得上 燕清雪背后的一个壮汉走了上来 小姐 让我去吧 不然公子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行 你不是凡哥的对手 然后抬头看向老二 二哥 我是不会让我的手下去送死的 老二听吧 瞬间来了火 燕清雪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个野种而已 难道还要妄想得到城主的位子吗 手下实在是气不过了 你住嘴 不许你侮辱小姐 不就是风云泪吗 我陪你们打 然后转身朝着擂台走去 对不起小姐 我不能让他们这么侮辱你 老二见状随即吩咐手下 去陪他玩一玩 记得 不要下手太重哦 凡哥来到场上自信地说道 迟让 放弃吧 让燕清雪交出令牌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迟让没有理会蹭的一声跳到半空 一招黎渊朝着那人刺了过去 那凡哥抽出剑来 一剑挡了下来 随即又是一剑 将迟让手上的两把宝剑 瞬间给击碎了 紧接着 又是一招影月斩急忙跟上 只听哭呲一声 迟让重招整个人被打飞了出去 凡哥随即走近 迟让 放弃吧 让燕清雪交出令牌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迟让艰难的想从地上站起身来 只知道摇尾气领的砸碎 我怎么可能出卖小姐 不知好歹 既然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说着便要下杀手 场外的燕清雪赶忙看向一旁的老头 梁伯 你快就叫阿让吧 正当老头要开口的时候 老二拦住了他 梁伯这可是风云雷 你要是想插手 那可是犯了规矩的 你是伤山城的老人 我不想对你动手 但你要是不识台具 休怪我心狠手辣 老头受此威胁也没再敢言语 正当那迟让 即将隐恨西北的时候 只听哭的一声 一把剑飞了过来 将那致命伤害挡了下来 下一秒苏信出现在了擂台上 一手拿着酒葫芦 一手提着剑淡淡的说道 天下风云出我背 那凡哥很是气氛 哪来的臭虫 找死 灰剑朝着苏信冲了过来 那苏信也是不慌 继续迎师 一入江湖岁月催 随即啪的一声 一直打穿了那冲上来的凡哥 强大的力道瞬间 将那凡哥打飞了数十米 重重地摔在了墙上 老二健壮很是气氛 都给我上 把这个狂徒给我擒下 下一秒 五六个大汉拿着武器 已经到了苏信的脸上 只见那苏信 抽出剑来 一个真气外放 瞬间将几个人秒杀了 宏图霸业笑谈中 不胜人间一场罪 杀人迎师喝酒 苏信的这波逼属 是装到位了 老两对着苏信 大声呵斥了起来 你到底是谁 为何来我商山城撒野 路不凭有人产 事不凭有人管 在下不过一路人 看不惯你们这堆大男人 在这里侮辱威逼 一个弱女子而已 大丈夫生来当事 自当快意恩仇 横刀立马 笑傲江湖 无名孟清则暂居 商山城内 二公子 正值关键时期 万万不可节外生之啊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老二权衡立弊之后 冷哼了一声 孟清泽 我们来日方长 然后便带人离开了 另一边方号 看着走下来的苏信 我靠 孟兄原来是个高手啊 都说真人不露相 兄弟你可是瞒得我好苦啊 另一边老头赶忙提醒烟青雪 小姐 方才多亏那位自称 孟清泽的少侠出现 这对我们来说 可是一个大机遇 我的意思是 招揽孟清泽 一旁的小丫鬟 也被苏信给装到了 我觉得梁伯这个主意不错啊 小姐 刚才的孟少侠 真是太帅了 要是能跟着他一起 策马江湖 让我做什么都行 烟青雪面对几人的说辞 无奈地低下了头 半天没说话 可把老头给急坏了 别犹豫了小姐 要是真的能把他招揽过来 你以后自保无忧不说 就连尝试竞争一下 城主的位子 也未尝不可呀 梁伯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孟公子这种实力的高手 我们怎么高攀得起 小丫鬟突然说道 话说这个梁公子的名字好熟悉啊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老头听到此话后 好像想到了什么 人绑呢 快拿来看看 在经过一番查探后 对苏信的身世大为震撼 这梁公子果然是新晋人绑强者 昔日容神晋宗师四绝散人的弟子 再看另一边吃了别的老二 回去之后大发雷霆 一拳锤在了桌子上 什么狗屁梁青泽 仗着自己是什么人绑强者 完全不把我商山城放在眼里 同为先天气海静的张广劝他 二公子 我们还是不要去找那梁青泽的麻烦为好 为什么 凡哥他们被梁青泽重伤 整个人都差点废了 重点是他看我的眼神 完全是一副要杀了我的样子 那我们也要忍 抛开他人榜的身份不说 他的实力你也看到了 虽然同为气海静 但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老二则不以为然 实力强又怎样 强龙还不压地头蛇 一个人不信我就拍两个 两个不信我就拍二使 我就不信杀不了他 此话一出给那张广 吓出一头冷汗 公子不可啊 这孟青泽的师父 可是当年的荣神镜宗师四绝散人宗浩阳 听说宗浩阳已经突破了杨神镜 杨神镜的强者 那可是连城主都不敢招惹的存在 老二听完后脸一黑 想来他定然明白其中厉害 但还是不打算咽下这口气 另一边 苏信回到住的地方 等了半天也没见有人前来 难道是装逼装的有些过了 导致烟青雪不敢来拉拢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就弄巧成桌了 哎 算了 大不了再想个其他的方法来接近烟青雪吧 思考间 突然外面有人咚咚的敲门 原来是那方号 嘿嘿 高手兄 你收小地补 你在这商山城内人生地不熟的 也需要个向导不是 当听到那方号说自己是免费的 苏信也是轻松的答应了下来 别叫我高手兄 听着别扭 这是给你预知的丹药 等我离开这里时 会再给你一些的 方号接过丹药后两眼放光 少林小桓丹 高级货呀 多谢公子 另一边手下将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城主 城主黑着个脸说道 老二最近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在看过人榜之后 清雪后来去招揽了孟清泽了吗 梁鹤曾建议小姐去招揽孟清泽 但被小姐拒绝了 城主听罢无奈地叹了口气 清雪这孩子哪都好 但这脸还是太薄了呀 你母亲的事 确实亏欠了你太多 这次 我就帮帮你吧 就算你争不过老大老二 爹也会保你一事无忧的 随即把梁鹤叫了进来 对于这个孟清泽 你怎么看 颇有歧视之风 我准备让你去招揽他 你怎么看 梁鹤指出了其中难处 老婆知道城主心疼小姐 但依小姐目前的处境 恐怕招揽不来孟清泽这种人绑强者呀 话音刚落 城主突然一个拍手示意 手下赶忙递上来一样东西 这是昔日宗浩阳亲自所画 赠予其挚爱的女子沈希君的定情信物 这画上的人物 便是沈希君 这件东西你拿去送给孟清泽 如果他真是宗浩阳的弟子 以他侠义的性格 肯定会为了得到这幅画而答应任何事的 随即吩咐手下 丁井老二他们 看看他爷们究竟有没有动用湘南宗门的力量 我上山城的事情还轮不到他们插手 从城主府出来之后 梁鹤直接去见了燕清雪 将花卷交给了他 梁伯 我知道爹爹是在帮我 可是这样我们不是成了邪恩图报之徒 会不会引起孟公子的不满 梁鹤听完告诉他 小姐不必担心 看孟公子的表现 他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之人 然而几人的谈话 却被躲在暗处一个人听到 只听那人淡淡说了句 白痴女人 真以为人家昨天救了你就能投入到你的麾下吗 简直是自讨苦吃 半天之后 几人找上苏信 两边先是一番客套 燕清雪也对苏信表示了感性 入座之后 燕清雪先是一阵彩虹屁 现在像孟公子一样 有如此狭义之心的人 可不多了 燕小姐别抬举我了 我可不是什么狭义之徒 顶多就是个随心所欲的江湖人而已 那孟公子觉得什么样才算得上是狭义之事 狭之大者 为国为民 大丈夫心于当事 当求顶天立地无愧于心 这一番高谈扩论下来 让燕清雪小路乱撞 孟公子果然高义 小女佩服 小丫鬟赶忙在身后提醒她 小姐 你不会喜欢上孟公子了吧 可别忘了我们是来干嘛的 燕清雪听把小脸蹭得一下红了起来 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来话 苏信见状 燕小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便是 只要不涉及孟某底线 在下一定会帮忙的 孟公子 我有个唐突的请求 我想你能来我这里帮我 说着丫鬟将画卷拿了出来 孟公子先别急着拒绝 我们知道让你插手伤 删成的事可能会让你为难 但你只要答应帮助我家小姐 这幅画就是你的了 这幅画 我想孟公子应该很熟悉吧 苏信一眼认了出来 这是我师父当初送给师母的画卷 心想 幸亏铁无情给我的信息够充分 不然可就漏线了 燕青雪国画卷递给苏信 没错 这确实是宗浩阳前辈 送给他心爱之人的信物 就算孟公子不愿帮我的画 我也会把这幅画像 交予孟公子的 就当是感谢孟公子 昨日的元首之恩 苏信一把接过画卷 不用如此 这幅画卷对我师父非常重要 当年沈家人拒绝师母 与师父的婚事 师父被迫远走 后来听说师母病逝 找了这画像许久都没有结果 还以为是被沈家人毁了去 现在我把这画卷拿回去 师父一定会很开心的 就凭这一点 我愿意加入你的麾侠 孟公子言中了 你能来帮我 清雪已经感激不尽 怎么还能让孟公子 来当我的手下呢 无规矩不成方圆 任何地方都要有主次之分 不然在别人看来 倒显得燕小姐你没有权威了 梁鹤听完苏信的话后 赶忙行了一个礼 孟公子品行高尚 之前老婆的担忧 确实多余了 另一边的老二得知此事后 啪的一声将茶杯摔在了地上 那个女人是怎么得到 宗浩阳的话卷的 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带着人跟我去会会那孟清泽 我要让他知道 敢插手我商山城内务的下场 我这就去 公子你也不用着急 现在孟清泽加入了燕青雪那边 另外三位公子肯定也坐不住 老二听爸觉得言之有理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可不能让我那几位兄弟置身事外了 再看另一边达成合作的 谢芷燕和苏信 既然孟公子已经决定加入我们 不如这就跟我回去吧 我召集一下人手 给孟公子接风洗尘 先不着急 我想之前跟在你们身后的那些尾巴 已经把我加入你们的消息都传出去了 有些人恐怕已经按耐不住 赶过来了 我们也不用走 就在这里等着他们 顺便送燕小姐你一份大礼 此时的谢芷燕还一脸天然呆地看着苏信 什么大礼 让整个商山城的人都知道 你已经有了跟燕仲恒他们争锋的实力 话音刚落只听碰的一脚 房间的门被踹开了 来的正是老二一众人 孟清泽 你昨天擅自干扰风云雷的鄙视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窗户进我们商山城的内务中来 真以为你威猎人榜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就算是你师父匹爵散人宗浩阳 也不敢轻易在这商山城撒野 你孟清泽凭什么 苏信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他逢乱世 只求一保命手断矣 你们都可以请来自己背后宗门的人助阵 他烟轻血为什么不行 你们的来意大家都清楚来跟我打一场 只要你们赢了 我便撤出商山城 反之 还请你们从哪来 回哪去 随即上了擂台 苏信一口气将四位公子的手下全给干趴下了 场下围观的观众全都看待了 这烟家难道要奋出第五股势力了 孟凡看向他们 几位公子 彼氏结果商山城这么多人都看在眼里 刚才的约定可还算话 老二还想发火 却被老大一把拦了下来 今日我等败下还不够吗 难道你还想让我们在这商山城试了颜面不成 老二是一点也不给他大哥面子 燕书恒 用不着你在这跟我说脚 带上张广 我们走 老二走后燕书环看向苏信 我等手下既不如人自应遵守约定 只要孟公子还在这商山城 我们断然不会再去讨扰小妹了 背后最小的公子对苏信威胁道 但愿孟公子能在这待得久一些 不劳烦小公子费心了 孟某既已受人之托 自会尽力到底 燕青雪听罢很是感激 孟公子受累了还请一步到别院一许 不必客气 边走边聊 我想短时间内 他们应该不会再来找什么麻烦了 两人走在大街上 苏信问他 不知燕小姐对接下来的事情有何计划 燕青雪无奈地看向他 孟公子也看到了 我手下这些人实力的确太弱了 光凭你一个人的话 手下的实力弱 这点我可以想办法 我想知道的是 燕小姐你是怎么想的 只求自保 还是想要争一争这城主之位 要说自保的话 现在的你已经做到了 不过之后呢 等四位公子中的一人继承了城主的位置 那他们会不会对你动手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安睡 你那几位血亲的心思和手段 想必你比谁都清楚吧 你考虑过身边的人吗 如果真到了那天 你能保证他们不受牵连 安然脱身吗 听到这的燕青血腥一横 孟公子我想去争 苏信听爸走了出去 知道了答案就好 你的别愿我就先不去了 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另一边城主得到几个儿子的抱团的消息后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恐怕他们刚刚继位 这商山城就要成为那些 湘南宗门的附庸了吧 然后看着地上的箱子 这些单药 我已经叫人整理完了高阶的给孟清泽 其他低阶的用来招揽舞者 梁鹤看着地上的箱子 这么多资源 城主是打算扶持小姐 那城主瞬间激动了起来 梁鹤 你是老糊涂了吗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 城主恕罪 老婆只是替小姐感到高兴 一时间口不择言了 城主没有责怪而是继续说道 我是一个当父亲的 若是发生了些暗中偏袒某位子女的事 没有受到恩惠的人必然会产生不满 在我有生之年 不愿看到任何忤逆谋反的事情 发生在商山城 你懂吗 这梁鹤被吓出一头的冷汗 老婆明白 今天的事并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 苏信来到燕青雪的别院 燕青雪拿出一个箱子 孟公子 用一幅画就把你框来帮我 我总觉得有些故意不去 正好这里有些丹药 就当作是给你的补偿了 什么不框的 那幅画已经值得我出手了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 这丹药是哪里来的 这是城主昨天交给我的 其中那几瓶高级丹药 是城主点名要送给孟公子你的 其他的则是用来招揽别的舞者 此话一出苏信敏锐的意识到 燕黄酒也在有一帮衬燕青雪吗 有了这些丹药 我们大约一共能招揽 二十位左右的后天大圆满舞者 不过先天舞者 就没什么可能招揽了 苏信秉持着逢妹子装逼的原则 没关系 先天舞者的事 交给我就好了 此话一出妹子和老头都给惊待了 你能帮我们招揽先天舞者 我倒不是质疑孟公子的能力 但眼下这商山城 已经没有多余的先天舞者 能够给我们招揽了 那可不一定 风云榜上的先天舞者 不可能全被那几位公子招揽去了吧 没错 那些人生性不羁 不喜欢被人所拘束 连大公子和二公子的招揽都拒绝了 苏信听罢攥紧了拳头 不足为虑 他们不答应 我就打到他们答应为止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这样别人会说你行事霸道 愧对侠义之名的 没错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但我可从来不曾以侠士自居 只不过一爱管闲事的江湖人而已 如果那天被欺负的不是燕小姐 而是一名抠脚大汉 呵呵 就算他被打死我也不会管的 然后走到燕青雪的跟前 三天 我保证把人给燕小姐带回来 随即苏信便回了客栈 找到了正在睡觉的房号 商山城内风云榜上的先天舞者 大约都在什么实力 没有被城主和几位公子招揽的有多少人 风云榜前时的舞者都是先天灵翘静姐 但是具体打通了几个翘雪 就没人知道了 风云榜第一的断风刀裂子中 在两年前就已经到了七窍圆满 距离神功镜锦衣不知遥 现在也是城主手下的第一高手 苏信问方浩 风云榜上为何没有神功镜的强者 以前倒是也有 那些舞者晋升到神功镜以后 几乎全部离开去寻找 谱生元神镜的机缘 他们一走 这风云榜自然就把他们的名字抹掉了 的确 神功镜想要晋升元神镜 可不是光靠丹药和苦修就能完成的 必须要有机缘顿武才行 风云榜前三十到前十名 也都是先天气海静的舞者 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城主和公子们招了 没有被招揽的也就只有三人 第一位是第十六名的断刀手灭方 此人铁匠出身 天赋极高 日子过得富足得很 所以谁来招揽都不曾答应 第二位是二十一名的东陵武馆馆主陶谦 据说以前是在湘南大城东陵开武馆的 这第三个人可就有意思了 这个人叫洪烈涛 绰号屡战屡败 是三人中实力最强的 列位风云榜第十三 他也不是拒绝公子们的招揽 而是接受招揽的条件很古怪 必须要对方的手下打赢他才可以 苏信也是纳闷 这点好像不难吧 无论是城主还是公子的手下 灵俏镜的舞者还没有吗 要不怎么说古怪呢 如果你用灵穷镜的人打败他 他是不服气的 他非要跟自己同级别的舞者对类才服气 后来二公子从离火轿 招来了一位气海镜的舞者 好不容易赢了他 他却说什么对方的兵器比他好 武技比他好 死不认账 听到这的苏信显然是对三人动了心思 与其说怪 倒不说他是个无赖了 其实这方面倒是不能怪他 他身为一介散修 所用的刀法武技皆是自己悟出来的 跟那些大门派的肯定没法比吗 苏信突然站起身来 大致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前面带路 先去会议会那东陵舞馆的陶管主 半天之后 方浩带苏信来到一出府邸 苏信大步走了进去 我来是想要邀请陶管主为我家小姐效力的 燕小姐的一番美意我心领了 不过在下 是真的不想牵扯到商山城内部的斗争当中去 孟公子请回吧 陶管主别着急送客 这件事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或许你已经牵扯到这其中来了 陶管主 你以前和千机神刀门的事我可是听说过的 想必你也没那么容易放下吧 听到这个管主急了眼 你说这些难道就是为了来接我的伤疤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给陶管主提个醒 你要是认为 商山城继承人的争夺跟你没关系的话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你应该知道 九公子的母亲就是出身于神刀门 若是等到他继任了商山城的城主 你认为你还会有活路吗 苏信的话显然是说到他心坎里了 你怎么知道这城主的位子 就属于九公子了 燕小姐实力最弱 我要是加入其他公子手下 岂不是对我更有利 非也 湘南各大门派虽然互有摩擦 但针对外事上 还是出奇的一致 还是你觉得 你这个人的分量 可以大得过那些门派的颜面 管主也认可了苏信的说法 我凭什么相信燕小姐能夺得城主之位 她现在的实力可是最弱的 只见苏信呵呵一笑 凭什么 就凭我孟清泽在帮他 这点就足够了 管主听爸大笑了起来 整个商山城都传你孟清泽实力过人 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今日一见果然不假 随即那管主话锋一转 横竖都是死 倒不如博弈把我加入你们 一番激烈沟通下里 可把一旁的方号看呆了 这你妈就成了 苏信看向他俩 走吧 去寻找我们的下一个同伴 断刀守聂芳 三人走在路上 管主告诉苏信 聂芳这个人我打过交道 确实称得上当之无愧的炼器大师 遗憾的是截身一人并无失诚 难能打造出入得了等级的兵刃 实在是可惜 苏信听爸瞬间来了自信 真正能称得上兵刃的武器 分为天地玄黄四的等级 想要成为公刃炼器大师 最少得打造出一把兵刃才行 不过兵刃嘛我有 另一边 聂芳正在指挥着手下干活 管主率先走了上去 两人一番客套后 管主看着苏信说出了来意 聂芳的第一反应也是拒绝 俺对商山城里勾心斗角的事没什么兴趣 孟公子要是为了招揽俺来的 就别浪费口水了 苏信一屁股坐了下来 聂兄 你在这商山城好歹也算得上一号人物了 关于被谁招揽这件事 你是躲不过去的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反正俺现在谁都不跟 那我只能用一些非常手段了 你若是不答应 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 你来一个客人 我便敢跑一个 你应该知道我有这个实力吧 聂芳心里一阵妈卖批 你妈的孟清泽 都说你是个证人君子 没想到你如此的无耻 这就无耻了 江湖上阴险毒辣的手段多了去 我这已经够仁慈了 说着苏信掏出了自己的配件 那聂芳身为铁匠一眼 看出了苏信的剑不简单 孟公子的剑可是黄极冰刃 不愧是炼器大师果然好眼力 此剑正是一把黄极冰刃 游龙剑 下一秒那聂芳秒变脸 刚才是俺唐突了 孟公子莫怪 嘿嘿 不知孟公子的配件 可否让俺观赏一番 聂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同为武者 谁不知道武器对于我们来说 形同生命怎能轻易交付于他人之手 还是你想借着自己练棋师的身份 意图利用我的配件 你造一把兵认出来 这可把那聂芳吓得不轻 不不不 俺没那个意思俺就是 话还没说完苏信突然站起身来 陶管主 外界传言为人正派的断刀手聂芳 不过一小人瘾 我想我来错地方了 我们走 这可把聂芳急坏了 别走 俺愿意加入你们 我的意思是 如果孟公子乐意将自己的配件 借我研究几天的话 我愿意加入你们 我曾经无数次尝试去锻造一柄黄极冰刃 可惜经验不足都失败了 所以我一直都想近距离观摩一下冰刃 不过孟公子放心 我保证只是学习锻造手法 绝对没有抄袭你造的意思 听到这的苏信和管主相识一言 见时机成熟哈哈大笑了起来 看来是我误会聂兄了 不过既然聂兄已经决定加入我们 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区区黄极冰刃 拿去研究便是 此剑名为游龙 每次出剑都会有龙效一般剧烈的声响 你拿去研究的同时 能不能想个办法 让他的声响消失 聂芳接过游龙剑后 两眼放光 果然是天才的构思 不过孟公子为何要让他发不出声音 高手过招 靠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提前预判对手的出招方向 游龙剑这般声响 倒是显得有些鸡肋了 确实如此 公子稍后 我这就用深海纯银给你打造一个隔音罩子出来 就这样 聂芳叮当叮当地敲了两个时辰后 把剑递给了处风 苏信站起身来一把抽出了游龙 好 不愧是商山城有名的炼器大师 公益果然不凡 下面 该去会会那位屡战屡败的红猎套了 就这样苏信一直忙活到日落西山 另一边探子将最新消息报告给了城主 孟公子已经招揽了那三人 听说孟公子没用任何事成的招数 只凭单纯的拳脚功夫以及建议 硬生生给那红猎套打服了 城主听完后面色深沉地看向一个角落 子重 你感觉这孟清泽手段如何 只见那猎子重打着哈气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很不错 根基稳健 不负人榜之名 心思正密 口才了得 还以为宗浩阳交出来的徒弟 会是那种武功不错的酸儒呢 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有趣的家伙 城主听罢大笑了起来 这你可就想错了 宗浩阳虽然在武林中的名声不错 但却从来都不是那种死板迂腐之人 有孟清泽的帮助 清雪的处境应该会好很多了 另一边燕清雪找到苏信 孟公子 方才大哥派人来通知我们 让我们正午十分赶到风云泪 准备以泪比的方式进行商路选择的争夺 我猜燕仲恒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招募的消息 不然他们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 决定邀请我们上风云泪进行商路争夺的 随后回头看向身后的燕清雪 燕小姐觉得 我们应该选择哪条商路 我们现在手里只有一条商路 其他几位公子都有了他人投靠 数量上远远多于我们 这样看来 要想靠一条商路产生的利润高过对方 就必须在商品上下点功夫了 梁鹤看出了苏信心中有了打算 孟公子的意思是 很简单 物以稀为贵 垄断的生意才是最赚钱的 燕清雪也是一点就通 囤货提价 可是我们做什么生意能达到完全垄断 就算我们想垄断 事关当地那些势力的利益 他们也不会看的 不用担心 如果燕小姐信得过我孟清泽 那就选择通往湘南常宁府的那一条商路 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 另一边擂台上 几个公子早就等了半天了 纷纷抱怨吐槽了起来 那女人架子也真够大的 竟然还让我们在这里等她 说话间 燕清雪带着几个先天气海静走了过来 老二看到过后很是震惊 小妹啊小妹 你这一手玩的还真是好啊 我倒是好奇 你到底是凭什么把他们都招揽到手的 红烈涛直接对了回去 就冲你这副阴阳怪气的样子 老子当初不选你就对了 老子愿意跟谁就跟谁 你管得着吗 老二的逼脸瞬间黑了下来 好 很好 燕清雪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聂方也等不下去了 俺说你们还打不打 俺还有不少兵器没断呢 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 不是三举两声吗 第一站俺先来 话音当落一人走上了擂台 正是那小公子的手下 还望聂兄手下留情 嘿嘿 放心吧 俺知道你的苦楚 不过这场打完 你恐怕要再次去照顾俺的生意了 那人也不磨叽 砰的一声从地上弹起 抽刀朝着聂方砍了过来 这聂方也是个狠人 砰的一拳迎了上去 随即右手有了新的动作 一个真气蓄力 轰的一声打了出去 却被那人闪身躲开了 那人在半空跟没有低心引力一样 又是一刀朝着聂方砍来 下一秒 砰的一声竟然被那聂方徒手接了下来 只听斯拉一声 刀上开始冒出白烟 刀身变成了红色 片刻之后 一把刀就这么被融化了 烫得那人赶忙将刀丢了出去 聂方随即就是一招练铁手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那人的腹部 啪的一下撞在了背后的墙上 飞出去十几米远 聂方转身看向台上的几人 不是三举两声吗 下一个 几个公子看着场上聂方变态的实力 半天没人敢说一句话 只见一人翻身上台 一个伞修而已 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真是没用啊 蹭的一声将剑拔了出来 你们不出手 我莫陈涛来 厂下的洪烈涛听到那人的名号后 大声喊道 等等 你是苍蓝谷墨家的 半年前 白元剑客公养柳 是不是你们墨家人杀的 那墨陈涛很是嚣张 一个实力低微 还妄图盗猎我苍蓝谷一兽的蠢货而已 死不足惜 你苍蓝谷的一兽 我兄弟公养柳为了追捕那只七彩迷露 在湘南密林里待了整整三个月 你们出手抢夺就算了 为何还要害他性命 聂方 这局让我伤 老子今天要给我兄弟报仇 梁鹤看着场上的状况 小姐 洪烈涛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啊 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 洪大哥既然选择了我 那就是我们的人 无论出了什么事 我们一起担着 苏信听罢心响 这个烟青雪道颇有几分领袖风范 随即开口告诉他 不用担心 就算真的成了生死痘也不会大动干戈 我们无所谓 但他们却害怕耽误了行商的时间 毕竟选取继承人的日子可不远了 苏信说罢几人再没有了意义 这可把看台上的几个公子看猛逼了 刀意 他竟然领悟出了刀意 反观那莫晨涛也不莫及 一招汉海怒涛绝赢了上去 两人的真气相挂 轰的一声爆炸在擂台上炸响开来 烟雾散去之后 那红烈涛拿着刀已经到了莫晨涛的脸上 啪的一下 将那莫晨涛的剑给砍碎了 胸口挨了一刀 扑哧扑哧地往外冒血 那红烈涛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带着沙一步步地朝着他走了过去 突然两个人飞下场来 莫晨涛是苍蓝古墨家的人 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也别想活 说话间一道真气飞了过来 两人急忙闪躲 砰的一声砸在了地板上面 一个大坑砸了出来 该死 浩墙的执法 显然是苏信出的手 老二指着他大骂 孟清泽 你什么意思 怎么 这风云雷的规矩改了吗 单挑不成还要群殴 场下的两个人反驳道 莫晨涛已经败了 红烈涛却依旧多多必然 想要取他性命 他下手如此狠毒 我们救人还有错不成 笑话 谁规定类比不能杀人的 说到头还是既不如人而已 如果怕死 回家吃奶去算了 还混什么江湖 你们若是非要不从规矩带头挑事 那可别怪我心狠手了 孟清泽 你真以为你无敌了吗 这里可是商山城 好一个商山城 看来燕前辈定下的规矩也不过如此 你们这些公子还真没放在眼里 孟清泽 小事而已 你大可不必迁到我父亲 这局就算你们赢了 商路随你们挑选 背后的燕清雪走了上来 我选择通往湘南的商路 几个公子相互对视了一眼 十三条商路 这个选择绝不是最优秀的 这个燕清雪到底在搞什么 处理完事情后 苏信几人走在回去的路上 燕小姐 今天的事实在抱歉了 是我没控制住自己 红大哥别这么说 你能来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同样如果你出了事情 我也会跟你一起扛着的 梁鹤指出了当下的难题 商路虽然选定了 但是我们只有一百万两的资金 恐怕难以按照计划囤货 然而这在苏信眼里却不值一提 有我在 一百万两足以 另一边的燕府内 老大找人将重伤的莫晨涛给救了下来 大公子 莫晨涛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但是那一刀实在是太狠 直接将他的胸骨和经脉全部震断了 想要完全愈合极为困难 就算这好啊 以后也绝对发挥不出先天舞者的力量了 老大听完后一脸的失望 发挥不出先天舞者的力量 那跟废人有什么区别 老九突然拿着扇子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 莫晨涛这件事 恐怕对莫家不好交代吧 不好交代也得交代 如果洪烈涛一个人的命不够 那就加上孟清泽和燕清雪 大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清雪好歹是我们的妹妹 你忍心对她下手 老九 你那套假人假意的东西在我面前就别装了 现在的燕清雪可非比从前 若不是我们背后有门派势力帮助 你觉得我们还是他的对手 老九则是不以为然 那又怎样 这次行商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条上路仔 而他只有一条 赢不了的 天真 不要小瞧了老二的手段 你以为靠行商赢了继承人的位置 以后就真的是城主了 现在父亲健在 只要最后尘埃未落 谁都有机会成为这商山城之主的 老二可以 十三弟可以 他燕清雪自然也可以 随即老大说出了他的下一步计划 他们不是要去常宁府吗 这一路的小马盗匪可不少 我知道你认识不少 在那些密林中开山立寨的强者 我出钱 你去联络 等对方回城的时候 杀人越货 两个月后 苏信带着商队出发去常宁府了 到了之后 苏信便迫不及待地偷偷回了飞鹰邦 前脚刚踏入飞鹰邦 一把剑蹭的一声飞了过来 苏信赶忙闪身躲开 角落里一个黑影缓缓地走了出来 你是何人 为何夜闯我飞鹰邦 来人正是李坏 苏信看得他很是欣慰 不错 修为长进不少 李坏从声音里认出了苏信 苏信也赶忙摘下了他的人体面具 一番畅谈之后 李坏找来了老黄 老大 青城剑派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你是准备回常宁府了吗 青城剑派的人虽然不能把我怎么样 但是黑榜上已经有了我的名字 起码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我还不能用自己的身份露面 不过不用担心 我已经加入六扇门了 现在的人绑强者孟清泽的身份 明天我会跟随 商山承烟小姐行商的车队 来到这里 见到我的时候可不要露出马脚了 原来如此 难怪你走之后 铁无情也是立刻卸任了 东市二方总捕头的位置 想必他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苏信赶忙问道 现在常宁府的局势如何 我走后三英会没打过你们的主意吗 自上次事件后 李怀修为有所突破 贺天感激老大你的救命之恩 跟我们达成联盟站到了一起 三英会倒是没敢对我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 但是商货垄断一事 本来就跟我飞银帮对立的 他们恐怕是不会同意吧 听到老黄的描述 苏信心里有了打算 趁着夜深人静直接去了三英会 三英会的几个逼现在还没睡 正在商量着怎么弄死老黄 苏信直接走了进去 看到苏信后 几个家伙赶忙准备拔剑 青城剑派已将你列入黑榜 现在可是满世界追杀你呢 你竟然还敢回来 苏信屌都没屌他们 直接拿出剑来催动了真气 片刻之后屋里一声声惨叫划破了夜空 几只乌鸦大叫着在上空盘旋 第二天一大早 苏信像个没事人一样回到了商队 严清雪前来找他 孟公子 休息了两天 我们应该去找人收购那些南蛮特产了吧 不用着急 我已经办好了 一会自然会有人来联系我们 几人吃早饭聊天的时候才听说 长宁府两个小帮派来了场大战 竟然出动了上万人 方浩突然走了进来 外面有个自称是非鹰帮副帮主的人求见 说是来找孟公子的 梁鹤听到后很是纳闷 孟公子 他们来找你做什么 这长宁府人生地不熟的 就算把咱们的人手都派出去 恐怕也收购不来多少东西 让本地的帮派来帮忙的话 自然会省去不少事 片刻之后老黄走了进来 打过招呼之后表面了来意 昨天孟公子已经把交易的事情 都跟在下商议过了 这里是商货名戏 梁鹤看着名戏上的东西和报价后很是惊讶 这也太便宜了吧 黄帮主 如果真按这个价格交易的话 你们非鹰帮根本赚不到一分钱啊 前辈不必介意 孟公子早年游历的时候 曾来过长宁府 跟我们也算是顾交了 区区一年的利润而已 就当是感激孟公子的一份恩情 燕青雪他们也没有了疑虑 那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黄帮主日后若是需要帮助 尽管开口便是 燕青雪义不容辞 另一边湘南密林的盗匪山寨里 当带头大哥把截杀苏信的消息告诉给小弟们后 什么 截杀商山城燕家的人 老道爸子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慌什么吗 这么丰厚的酬金 你们在这密林中打劫几年的商队 也不一定赚得来 银子那个东西 有命花才行 这次找我们出手的正是燕黄酒的第九个儿子 这是他们商山城的内部斗争 我们只不过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而已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放心 咱们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人 万一最后杀了人 却被人家拿来顶纲那死的可就是我们 那老道爸子听爸大笑了起来 鬼胡老弟 我老道爸子又不是蠢人 当然防备了他们过河拆桥的一招 这边是燕胜横跟我联络的书信 要是他们真敢泄沫杀驴 我就把这件事捅出去 让整个湘南的人都知道他燕胜横是什么德行 看到这的两个当家的也都沉默不说话了 显然是默认了他的决定 三天后 苏信的商队采购完后 踏上了返回商山城的路 孟公子 湘南密林中盗匪横行 平时要打点个十万二十万两银子 这次我们的货物有些贵重 恐怕没那么好应付了 说话间 只听刷刷的一阵脚步声从耳边响起 苏信一下就察觉到了他们 那边的兄弟 还是别藏了 话音刚落一群人大笑着挡在了前面 不愧是人榜强者孟清泽 这般感知真是敏锐啊 梁鹤一眼认出了领头的 老道爸子 怎么会是你们 这老道爸子是这片实力最强的道之一 也正因为如此他大多都是独来独往 很少与人聚集 可别那么说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吗 不多教点人怎么拿得下你们这只肥羊 这里的兄弟一共七家 每家都是一百万两 我就放你们过去 苏信听罢 直接一把抓住了梁鹤的肩膀 梁伯 你还没看出来吗 人家今天就是摆明了要来找麻烦的 你就算答应了条件 他们也是不会让的 说吧 到底是谁让你们来的 那人也不回答 直接招呼小弟冲了上来 面对冲过来的小卡拉米 苏信一个抽剑 当场全部给秒了 眼看再也套不出来有用的信息 苏信红着眼睛一步步朝着那领头的走了过去 这可把老道爸子吓傻了 该死 都给老子上 话音刚落 苏信用出刚学来的剑法 又是一剑将剩下的几人全给宰了 老道爸子临死前说出了他的遗言 你不可能是四绝散人的弟子 吓得那独眼仔慌忙开溜 这个孟清泽 到底什么来头怎么会如此邪性的剑法 然而下一秒那苏信已经来到了他的前面 什么四绝散人的清传弟子对不对 苏信眼看身份暴露 冷冷地说道 想活命 就给我闭嘴 说吧 是谁派你们来的 如实交代 我便可放你一条生路 面对苏信变态的实力 等等 我说 是是九公子燕圣衡 你想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苏信扑刺一剑给送走了 连雇主都能出卖的人 我可不相信你能帮我保守住什么秘密 解决完一群土匪后 燕青雪走了过来 孟公子 你没事吧 放心吧 商山城里老城主在手下的口中得知此事后 气得啪的一声拍在了凳子上 本想培养他们成为合格的城主 现在居然都成了为了全力残杀亲人的禽兽 现在看来 也只有清雪这孩子才能碎我的院了 看着城主自言自语 列子众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但小姐毕竟一舞到天赋不足 想要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立足 恐怕还是有所欠缺 这也是我所担忧的 所以若能把孟清泽留在商山城辅佐清雪的话 那他的弱点倒也可以弥补 不过想留住他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 老城主眼神突然变得犀利了起来 想要留住孟清泽 以利又无疑是下下策 最好的办法还是联姻让他跟清雪成婚 五个月后 燕清雪的别院里 苏信他们押送货物回来之后 就一直闭关了起来 这天苏信在系统商店里抽奖 抽到一群奇葩的玩意 门外想起了动静 是那燕清雪来找他 苏信刚好修炼完成便去打开了房门 发生了什么事吗 燕清雪看着苏信 孟公子 你出关了 可有什么收获 嗯 这次闭关还算顺利 侥幸突破了眼翘和耳翘 这可把灭芳给惊呆了 孟公子这般修炼速度 未免太恐怖了吧 苏信看着他们几个人 先不说这些 你们聚集在这里是怎么回事 出了什么问题吗 大公子他们的商队昨天回来了 并且带回了一车重园悬铁 足有上万斤 整个大洲出产重园悬铁的 只有青州道持剑五派之一的明剑山庄 这一个地方 而且产量极少 这种材料宗门内部对用量的把控都极其严格 鬼知道大公子他们怎么得来的 因为大公子背后的苍蓝古墨家长女 嫁给了明剑山庄的历史权管事 就是不知道他们给了对方什么冲落罢了 看到这么稀有的资源苏信很是好奇 那这万斤重园悬铁按照市价能卖出多少钱 万斤的重园悬铁约等于十万两黄金 兑换成白银能有千万两之多 这还是保守估计 重园悬铁是锻造上等兵器的重要材料 真要是碰到有所需要的 恐怕会翻三倍不止 锻造上等兵器的材料吗 当苏信得知老大的万斤悬铁是整整一块的时候 哈哈大笑了起来 那燕书恒这次恐怕要弄巧成拙了 今年之内 他的悬铁恐怕是卖不出去了 这重园悬铁的特性在于刚性极强 但只有初次炼制才会维持他原有的特性 如果多次回炉的话 刚性就会大减 到最后甚至跟普通的金刚差不多了 红烈滔听的一脸猛逼 这跟他卖不卖的出去有啥关系 那可是整块万斤的重园悬铁 所以就不可能熔炼之后分成小块 他们要是敢这么做 那材料就彻底废了 没错 若是他们整块出售的话 谁能一口气出几千万百银 或者同价值的物资来购买呢 对啊 咱们在这商山城待了多少年了这么 大手笔的商人可是从来没有过 甚至连进行几百万两贸易的都屈之可数 眼看再说下去就多了 苏信赶忙制止了他们 这件事先告一段落吧 千万别传出去 让燕书恒他们知道 另一边 老二的车队也缓缓地进了商山城 身为统一战线的老九早就在等待了 二哥 不知道这一趟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啊 既然九弟好奇 那就让你看他好了 随即大手一挥 只见一堆麻袋出现在老九面前 二哥这是什么意思 这都是普通的粮草吗 呵呵 没错 既然九弟已经看过了 我就先行回府了 随即带着车队离开了 老九心里嘀咕了起来 铭铭走的是中原最为繁华的江南道 却带回这种随处可见的粮草 燕仲恒啊燕仲恒 你真要向着大哥预料的方向走了吗 思考间老九的手下着急的来找他 公子 你可算是回来了 大事不好了 老刀把子他们全都折在燕青雪手里了 老九直接一巴掌抽了上去 你是傻逼吗 在这里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有事回去说 孟清泽 我倒是小瞧你了 不过现在死无对证 你拿什么来对付我呢 数月后燕书恒府底内 这天老大在书房里大发雷霆 一群废物 上等的材料都能砸手里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大公子息怒啊 我们也不知道这重圆玄铁是不能熔炼切割的呀 是啊大公子 本来都已经卖出去了 可是那几个竞拍的商人看到材料后 全都退货了 这整块的玄铁 真的没法分啊 老大听罢也没再过度追究 其他几位公子呢 他们的户屋卖的怎么样 他们都卖出去了 九公子那边最高有七百多万的进账 小公子进账五百多万两 但是二公子那边 好像没什么盈利 老大听完方才有了平衡感 老二老二你打得好算盘 倒是连我也成全了 烟青雪找上苏信 孟公子 现在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到一年期限了 我们的货物不出售还来得及吗 放心 肯定来得及的 况且到时候就算那些商人求我们卖给他 我们也不能这么轻易就松手 再过半个月 他们手上的囤货消耗尽 必然会上门求着我们让出货源 既然玩 当然要玩个大的 转眼间又过去了三个月 然而门外早已经人满为话了 几个富商在议论纷纷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烟小姐怎么还不放货 家里的店铺已经没有囤货了 再这么下去生意都没法做了呀 说话间 苏信和烟青雪突然打开了府邸的大门 几个富商见状喜出望外 烟小姐 把那些南蛮的特产都卖给我吧 价钱好说 咱们以后还可以长期合作的 诸位商安勿躁 今年南蛮所有的特产都集中在我们这里 你们想要很简单 价高者得 商货的定价都在这里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一众富商接过去 看到上面的价格后震惊了起来 这未免也太黑了吧 我老周在湘南行商十余仔 这么离谱的价格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高的价格 完全是不给我们留一丝活路啊 苏信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 他虽然把价格定得高了些 但还是留了很大的盈利空间 这帮商人的演技不去拍电影 真是可惜了 突然一个富商将书本仍在了地上 大不了老子不买了 你们说是不是 这一下也把其他富商的情绪煽动了起来 是啊 赔本的买卖谁做 苏信也不惯着他们 不买 可以啊 那就通通滚回去 蝶兰在这里耽误老子做生意 这里可是商山城 想闹事的话 先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 一旁老九正在看热门 孟清泽呀孟清泽 你有实力不假 但却不懂得经商之道得罪了这些商人 你那些货物还如何卖得出去 随即吩咐手下 盯好这里 有什么变动 立即向我汇报 然而过了两天 手下着急的跑了回去 九公子 大事不好了 燕小姐囤的南蛮商货 三天内已经轻受一空了 这可把老九给整猛逼了 你说什么 那帮商人是傻子吗 那么高的价格怎么会有人买 第一天的时候 确实没人买 可是第二天孟清泽非但没有降价 反而涨了一些 那些家里没有囤货的商人就开始慌了 断断续续的开始交易 到了第三天 所有的商人都坐不住了 生怕拿不到商货开始争着竞价 不到半天的时间 所有货物都交易完了 保守估计盈利五千万两有余 话音刚落 手下再度带来了城主的口谕 这次行商的结果已经统计完毕 吩咐众子女明日一同进入主城 宣布燕清雪小姐赢得商山城继承人的位置 另一边燕清雪一众人在得知消息后 对着苏信便是千恩万谢 燕小姐 你先别急着感谢我 这件事可还没完呢 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就明白了 大周朝之前东晋雄霸天下八百年 但自从七百年前惠文帝之后 每代皇帝都不是太子出身 每次皇权更选都伴随着一场杀戮 太子的位置都能被推翻 何况一个城的继承人呢 燕清雪也明白了其中厉害 我一介女流成为城主的继承人 哥哥们也会心有不甘吧 苏信随即给她吃了一颗定心丸 起码现在的我们 在名分上还是可以占据大意的 只要我在 断然不会让他人欺负了燕小姐 此话一出 燕清雪的小脸蹭得一下红了上来 另一边燕淑恒就继承人的事情 将几个弟弟赵敬府来开会 大哥眼看继承人的位置 却要被一个私生女夺去你还做得住 老二随即表了态 我已通知宗门 燕清雪尚未知日 就是我们削减她身边实力之时 此话一出 老大碰的一声将们关上了 要的就是确定老二的态度而已 我们当然照做不悟 随即兄弟四人达成了合作 第二天一大早 城主府下早已经被人群为的水泄不通了 苏信看着一旁的黄金座椅心想 那怪朝廷要控制商山城继承人的选拔 单凭这只有皇室才能用的盘龙座椅来看 燕黄九虽然不屑于武林各派勾结 但也未曾把朝廷放在眼里 片刻之后 在众人的欢呼下 城主缓缓地走了上来 商山城创建三十余载 现在的我已经老了 经过同样公平的竞争后 我的女儿燕青雪赢得继承人的资格 我宣布 我死后 燕青雪便是这商山城的城主 厂下的群众天罢 全都惊呆了 他们一个个地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 但也无可奈何 三天后 一众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商山城内 为首的是那苍蓝谷的墨天兰 闭关五年 我那表弟没坐上城主的位置就算了 竟然还要我墨家亲自出手 还真是废物啊 燕淑环早就在城门口等他了 天兰表哥 没想到这次来的居然是你 墨天兰则是一脸鄙视地看着他 燕淑横 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一点长进 竟然还没突破到先天境界 我哪里有表哥这个天赋啊 恐怕整个湘南武林年轻一辈中 表哥你也是当之无愧的翘楚 话音刚落 一道鞭子啪的一下抽了过来 燕淑环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 燕淑环 你拍墨天兰的马屁我不管 但整个湘南武林 莫天兰看不下去了 燕与蝶 燕淑环在废物也是我表弟 你当着我的面打他 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本姑娘打都打了 你能如何 如有不服 大可切一番 我倒想看看你这五年闭关到底有何长进 说话间一个周围响起 优贺 今天挺热闹的 你们来得倒是早 只见两个大汉朝着他们走了过来 一个是九华剑宗的方辰宇 另一个则是千机神刀门的灵涛 那方辰宇对着燕与蝶调调侃了起来 方辰宇 收起你那恶心的目光 信不信本姑娘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说着啪的一鞭子抽了过去 吓得那方辰宇赶忙一个闪身躲开 一番交手下来 那方辰宇也察觉到了这蓝蝶调不简单 随即将玩笑作罢 莫天兰则是跟着燕书还回了他的府邸 那莫天兰直接坐上了正左 原本你要是成为了继承人战的先机 我们莫家只要帮你稳定住城内的秩序 到时候你自然会安稳地坐上城主的位置的 可我们费了那么大力气 才让明剑山庄出售的玄铁 居然被你搞砸了 现在燕清雪动不得 只能在其身边的人上下手 已削弱他的实力了 表哥 燕清雪身边的孟清泽 可是人绑强者 那莫天兰却不以为然 人绑强者吗 呵呵 若是击败了他 我能否登临人绑呢 另一边的方辰宇则是直接去了青楼 正是还没计划便吃喝玩乐了起来 小公子看着自己找来的帮手如此 也是满脸的不悦写在了脸上 自然也被那方辰宇察觉出来了 小子 不高兴了 觉得本公子光知道吃喝玩乐 却不帮你想办法争夺城主之位 是不是 小公子没想到自己竟会被看穿 方辰宇多心了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 你就不好奇 我好色如命 到处惹事 宗门为什么还如此地放任我吗 说着将手里的酒杯扔了出去 随即啪的一指将那酒杯给一分为二了 那是因为九华建宗上千弟子 只有我方辰宇 在三十五岁之前便打通了掩耳四巧 看到方辰宇的实力后 小公子也放了心 那方师兄 到时我们直接打上门解决孟清泽和那个女人吗 你是白痴吗 那女人可是你父亲内定的继承人 让我对他动手 你还不如直接来给我收尸 我们先减除他身边的力量 所以行动期间 必须要为夺取城主的事取得一丝先机才行 所以我打算向城主提亲 迎娶燕清雪 老九听爸解决着头上一个炸雷 我特么奈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当我姐夫 如果这件事能做成 我们九华建宗就可以利用这一点 直接控制商山城 名义上占据大义 其他几人是绝对争不过我们的 听到这个小公子瞬间炸了毛 那我怎么办 这商山城之主的位置 我还争不争了 放心吧 你母亲是我九华建宗的人 我们怎么会让你吃亏呢 我们九华建宗占据了商山城后 肯定要选出一个实际的管理者来架空燕清雪 这个人除了你还有谁更合适呢 该你的就是你的 谁也拿不走 次日燕清雪别怨 手下大喊着跑了进来 公子 不好了 九公子带着人要打进来了 苏信心想 昨天门派的人进城的动静 燕黄九不可能不知道 但明明事前宣布燕清雪为继承人的他 现在却不管不顾 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苏信走出之后便看到一群人已经在院子里了 燕小姐 陶谦跟我们牵击神刀门的仇怨 你那不会不知道吧 现在把他交给我 你收留他的事我可以考虑既往不救 林涛 你们欺人太甚 当初我不过是无意冲撞你们宗门的长老之子 你们竟然让我家破人亡 如此手段简直禽兽不如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不会连累燕小姐他们 说着陶谦就要拔剑 却被苏信一把拦了下来 你还没看出来吗 即使没有你 他们也会找个别的借口打上门来的 陶管主 你要相信这世上还是有公道的 有些人想在这商山城一手遮天 算不算不自量力 孟清泽 你是打算给那个废物出头了 既然你知道我的来意 就在这里我们站上一场 你敢不敢 你要是赢了 我牵击神刀门立刻带人离开商山城 你要是输了 人绑的位置就归我了 这林涛也是人狠话不多 说吧 直接拿着刀冲向了苏信 苏信拿出油笼 砰的一声将那双刀给挡了下来 人绑的位置可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 我就站在这里 有本事来取辨识 老九看着当下的场面心里一阵妈卖皮 这个林涛 未免太自负了 我们人手众多直接打进去辨识 为什么偏要一对一呢 要是赢了还好 如果输了的话再想回来对烟轻血发难 可就没机会了 再看两人一个交手下来 那林涛打出了自信 如果你是人榜第一的到赤林长河 我自然不会讨扰 可惜 你并没有那个实力 说吧 大喝了一声千机百遍 一道阴阳八卦的真气朝着苏信打了过去 苏信也是不慌 红着眼抬手就是一剑 疯的一声爆炸 两人的大招撞在了一块 还没等林涛缓口气 只听得一声闻雷惊折 那林涛的肩膀瞬间被戳了一个窟窿 疯的一声飞出七八米远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千机神刀门的其他人看到林涛吃饼 想上去帮忙 却被老九拦了下来 突然三个身影出现在老九的背后 听说你们千机神刀门的九宫千机刀阵很有名啊 不准备展示一下吗 苏信看着来人 诸位也是想来鄙视的吗 在下今天可不是来惹事的 而是来提亲的 在下诚心想要迎娶燕小姐 结为发妻 终生不渝 燕青雪听到后直接给一口拒绝了 道歉了方公子 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没有父亲的同意 我是不会答应的 那就是说只要燕城主同意 你就会嫁给我咯 那方辰宇哪里知道 燕青雪早已经暗恋上了苏信 再次遭到拒绝 这下老脸可挂不住了 燕小姐 你应该知道现在这个位置你是保不住的 你若嫁给了我 有我九华剑宗做后盾 才能坐稳城主之位 看到那人这么装逼苏信受不了了 我说这位九华剑宗的方兄 请问你哪来的自信说这番话 孟清泽 我跟燕小姐提亲 轮得着你来插嘴 我收了燕小姐的东西 自然要保她坐稳城主的位置 你若再敢纠缠 别怪我打断你五只 让你这辈子都没有跟人提亲的资格 一旁的燕羽叠听到苏信的这话后 哭呲一声笑了出来 有创意 这话说得本姑娘喜欢 那方辰宇见众人前失了面子 恼羞成怒 直接抽出剑来 朝着苏信砍了过去 苏信对上他也不用剑 而是用执法将攻击尽数挡了下来 几招过后 苏信再次使用出了金折 砰的一声 直接将那方辰宇的剑给干弯了 几番攻击下来 虽说被那方辰宇挡下 但却也泪出了满头大汗 还不上 别忘了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我要是折在这里 你们也奈何不了他 那墨天兰手上有了动作 呵呵 还以为你方辰宇用不着我们呢 蓝宇蝶也挥舞起了鞭子 孟清泽 虽然本姑娘很欣赏你 但宗门任务在身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哦 随即便是一招李火蛇 树道真气打向了苏信 那墨天兰也紧接着 跟上一招汗海苍蓝 绝不掏场 轰的一声爆炸 缓解了那方辰宇的正面压力 拦下苏信的攻击之后 那蓝宇蝶又是一招李火蛇艳骄 眨眼间竖道鞭子 已经到了苏信的脸上 那苏信也不闪躲 一招精神指严酷大数 将蓝宇蝶的真气全给打散了 看到苏信分心 那方辰宇再次从苏信背后攻击了上去 苏信眼看处备受备 直接原地开启了大招 一剑出 万法面 树道剑气向周围斩了出去 顷刻间爆炸声响起 方圆十几里内 全被白色的真气爆炸吞没 烟雾散去之后 面子里直接被砸出来一个大坑 那方辰宇被打成了重伤 艰难地想站起身来 孟卿泽 你还要杀我不成 我只是想告诉你 燕小姐这里有我无敌 随即几道执法真气 在那方辰宇的四肢上穿了过去 那方辰宇疼得呲挖乱脚 孟卿泽 今日你废我经脉 他入我宗门 必将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苏信这波操作下来 也累得满头大汗 大口地喘着粗气 以我现在这个状态来看 对手都是大门派的精英弟子 同阶以一敌多 还是有些勉强了 那蓝宇疠倒是有几分实力 虽说落败但也没受伤 只见他来到苏信面前 孟卿泽 你果然不负人榜之名 本姑娘记住你了 等我养好了伤 次会再来找你 说罢便带着手下离开了 剩下的一众人 也带上了方辰宇和灵涛 灰溜溜的离开了 燕青雪走了过来 孟公子重伤了 湘南四大门派的嫡传弟子 这是恐怕是闹大了些 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倒是担心他们不来嘛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回去等着看戏 以个大门派互独自的秉性 自然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小的在这商山城里 不起什么风浪 但是老的来了 他燕黄酒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几天之后 正如苏信猜想的一样 几个老家伙突然找上了城主 燕黄酒 你女儿的手下 将我离火叫的圣女 打成了重伤 你还要阻止我动手吗 这是必须给我们姐妹一个交代 处理不了你女儿 那就把她的手下全部处理掉 老城主却是一心的护犊子 那跟杀了清雪有什么两样 如果我真的清理掉孟清泽等人 那清雪这个城主 又靠谁来辅佐 一夜夫妻百日恩 燕黄酒 你真的要为了 那个贼人的孩子 如此对待我们吗 听到这的城主当场就火了 你还知道我们是夫妻 你想到我们是夫妻 你们都回去吧 以后不要再踏入商山城 此话一出 老娘们黑这个脸转身走了 燕黄酒 但愿你不会为自己今天的选择后悔 城主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商山城是我燕家的 为什么你们都要逼我呢 谁若是敢伸手我商山城来一个 我杀一个 另一边离火叫的灭牙洞里 手下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教主 击败我四派敌传的是四绝散人的弟子 联系其他门派一同前往 我倒要看看 燕黄酒如何互助这孟清泽 另一边 苏信正在和他们三个在院子里吹牛逼聊天 突然那念方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突如其来的威压是怎么回事 苏信急忙开启他的龙像薄弱宫也察觉到了 这么快就来了吗 只见四个老逼蹬在门外大喊 孟清泽 你重伤我苍蓝谷墨家弟子 还不出来认罪 苏信开门走了出来 五者对战 生死莫论 明明是你们的弟子既不如人 这也算是我的罪过吗 莫要狡辩 你以为你是四绝散人的弟子 就可以在湘南胡作非为了吗 就算你师父亲自来湘南 他也不敢对我四家弟子下如此狠手 苏信听罢冷哼一声 我师父不在这里 你当然敢这么说了他若是在这 你认为你还有大放厥词的机会吗 莫师兄 此子如此狂妄 你就甘心被他羞辱吗 难道是怕了四绝散人不成 笑话 就算我杀了这子 你们三人也别想脱了干系 他日宗浩阳打上门来 你们可别躲起来 原来四个老逼登 谁也不想日后被报复 互相拱火了起来 然而其中一人还是出了手 我看你们莫家就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你不杀 我来杀 说着一指戳向了苏信 下一秒一个龙头形状的真气飞了过来 将那攻击给轰散了 只见一人挡在了苏信面前 韩廷兰 这里不是你九华剑宗 轮不到你来撒野 久变苍龙拳 燕黄九你一定要保慈子吗 他可是废了我派百年难遇的精英弟子 其余三家的弟子也被其中伤 那几个小娃主动来我上山城闹事 我放任他们离去已经是仁慈之举 如今你们竟然还想讨个说法回去 当真可笑 韩廷兰听罢直接抽出剑来 燕黄九 你这么做 可曾考虑过后果 下一秒 那城主大喝一声将身上的衣服震飞 露出了八块腹肌 后果 后果就是 你们不滚就都给我死 说罢一拳打出夹杂着龙银朝着韩廷兰挥了过去 那韩廷兰想跑回去 两道真气相撞风的一声爆炸 烟雾散去之后 韩廷兰强行接下此招 被震的手臂发抖 他看向背后的三人 燕黄九的修为不是我们一人能敌的 你们还不一起出手 那三人健壮 一窝蜂地扑向了城主 那城主也不闪躲 一招九便苍龙拳九龙笑日打了出来 九个龙头从身后争先恐后地钻了出来 伴随着龙银 将攻击过来的三人拳给打飞了出去 扑刺一声 四人一口同声地吐出了鲜血 燕黄九受缘将近 不值得我们拼命 我们走 随即四人互相搀扶着出了城 出身卑微的燕青雪 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父爱 他对城主的身体很是担心 城主最后还是没让女儿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为父没事 青雪七日后 你就准备真正继承商山城城主之位吧 子仲 带人去把老大老二他们控制起来 将他们身边所有门派弟子 全部诛杀 随即又看向了苏信 孟清泽 这段时间青雪就交给你照看了 有你在 我相信他会没事的 可把苏信高兴坏了 城主请放心 我答应过燕小姐 一定会护他周全的 主妇完一切后 城主急忙转身 丫头 回去把为父要回去调养一下 苏信看出了城主的异常 看来此番对战 城主是由静登窟了 竟然这么快就安排起后事了 不过就算这样 以后没了容神镜的宗师坐镇商山城 其他宗门还会有所忌惮吗 还是留了其他后手 几日后城主一条四的光辉战绩在城内传开了 不过燕城主也由静登窟十日无多 也被众人知晓 恰在此时 一个高贵打扮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了大街上 商山城什么时候来了这号人一身同臭气 这打扮看起来可真够恶俗的 嘘 小点声 那位可是燕城主请来商山城坐镇的容神镜强者 钱能通神钱道然 不知道燕城主许下了多大的筹码 竟让他答应坐镇商山城一百年呢 另一边城主府里 老城主已经病入膏肓下不了床了 燕青雪整日的伺候在他身边 这些年来我亏欠你和你母亲的太多了 希望你不要恨我 为父不求你能壮大商山城只要你能守住就足以 燕青雪被这一套说辞整得哭成了泪人 青雪从未恨过父亲 为父问你 你可喜欢那孟清泽 你要说实话 这很重要 刚还在哭泣的燕青雪听到后 瞬间小脸一红 我确实喜欢孟公子 那就好 你让他进来吧 我有些话要跟他讲 把苏信叫进来后 老城主将同样的问题问向了他 孟清泽 你可喜欢清雪 燕小姐为人善良 姿色出众 我相信没有哪个男子不喜欢这样的女子 孟某也不例外 突然城主话锋一转 只要你答应我 你们成亲后第一个孩子姓燕 我便让清雪嫁给你 你看如何 苏信头顶一个炸雷 等等 燕城主在下什么时候说过要娶燕小姐了 虽然商山城现在有钱道人守护 但清雪的手段还是稚嫩的些 如果你能留下来帮她 我还是很放心的 道歉了城主 我虽然对燕小姐心存好感 但也只是欣赏而已 我这在江湖不会安居此地的 孟清泽 你真的要拒绝吗 留在商山城 虽然清雪是城主 但实际的掌权人却会是你 苏信表面上还是部位所动城主 我置不在此 您还是莫要逼我了 既然如此 你就不要怪我了 说着将一团黑色的东西丢向了苏信 苏信一个条件反射 将那东西接了下来 没想到城主丢过来的是一只蛊虫 下一秒直接钻进了苏信的手心里 此物乃是苗将骨失恋制的奇虫青丝骨 这青丝骨被我用清雪的发丝喂养 只要它进了你的身体 你这辈子就别想再离开清雪了 只要你离开清雪超过十天 或与其他女子交合 骨毒就会发作 钻心尸骨 苏信听罢冷哼一声 燕城主 你以为你真正的了解过我吗 你就不担心 我是其他势力派来的人吗 能抵抗毒骨的功法 不知您老听过没有 说着便催动功法 将手心里的骨虫给逼了出来 然后丢在地上扑刺一脚给踩死了 这么强大的骨虫可真是浪费了 这动操作可把城主给惊呆了 苏信索性也摊牌了 亮出了六扇门的身份 城主听罢瞬间火了 你居然是朝廷的人 我杀了你 正当要下杀手的时候 心脏突然剧烈地跳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激火攻心 扑刺一声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就这样领门喝饭 苏信看着惨死的老城主感叹了起来 何必呢 任你机关算尽 但却错失了最关键的一环 曾经的一代宗师游进灯窟之际 却落得被人气死的下场 着实可惜 为了让烟轻雪坐稳城主的位置 我会处理好您其他的子嗣 就当作还您一份欣赏我的恩情吧 外面突然雷声大作 好像在为这位迟暮的英雄送行一样 片刻之后城主府内传出一片悲悯 另一边烟书还的别人内 几人在得知城主尚未给烟轻雪后 勃然大怒 凭什么父亲宁愿选择烟轻雪那个贱人 也不选择我们 就算是死了 也要为他铺好路 孟清泽已经得罪了我们身后的势力 宗门的老家伙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待他们修整完毕再临上山城 我们或许还有一丝机会 可现在山山城还有钱道人做手 宗门的老家伙 真的愿意为了我们得罪一个宗师吗 钱道人只是答应帮助烟轻雪 可没说会保护孟清泽 说曹操曹操道 苏信一脸杀意的走了进来 可笑 我何时需要别人保护 孟清泽 你来干什么 只见苏信淡定的说了两个字 杀人 这可把几个逼下出了一头冷汗 没有烟轻雪的命令 你敢杀我们 他的心肠是太过善良了些 但我向来不喜欢给自己留下什么隐患 只听扑刺一声 几个逼瞬间领了盒饭 就这样一夜之间 燕城主的其他十二位子女 全部横世家中 成为了街头小巷人们谈论的话题 第二天一大早苏信找到燕清雪 燕小姐 山山城的事已经告一段落 我是来请辞的 那天父亲跟你的对话 应该是说我们的婚事吧 孟公子 真的不能留下来吗 还是你本就不曾喜欢过我 清雪你知道的 若是没有师父的话卷 我本就不可能留在山山城 相如以沫不如相望于江湖 若是有缘 我们来日依旧会相见的 听到这的燕清雪瞬间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那我也要跟你一起浪迹江湖 别闹了 想想山山城的人和事 他们都离不开你的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难关 就打开这个锦囊 它会帮助到你的 燕清雪接过锦囊之后 还在苦苦地挽留 可是 我不想离开你 你知道的 苏信果断转身朝外走去 我知不在此 还是有缘再见吧 就这样苏信出了城 脱去了一身的伪装 做回了自己 系统盯的一声 弹出任务完成的消息 正在看系统面板的时候 突然一把飞刀转着圈飞了过来 苏信拿起箭来 砰的一声将那飞刀打飞了出去 凤吃八斩刀 铁大人 不愧是你 这才多久的时间 竟然已经打通了而言思窍了 铁大人谬赞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然是一直在这里等你 不过我好奇的是 你居然舍得离开山山城的温柔乡 这么快就下山了 铁大人别开玩笑了 我若是留在山山城 恐怕这辈子的静静也只能止步于此了 铁无情听罢很是欣慰 说得好 你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 门内的功绩已经累计到一千五百点了 如果有需要记得回总部兑换 苏信一连比试 才这么点 我记得上次您赠予我的天充单 可是需要两千点呢 正常这个等级的任务 奖励也只有一千点而已 由于你这次任务完成的漂亮 所以门内魄力多给了你五百点 我倒也算沾了你的光观生一击 飞银帮出事了 是中原武林来了一股势力 因为苏信在山山城垄断 南蛮特产卖出了五千万两天价一事 他们眼红了 苏信很是不解 中原那些大派怎么会看得上这点银头小力 那些一流大派当然是看不上 真正眼红的 是那些大派出门磨练的弟子 苏信心里一阵妈卖劈 磨练弟子 就可以随便在别人的地盘上横行八道吗 那些湘南道的武林势力就这么看着 铁无情指出了其中问题 很简单 湘南示弱 弱者就活该被欺凌他们躲还来不及 怎么会管 随后拍着苏信的肩膀 别忘了你还是六扇门的人 如果他们闹得太过了门内不会坐视不理的 得知消息的苏信 直接踏入了东林府的境内 刚一进城 就看到一群人着急忙慌的在赶路 苏信伸手拦了上去 打扰一下 东林府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为什么有这么多舞者聚集到这里 那人很是嚣张看有人挡路对着苏信大骂了起来 老子有什么义务回答你 赶紧滚 只见那苏信眼色一遍亮出了自己的实力 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那人被吓坏了一下子年了 前辈息怒 是剑萌的狄云飞狄公子 在东林府广摇湘南巧楚加入他的麾下 苏信一脸鄙视的看向几人 他们可都是中原的舞者 你们就安心投入他们吗 前辈 我等散修穷其一生也不见得能接触到天派 这次机会对我们来说实在难得啊 是啊前辈 待到中原门派真的对湘南有什么动作的时候 我等小角色也有个保命的手段不适 听到他们一心自保 苏信也没再为难他们 转身走开了 话说这狄公子是针剑萌萌主 闭眼飞龙狄金飞的亲弟弟 几人正在酒桌前吹嘘 他们都想投到狄公子的麾下 苏信在旁边听了半天 开口问向他们 狄云飞现在在哪里 那人看有人直呼他偶像大名 转过头了给苏信骂了 大胆 狄公子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苏信也不惯着 直接抽出剑来 一剑刺穿了那人的手掌 那人也老实交代了起来 苏信从那人口中得知 狄云飞去南宁府招揽陈家的人了 其他中原势力也离开了东宁府 去寻找德利的手下了 得知消息后 随即将剑抽了出来 又打听起了非英帮最近的消息 因为非英帮攥着南蛮贸易的重要渠道 现在可是各大势力争抢的重要对象 但是他们的帮主固执得很 谁的账都不买 非英帮的帮主还算有些实力 上次狄公子派出的手下 连他们的大门都没进去 就被打了出来 听到这的苏信悬着的一颗心 也算是放了下来 那迪云飞有什么打算 迪公子说 如果对方还不识去的话 那就宁可不要南蛮带来的收益 也要亲自将非英帮抹杀 苏信听罢冷笑了一声 那我便先斩你双脚再断你双臂 没了那些手下 我看你迪云飞如何踏入我非英帮 就这样苏信一夜间 杀了迪公子新招揽的所有实力强劲的手下 还让人去给那迪云飞去报了信 自己则在酒馆里边喝酒边等了起来 不如坐下来喝杯酒压压惊 呵呵 苏信哪苏信 真不知道你是无知还是胆子的 杀了我几位手下还敢留下消息自报家门 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吗 苏信也不示弱 那我也想问问迪公子 谁令你的勇气去骚扰我非英帮 一个兔子听罢站了出来 放肆 居然敢这么跟迪公子说话 你想死吗 主人说话狗也有叫嚣的资格 你应该就是庞飞云为了巴结迪云飞 抛弃手下患难多年的兄弟 说狗都是便宜你了吧 你应该庆幸昨晚不在这东陵府 不然你连看到今天太阳的机会都没了 那迪云飞拦住了手下 苏信 你巧言令色的本事 倒是比你的修为强多了 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迪公子 若是没有征剑萌你以为你会有今天 迪云飞大笑了起来 想要打击我的心神 可惜啊 我的心神并没有漏洞 征剑萌本来就是我的 等我哥哥退位之后我便是盟主 我看不然吧 征剑萌虽然能给你带来势力 但一直处于你哥哥 闭眼飞龙狄金飞的光彩下 那滋味恐怕也不好受吧 好歹你也是位猎人榜57位的强者 倒也是唯一一个连自己的绰号都没有的人了 你说是吧 狄金飞的弟弟 听到这的狄云飞变了脸色 苏信 如果你想激怒我的话 恭喜你成功了 想死 我便成全你 苏信看着几个拔刀的小卡拉米 怎么 你多气少吗 虽然苏某只有一个人 但也一定会奉陪到底的 那狄云飞喝退了手下 一个狗爪子朝着苏信打了过去 苏信也不示弱 挥拳迎了上去 轰的一声两人的真气撞到一块 竟然不分高下 看着苏信的实力 这可把一旁的秃子吓得不轻 灵翘镜 一年前登灵人榜 不过才是半步先天的小角色而已 这个家伙静静未免太快了 只见那狄云飞随即又是一招腾龙兮手 两条蓝色的龙银呼啸着冲向了苏信 轰的一声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苏信的身上 直接被震出去七八米远 墙壁都给干出了一个窟窿 然而那狄云飞也没好到哪去 由于之前苏信的言语讥讽 使得他动用真气时怒气攻入心脉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众人看着狄云飞的招式纷纷议论了起来 这就是狄金飞的独门绝技青龙镜吗 居然传给了他弟弟 狄云飞听到后再次动了气 你们都给我闭嘴 谁在提他我宰了谁 话音刚落 又是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整个人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下一秒苏信从窟窿里走了出了 要不怎么说呢 功法这个东西还是自己的好 强行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难免会遭受反噬吧 说什么来着要是狄金飞的话 肯定不会被别人三言两语就乱了心神吧 这下那狄云飞是彻底被激怒了 破了大方直接真气全开 冒着心脉寸断的风险 强行地冲向了苏信 面对呼啸而来的青龙 苏信一招神剑血河将那青龙一分为二 扑刺一声 一剑划破了那狄云飞的腹部 强大的力道 将他砍飞七八米远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兔子健壮对着手下大喊 照顾好狄公子 娘的 他要是丢了性命 我们谁都担待不起 陈家主 所谓主辱陈死 你若是在这么看着 等征剑盟将醉下来你可担待得起 那黄毛仔听罢面色凝重了起来 之间的厉害关系我自然清楚 用不着你废话 显然也是有了要动手的意思 说话间 一个人影从门外走了进来 怎么 单打不过 就要一起上了吗 来人正是那人榜排名第21位的 九节月女谢芷燕 场上的众人也全都认了出来 谢芷燕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湘南又不是你征剑盟的地盘 我来找老友酗酒 还要跟你打招呼不成 随即那谢芷燕走到苏信的身边 苏信 又见面了 馨儿可是很想你的 一众人看着两人亲密的关系 秃子泛起了嘀咕 狄公子 这谢芷燕竟和苏信相识 那迪云飞也没了脾气 冷横了一声在手下的搀扶下离开了客栈 迪云飞走后 苏信看向谢芷燕 谢姑娘 馨儿怎么样了 你倒是只记得你妹妹放心吧 她静静很快门内的人都把她当作宝贝一样捧着 生怕她有什么事呢 当苏信问到谢芷燕此行的目的时 两人商量后决定找一处披静的地方洽谈 半天之后 苏信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迪云飞居然把手 伸到你们一键门的附庸势力上了 是啊 但是你击败了迪云飞 还杀了她那么多实力不俗的手下 我这趟算是白来了 苏信听猛逼了 合着你妈半天我再给别人打工 你的意思是 迪云飞败在了我手上 那她就失去在湘南继续竞争的资格了 差不多吧 她因你实力大损 已然没有了跟其他帮派竞争的实力 重要的是就连他人榜的排名 也要归你了 说实话 他们所谓的竞争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 要不是我言语激怒了迪云飞 她不可能亲自动手 这次各大帮派的目的很明确 只想锻炼他们育人的本事而已 真要是谁因此丢了性命 那些门派可都会肉疼的 突然一个大帅逼朝着他俩走了过来 这位就是下七人榜排名第五十七的苏兄了吧 呵呵 在下年帮肖挪云 谢止燕一眼认出了他 年帮下坛坛主不二刀金可信的弟子 你不去忙着拉拢势力 来这里做什么 肖某并无敌意 你知道的 人榜排名这个东西 门派里的老头子们还是很在意的 原来这伙是来找苏信打架的 想通过苏信提升自己的排名 哈哈切磋吗 可以 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如果我赢了 你必须放弃争夺非英帮的念头 苏兄倒是幽默 我若是不答应呢 你还能逃出我的手心不成 苏信看着一旁的谢止燕 逆见门可欠我一个 送了他们修建苗子的大人情 你想对我动手 先问问这位谢姑娘是否同意了 在苏信一番犀利的言语下 那肖某云吃了瘪 气呼呼地转身走开了 若是以前我可能还对这些事里有所忌惮 但现在坐拥六扇门这么好的资源 撑到需要的时候可不能荒废了 谢止燕开口问苏信 湘南的事我也算是解决了 你还准备留在湘南吗 当然不是 只要解决了下面这个人 榜排名55位的上官燕青 我便前往中原 听闻上官燕青城府极深 为人阴毒 你可是要小心了 多谢告知 我会小心的 我的妹妹仙儿 也劳烦你们费心了 两人分别后 三日后的圣经城里 新一个月的人榜排名公布后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果然排名前三的还是没变了 看来这一代的人榜 很难有人超越林长河了 听说剑公子和修一年前顿物剑影 曾挑战过排名第一的道斥林长河 却是连剑都没拔出来就败了 当看到苏信的排名后 众人目瞪口呆 我的天 竟然有人从百名开外 直接提升到了54名 另一边 苏信回到了飞鹰帮 李坏和老黄赶忙围了上来 老大 你这次回来 准备在湘南待多久 迪云飞被我击败 肖默云也打消了对我们的主意 但上官燕青还没有解决 短时间内我还不能离开着 上官燕青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他现在正带着人在华英山呢 再看上官燕青那边 手下正被气得破口大骂 这苏信小儿也太狂妄了 还说什么杀了个势力的全部手下 上官公子 这种事你也能忍 那上官燕青也是头疼 给我闭嘴 现在不是找苏信麻烦的时候 这段时间都给我老实点 随后看向另一人 韩寨主 林木那边挖掘的怎么样了 不太顺利 毕竟这华英山 不只是我们三个人的地盘 就算是从我们的地盘 开始挖掘也要小心一些 不能惊动了别人 怎么这么慢 林木没挖开 我上官家的人过来后 可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此话一出 可把在场的几人听猛逼了 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说好了林木里的东西 你六我们四 现在为何又叫你们 上官家的人过来 这可是见孙子 身为阳神静的强者 做话后的剑气虽死不散 凭你们的实力 谁能进得去 两个逼瞬间 被那上官艳卿对得哑口无言 韩寨主为了缓解气氛 你们上官式的人过来 也不是不可以 那寝灵里的东西 韩寨主 我上官家这次来的 可是化神境的宗师 这事后的分成 当然要变一变了 一公子的意思 我们还能拿几成 当听那上官艳卿 说一成的时候 那人直接先桌子了 上官艳卿 你未免欺人太甚 寝灵里的东西 只让出一成 你让我们三人怎么分 那上官艳卿 直接催动了真气 当初你们贪心不足 私自找上我 现在都怨起我来了 一成已是底线 莫要在意 上官公子 做人最好留一线 不然我们就把 寝灵的消息捅出去 咱们大不了 鱼死网破 那上官艳卿 听爸大笑了起来 鱼死网破 你们也配 你们要是敢把消息捅出去 待我上官家化神境一道 定然让你 华阴山寸草不生 你们信不信 一成的好处不少了 就算你们逃到了中原 说不定还能拿着 寝灵里的机缘 更进一步呢 说吧那上官艳卿 走出了意识厅 三人全都弄在了原地 这次可是被这个狗娘 养的给骗惨了 这数字心机很毒 难道我们就这么忍了 寝寨主也认头了 不然呢 真要是把消息出去 不等上官室的人道 我们可能就被 其他几位寨主给绞杀了 可万一到时候 上官艳卿 只给我们一些 没用的财宝 把功法五计全部拿走 我们又能如何 他想独吞寝灵里的好处 我们偏不让他得逞 只要我们引来一名武者 让他主动发现 这华音山中的动静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戏了 你这话说的倒是轻巧 引来一个 还是一群有什么区别吗 最后那上官卿 还不是会找到我们头上 那人显然是铁了心 要搞上官艳卿了 如果引来外人的是 他上官艳卿自己的手下呢 上官艳卿的手下助言信 此人质大财书 实力平平 但功力心极强 他不是一直想惩治苏信 在他的主子面前 表现一下自己吗 我们就给他一个机会 第二天 这三个逼在那助言信面前 演了一出戏 他们将一颗哑火的炸弹 说成是堂门里流出来的大杀气 故意地让那助言信听到 那助言信还真的信以为真了 赶忙跑着去找那神器了 第二天那助言信 便来到了非鹰帮的门口叫骂 黄口小儿苏信 你胆敢口出狂言威胁我家上官公子 还不滚出来谢罪 苏信带着老黄他们走了出去 上官艳卿手下是没人了吗 居然派了个气海精的废物过来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若是乖乖束手就请 跟我回去谢罪 我便留你一命 当听到苏信拒绝后 一个红色的铁珠朝着苏信丢了过去 苏信一个本能反应用剑打了下来 只见那铁球开始泛红 显然是炸弹 就在苏信大喊着让众人离开的时候 那铁珠掉在了地上没了动静 这可把他们三个看猛逼了 这上官艳卿也是够搞笑的 竟然派了这么一个逗逼来 助言信也猛逼了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说好的大杀气呢 老黄也是尴尬的要死 我说老大 不然咱们宰了他 直接打上门去算了 那上官艳卿的手下 若都是这种货色 咱们还担心什么 我是上官式的人 九阳建宗的敌传弟子 你不能杀我 苏信突然来到他面前 不杀你可以 老实交代 谁派你来的 当然是上官公子派我来的 苏信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以上官艳卿的成功 不可能做出这么低级的举动 我再问你一遍谁派你来的 在一通胖揍后 那人把上官艳卿到目消息 一股脑地告诉了苏信 得知消息的苏信 心中一律方算解开 怪不得上官艳卿一来到湘南 就钻到了华音山里 原来隐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老大 不如我们现在就出手 把那剑尊者罗云的请铃抢过来 瞧 算计助言信的估计 便是那儿债主韩广 他们巴不得我们打上去 好把这事全都给揭露出来呢 听了苏信的话后 老黄也没了主心骨 那怎么办 咱们就敢看着 当然不能就这么看着 既然他们想热闹 就随了他们的意思 马上派人通知谢纸燕 迪云飞 肖摩云见尊者请铃的事情 老大 那么多大势力参与进来 我们岂不是白忙一场 凭我们的实力 就算上了华音山 也会被上官艳卿他们给踢出来 但肖摩云他们就不一样了 要的就是他们乱起来 我们便可以趁机出手 火中取栗 第二天华音山上 上官艳卿揪着手下大喊 看到祝言信了吗 看到了 昨晚他鬼鬼祟祟的自己跑下山去了 我们以为是公子派他去执行什么任务 也没敢拦着呀 看到这场面 三个逼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上官公子 一大早就发这么大脾气 那上官艳卿显然是猜出来点什么 祝言信昨天私自下山了 你们不知道 哎呦 这是我们自然是知道的 但他毕竟是上官公子的人 我们也不好询问不是 此时手下来报 不好了二寨主 肖摩云和迪云飞带着大批的武者闯上来了 看架是有数百人呢 话音刚落二人便走了过来 我说上官兄 你这是做的可不地道啊 发现了见尊者罗云的请令 也不知会我们一生 那上官艳卿黑这个脸看着他们 谁告诉你们的消息 是祝言信那个白痴吗 两人也被整猛逼了 祝言信是谁 突然 苏信拎着一个人走了过来 别猜了 是我告诉他们的 上官公子 你这位手下的胆子倒是大得很啊 拿着一件没用的暗器来刺杀我 是你给的胆子还是谁给的 那祝言信被揍得满头大包 公子 小的是被骗了呀 就我呀公子 即便如此那上官艳卿也没当众将他抛弃 废物 晚点再找你算账 还不滚过来 韩寨主看着眼下的场面有点不淡定了 二哥 是不是玩大了呀 苏信怎么把肖摩云他们也叫了过来 这下可没法收场了苏信这个温神 谁知道他怎么想的 另一边的上官艳卿看向几人 既然都来了也别藏着掖着 说说吧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说话间不远处又一个声音传来 什么意思 好歹这也是我们华音山的地盘 要挖什么请令 我们自然要讨一分利息 看着来人苏信一眼察觉到 这人的实力竟然在先天神恭敬 突然那上官艳卿指着苏信说道 你们想要参与进来也不是不可以 但苏信你一人有这个资格吗 上官公子真幽默 你说我不够资格 说着苏信蹭的一声将剑拔了出来 在场的谁说我不够资格 那就请站出来 我苏某人就让他看看 我究竟有没有资格去争夺这个请令 那迪云飞和肖摩云一个被揍过 另一个也被骂过 两个人见苏信这么说都没有吱声 那后来的曹正安心里也盘算着 请令未开 现在不是消耗实力的时候 最后也没说话 突然 砰的一身一人将一把二爷的刀插在了地上 一群酒精江湖的舞者 竟被一个矛头小子吓成这样 你们不上我上 这件尊者请令里的东西 我先拿一成 记住 我叫 话还没说完 只听扑刺一声便被苏信给割了吼 只见苏信缓缓缓的将剑收起 抱歉 我对死人的名字没什么兴趣 苏信展示完实力之后 半天之后场上没有了声音 谢止燕打破了季节 既然没人想出手 大家就别冷着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上官公子的族人可是在来的路上了 就这样 一群人跟着那上官燕 倾吓到了墓穴之中 一路上畅通无阻 那含债主心灵之后 被那上官燕 清摆了一道 苏信则是没有在那人群之中 谢止燕上来问他 你不着急进去吗 着急有什么用 反正这寝灵里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 从里面拿何从别人手里 强有什么区别 听到这个谢止燕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你倒是自信 要不我们结个萌如何 我只要见尊者罗云留下的剑丸 其他的东西都归你 苏信也答应了合作 两人慢悠悠地走向牧师 这位见尊者到底什么来头 还有那剑丸是什么 见尊者是八百年前很有名气的剑修 虽是散修出身 却未列人榜第一多年 只差一步便能迈入真武镜 成为武道天宗师 剑丸是剑修正常作画后 一身剑一凝聚的精华所在 对于纯粹的剑修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机缘 两人说话 突然前面一道阵法拦住了去路 走进去之后 苏信打量着现场 上官他们应该也进入这迷阵了 突然那谢芷燕手上有了动作 只见他手里的宝剑悬空发光了起来 这是什么招数 共鸣而已 纯粹的剑修都会得招数我们走吧 听到此话苏信打量着手上的游龙 看来我跟纯粹的剑修是彻底无缘了 两人在谢芷燕宝剑的共鸣下 轻松地走出了迷阵 来到一处石门前 看来我们是第一个到的 没有剑修的指引 那个迷阵还真是麻烦不少 当两人走上那高台之后 只见一把剑销立在那里 不见宝剑 应该是让别人拿走了 剑修是剑如命 就算生死也不会把剑丢掉的 苏信很是纳闷 可是这墓内并没有被拖到过的痕迹 剑完也完好无损 未免太奇怪了些 突然那骷髅手旁的一个警囊 引起了两人的注意 这是什么 苏信拿起来之后发现 竟然是那物的空间法器 借子带 瞬间警惕了起来 有些不对 从我们进入这寝陵开始 未免有些太顺利了吧 下一秒 那骨架胸前的剑丸有了反应 竟然开始破碎了 苏信看向一旁的谢指燕 快 你先吸收剑丸 不然他就要消散了 话音刚落 一群机关甲人从地板下面拿着剑突然出现 谢指燕一眼认了出来 这是左道八门之一墨门的剑葵 是墨门的傀儡秘书 传说剑尊者 跟墨门的企图摆遍真居墨长鹰相交墨拟 想来这寝陵也是墨长鹰建造的了 看着冲上来的剑葵 苏信碰得一脚踹碎一个 机关术吗 虽然没有自主意识 但数量太多了 这就是一群报道 一众剑葵瞬间被打成碎面 原来是上官燕青他们赶了过来 苏信 你们为了宝藏要助我们于死地吗 苏信看着他们 我说这里除了这些傀儡 根本没有什么宝藏你信吗 放屁 一定是你们先到来这里 把宝藏都长走了 狄云飞他们也眼红了 大家都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来到这里 你想独吞宝藏 这怎么都说不过去吧 苏信看向身后的谢芷燕 对他嘱咐道 这里我先顶着 你吸收完建完后再来帮我 随即看向一众人 所以你们是非要我吐出点什么了 乖乖交出我们应得的东西 否则这座寝陵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别说我没拿到什么东西 就算是有 到了我手里的便是我的 你们想要的话 大可凭本事来取 上官燕青看着背后围上来的傀儡 想利用这些来拖延时间 痴心妄想 话音刚落 实力低阶的小弟们朝着那傀儡冲了上去 那大寨主也表明了立场 苏公子 你我同是湘南之人 我可不想跟你动手 你还是识相一点 把东西都交出来吧 那迪云飞加上之前的过节 显然是没打算放过苏信的意思 交出宝藏 我可以留你一个全尸 苏信也不磨叽 从身后拿出一把棍子后蒸汽全开 你们以为人多就可以吃定我了吗 尽管放马过来 这正是他在系统商店里抽到的四星功法 朝天一棍 那迪云飞率先冲了上来 少给老子废话 今天这么多人在 我看你如何逃得出去 苏信看着他冷笑了一声 不知道同时击杀三名灵穷镜 和一名神功镜的武者 我在人榜上能排到什么名词呢 此话一出 可把那肖魔云给惊呆了 只见那苏信嘴里念念有词 云有目眼夜黑魂起为大雄 周围瞬间卷起一股杀气 聚精气丧不入我耳为大空 就把一边的肖魔云的两人给看待了 这你妈是玄界武技 这一部小区 伴随着轰动的声音 将他地板的裙给掀开了 那迪云飞的青龙镜完全不够看的 瞬间便被秒杀了 不止是迪云飞 连还没出手的曹正安直接被震死了 场上有一个算一个 全被苏信这一棍子给干猛低了 那牧师还被打穿了 能清晰的看到外面的山体 突然盯的一声系统弹窗 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正道公敌 系统奖励反派值八百点 苏信看着手里化为粉末的棍子心想 没想到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完成了任务 是杂鱼清理的太多了吗 一旁的肖魔云被震成了傻逼 艰难的站起身后看着苏信 苏信 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上官燕青也没好到哪去 你居然杀了住严信 苏信黑着个脸走到他的面前 你应该庆幸你还活着 另一边 谢芷燕也吸收好了剑丸 走了过来 苏信紧接着说道 就凭现在的你们 可还拦得住状态更甚的谢芷燕 出来之后谢芷燕对苏信赞不绝口 居然以一棍之威 吓得众门派弟子放任我们离开不敢阻拦 真有你的 据我了解 你应该没有学过棍法才是 但刚才那一事看起来 比少林四界绿堂的大威服魔棍还要强 面对夸赞苏信很是谦虚 谢姑娘就别说笑了 要不是你状态完好 你觉得他们会放过我吗 现在湘南的事也算是解决了 你准备去中原了吗 上官燕青这次闹出一个大笑话来 他们肯定也没什么心思在玩争斗的游戏了 所以我准备直接动身 如果你已经决定的话 那一定要小心一个人 你这次杀了上官的手下朱延信 可惹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苏信听罢很是不解 你是说那个出身九阳建宗的废物 九阳建宗确实是个不入流的宗门 但朱延信的父亲朱泽芳 可是少林四俗家弟子的出身 朱泽芳虽然代表不了少林四 但却已代表少林四俗家弟子这个群体 江湖上这群人可是很难惹的 听到这个苏信心里产生了好奇 少林四的俗家弟子之前倒是碰到过 这个群体到底代表着什么 少林四俗家弟子 是上一代少林主持家业尊者悬谈 为了抗衡道门四宗之一 造化道门的崛起想出的一个策略 但俗家弟子未经剃毒大多不愿受清规戒律约束 久而久之与佛门宗旨越来越偏 后来只能被废除 脱离了少林四庇护的俗家弟子 为了避免被江湖势力绞杀殆尽 只能联合在一起 抱团取暖相互照应 任何一个欺辱了他们的人 都会被群起而攻之 听到这的苏信两手一摊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 谁能想到无意间捅了个马蜂窝呢 你不要大意 柱泽芳这一批少林俗家弟子 神功镜和灵俏镜的舞者比比皆是 甚至有些天赋极高的 已经突破到了原神镜 面对谢芷燕的好心提醒 苏信最后还是到了险 随即分道扬镳了 另一边的朱家庄里 柱泽芳在得知儿子被杀害的消息后 勃然大怒 我现在就派人去给我的师兄断天牙送信 我要将那苏信碎尸万段 大哥 不可呀 那苏信可是货真价实的人绑强者 就连华阴山神功镜的曹正安 也没能逃出他的手段 面对手下的劝解那柱泽芳不以为然 多说无意苏信 我必杀之 三天后 苏信在松阳府里发现一株未长成的开生草 老板看到苏信失货后对他称赞了起来 公子好眼力 这草虽然未成 但帮助邻近舞者修炼的功效 只比成熟的开生草弱上那么一点而已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松阳府的开生草都是有人管控的吧 你们倒是好大的胆子 居然连这幼苗都挖了出来 公子说的这是什么话 小的也得养家糊口不适 价格弹拢之后 正当苏信要付钱的时候 突然一个老者拿着茶壶出现在周围 下一秒 朝着苏信脸上扔了过来 苏信一个扭头躲开 下一秒一把刀瞬间到了脸上 苏信一把将攻击挡了下来 两人僵持的时候 突然一把飞刀飞来 苏信一个眼疾手快丢下那老者 闪身跳了出去 轰一声飞刀打在了地上 来人室内助则方 苏信看着他 出手竟是杀招 看来我猜得没错 你们便是少林的俗家弟子了 苏信 你敢杀我而助严信 今天别想离开这里 说着背后两个大汉从墙后跳了出来 苏信看着他们 一个接一个的 还真是捅了蜂窝呀 那两人上来对着苏信辩词 苏信赶忙后撤 一招血和神剑 暂时将扑上来的人击腿 但是背后的助则方 两人随即又杀了过来 完全不给苏信喘气的机会 之间苏信手上有了动作 大喊了一声 二十四节气精神指严酷大鼠 那扑上来的助则方等人 被这执法犯起的万丈光芒 照得睁不开眼睛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苏信已经翻墙逃走了 以少敌多可从来都不是我的作风 术不奉陪 随即助则方一众人也追了上去 一众人在城内上演了一出 飞檐走壁的戏码 城里的市民也都纷纷讨论了起来 那是助家庄的庄主助则方 明月派的供奉长老月刃刀断天涯 还有天下镖局的镖头赤火雷枪周长信 还有一个 好像是血一楼的轻衣杀手 乖乖 什么角色值得四位先天神功镜的 强者合谋刺杀 另一边 苏信在助则方的追杀下 跑进了一处树林 累得呼呼地喘着粗气 突然有人从空中跳了下来 挡住了他的去路 正是追上来的助则方他们 怎么不跑啊 苏信 你杀我儿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今天 抱歉 你说的是助言戏那个废物吗 我只是随便扫了一棍子 谁想到竟然把他打死了 这可是助家庄主 你没教明白自己的儿子了 怎么弄得这么不精打 两句话下来 那助则方被苏信对得哑口无言 只见苏信手上拿出一个卷轴 身为少林俗家弟子的你们 可熟悉这本武技 话音刚落 苏信周围轰得一声卷起滔天的气势 一个巨大的罗汉像出现在他的身后 正是在系统商店里抽到的少林72绝技 大为妥储 背后一人见状对着苏信叫骂了起来 不过一灵翘进见黄口小了 也敢胡言乱语 说吧 直接飞身拿刀朝着苏信砍了上来 下一秒 被那罗汉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腹部 刀被打成了八半 咚的一声 飞出几十米远 落地之后卷起一阵尘埃 另一人见状大喊着 竟敢伤我兄弟 找死 然后和那助则方两人朝着苏信冲了过去 怎奈两人的攻击 全被苏信的武魂真身挡了下来 苏信看着偷袭过来的助则方 只是咧嘴一笑 下一秒 直接那罗汉轰的一声将武器砸向了地面 两人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落地之后两人捂着腹部 显然是被震出了内伤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的助则方看着其他几人 你们先走 去找我们少林俗家弟子一脉的高手来 为我们报仇 苏信听到后扑刺一声笑出了声 助庄主良心发现了 想杀我苏信 就要做好被反杀的觉悟 你安心的去吧 助家庄的人 我很快就会把他们送下去陪你的 刚嘚瑟完 背后一人飞了上来 杀我们 没那么容易 只见那人手上凝聚着蓝色的真气 打出一招幽冥掌 苏信回身 一掌对了上去 两人手掌相接 苏信瞬间察觉到了一场 该死 好重的寒气 见苏信走神 那助则方两人趁机再次冲了上来 只听苏信大喝了一声 歪门斜道 也想杀我 煞时间周围真气暴增 和苏信队长那人当场被震死了 很快苏信手上有了新的动作 只见他将游龙剑举过头顶 那罗汉象也同步了他的操作 只是手上的剑变成了红色 紧接着便是一招达摩剑 血达摩 对着周围便是一个横扫 跟着一次爆炸 助则方几人在这招攻击下 直接就蒸发了 尘埃落病之后 周围的地板全都碎裂 植物全都化为乌有 只剩下几具烧焦的尸体 当然还有苏信 苏信扑刺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经脉已经到极限了 以现在的实力对付四位神功劲的强者 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吗 如果没有从见尊者的灵情里得来的丹药 就算兑换了金刚维陀的秘宗 恐怕真气也早就透支了 还是得赶紧离开这里 抓紧疗伤才行 想到这的苏信 赶忙用着最后一丝气力 闪身开溜了 苏信走后 只见天空飘来一阵黑烟 片刻之后 竟然从里面走出了一个人来 只见他拿起这场爆炸过后的鲜血 闻了几个 少林斯大为驼干 用的竟然比玄通内的突驴都正宗 还真是奇怪啊 以灵鸠镜搏杀四位神功劲的武者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原来的平级作废 在网上增加一个等级 随后又顿入了黑烟之中 三日后 六扇门总部门前 众人看着新公布的人榜排名 我弟老天 有人冲入了人榜前三十 苏信的排名竟然来到了第二十三位 这个苏信到底是什么来头 静静未免也太快了 这才不是重点 你们想想 这苏信每次都是踩着名门正派的弟子上位 偏偏事后都安然无事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对啊 要真是有让人难以抗衡的实力也就算了 他第一次登上人榜 可是连先天境界都没达到呢 是啊 这次更是连少林俗家弟子都斩杀了 胆子未免也太大了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讨论着 另一边的苏信却浑然不知这一切 他在负伤之后乔装打扮来到了林州府 只见他心里思索着 如今经脉受损不能动用真气 只能先隐藏身了 当务之急 得先找个弃身之所才行 思考间 看到一群人正围在一处宅院的门前 苏信好奇地走了上去 这位兄台 这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我们林州府的大家族林家 每月开价十两 要给家主之子找一位教授舞蹈的老师 苏信很是纳闷 大家族 十两 这林家在开玩笑不成 他们以为舞者是路边的白菜吗 那人长叹了一口气说出了其中缘由 这可不是林家故意戏弄人 而是纯属被逼无奈啊 这带林家家主林万泽练功出了意外 去世后只留下他的妻子和儿子 现在的家主由他的弟弟林万诚担当 这林万诚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贪恋长嫂的美貌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林万泽的妻子方巧华拼死不从 最后闹得满城皆知 这林家的脸也快丢尽了 最恶劣的是那林万诚的老婆聂寒美 明明自己管不住男人 偏怪方巧华勾引他的丈夫 那是之后便对他母子二人百般针对 不让方巧华的儿子进入林家学武部说 就连历钱都被压榨到每个月只剩十两了 听到这的苏信也是颇为惊讶 按你这么说 方巧华岂不是拿了每月所有的钱 来让他的儿子学武修炼 是啊 可就算是有人愿意接受这十两银子的价钱 也没人敢接这个告示 因为那聂寒美的大哥 正是灵州府内第一武馆的管主奔雷剑聂远 他可是这块地界上为数不多的先天高手 没人会为了不相干的孤儿寡母去得罪他呀 苏信心里冷笑了起来 还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呀 当年我这身体的母亲带着心儿和他去到快活林 恐怕也遭了不少麻烦吧 只见苏信打步走上前去 一把将告示撕了下来 路不凭有人铲 事不凭有人管 这份活计 我接了 只见门前走出一个大汉恶狠狠的看向苏信 小子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们林家贴出告示招聘一位老师 在下自认为实力还不错 所以就来应征有什么问题吗 就你这副若鸡的样子也好意思来当老师 我先试试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说着便朝苏信打了过来 面对沙包大的拳头 苏信也不闪躲硬生生的用身体挡下了这一拳 此时的苏信心里在想 就算不能动用内力 先天舞者依旧是先天舞者 然后一把将他的手抓住 那人挣扎只想说回去 怎奈一点反应都没有 下一秒 隔着人群刷的一下那大汉被丢了出去 可把周围的人看傻了 我推个娘爱 随手一挥就把一大活人给丢出去了 这份实力 怎么也得有后天出妻了吧 随即苏信 直接走进了宅院里边 那夫人在看到苏信的实力后 急忙让自己的儿子磕头拜师 却被苏信拒绝了 我只是老师 不是师父 在下没有收弟子的打算 夫人大可放心 对待您孩子 我定当竭尽全力 话音刚落那念还没走了出来 对着那母子俩便是一通言语讥讽 苏信也没有和他争执 只是觉得泼妇样子的他很是有意思 那林万诚由于青睐方巧华的缘故 夫人宁先息怒 这女人招来的 不过只是一名后天初期的舞者而已 就算让他去教那林青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林家的你也知道 若是真把大哥遗留的妻儿逼走 主家怪罪下来 咱们可就要倒霉了 林州府年轻一辈 三年一度联合比武的日子可快到了 要是让那小子出了什么风头 老娘要你好看 那林万诚很是自信地看着孤儿寡母 放心吧夫人 绝对不会 就这样一连七个月下来 苏信都耐心教导着那林青 这天苏信将一百次的初级抽奖 兑换成了一次高级抽奖 结果抽到了四星半的人物雄霸 自带五级排云掌 风神腿和三分归元器 苏信看着系统面板 如今伤势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翘雪也已经打通 这门五级也足够我消化一段时间了 现在只差一个契机 便能沟通天地之力 练化眉心神功了 随后站起身来看着一旁的林青问道 今日修炼感受如何 依老师所说 我放弃了原来父亲传给我的入门武学 只修基础剑士 现在好像已经能感受到一点剑中的意念了 苏信很是欣慰地拍着他的肩膀 你与老师不同 若是能专攻剑术 日后定能有所造诣 明日便是你们林州府三年一度的比武日子 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 好好看看你的实力 第二天擂台上林万泽找来手下打听了起来 那林青如何 家主英明 小的盯了七月有余 那舞者交给林青的 都是些基础的玩意二 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啊 这次比武的投名 咱家少爷肯定是手到擒来了 听到这的林万诚也是放下了心来 再看另一边 城内有头有脸的人物 也全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参加比武了 首先是盛远镖局邱明 还有那李家家主李贺生 两人先是一通官场互吹 当然还有之前提到的那 镇威武馆的奔雷剑聂远 随后便是一群孩子上台抽签的环节 林青也在其中 当一个个富家的子弟看到他后 满嘴都是嘲讽和鄙视的话语 然而林青是一个抽到的对手 竟然是那林万诚的儿子林盛 也就是自己的堂弟 那林盛竟担心林家的脸面 竟然想让林青主动弃权 林青哪里肯愿意两人随即争执了起来 那李家的家主看到后 问向一旁的聂远 聂兄 比武不应该在擂台上吗 我怎么感觉你那好外甥 现在在台下就想动手呢 那聂远冷哼了一声 小孩子闹脾气而已 怕丢面子的他站起身来对着那林万诚喊道 让他们上台 不要在下面吵吵闹闹 成何体统 收到命令的林盛气呼呼地走上了擂台 不知好歹的东西 看我怎么收拾你 随着一声清脆的罗声响起 两人的鄙视也便拉开了帷幕 林盛正在气头上率先发起攻击 只见那他飞身上前就是一剑 强大的力道逼得林青连连后退 剑随身动 干净利落 这林盛已经是掌握了初级见识的精髓了 早听说聂寒梅 处处针对林家前任家主遗留的妻儿 未曾想连他的儿子都这般狠毒 出手既是杀招 完全不给那林青留活路啊 场下的人也是感叹 林青没有了学武资源 只能败事于一个后天初期的舞者 当真可惜了呀 在看场上 那林盛将林青打得连连后退 见自己取得了优势便嘲讽了起来 好你个林青 学了两手三脚猫的功夫 真以为可以打败我了 那林青面对自己的弟弟一连的退让 我从来没想过跟你争什么家主继承人的位子 你为什么就对我如此仇视呢 那林盛愤怒地呼喊着 族内都知道你天赋高于我 你爹在的时候 你可是众星捧月的存在 那个时候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 今天我就要证明 就算没有我母亲和舅舅 凭我自己的实力 我依然不输于你 说罢一张随风拂流 幻化出几道剑影冲向了林青 那林青处于被动的情况下 只能挥起剑来抵挡 突然那林盛使出全力 朝着林青砍了过去 只听到一把剑断裂的声音 两个人定格在了擂台上 只见那林青用一把断剑 最后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气得内看台上的聂元 啪的一声拍桌子站了起来 林万成 这就是你林家的弟子吗 我林州府内的鄙视 居然用出了那种猫三狗四的剑法 我看你这家主真是干到头了 场上的林青气不过大喊 我用的就是林家的剑法 只不过老师教过我 五道由新生而不在于行 所谓皮骨皆表象 唯有五道真意 才是真理 那林万成脸上挂不住了 不过从一后天出气的草莽那里 学来歇野胡缠而已 也敢在众前辈面前口出狂言 既然你不把林家放在眼里 我现在就废了你 然后家规处置 说着手上催动了真气 突然苏信走了出来 林家主这胡缴蛮缠的嘴皮子功夫 可是从林夫人那里学来的 对我的学生抱已如此冷眼 是觉得我的也胡缠不够资格了 说着将真气全部外放 走到那林万成的跟前 在如此的威压之下 那林万成双腿无法站立 扑通一身跪在了地上 使出浑身的力气也无法站起身来 嘴角有些许斑驳的血迹 到底是谁 苏信恶狠狠地看着他 回答我的话或者死 另一边的孽远看不下去了 装神弄鬼 哪来的草莽贼人 竟敢在我林州府撒野 找死 说着便拔出他手上的奔雷剑 卷起几道雷电朝着苏信刺了过来 下一秒 却被苏信的两根手指牢牢地抓住了 然后稍微一用力 咔的一声将剑给掰断了 随即也不废话 对着那聂远的眉心就是一指 强大的真气瞬间将其爆头了 就这样那聂远带着一问隐恨西北了 场上的其他家主剑装 带有节气的执法 他是势龙血剑苏信 场下的观众也纷纷议论了起来 居然是人榜第23位的势龙血剑苏信 只见苏信将面具摘下看向一众人 还有人说我的武功是也胡缠吗 这可把那李家家主吓得不轻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一人单挑四位神功竞强者的存在 还跟他打个屁啊 那邱明赶忙拱手作一 苏公子武功经验怎么可能是也胡缠呢 是那聂远不识货 才说出那种可笑的话来 我们可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不想在林州府多留 林青这孩子我教过一段时间 也算结了一时香火源 林家的事 你们懂吧 懂懂懂 苏公子放心 有我和李赫在 一定能护这小子周全 那林万诚被吓得大气不敢喘一下 趴在地上 此间事情作罢 午后 苏信便离开林州府 苏信出城后 三人看着他的背影议论纷纷 真不知道家老在搞什么鬼 竟然要把这十几年前 被承介驱逐的庞之一脉 带回威远堂 谁知道呢 这一脉实力本就不强 现在更是私混这小城当中 即使带回去又有何用 白白养几只米虫不成 他们在废物 也是我林家的血脉 若是后人出了些颇有天赋的苗子 也算不枉此行了 另一边苏信走到一处树林里 一个人正在后面尾随着他 下一秒 苏信抽出剑来 抵到了他的脖子上 吓得那人赶忙举起手来 苏大人 且慢动手 我乃是六扇门南汉道 急事密探陈桥 不要误会我是来给你送信的 我怎么不知道 六扇门还有水瓶这么低烈的急事密探 只见那人摸向胸口 苏大人见笑了 小的真的是急事密探 我有令牌 苏信接过令牌验过真伪后 下回记住了不该动的心思不要动 否则可是会死人的 嘿嘿 我就是好奇 六扇门传说当中的新晋大人 到底有什么实力 这是今年这一届的江南汉的请柬 苏信接过之后 江南汉 人榜第二小安侯萧黄的家族 江南萧氏举办的那个 是的 这届的江南汉 不光是江南萧氏一家负责举办 朝廷也派了大总管血气长和股东来参与 所以请柬由我六扇门送到您的手中 没记错的话 安后这个称谓是朝廷为了安抚萧氏的势力 才册封的吧 其中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次怎么还派了股东来去 苏大人 您问这个可真是难住我了 咱就是个小角色 哪里晓得朝廷打的什么算 苏信听罢也没再过多追问 另一边 住家中的议事堂内 老头气呼呼的走了进来 苏信杀了你大哥 现在又有消息传出 他大大方方的出现在了灵州府 你就这么放任他不管 爹 不是我放任那人不理 真要是给大哥报仇 恐怕咱们住家庄的高手尽数折进去 也杀不了他呀 您老的心情我理解 可当初大哥他们四位神功镜的强者 都舍在了他手里 再这么冲动下去 咱们住家庄的根基都会消耗殆尽啊 突然那老头趴得一巴掌抽了上去 混账 用你给老子讲这些大道理 你大哥一死 人走茶凉 以前那些少林俗家弟子 自然不会再帮护我们住家 如今的住家庄已经开始被江湖各派步步蚕食 复仇是一方面 给我们住家找一位靠山 才是当务之急 你大哥在少林寺时的老师 乃是罗汉堂的原神静强者 新恶僧绝言 这人性格暴躁易怒 极恶如仇 只要他下山碰见违法作乱之人 追其千里也要将其斩杀 绝言大师对你大哥十分喜爱 如果当初不是你大哥的资质不行 甚至有可能被其收为正式弟子 那小儿子也不是不想报仇 看到父亲说出了此等高手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绝言这段时间正在汉南道游历 你派一名机灵点的弟子去哭求他为你大哥报仇 把你大哥说得凄惨一点 我有九成的把握那绝言会出手的 爹 我大哥跟苏信的事说白了也就是冤仇争动 咱们这样招来绝言大师 岂不是哄骗了人家 如果被发现的话 那老头面色突然凝重了起来 一味的瞻前顾后能有什么出息 只要苏信一死 谁还在乎真相是什么 但是爹 就算绝言大师杀了苏信 咱们还是没有靠山能保住住家庄啊 此乃一举两得之计 只要绝言出手杀了苏信 江湖上的人定然会认为我们与少林寺还有联系 不但能给你大哥报仇 还能披上少林寺这张虎皮 不得不说江还是老的辣 那小儿子最后也是被老头给说服了 三天后 苏信正走在一处树林里 那住家庄的严城带着绝言追了上来 大师 我们得来的消息没错 前面的就是人榜排名第23的苏信 那绝言听罢严肃地问道 苏信 你杀我少林寺弟子 你可知罪 你说的可是住家庄那父子二人 少林寺不是早已将俗家弟子除名了吗 怎么还算你少林寺的人 苏施主 你与我图住泽方本无情缘 妻子住言信只是那上官宴卿随从而已 你为何要杀了他 苏信看着莫名而来的大和尚很是纳闷 不知大师您是如何知道的呢 苏信 我且问你 住泽方是否为你所杀 没错 他人对我报以杀心 我岂有不还之礼 见苏信承认之后那绝言竟然说道 你身上力气太重 还是乖乖跟我回少林寺 废去武功在镇魔塔下反省武师仔 带你洗去一身力气 我便放你离去 苏信听完大笑了起来 废去武功反省武师仔 笑话 就算是我力气滔天又关你什么事 凡事都要来插上一手 你真以为少林寺是武林至尊了不成 那绝言听罢脸瞬间一黑 明完不灵 小小年纪便如此狠辣狂妄不知悔改 若是将来你恐怕就要位列黑榜了 苏信也掏出剑来摆好了架势 抱歉了大师 在下早已在黑榜上待过 用不着等以后了 那绝言率先出手 对着苏信一刀砍了过来 苏信打量着真气爆发出来的气势 这你妈是原神镜 然后一刀碎碰碰的打一刀 两刀真气相撞 被一声爆炸 烟雾散去之后 苏信竟然落了下风 心里感叹道 这绝言的实力只是原神三镜当中的化神镜 但其实力 却是直逼容神镜的烟黄酒 突然那绝言大喝一声 跳向了半空 嘴里念念有词 展示间一切罪恶 杜苍生无尽烦恼 慈悲度恶 以杀指杀 一刀劈向了苏信 强大的力道 逼得苏信连连后退 苏信放弃正面对抗 闪开之后又是一刀神剑血河 那绝言也是不慌 直接挥起一刀 如此邪义的剑法 你果然已经走上了邪路 给我碎 转眼间 苏信的大招再次被轰散了 强大的力道 直接震得苏信吐了血 几番交手下来 苏信完全落入了下风 只能使出压箱底的执法大招 那绝言看着扑面而来的真气 也不闪躲 只听他大喝一声 少林七十二绝技 狮子吼 咔的一下 苏信的真气瞬间烟消云散了 烟雾散去之后 苏信显然是在对波上吃了亏 只见他再次飞身跳起 朝着绝言冲了过去 正当绝言以为苏信 这是临死反扑的时候 那苏信一个急转弯 朝着那严惩冲了过去 近身之后 一道真气打了出去 那严惩也是猛逼 只能大喊着让绝言救他 那绝言反应过来之后 赶忙转身朝着苏信砍去 但为时已晚 苏信一个回头 一招密宗火焰刀砍了出去 只听轰的一声 瞬间火光冲天 烟雾散去之后 那绝言黑这个脸现出身来 却已不见了苏信的踪影 那绝言看着手上 被砍了一缺口的大刀 再看看一旁被抱头倒地的严惩 气得当场炸了毛 苏信 如此卑劣之徒若是不杀 后患无穷 此时绝言的师叔玄冥走了过来 看样子 你是跟那苏信交过手了 绝言只能尴尬地表示 本来想着留他一条性命 带他回到寺里示意成见 谁曾想那字诡计多端 还是被他给逃了 绝言 那些俗家弟子早已跟少林寺没了关系 如今你还要为他们出头 可是连方丈的禁令都放不在眼里了 吓得绝言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弟子不敢 只是那苏信身为一介散修 因很毒辣 处处树敌 已经有了堕入魔道的苗头 弟子不能任由他发展下去 玄冥听罢很是气愤 糊涂啊 这苏信怎能与那一般人一样对待 他才年过二十就以位猎人榜前三十 已然是武林年轻一代的翘楚 将来若是没有意外 必将是江湖的领军人物之一 晋升元神指日可待 今日你若是将他杀了也就算了 可偏偏还让他逃了 此举岂不是给我少林寺树立未来的强敌 师叔的话未免太严重了 就算那苏信天赋再高 现在也不过先天临近而已 话还没说完直接被那玄冥打断了 还敢顶嘴 你可知他已受到江南会的邀请 若是真的一战成名 你今天的举动 岂不是给我少林寺在江湖上留下 让人耻笑的话扁 多说无意 趁事情还没宣扬出去 速速随我回等李领罚 另一种的苏信 正在飞速地逃离现场 鲜血滴答着染红了一条路 这就是元神静的强者吗 只是简单碰了一招 就镇断了我几条经脉 如果他真想杀我 恐怕我一点机会都没有 思考间 一团黑烟拦住了他的去路 只听里面传出声音 苏信那苏信 我还是小瞧你了 原以为你一人击杀四位神功 静无者已是极限 没想到今天还能在一名 元神静的无者手下逃脱 当真让人意外 苏信停下了脚步开口问道 阁下是何人 想要做什么 只见那人陷了真身 放心 我不想杀你 反过来说 我很看好你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组织 组织 什么组织 抱歉 这些信息 要等你加入后才能知道 苏信听罢 明白了此人的来意 也就是说 我没有拒绝的余地了 只见那人缓缓地说了句 当然可以 不过可能会死哦 我说过 我不想杀你 在你做决定之前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的 我能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加入了组织 就算你今天被带回了少林寺 也会有人找玄苦那突驴将你要回来 苏信自然认得这玄苦 此人是少林寺的方丈 杜洛罗汉玄苦天师 那可是真武进的强者 这个组织居然收上他的手上去要人 看着苏信 十一那人打断了他 怎么样 想好了吗 抱歉前辈 我自认实力卑微 还触碰不到那个圈子 您的邀请 数晚被难以接受了 不必介怀 我要找的 是真正志同道合的组织成员 而不是逼迫而来 怀有二心的仇扣 这枚令牌你收下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注入真气将其击碎 自会有人来救你 苏信很是惊讶地接过令牌 那人不但没有威胁他 竟然还送他护身符 思考间那人走上前来 我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你使用了这枚令牌 知晓了组织的力量 那就意味着你只剩下两个选择 加入或者死 苏信看着手上的令牌 陷入了沉思 生或者死的抉择吗 只听那人随即说道 对了 住家庄的人 我已经以你的名义 帮你清理了 苏信很是吃惊 这你妈也太狠了吧 怎么 很意外吗 你接二连三地遭受仇家报复 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这么久了还没发现问题吗 你最大的弊病 就是在人榜生的速度太快了 以至于外界根本不了解 你的真实实力与秉性 人榜第四的火于魔神也难罗 生性凶残 他能活得自在可不是因为没有仇家 苏信有些明白了那人的意思 是因为 他牙子必报的凶名吗 没错 想要算计他的人必须要考虑一下 失守后能否承受住他的报复 而你 也需要这样的凶名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以后要怎么做 对了 绝言已经被罗汉堂的大碑手玄名 带回少林寺受罚了 你不用东斗西藏的了 说罢便顿入了黑烟之中 数日后 苏信来到风景如画的江南府 这天苏信找到一位船舶 我要围着这江南府看一圈 你要多少钱 公子您看着给便是了 老汉我也是抄着打鱼休息的时候 在这蓝点活 贴补家用 只见苏信飞身跳到了船上 放下一定银子之后 麻烦再给我来上一堂黄酒 这些不用找了 公子好品味 要说黄酒 我们江南府的绝对是世间极品 您稍坐一会 我让孙女这就给您拿去 那孙女把酒递过来后 对苏信产生了青睐 公子一定是大户人家出来游玩的吧 听公子的口音就不是我们江南府的人 还有公子的气质 那可不是我们这些事情小名能有的 苏信也没回话 民众看向前面 哪来的刁民也敢拦小爷的路 让开 只见一艘巨大的花船出现在面前 上面站着三个人 那三人看着小破船上的苏信 大喝了一声 让开 苏信听罢 直接跳到了对方的船上 那人剑撞对着苏信呵斥了起来 大胆 哪来的刁民 敢阻拦本少爷的花船 嘴巴放干净点 明明是你差点撞了我的船 还问我是什么人 那人一个气不过 抽出剑来要上去砍苏信 苏信也不磨叽 随即只见凝聚出来一道血红色的真气 刷的一声 打向了那人 一旁的人剑撞大喊了一声 含凶小心 抽剑挡在了他的前面 下一秒 那剑被镇成了八板 人也摔了一个亮枪 看到自己全力的意见 竟然连对方的意志都难以挡下 那人心想 对方恐怕来头不小 不宜节悦 抱歉了这位兄台 我等并非有意要撞翻那名船 不知兄台高兴大名 可否赏脸供饮一杯 也好让我等赔都不是 只听苏信淡淡的说道 酒就不喝了 至于赔罪吗 我就在这等着 你们哪个先来 那船舶竟然也认识苏信 竟然是人榜排名 第二十二位的是龙血剑苏信 爷爷 你说的是那个 因为一些仇怨 就涂了整个住家庄的苏信吗 公子这么面衫 你不会认错了吧 就在花船上的两人 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背后一个声音响起 不愧是南蛮之地出来的货色 一点李树都没有吗 裴兄请你喝酒是给你面子 你却给脸不要脸 简直是不知好歹 说话这人 正是前人榜排名 第二十二位的李晨峰 这月更新的人榜 原本排名二十三的苏信 刚好顶替了他的位子 由此对苏信心生怨恨 苏信看向那李晨峰 抱歉 李树什么的在下确实不懂 但忽然冒出个阿猫阿狗的 在这里狂吠 岂不是更让人心烦 一旁的老哥也劝那李晨峰 李兄 误会而已 何必认真呢 随即对着苏信做起了介绍 苏兄 这位是龙熙李家弟子五炭花李晨峰 说起来你们也是有缘呢 你前日人榜晋升 刚好顶替了他第二十二位的排名 早听说大周朝的五炭花 是李家供养出来的 实力差劲得很 排名被顶替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何来这么大的火气呢 那李晨峰听把手上催动了真气 被人追杀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人 也敢对我平头论足 丧家之犬 呵呵 我便给你个机会 看看你能不能打得过我这丧家之犬 那李晨峰这下瞬间被点燃了 挥拳冲了过来 那苏信也不闪躲 砰的一声被打在了腹部 卷起一道尘埃 苏信缓缓地开口 就这点力道吗 可把背后的两人看呆了 挡下了 没记错的话 以李兄现在的境界 是没办法化解对方的 那人说着大胆预测了起来 一招不出意外的话 李兄要败了 突然苏信大喝一声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血红色真气 瞬间将那李晨峰震飞了七八米远 砰的一声撞在背后的船房上 那李晨峰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之前被别人嘲讽的话语再次在耳边响起 显然是面对世俗的话语 那李晨峰已然有了心魔 只见他两眼泛黑 苏信见状 朝着那李晨峰冲了上去 轰个一下 苏信故意打偏 将李晨峰背后的船房给打穿了 你我本无冤仇现已顿入心魔斗志全无 无心在杀你 我听说过你的履历 立志在武道意图有所作为的你 一直因为身世背景不被认可 倒也是个可怜人了 今日你我一站之后 若能走出心魔证明自己 倒也对得起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了 那李晨峰看到苏信的作风后 也是彻底的心悦成福了 赶忙拱手行礼 多谢苏兄手下留情了 另一边的一艘花船上 一主一仆正在拿着望远镜 看着苏信这边发生的一切 这西域来的千里镜还真有点意思 相隔树里都能看得如此清晰 堪比佛宗密法天眼通 若是此物能够量产 行军作战之时必定能够料敌先机 事被公办 说话这人是人榜第十的诸葛青天 公子你太一想天开了 这千里镜乃是西域的一位大将宗师 用了数年的时间才做出来的 光磨坏的宝石就有几十斤 怎么可能量产呢 为何不能 吉儿 你要知道舞者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 世间万物没有绝对 要不然也没有如今这么繁华的舞蹈 呵呵 是龙血剑苏信 能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 从一文不明的散修窜升到人榜第二十二位 恐怕身上的秘密不少吧 背后的吉儿嘟囔了起来 为什么归咎于秘密 万一是人家天赋秉毅 才知过人呢 那诸葛青天突然眼神凝重了起来 这样的人 估计江湖上百年内都不会出现第二个了 他所经历的其他履历 能在两年内平凡准确地传达到六扇门中 以影响排名 我可不相信这是他光凭自己就能办到的 不过今年的江南会可不太平 他能被邀请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 又是一届江南会 这次天风楼又把现在的人榜公示出来了 这一年的人榜可真是跌宕起伏 就连排名前十的变动都不小 另一边的苏信 在送走李晨峰一众人后 一直游玩到日落 回到岸上之后 老头的孙女很是投入谈着情 苏信坐在台阶上喝着酒 听着情声 此曲时而温馨时而悲凉 寥寥几段便已唱尽世间百态 随后便感叹起了人生 凡生如梦 草兽星辰皆有自己的道义 我的道又是什么呢 如果单纯地想要变强的话 有系统再不是什么问题 权力吗 有着六扇门这个背景 依靠铁家道也能混得风生水起 不对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无论是变强还是权力 都应该是实现我道的方法 七七尘势 正邪利比 善恶的区分都是由他人的口中定义的 想到这的苏信呵呵一笑 虽然还不太清晰 但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东西 如果我能坚持自己 就算成为别人口中的反派又如何呢 顿悟之后的苏信 已然有了突破的迹象 身上不断地散发着真气 爷爷 苏公子明明就在那里 怎么好像融入了周边的环境一样呢 如果不是眼睛看得到 我丝毫感觉不到他存在的气息 爷爷也不懂 可能这就是他们无者所谓的顿悟吧 说话间两个人朝着爷孙俩走了过来 呦 小娘子长得好生水灵 不如来跟大爷玩一玩 大爷有的是钱 吓得小姑娘赶忙躲到了他爷爷的身后 你离我远点 我不稀罕你的钱 娘的 给脸不要脸 知道我是谁吗 其中一人边骂边朝着小姑娘走了过去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苏信的声音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打断别人的修炼 是很过分的事 随即对着那人便是一拳 直接将门牙干没两个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另一人健壮赶忙过来拱手作一 原来是苏兄 这两天可是让我好找啊 在下刘天元成心想跟你讨教一番 苏信冷笑了一声 讨教 你也配 说吧 一脚结结实实地踢在了那人的腹部 砰的一声 飞出七八米远 将背后的石墙都给撞碎了 第一个上来的小卡拉米健壮 想起身开溜 苏信直接运行起了真气 一招二十四节气质 打了过去 只见那苏信一指 犹如一道激光一样 射向了那人的头颅 瞬间后脑勺爆了脑浆 等那人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意识 苏信愤恨地看着他 该死的 明明只差一步就能练化眉心神功 偏偏这个时候被打断了 第二天两人的光辉战绩 便在城里传开了 昨天还在酒馆听到 这个刘天元说要挑战苏信呢 没想到一招都没接住就挂了 想要借势杨明 也得有那个脑子才行 明知对方是快铁板还往上踢 简直是蠢到家了 面对众人的议论苏信也没有理会 只见他走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出来吧朋友 你都跟了我一路了 只见一人缓缓地从墙边走了出来 苏兄的灵绝很敏锐啊 不是我的灵绝敏锐 而是昨天我出手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到你在那里 是想阻拦我吗 我倒是想出手来着 可惜苏兄你的速度太快了 我还没来得及救人 你就已经把他们给杀了 苏信听把眉头微微皱起 你是说我杀人不对 不是不对 而是我感觉那两人最不至死而已 苏信也认识了王世锋 谢郡王氏的浩然 见弃王世锋 那人很是惊讶 苏兄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在大周朝出口尽是仁义理性 惊言俘如典籍的家族 恐怕也只有谢郡王氏的人了 恰逢江南慧 能来到这里的自然 只有在人榜留名的你了 听苏兄的意思 倒是对我儒家偏见不小 不过那二人说到底 不过是一时口舌之快而已 苏兄出手未免太过狠辣了 别把话说得那么好听 如果刚才换成是你 可能把他们千刀万剐的心都有了 我坐在桥头之时 已经顿入了空灵之境 他们两个若是不打断我 说不定我现在就已经炼化神功了 这可把那王世锋给震惊到了 什么 苏兄居然在那样的条件下顿悟了 你知道顿悟对于舞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 还觉得我过分吗 听到这的王世锋双手作一 若真是如此的话 倒是我错怪苏兄了 如果他们没有打断你晋升神功劲 你还会不会杀他们 照杀不误 连王兄你这么好脾气的人都会生气 何况是我呢 王世锋眉头紧簇了起来 话虽如此 但肆意妄为杀意过剩 还是容易入魔道的 苏信听爸放声大笑了起来 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魔道 人说我正我便是正 人说我魔我便是魔 但实际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有我的道我只是我而已 王兄要是没什么别的事 我可就先走了 有缘再会 另一边 被苏信揍了的李晨峰 正在醉风楼里一个人喝闷酒 那前人绑强者 倾城剑派的胡敬言找上了他 你也知道 我们倾城剑派这一代 实在是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弟子 唯一细心培养的方东婷 还死在了苏信的手上 但江南会的邀请函已经递了上来 我只能是硬着头皮过来了 当李晨峰再次听到苏信的名字后 气得咬牙切齿了起来 李兄啊李兄不得不说 跟苏信一战 还是你太鲁莽了 胡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顶替了我人榜的排名 我还不能挑战他了 只听那胡敬言缓缓地说道 不是不行 正所谓知己知彼 可你连对方的详细资料都没了解过 就去挑战哪有得胜之力 现在倒好 排名没夺回来不说 事情还传得沸沸扬扬 全给那苏信做了嫁衣 气得那李晨峰一把握碎了手中的酒杯 那你说我怎么办 我咽不下这口气 想要报仇还是很简单的 李兄 我实话问你 面对那苏信 你可有获胜的把握 没有 不过胡兄我有你啊 你可是前人榜排名第十八的存在 引流到剑分化万千 身为神功镜巅峰的你 还胜不过那苏信吗 只见胡敬言缓缓地拿起酒杯 苏信与我倾城剑派有怨在先 我当然也想对付他 但是在江南汇这种场合却不行 以我上一代人榜舞者的身份出手 可就成了打压江湖后辈 无论对我还是我倾城剑派来说 名声可都是会受影响的 难道我们就没办法对付他了吗 话音刚落那胡敬言的脸色 突然阴沉了起来 只需要一个借口 可以让我光明正大的出手 第二天一大早 只听一众人在苏信住的酒楼门前叫骂 苏信 你给我出来 我兄弟刘天元昨日诚心向你讨教 你却落手将其杀害 本事无冤无仇 你此举天理何在 苏信 你身为人榜强者滥杀无辜 如不想成为武林公敌 赶紧出来还我刘克一个公道 路人看向他们的实力后 无奈地摇头 就你们几个毕业赶来挑战苏信 坐在酒楼里的苏信 正在悠哉地喝着小酒 为了那刘天元讨要个公道 傻子才会信这种话 我倒是有些好奇 这杆枪背后的主人是谁了 说着走出了酒楼 讨要公道 你们想要什么公道 很简单 我们也没那个实力让你尝命 只要你在刘兄的灵前磕头认错 这是就算完了 苏信听到冷笑了两声 亏你们也知道自己没那个实力 我很好奇 那人到底答应了你们什么 才能让你有勇气给我说这番话 知道我为什么杀了刘天元吗 因为他耽误了我的大事 我很生气 如果你们也不识抬举 让我生气的话 你说你们的下场会怎么样 苏信 你还想杀了我们不成 这么多江湖同道可都看着呢 你若再造杀孽 苏信也没再跟他废话 直接一指真气打了过去 只听那人大喊了一声前辈救我 煞时间搜的一声飞过来一把剑 将苏信的攻击给拦了下来 两道真气砰的一声撞在了一起 化为了乌有 苏信看着缓缓走过来的两人 清城剑派的人 李晨峰你还找了帮手来啊 那胡敬严率先开口 苏信 这里可是江南会 怎有的你胡遭杀孽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倒是想问问你要干什么 据我所知清城剑派这一代 除了方东亭那个废物 好像没人在人榜之上吧 那胡敬严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你不顾江南会规矩肆意杀戮 已经触犯了重怒 就算我是上一代人榜中人 也有权阻止你 但江南会有江南会的规矩 我苏信也有我苏信的规矩 我的规矩便是 我想要杀的人 谁打也没用 说着一个闪声 来到那群叫骂的小卡拉米们的身后 只听砰的一声 在苏信强大的真气下 几个小卡拉米便领了盒饭 那胡敬严先是一个吃惊 紧接着脸一黑把剑举过头顶 苏信 既然你如此不可救药 我今天就要带江南会的武林铜到处头 将你斩杀于此 一招引流箭的炮 一招引流箭的炮 一招引流箭的发挥 发挥拼 建起来 冲向了苏信 苏信拿出油龙 一招神剑血河 将攻击全给打散了 背后的李晨峰看准时机 手上催动真气朝着苏信偷袭了过来 两人全部使出大招 对苏信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轰的一声爆炸 卷起滔天的气势 苏信被吞没其中 两人看着中招的苏信 苏信也不过如此吗 话音刚落指剑烟雾消散之后 一个人影还在矗立着 是谁给你们的自信 那苏信散发着血红色的真气走了出来 真是可笑 你们以为偷袭就能打败我吗 这可把那李晨峰吓得不轻 该死 才几天没见 这家伙怎么又精进这么多 惊魂未定之际 那苏信又是一招神剑血河 两人终于回过神来 使出看家的本领抵挡了上去 轰的一声爆炸 这次爆发出来的威力 明显的比上次大很多 苏信看着周围环绕自己的尘土 这就是天地之力吗 虽然很微弱 但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了 苏信打扰着自己手上黄色的真气 体内的那道屏障即将破裂 在面对现场突破的苏信 胡敬岩被震退七八米 手上的剑也被震断了 几声咳嗽下来 咳出了几滩血 显然是受了内伤 那李晨峰也没好到哪去 只见他扶着一旁的墙体 还在强行地站立着 不知所措地看着胡敬岩 下一秒 两人一个眼神交汇 果断选择开溜 围观的群众议论了起来 这就是是龙血剑的实力吗 一人连败两名人绑强者 太可怕了 还好躲开得早不然刚才那一下 怕是要没命了 这下李晨峰和胡敬岩的脸可丢大发了 突然一个妹子走到苏信的身后 六扇门即是密探铁摇花参见苏大人 我是铁家的人铁无情 便是我的堂兄 你身为集市密探却来此地 是江南府出了什么问题吗 不是江南府出了问题 是整个江南道都出了问题 三个月内 江南道所有六扇门的秘密据点 都陆陆续续失去了联络 直到三天前 最后一个据点也没了消息 恰逢江南会 总部知道苏大人受邀来此 便派我来通知您探查此事 苏信听罢很是惊讶 总部的人怎么想的 整个事件持续了三个月 他们才发现不对吗 这些据点都是单独存在的 为了保证他们的隐蔽性 只有在得到特殊情报的时候 才会联系总部 所以单个据点失去联系 我们根本就察觉不到 直到整个江南道的据点都开始沉寂 总部才发觉不对 苏信问铁摇花 你们就没联系江南道六扇门总部头吗 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可能因为系统不同的原因 毕竟我们即是密探和追风寻补 是直接隶属于总部的 跟各个道口的组织并没有直接关系 听到这个苏信心里沉思了起来 六扇门这么高级的情报组织 居然存在这么天的漏洞 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思考间 那铁摇花走近身来 大人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苏信心里一时也没打算 只能敷衍地说道 据我所知 江南府内也有不少据点吧 我们先去探查一下 半天之后 铁摇花带苏信来到了立春院 这就是最后失去消息的据点 因为只有三天 所以是不是彻底失去了联络 还是个未知数 说着两人直接走了进去 敲了半天门没有得到回应 苏信大喝一声 一脚踹了进去 映入眼帘的是满屋的狼藉 显然之间这里有过打斗 看来两人是来晚了 就在两人十一的时候 屏风背后闪出一个身影 飞快地朝外面跑去 苏信见状 急忙朝着屏风后面追了过去 追过来之后 苏信突然震惊地停下了脚步 映入他眼帘的 是一具李晨峰的尸体 心脏上的伤口还在朝外流着血 铁摇花也跟了过来 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六扇门的据点 刚才逃的那个人就是凶手吗 还不确定 但绝不是什么好相遇的角色 身法速度不次于我 说话间只听门外一个声音响起 李兄 我都说过了那苏信出身湘南道 你在江南道的六扇门内 怎么可能找到他的资料呢 来人竟然是那胡敬严 苏信 你怎么在这里 你竟然杀了李晨峰 说话要有证据 你少血口喷人 苏信一把拍住铁摇花的肩膀 看向那胡敬严 我说我也是刚到这里 你信吗 人赃巨货你还敢狡辩 敢在江南会上袭杀人绑强者 你得罪的可不光是龙溪李氏 连江南消失的人 你也一并得罪了 等消失的人来了 我看你怎么收场 说着那胡敬严拿出一颗信号灯来 砰的一声 直接穿过房顶打了出去 苏信脸一黑 在赃陷害的剧本没看过吗 我懒得跟你浪费口舌 见苏信要走 那胡敬严一把拔出剑来 站住 事情没查清楚之前 你不能走 就在苏信将要出手的时候 肖家前辈 苏信此人凶性不改 在江南会即将开始之际 腊手残杀了数名散修不算 就连人帮有名的五炭花李晨峰 都死在了他手下 两人一唱一和 那来人听到问向苏信 苏信 李晨峰真为你所杀 我来到这个时候李晨峰已经没了声息 除了他和那个六扇门的小丫头以外 没人在这里 多说无意 李晨峰是不是你苏信杀的我说了不算 先跟我回去等待我肖家的审判再说 此时的铁摇花被对得说不上话来 对着屋里的几人指指点点 下一秒苏信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 审判 抱歉 请问这位长老 我凭什么乖乖回去听你肖家的审判 苏信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到了现在你还胡搅蛮缠 我看你真是一点都没把肖家放在眼里 你有在此地坑杀人绑屋者的嫌疑 我就有理由将你就地击杀 如今让你跟我回去已是最大的宽容 莫要不知好歹 对不起 莫说就在此地 就算在整个江南会上 你肖家也没资格审判我 那肖家的人听罢冷笑了几声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肖家到底有没有资格审判你 苏信看着打来的大逼兜 这是肖家的翻天大手印 下一秒苏信直接将令牌拿了出来 无奈六扇门追风寻补 直属六扇门总部 整个天下除了朝廷 谁有资格审判我 此话一处 那老逼兜瞬间不淡定了 赶忙将手掌一挥 改变了攻击的方向 那大逼兜拍在了苏信一旁的墙壁上 那胡敬言见老灯收手 还在一旁拱火 肯定是假的 长老不要让这小子给骗了 他位列人绑这么久 从来没听说 他跟六扇门有什么瓜葛 气得老灯对他就是臭骂一通 那胡敬言也是猛逼了 苏信见他们狗咬狗 这位长老 现在你还要审判我吗 李晨峰是朝廷的五炭花 我则是六扇门的追风寻补 你还觉得我会为了些义气之争 就杀了他 若真是这样 我应承担的也是朝廷的审判 莫非长老您觉得 萧家大过朝廷不成 此话一出 那老灯也没再多说什么 反倒是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人绑强者竟然甘当朝廷英权 当真可悲可笑 苏信听到后 回身就是一道二十四节气质 将说话那人给抱了头 辱莫朝廷官员 该死 这可把那萧家的老灯气得不轻 苏信 你真以为你是六扇门的追风寻补 便可以在我江南府的地界上 肆无忌惮地杀人吗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这天下都是朝廷的 他却说我是朝廷的英权 那他把朝廷当什么 时军俸禄中军之士 眼下之人便是前车之剑 尚若还有人敢在我面前诋毁朝廷 我必拉手催之 那老灯就算是在生气 现在也是拿苏信没有办法 只见他冷哼了一声 转身朝门外走去 一旁的胡敬言赶忙追了上去 肖长老李兄他怎么办 有追风寻补在 他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说吧 那老灯便扬长而去 此时的胡敬言即便有万分不甘 也只能咬牙就此作罢 跟着那人离开了 一众人走后铁窑花问苏信 你的身份暴露 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吧 无妨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苏信说着便来到了李承锋的尸体前 凶手很强 一掌震断李承锋经脉 我竟然看不出是什么武功来 突然在李承锋手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苏信在手上打量了起来 听胡敬言的意思 李承锋来到这里是为了查出我的资料 来对付我 据点内已经被翻得如此凌乱 凭李承锋一个人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李承锋的到来刚好撞到了在这里的人 铁窑花听着苏信的分析 大人的意思是 李承锋是被灭口了 嗯 如果当时只有一个人的话 我想那人应该是在我们的据点被清剿后 留下来销毁证据的 不过我想不明白的是 李承锋和胡敬言 是怎么知道我们的秘密据点的位置的 这江南道的六扇门可真像筛子一样 到处是漏洞 就连秘密据点都能被泄露出去 也难怪会被逐个清剿 其他周府各道都还好 目前只是江南道出了问题而已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苏信拿着手上的东西问铁窑花 唯一的线索 应该就是这块碎片了 能查到来出吗 现在整个江南道的据点都被清剿殆尽 短时间恐怕很难找到有用的情报 我想到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以他的见识 还有他家族当中的资料点击 应该能查到些线索 谢骏王氏 王世锋 苏信很是惊人 浩然见弃王世锋 你让儒家出身的谢骏王氏 来帮我们六扇门做事 谢骏王氏跟我们六扇门的关系很深 当初大周朝成立 很多俯儒依然固执地追随东晋 陛下曾一怒之下 想要血洗儒家各派 王氏便是首当其冲的存在 这件事我倒是听说过 当时很多不愿归顺天州朝廷的儒家派系 都被屠戮使尽 那王家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铁窑花告诉苏信 听说是我铁家家主神鹰铁奥从中周旋 说服了陛下与王氏合作 才使得他们逃过了这一劫 所以谢骏王氏对我们铁家 历来都是很感激的 苏信听罢终于明白了其中缘由 原来是这样 铁家家主例行差事之余 还落得个不俗的盟友 真是赚得盆满钵满 突然叮了一声 系统弹出新的主线任务 身为朝廷鹰犬便要有朝廷鹰犬的觉悟 不遵法记者 杀无赦 苏信看着面板忍不住地吐槽了起来 这么长时间没来主线任务 一出现就这么棘手吗 随后告诉铁窑花 先回去休息 明天我们去拜访谢骏王氏 次日苏信两人来到江南府王氏私宅 出来接他们的室内之前出过场的王氏丰 只见他对着苏信便是一个行李 苏兄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上次你说的那番话引人深思得很 这几日我辗转反侧仔细琢磨 我刚好想找个机会与你讨论一番 王兄 今天我是有事请教你 论到什么的还是改天吧 我们想借用你王家的资源查一下 这没碎片到底是什么东西上面的 王氏丰接过碎片之后打量了起来 这碎片的材质倒是稀缺得很 应该是象牙或者膝脚一类的东西制成的 不过来历吗 说起来也不巧 正赶上看守我族文渊阁的九叔 去护送重要情报了 凭我的见识 还真看不出他的来历 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看看吗 恰逢我在此地与王兄钻研齐局 不如让我也长长眼 来源正是那人榜第十的诸葛青天 王氏丰赶忙给苏信介绍了起来 还真把他给忘了 苏兄 这位是人榜第十志计精先诸葛青天 苏信见来人很是客气 赶忙坐一行李原来是诸葛兄 久仰久仰 苏兄客气了 其实你第一次与李晨峰对战 我就已经见识过了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 苏兄你在人榜的排名 绝对与你的实力不符 以苏兄的实力 别说是第二十二位 就算是第二十二位 我看都差不多了 你说是吧 王兄 诸葛兄说的有些道理 不过人榜的排名都是六扇门定的 苏兄正是吃这碗饭的 所以无论排在哪里 都不会意外吧 言归正传 看看 那诸葛青天显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一眼认出了这是江南道仁义庄 仁义令 那王世锋听罢一口给否决了 不可能 仁义庄的令牌我见过 无论是材质还是花纹 都跟这有着很大的差别 随之那诸葛青天给他科普了起来 江南仁义庄创立十余年 这仁义令换了几代 其中这一代的令牌不超过二十块 王兄当然不认得 仁义庄初见时 曾邀请我诸葛家加入其中 当初的仁义庄势力较小 我们家族也没当回事 但他们的庄主仁义无双江贺流 却求着要送我诸葛家一块仁义令 爱于江贺流的名声 我父亲便收下了 十多年前 江贺流创立仁义庄 意在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武林同道 无论是谁求到仁义庄爱 只要你所说的事情合情合理 江贺流便一定帮忙 只要手持仁义令 就算是他们的一员 江贺流曾经在江南道铭集一时 所以派发出去的仁义令 倒也涵盖了很多势力 但也因为他的人意 使得自己在一次事件中中众伤 失去了普生原神境的机会 此事非但没有影响江贺流的江湖地位 倒使得他的威望水涨船高 受到了更多武林人士的尊重 苏信听罢心想 这么说 杀里尘封的就算不是仁义庄的人 但也肯定跟仁义庄的关系密切 所以无论如何 都必须上仁义庄走上一趟 随后对着那诸葛青天拱手作一 多谢诸葛兄为在下解惑 我们就先告辞了 诸葛青天一把拦下了他 大家怎么也都算是同朝为官 我身上可还挂着朝廷的官衔呢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看着苏信远去的背影 诸葛青天感叹了起来 现在的大周朝可还没到末路呢 就有这么多人跳出来搞风搞雨吗 呵呵白痴 走在路上的铁窑花问苏信 我们就这么直接上门心事问罪 会不会有些不妥 江南仁义庄的名声在江南道 可是不逊于那些大派的 仁义庄的名声对我们来说就是狗屁而已 我们例行公务如果江和刘不配合的话 那正说明仁义庄真的存在一些问题 不是吗 另一边 仁义庄的仁义堂里正在热闹非凡 江和刘看着他们很是欣慰 又是一年江南会 武林年轻一代齐巨手 不禁让人唏嘘啊 可惜近些年来 魔道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我天风剑派不少精英弟子 都折在了与我派临近的七煞魔宫手里 实在让人心痛 最近掌门都在考虑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天风剑派只能搬家了 惹不起 咱就只能躲了呀 是啊 近些年江湖上表面一派和平 其实那些魔道中人也没闲着 我最近听说那消失了几十年的白莲教都冒头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昔日东近的衰败跟那白莲教有很大关系 若真让那白莲教死灰复燃 这对我们正道武林来说 可不是什么姓氏 江河流努力地安抚着他们的情绪 诸位不必担心 只要我们正道武林万众一心 无论那邪魔外道再怎么猖狂 那也是无用的 说话间 两个黑影从门外走了进来 原来是人榜上的两名高手 一位是第四十三位的夜流手刘霄 另一位是第十八位的刀剑双绝神经 居然是散修神经 没记错的话 神经可是全凭自己的机缘修炼出来的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手下上来禀报 庄主 六扇门的苏信还有铁瑶花球剑 正当江河流准备着人去请的时候 苏信两人已经硬走了进来 众人看到苏信他们后 这朝廷的走狗怎么跑这来了 苏信听罢冷笑了一声 看来这里的人不太欢迎六扇门呢 那江河流赶忙岔开话题 苏少侠和铁姑娘能来我人一桩 当真是让我这小庄子蓬毙生辉啊 江庄主过千了 这名镇江南的人一桩若是小庄子的话 我估计整个江南 就没几个势力能放到台面上去了吧 苏少侠可别恭维我了 你们今天能来那就是莫大的缘分 不如先行就做我们小庄一番 苏信瞬间脸一黑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 在下今天可是带着六扇门的任务来的 不知苏少侠想要完成什么任务 只要是我人一桩能办到的 在下一定不会推辞 昨晚李晨峰在我六扇门的秘密据点内被杀 这块碎片便是从现场找到的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来自于你人一桩的人一令吧 我们现在怀疑 杀李晨峰的凶手跟你们人一桩有关 一人听罢直接炸了毛 我江南人一桩出身的人 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 单听令牌的一块碎片便下定论 是不是有些草率了 苏信没有屌他 还请江庄主 将你人一桩所有携带第一代人一令的人交出来 咱们挨个对比 看看他们的令牌上到底有没有缺口 至于其他被你送出去的人一令 也请江庄主您给我一个名单 我会带六扇门亲自去调查的 此话一出一个身着盗袍的人站了出来 放肆 别说是你一个小小的追风寻补 就算你们江南道的总捕头金武林来到这里 也要对江庄主客客气气的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这人是上清关灌主青木散人 苏信在得知对方身份后 既然你不是这人一桩的人 那你在这叽叽歪歪的干什么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无知小二 胆敢如此侮辱老夫 说着抬手朝着苏信打了过去 苏信紧着这一道二十四节气质赢了上去 那青木散人见苏信滔天气势的执法 赶忙回首结印防御 使出一招万数开花绝 轰轰几声下来 将苏信的真气给改变了方向 轰的一声撞在了墙上 打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那青木散人方算捡了条狗蜜 苏信一眼看出了出手之人的身份 人榜第四十三位夜流手刘霄 哈哈 苏兄实力果然强悍 随手一箭使出 我说到夜流花之印才堪堪挡下 小弟佩服 面对称赞苏信并没有跟他客气 重复一下 我今天可不是为了跟你们闲聊来的 还请江庄主配合 突然一群人拿着武器走上前来 岂有此理 这人一桩也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苏信转身看向他们呵斥了起来 怎么 难道这人一桩不是我大洲的领土不成 谁敢妨碍公务 刚才那老牛鼻子就是前车之剑 话音刚落一群人朝着苏信冲了上来 嚣张至极 我等今日便将你生情于此 看你还敢造次 铁摇花抽出剑来瞬间将他们逼退 你们敢对苏大人动手 好大的胆子 苏信见状嘚瑟了起来 我倒想看看 你们这帮废物怎么将我情下 一旁的刘霄对着沈静拱起火来 这苏信不过历烈人榜二十二亿 但我感觉他的实力不逊于你 难道你就不想试探他一番 你就不用挑拨了 就算江南会上我败于苏信 那也是我既不如人而已 现在动手 无论输赢对我的名声都不会好的 则则 真没想到 沈兄也有这么多心思 就在场面陷入一度尴尬的时候 下人突然喊道 雷大人道 只见那人进屋之后就将矛头对准了苏信 见了本官还不行礼 你要以下犯上不成 说着那人自爆了身份 无奈六扇门江南道副总捕头之一 烈焰刀雷远 苏信听罢先是冷笑了一声 呵呵 江庄主果然好本事 就连朝廷的人都要站在你那边 苏信 别指丧骂怀的 你如此不懂规矩 一小小的追风寻补贸然来源一桩查案 可有跟金武林大人背过案 雷捕头对吧 你连六扇门的职责都分不清了吗 请问你算的什么东西 也值得我以下犯上 休要虎脚蛮缠 你自然有你的职责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职责 你在这里脚惹的江南道武林大乱 到头来还不是我们给你擦屁股 听到这苏信放声大笑了起来 我查个人就能引动武林大乱了 就凭这帮人便能让江南武林大乱的话 那你们江南道的六扇门也未免太废物了一点 雷捕头 相信你应该知道这令牌的碎片代表着什么 大周各道的六扇门自主权确实很大 但别忘了你们的职责 那雷渊嘴上的功夫显然不如苏信 看到这场面的江贺流也泛起了难 只见一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今天这里好生热闹了江世伯 江贺流看着来人 岳方哲儿 你怎么来了 我大哥有事暂时喂到江南 那我便自己来看看了 如果我大哥在这的话 岂能容得某些狂妄之辈在这里叫嚣 苏信面对嘲讽眼不红心不跳的问向江贺流 敢问这个白痴是谁 这位是人榜第九段御守岳清平的弟弟岳方 他年轻不懂事 还望苏大人不要计较 那岳方看着苏信 六扇门的走狗而已 我大哥手里也有人一令 你怎么不去查 就知道在这里叫嚣的废物东西 只见苏信轻叹 你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 但他们的下场都很惨 口口声声说我是走狗废物 你真把自己当成你大哥了不成 狐假虎威不是不可以 但老虎不在身边 你他妈还玩这套 那便是找死 说吧 一道真气打向了那岳方 下一秒之 是那江贺流催动真气挡下了苏信的攻击 苏大人 这岳方 明动不得 苏信健壮 想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留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随后带着铁瑶花转身走出了仁义堂 这可把其他人看猛逼了 这家伙搞什么鬼 怎么突然就走了 难道就想来这里走个过场不成 出来后那铁瑶花很是不解 大人为什么忽然收手了 现在仁义庄内没人能拦得住你吧 为何不趁这个机会 逼迫江贺流把和仁义令相关的人交代出来 已经没有意义了 起码我现在能够确定 这仁义庄是肯定存在问题的 这次的事恐怕跟他们脱不开干系 那江贺流已经是元神镜的武道宗师 脆弱也有着化神镜的修为 铁瑶花听到后悔是吃惊 什么 不是说 他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元神了吗 方才他挡下我的一瞬间 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丝元神镜强者的契机 你想想看 如果是因为一些奇遇恢复了伤势导致瓶颈突破 以江贺流的声望公布这一消息 岂不是更足以巩固自己在江南的地位吗 如果有一位元神镜的强者坐镇 那人一桩在江南的名声定会更胜以往 但他选择隐瞒这一消息 那这里面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问题 铁瑶花听到苏信的分析后 问起了他下一步的打算 只见苏信大步向前走了出去 我们的任务已经算是完成了剩下的 就交给上面吧 可是大人 你就甘心这样离开吗 你就不想 苏信直接打断了他 不用可是了 面对元神镜的强者 我可没什么自信能拿下他 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畴 我确实给六扇门打工没错 但让我去拼命的话 还是算了吧 这天深夜 那铁瑶花穿上了夜行衣离开了客栈 苏信早就注意到了他 六扇门铁瑶花 果然有问题吗 随即便跟了上去 另一边的岳方正在和几个小弟喝酒 岳兄 听闻那苏信今日竟然强闯人一桩 他还大闹了一场 导致树名江南道的前辈受伤 这事是真的吗 确实有这么回事没错 没什么了不起的 也就是我大哥不在 才让那苏信如此嚣张罢了 那什么刀剑双绝沈静和夜留守留宵 根本就是废物 连个人都留不住 要是我大哥在 早就将那苏信废了 话音刚落 只见窗外一道血红色的蒸汽 朝着屋里的人影打了过去 只听扑呲一声 那岳方的胸口直接被干穿了 一旁的小弟们可吓坏了 血色渐芒 是是龙血渐苏信 一击必杀 连身影都没看到 很明显是冲着岳方来的 我们赶快回去禀告宗门 晚一点我们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出手之人 竟然是那铁瑶花 是他模拟了苏信的手法 铁姑娘 我不对 现在我应该称呼你什么呢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叫什么还不一样 其实对你的身份 我从未怀疑过 毕竟你对六扇门的了解和身份令牌都是真的 不过昨天在仁义庄里 你却露出两个小小的破绽 你在面对仁义庄内诸多高手的时候 显得太镇定了 所谓急事密探 大多是在暗中收集情报 应该很少经历这种大场面才对 铁瑶花听罢反问道 我身为铁家的人 见过大场面难道不正常吗 铁家的人在六扇门内确实有优待没错 但那份优待都与自身能力有关 很明显身为一个小小及时密探的你还不配 至于第二个破绽 离开仁义庄后 我已经道出了江赫流身为原神境强者的身份 你却仍旧想要鼓动我去找仁义庄的麻烦 仿佛唯恐天下不乱一般 身为及时密探 冷静处世是第一要素 明知不敌的情况下 还要我继续大闹人义庄逼的江赫流出手 这可有被六扇门的原则 听到这的铁窑花呵呵的笑了起来 真不愧是你洞察力很敏锐吗 我不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非要用我的身份去杀了岳方呢 我能感觉到你的目标不是我 那么陷害我的意义在哪呢 没什么意义啊 只不过是岳方白天得罪了你 现在死在你手里 整件事更加合理而已 有你这样有分量的鱼耳在 岳方背后的人才会现身不是吗 只见苏信听罢一个皱眉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被别人当枪使 那铁窑花突然上前用指尖勾住苏信的下巴 想对我出手吗 但是 你可不一定打得过我 只见那铁窑花随即将上衣一托 直接表演了个大便活人 苏信一眼认了出来 人榜第七 久欲邪魔之一 换魔道的千面魔女影吸血 答对了 可惜没有奖励 现在你还想跟我动手吗 为什么不呢 人榜第七啊 我正想看看 自己距离人榜前十的强者还差多远 说着一道剑气 却被那影吸血两根手指挡了下来 渐渐的那影吸血就一把好似时空扭曲了一半 苏信的剑气竟然被吞噬了 苏信 你可要小心哦 说着便使出一招幻术天魔物 几个分身出现在苏信的视野里 就在苏信迟疑的时候 一道攻击从背后打了过来 苏信赶忙抵挡 只见背后又出现两个分身 一剑挥过去之后 发现什么都没有 折腾了一会儿后 苏信被累得满头大汗 真是难缠的招数 根本无处发力 还没等苏信喘口气 又是几道攻击从刁钻的角度打了过来 苏信闪身躲开之后 发现周围开始出现无数个虫洞 下一秒 轰轰轰的几声爆炸 苏信被吞没在了其中 烟雾散去之后 苏信挂了彩 脸上被割破了一道口子 那影吸血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现在知道人绑前十的实力了吗 抱歉了 姐姐不想再陪你玩下去了 不过你放心 我是不会看着你死的 等到月方身后的人现身 我会来救你的 话音刚落 突然一把七星光芒剑飞了过来 砰的一声扎在了影吸血的面前 拦住了他的去路 影吸血看到剑后猜出了来人 诸葛青天 你怎么在这里 苏信看着走过来的诸葛青天 忘了告诉你 我之所以能发现你的两个破绽 是因为去人一桩之前 诸葛兄提醒过我 那影吸血听罢 我幻魔道跟你诸葛家无冤无仇 你为何坏我事情 难不成你真以为 你所悟周天星辰绝中的 北斗七星剑能胜过我 话音刚落 诸葛青天突然催动了手上的七星剑 补充一下 虽然是北斗七星剑 但我所接引的星宿乃是遥光星 又名破君 你们两个大男人围攻我一个弱女子 说出去也不怕江湖人耻笑吗 当然不怕 以影姑娘的名声 这是传出去后 估计那些江湖人拍手称快还来不及吧 只见那诸葛青天咔的一声将剑收了起来 影姑娘可不要污蔑我 我还没动手呢 影吸血看着场上的形势 今天算本姑娘在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诸葛青天见状很是开心 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地方 交换情报的话 不如二位到我的船上一许 来到船上之后 影吸血美好气儿地看着两人 你们俩有什么想问的快说吧 面对两个大聪明 苏信满脑子都是问号 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影姑娘 你应该知道人一桩背后的人是谁了吧 还有诸葛兄 你可是也瞒了我不少事情啊 两人坐下来之后 影吸血率先开口 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 我换魔道和白莲教的恩怨你们知道吧 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坏一坏白莲教的事情 那诸葛青天对着白莲教很是了解 白莲教乃是百年前判出幻魔道的弟子所创 一身功法皆是以幻术窃取佛道等大宗所得 江湖人视为邪派群起而公之 不过听说最近白莲教又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想要在江南会上出手 莫非你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没错 包括六扇门据典的事 我怀疑这里面也有白莲教的动作 而且去过仁义庄后我能肯定的是 江赫流就是白莲教的人 听到这的苏信心中一律方才解开 难怪你一直鼓动我大闹人一桩 看来这人一桩内 大部分已经为白莲教所用了 如果你能按我的计划 大闹人一桩逼得江赫流身份暴露自然最好 但你拒绝了我 我只能对岳方下手了 苏信很是不解 杀了岳方 最应该复仇的应该是他天歌月清廷吧 难道他也有问题 还不确定 他的背景 但肯定不是一个散修那么简单 听到这的诸葛青天突然站了起来 听尹姑娘这么一说 我这里就清楚多了 其实我这次前来江南会 也是因为察觉到有些人想要搞事情而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吴国 现在的大洲和当时的吴国 都是崛起的势力中最不起眼的小国而已 吴国崛起于江南道 声势最大时曾席卷江淮道 山南道 陵渊道等地 不过后期大洲自南蛮兴起 一路横推 直接把当时的东晋王朝压缩成了现在的东晋 那吴国也是被大洲顺手给灭了 现在大洲的五龙帝行将旧幕 太子吴德 众多皇子争夺皇位 有诸楼江青之事 那吴国的余孽便动了心思 想在这江南会上闹出一些动静来 苏信听罢很是惊讶 你居然知道的这么清楚 既然是吴国余孽自然要隐藏在暗中才是 这么详细的计划都被你知道 岂不成了笑话 没听说过我诸葛家的传统吗 历来都是谁势力大我们帮谁 以上那些 这都是吴国余孽告诉我诸葛家的 尹熙雪嘲讽了起来 你们诸葛家的人应该不会蠢到答应了他们吧 现在想要动摇大洲的根基 未免太不切实际了些 这些我们当然知道 但几十年前我诸葛家与吴国牵扯颇深 因此留下些见不得人的秘密 如果这些泄露出去 我们诸葛家可就身败名裂了 苏信若有所思地说着 这倒是可以理解 江湖各大世家 门派不比朝廷 遇事最优先考虑的肯定是自己的家族势力 现在看来 吴国势力与白连教同时冒头 恐怕他们早就勾结到一起了 苏信突然将矛头对向了诸葛青天 所以 诸葛兄弟的立场是 我自然不会把家族的命运交到一些老鼠身上 但如果后期事变 我的立场恐怕就难以保证了 回去之后 苏信努力地消化着今天得到的消息 现在六扇门在江南道所有的秘密据点 已经被清洗 足以说明白连教和吴国余孽已经出手了 结合尹熙雪二人给出的信息 事情脉络已然很清楚 江南会温静 这么大的动作江南消失 和江南道的六扇门居然一点都没察觉 其中肯定也存在问题 副总捕头雷远 居然想在身为追风寻补的我面前 给那江鹤留出头 要是身为总捕头的金武林 也跟他们扯上关系的话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现在的情况 贸然插手定然难以全身而退 不过用这已知的信息 到六扇门争取些好处倒也不错 血气长和古来东 没记错的话 当初收到江南会的请柬 还是他派人给我送来的 这说明他与六扇门的关系不错 应该属于同一战线的 在六扇门总部来人之前 这江南最值得我信任的 恐怕也只有这位行军大总管古来东了 次日人一桩里 江鹤留找到正在修炼的月清平 将月方的死讯告诉了他 看着起了杀心的月清平 江鹤留在一旁劝解着 殿下你听我说 这其中可能有蹊跷 苏姓白天大闹人一桩 晚上就用自己的招式杀了月方这儿 这根本就是白痴行为 况且现在这种时候就算真的是苏姓动手 你也不能妄动我们的计划就要完成了 如果半路出了岔子 那可就功亏一篑了 吴国皇族的嫡系血脉 现在就只剩下我跟我弟弟了 现在他死了 无论是不是苏姓杀的 我都必须找他要一个交代 你说对吗 皇叔 这你妈的江鹤留竟然是皇族 但是他还是想以大局为重 不想让月清平去找苏姓 皇叔 难道你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 还是你加入白连教这么多年 已经彻底被他们给同化了 胡说 国恨家仇怎么能忘 我加入白连教 不过是想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复国而已 你在白连教的大局我不管 我只想管我吴国的大局 你放心 我不会做得太过分 只要事情有变 我立刻回来 说吧 那月清平很是仔细拿到走了出去 片刻之后 便来到了诸葛青天的花船上 周围的群众也看出了他此次的来意 只见那月清平一个飞身跳了上去 诸葛青天看着气势汹汹的他 月兄突然造访 可是找在下有事 诸葛兄 我可不是冲着你来的 接下来的事还希望你不要插手 苏姓 你杀了我弟弟 总要给我一个交代才是 说着崔洞手上的真气 一掌朝着苏姓打了过去 苏姓也不示弱 崔洞在系统那抽来的球机掌赢了上去 啪的一声 两人一个队长 苏姓便察觉到了不对 天人合一 月清平也窥探到原神镜的门槛了吗 下一秒 苏姓一个不敌直接被一掌震飞了出去 眼看苏姓不敌 诸葛青天突然开口 月兄 你们之间的事我确实不该插手 但让你们毁了我这花船可就说不过去了 听到这话的月清平收了手 怎么 你想对我出手 月兄说笑了 江南会在即 大家还是保存实力 少生事端的好 那月清平听罢冷哼了一声 看在诸葛兄的面子上 就让你多活几日 他日若有机会 我定要取你性命 说吧 那月清平转身走了出去 他的心里在想 我无果鼎盛时 诸葛家不过是陈明尔 如今居然敢踩到我的头上搅局 待计划完成 我们一并清算 月清平走后 尹熙学走了出来 有些不对 我幻魔道与白莲教敌是数百年 对白莲教的功法还是比较熟悉的 但月清平所展示的武功至纯至简 刚猛霸道 看不到一丝白莲教功法的影子 苏信也看出了端倪 没达到目的就退去 看来他此行的目的 并不是所谓的报仇那么简单了 我们有所准备就好 其中缘由 也只能等到江南会上确认了 几天之后 江南府中心街道上搭起了擂台 数百名高手全都收到了邀请 纷纷前来 当然苏信他们也在其中 由于三人的实力靠前 被安排到了上座 一人早在擂台上接应他们 此人便是内人榜第三的小安后肖黄 待人街舞方面很是客气 几人先是一番客套 随后苏信三人便入座了 坐下之后诸葛青天问苏信 苏兄 你感觉这位人榜第三的强者如何 看不透 这是一个一直戴着面具 甚至把面具都当成了自己脸的人 肖家不愧是曾经的皇族 你若说这肖黄是当今的皇子 我都不会感觉有半分为合的 的确 单从待人出事来说 他实在是太完美了 完美到简直不像是一个人一样 尹熙学也说出了自己的感觉 说话滴水不漏 面上喜忧无形 就连每次露出微笑后 脸上所牵动的肌肉都没有任何改变 正如苏公子所说 就像是戴着面具一般 三人说话间 只见一人带着一对人马及时而来 只见那人骑到擂台前 一个急刹车狠狠地装了一逼 此人便是那血气长河鼓东来 肖黄赶忙赢了上去 恭迎谷将军 这次的江南会有谷将军跟我肖家同时主持 还请谷将军先行讲话才是 肖公子客气了 我古某人只是个门外汉 一切还是按照以前江南会的规矩来就可以了 该怎么弄 还怎么弄 那肖黄也没再坚持 既然如此还请谷将军上座 苏信看着从自己身边经过的股东来 这就是股东来吗 这份随身的煞气远远的就能感受到压力了 思考间 只听当的一声 肖黄看着众人宣读起了擂台比赛规则 我肖家的江南会已经不是第一次召开了 规矩我也就不多说了 只要符合年龄条件的舞者皆可上台比试 前三名有众理相赠 除了前三的舞者外 本次类比进入前三是五名的舞者 也可以选择停止挑战 拿走我肖家安排的特别奖励 继续挑战者 站到最后的三人 便是本次江南会的前三名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直接挑战人榜强者 比如胜过我 这江南会的前三你也不必去争了 就这样在一阵欢呼声中 擂台比赛拉开了轮延 突然一个大汉跳向了擂台 何人与我对战 苏信看着一旁的诸葛青天很是疑惑 不对吧 肖家的元神镜强者还没来 一年一度的江南会就这么开始了 以肖家的实力和声望 就算再怎么忙 也总该派出一位元神镜的舞者撑门面吧 我也猜不透似乎在刻意回避着什么一样 苏信明白了诸葛青天话里的意思 接下来的是无需担心 随机应变就好 就这样擂台比赛一直来到午后 对战至此 前三十五名已经角逐出来 下面的挑战将决定此次江南会前三的名额 只见一人大喝一声跳上了擂台 再下烟难道陈玄成 向人榜第四十三位夜留守刘霄发起挑战 场下的观众也是议论纷纷 这么直接吗 上来就挑战人榜四十三位的 这么难得的成名机会 有实力的当然想去试试 赢了扬名立万 输了也损失不了什么 傻子才不去 只见那刘霄大笑了几声缓缓地走上擂台 挑中我了 那我便陪他过几招便是 那刘霄也不闪躲 站在原地两掌一推 只是一招 便将那人打得口吐鲜血 陈兄 我这实力如何 可配得上人榜之名 那人痛苦地捂着伤口 多谢刘公子手下刘芹 在下心服口服 看台上的诸葛青天吐槽了起来 若是放在平时 刘霄肯定把这姓陈的杀了 作为第一个被挑战的人 给对手一条活路 即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又赢得了名望 何乐而不为呢 那萧黄对着台下喊了起来 陈玄成挑战刘霄 刘霄胜 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只见一人走上前来 在下中山道下喉长青 前来挑战人榜第十八位刀剑双绝沈静 这可把身边的人吓得不轻 什么 一上来就挑战人榜前二十的舞者 不是在开玩笑吧 只见那沈静背着双刀走上了擂台 那好 在下陪下喉兄玩了便是 苏信看着场上的情况也很是吃惊 这下喉长青是什么来头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背景 可能是中山道没落的下喉世家秘密培养的武器 想在江南会上一鸣惊人呢 苏信听罢 若是白连教育无国余孽 真的在这次江南会上搞出什么事 再大的风头恐怕也传不出去了 恐怕下喉家这次又要赔得底朝天了 说话间 场上的两人已经拉开架势开打了 不得不说 那下喉青云还是有些实力的 在那沈静手上竟然坚持了几招 但也仅仅是几招而已 那下喉青云便认输了 突然身后响起那肖黄的声音 夏喉兄不必气馁 沈兄的实力可是独自苦修了十余年 才达到如今的境界的 夏喉兄还年轻 下次江南会大可以从头再来吗 我才不要下次 肖兄 没记错的话 江南会上是可以连续挑战的吧 说吧那下喉青云将一颗丹药塞进了嘴里 如果就这样回去 怎么对得起家族对我清净资源的栽培 胜不过沈兄是我既不如人罢了 我要向人榜排名第二十二的是龙血剑苏信 发起挑战 此话一出场下的观众瞬间沸腾了 还要连续挑战 他疯了吗 苏信的实力跟人榜前二十的并没差多少吧 显然此人无非就是想在这江南会的天下泪上 彻底一鸣惊人而已 他感觉人榜前二十的对付不了 就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苏信 只见苏信缓缓地站起身来 既然这位下后兄想要挑战我 我也不能让他失望不顺 上场之后 拿下侯青云率先发起攻击 一招落越斩 朝着苏信劈头盖脸地打了过去 只见苏信催动手上的真气 蓄力起了他那二十四节气质 下一秒 砰的一声 将那人的攻击拦了下来 然后一个闪身 来到了那下侯青云的面前 挥起游轮剑 一招神剑血河打了出去 那人面对突然起来的攻击 只能挥剑抵挡 砰的一声 连人带剑全都被干飞了出去 扑通一声摔在了擂台的下面 嘴里鲜血喷涌不止 之前的沈静还和这下侯青云过了几招 这么看的话 这苏信岂不是比神谱还要强 场上的苏信嘲讽了起来 你的实力好像并不怎么样的下侯兄 那下侯青云的家谱很是气氛 苏信 江南会拨台切而已 你下手这么重 徐星何在 擂台比武本来就是生死勿论 我只是暗场里出招而已 谁知道他那么弱 正当那下侯青云的家谱 被苏信对得哑口无言的时候 突然背后一个声音响起 好一个生死不论 萧兄 我记得江南会上人绑强者 好像也是可以任意挑战的吧 我今天倒是想跟着苏信切磋一番 不知可否 说话这人真是那岳青云 作为主持的萧黄看向了苏信 既然岳兄诚心赐教 苏某人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此时苏信心里想的是 上次与岳青云交手 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一丝突破的契机 送上门来的好事怎么能拒绝呢 两边摆好架势之后 那岳青云率先出招 这次可没人帮你 我看你如何活过今天 说着便朝着苏信一套组合拳打了过去 苏信只能被动地防御着 台下的观众看着场上的形势也是议论分泽 难道人榜前二十跟前十的差距这么大吗 这苏信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不对 就算苏信与岳青云相差了一个小境界 也绝不可能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 到底是为什么呢 座位上的诸葛青天看出了些许门道 原来如此 居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这家伙胆子未免太大了 在看场上 苏信已经隐约地能看到 那岳青云身上的真气流向 显然有了要突破的迹象 看着一位闪躲的苏信 那岳青云大怒 怎么 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了 给我去死 当那大逼都打到苏信脸上的时候 苏信清晰地看到了那手掌上真气聚集的中心点 然后看准时机 一掌对了上去 然而这次并没有遭受强大的冲击波 而是真气相互抵消将两人弹到一边 就在那岳青云还要共济上来的时候 苏信果断认输了 这可把一众人给看猛逼了 什么 苏信居然认输了 搞什么鬼怎么看他都没用权利吧 那方青云却不想就此罢休 你以为认输了我就会放过你吗 突然那肖黄走了上来一把拦住了他 岳兄 江南会有江南会的规矩 你不能对认输的人再出手了 然而另一边苏信竟然原地打坐了起来 我停留在灵鸠境实在是太久了 说到这 倒是不得不感谢岳兄你呢 说着便将周围的气流 全都吸引到了周身 可把那影吸血都乐了 岳蜻蜓报仇不成 反倒给仇人做了嫁衣 这下可有意思了 苏兄对于神功劲的积累早已达到圆满 岳蜻蜓不过是被他当做了一个影子罢了 就在众人气流纷纷的时候 轰的一声 擂台上的苏信爆发出滔天的血红色真气 真气散去之后 苏信缓缓地落到地面 从开始打坐到完成突破也就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得了便宜的苏信还不忘给那岳蜻蜓来上一刀 真是多亏了岳兄点话 苏某感激不尽 只见那岳蜻蜓冷哼了一声 转身离开了 就先上你多活一回 等计划开始 我必拿你开刀祭起 那萧黄在确认没有新的挑战者后 便宣布了本次江南胜会前三名的角逐 一同雷鼓过后 那萧黄把股东来请上了擂台 本次江南会是由我萧家和朝廷联合举办的 所以还是请将军先宣布一下 关于这些舞者的收编事宜 我大洲朝廷布局一格将人才 诸位都是江湖年轻一代的俊杰 只要加入我大洲 无论军方还是六扇门 皆可随意挑选 关于各种修炼资源 朝廷将一视同仁 你们付出多少功劳 就有多少回报 笑话 话音刚落那江鹤流大笑着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笑话 一视同仁 大洲朝廷真是如此的公平吗 那看台上的苏信和诸葛青云相视一笑 显然早已经预料到了这种场面 其他的舞者也是议论纷纷 什么情况 将庄主封了不成 这种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 不是明摆着给朝廷上眼药吗 如果你们大洲朝廷真的公平 那六扇门铁家的人 为何能够占据整个六扇门的一半 再说军方 每一道的行军大总管都亲自招揽亲信 上面下发的物资 下面能得到一半就不错了 大部分修炼资源 还不是掌握在他们这些位高权重的人手里 这也叫公平 那擂台上的股东来听不下去了 江鹤流 好歹你也是人一桩的庄主 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大洲朝廷建立至今 碰见有潜力的势力 就绿伟拉成那些不愿归顺的 就全部屠杀殆尽 这就是你大洲的朝纲吗 今天 我就是要撕破你大洲朝廷虚伪的面具 将你们的不仁不义公之于众 给天下武林人是一个交代 那股东来听罢大笑了起来 真不愧是人一桩庄主 说出的话感染力确实不俗 但你真的以为 你仁一 我大洲便是黑暗吗 大洲不黑暗谁黑暗 大洲朝立足中原不过二十余年 但你们看看 这二十余年间 大洲朝把整个中原武林 都祸害成了什么样子 设立天地人三绑 恶意挑拨我中原武林的关系 让我等互相攻伐不休 创立六扇门监察天下武林 凡有一丝违背者 皆遭徒宗灭门 大洲人黄姬浩点 更是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 即使大洲朝已经称霸中原 但二十余年来 更是与周边诸国征伐不休 就连擅长语言攻击的苏信 也不由地赞叹了起来 不得不说 江庄主的口才真是了得 王氏其路 天下共逐之 现如今基号点昏庸老迈 他的那些子嗣 却只懂得争名夺利 甚至连太子之位都不稳固 大洲必然二十而亡 到时候王朝争霸武林动荡 诸位该何去何从 百年前我东吴称霸江南 跟江南武林秋毫无犯互利互惠 今日我便接干而起 在场同道凡是愿意加入我东吴的 将来这天下必定有儿等一席之地 场下的众人听罢 全都一句我草脱口而出 东吴 江庄主居然是吴国的人 这不是造反吗 突然那古东来转身跳下了擂台 黑这个脸看着江贺流 我当是谁 原来是几十年前那些手下败将啊 如老鼠般隐藏了这么久 究竟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还敢招摇过世 看着迎面走来的古东来 那江贺流也是不慌 没有充足的准备 你以为我为何会选在这个时候 诸位想好了吗 是否决定加入我吴国 然而 场下的人没一个站出来支持那江贺流 这可是造反的事啊 难怪肖家的长老一个都没来 恐怕他们早就得到什么消息了吧 看着不为所动的众人 那江贺流当即表示 你们以为不加入我吴国就可以相安无事了吗 以知耗点的脾气 可不允许在大洲的领土内有中立者的存在 今日我便将古东来击杀在此 为而等开辟一条新生路 话音刚落 只见几个高手出现在了那江贺流的身后 古东来打量着他们 真想不到 你们这帮吴国余孽这些年所积蓄的实力不弱吗 竟然连戎神经的强者都弄出来两个 就在那古东来还是不以为然的时候 突然场上又上来一名戎神经 诸葛青天一眼认出了来人 是我诸葛家位列地榜三十一的 一指乾坤诸葛刘云 诸葛兄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诸葛家已经跟吴国余孽达成共识了不成 面对苏信的询问 诸葛青天很是淡定 苏兄稍安勿躁 看戏就好 那江贺流见古东来不说话了 怎么样 还不够吗 我这里可是还有一个人在呢 话音刚落 只见一人走上了擂台 这下可把古东来给看呆了 原来此人正是那江南道的总捕头金武林 看到来人后场下瞬间沸腾了 怎么可能是他 他可是朝廷的人 苏信的反应也是极其的不淡定 难道这位总捕头真的已经叛变了吗 一旁的隐稀雪看出了端倪 不对 这金武林目光呆滞 面无惊弃 恐怕是被一种蛊惑新神的秘法控制了 苏信很是纳闷 能蛊惑原神境强者的秘法 如果是出自白莲教的话 未免强得过分了吧 是白莲教的秘法没错 但没那么强 应该是被秘法长期侵蚀的结果 金武林的实力也是化神境巅峰 如果对他施展这种秘法 起码是戎神境巅峰的武道宗师才有用 能让一位戎神境巅峰的武道宗师 常年累月的潜伏在金武林身边 这白莲教真是下了血本了 突然场上的江赫流开口说道 古东来 我承认你很强 但我这边可是有着五位原神境的强者 你觉得你还有胜算吗 那古东来听爸大笑了起来 我就说江南道的六扇门据点 是怎么被轻角殆尽的 原来连总捕头都被你们控制了 看来准备得很充分吗 早听说你已经突破了原神境 但你真的以为凭你们几个 能得起什么风浪来 看着古东来催动真气 江赫流赶忙命令那金武林出手 话音刚落 那金武林砰的一声闪身冲了出去 就在攻击快要到古东来脸上的时候 一把大刀飞了过来 那金武林赶忙挥手抵挡 砰的一声被震向了一边 只见那两把大刀被击飞后 在空中旋转了起来 咔的一声飞回到了释放者的手里 那江赫流一眼看出了 是铁家的欲物之术 只见古东来看向那来人 我说铁大人 您要是再挽来一捕 我恐怕就要被眼前这几人给活寡了呀 只见那人大笑着 区区几条臭虫而已 你要是真被他们给拿住 那也是你这个行军大总管没本事 尹熙雪看着来人赶忙提醒苏信 看清楚了 这可是你的顶头上司 六扇门四大神捕之一 九玉狂刀铁战 此时苏信的心里很是不安 四大神捕吗 六扇门已经得到了我传回的消息 为何还只派了一个人过来 二对五的话 看起来没什么胜算 江赫流看着来人嘲讽了起来 真是笑话 难道大周朝真的衰弱到没人了不成 竟然只派了一个容神镜的神捕过来 老子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为啥要派两个人过来 难道你真以为 你的对手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话音刚落 只见一道攻击直逼那江赫流 出手的竟然是那诸葛流云 气得江赫流大骂了起来 诸葛流云 你敢违背约定 就不怕我把你们诸葛家 早些年干的那些事给抖出去吗 面对威胁那诸葛流云却不以为然 自作孽不可活大周气数未尽 我狼牙诸葛氏 自然不会跟你们这些老鼠同流合污 看着那嚣张的江赫流没了底气 铁战放声大笑了起来 你真以为我六扇门是吃干饭的不成 你能暗中绞杀我六扇门的据点 我当然也能挖了你的老鼠洞 你所谓的把柄 早就会飞烟灭了 世人皆知诸葛世家是靠脑子吃饭的 那些老油条能让你们给威胁到的话 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苏信此时方才反应过来 看着一旁的诸葛青天 难怪你一直都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原来你们诸葛家早就跟六扇门商量好了 呵呵不然呢 你真以为我诸葛家会做反贼不成 再看另一边的江赫流 只见他微微皱眉 很好 待我无国启示成功 我必定血洗你狼牙诸葛世 看来几十年躲躲藏藏的老鼠生活 真是把你们给过傻了 血洗我狼牙诸葛世 就凭你们 还是别废话了趁早解决他们 我六扇门的事情可还多着呢 说吧 那铁站第一个灰刀冲了上去 那江赫流也不示弱 指挥着那三个容神镜奋起反抗 六位容神镜打坐一团爆发出来的气势 一瞬间将那擂台给一平了 场下的观众有的被波及到当场隐秘 有的发了疯似的开始逃窜 就在苏信感叹容神镜实力的时候 背后一人朝着他偷袭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只见一把七星剑飞过来 为苏信挡下了攻击 下一秒 那月清平的周围开始出现异样 仿佛就要看到他的太奶了 就在他迟疑的时候 那些幻象突然爆炸开来 那月清平被炸得连连后退 显然是那隐吸血的幻术攻击 隐吸血 你幻魔道为何也要参与到这时钟来 任何跟白莲教有所勾结的势力 都是我幻魔道的死敌哦 苏信看着那月清平 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 这种情况下还想要取我性命 未免太拖大的血 就在那月清平十一的身体 另一边突然轰的一声爆炸 烟雾散去之后 只见一人扑呲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正是那被揍得面目全非的江贺流 只听得他大喊一声 计划有便保存实力 都给我撤 看到大势已去的月清平 无奈地再次对苏信就此作罢 就在那江贺流逃走后 剩下的容神镜就没那么幸运了 只见那股东来将一人打废后 而等砸碎 还妄想造反 叛贼气数已尽 给我把那些残兵统统拿下 收拾完残局后 苏信赶忙上前行李 见过铁大人 古将军 两人对苏信也是赞赏有加 真不愧是铁无情那小子推荐的人 果然没让我失望 这次多亏了你及时传回的消息 我们才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周全的准备 没错 还是小看吴国这帮老鼠了 竟然连金武林都被他们控制了 随后那铁站看向尹熙雪 你这丫头 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话音刚落 只见尹熙雪一脸撒娇地冲进了铁站的怀里 叫了一声一吐 这可把苏信和诸葛青天看猛逼了 那么惊讶干嘛 我可从来没说过我的身份是假的 铁瑶花是我 尹熙雪也是我 行了行了 当初我让你去帮助苏信 你竟用另一个身份去蒙片 他就不怕误了大事 能让铁无情都如此推荐的人 若真是这么没用的话 那还有什么资格让我帮他 听着父女俩的说辞 给一旁的苏信整得很是尴尬 最后还是铁站说出了其中缘由 我铁家在六扇门虽然势力庞大 但人丁也不是那么兴旺 所以每年都会挑选一些天赋不错 无父无母的孩童收为一子一女 西雪便是其中之一 后来嘛 因为我们六扇门跟幻魔道达成了某种交易 加上西雪这孩子在幻术方面天赋不错 他便换了个身份加入了幻魔道 听到这的苏信心头一惊 六扇门跟江湖势力的交易吗 这倒是有些出乎意料吗 处理完一切后 古东来开口说道 让下面的人收拾一下这里 把秦道的无国余孽都压制住武功 剩下的就交给你六扇门来处理了 诸葛青天很是担心地看着他 可是放了江河流他们真的不要紧吗 无妨 这次的事情还有很多疑点为了能够一网打尽 当然要放长线钓大鱼 铁站看着一旁的苏信 小子 这次无国余孽的事 你怎么看 身为江南地头蛇的肖氏若是没有一点察觉 那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来 肖氏分明已经是 对江河流他们私下的动作清楚得很 所以才在这次江南会上 连一名原神镜的舞者都没派来 甚至连那肖黄都不知所踪了 你说的没错 跟我们想的差不多 不过这肖氏 打的算盘可不止这些呢 晚上 在古东来的府邸摆下了庆功宴 酒桌上苏信问铁站 铁大人 您的意思是说肖氏还有别的目的 嗯 你以为肖氏只是知道这些无国余孽的计划 并对他们放任自留吗 要知道在几十年前 那无国被我们绞杀的 甚至连一名原神镜的舞者都不见了 后来大洲定督圣经 陛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整治三乡武林上 才给了这无国余孽一些喘息的机会 听到这苏信本也是震惊 那岂不是说 除去被白莲教控制的金武林 他们居然在短短几十年内 培养出了两位荣神镜的舞蹈宗师 没错 荣神镜可不是单单靠天赋就能晋升的 肖氏的资源连二流家族都承担不起 这才是值得深思的 难道是肖家在暗中助力 然后把那些好国余孽当作傀儡 自己做那幕后之人吗 他们当然有这个意思 不过这次也只算是投石问路罢了 想看看我大洲 究竟是不是已经到了游镜登窟的时候 若这次真的让那些无国余孽给得逞了 说不定肖家那些老东西真的有可能跳出来 也玩个建国什么的 不过这次事情过后 他们短时间内也不敢再闹出什么花样了 突然耐铁战画风一转 苏小子 这一次你的表现相当不错 所以我和大哥商量了一下 我们准备给你一个选择 金武林被白莲叫控制 整个江南道的六扇门已经被腐蚀一空形同叙射 你现在刚刚突破神功镜 刚好接任这个位置 此话一出 场上的三个小辈全都震惊了 苏信很是不解的问道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选我 江南道的总捕头这个位置 怎么也要由原神镜的舞者来担任才行吧 选你来当江南道的总捕头有两点 一个自然是因为你的能力 另外嘛 这个时候我们六扇门 真的没有多余的人力来分配到江南道了 那股东来也跟着附和 这次没对江鹤流他们一网打尽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即便今天在场的我们能击败他们 但要想留住的话还是太难了 你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做隐瞒了 现在的大洲确实已经有了些衰败之相 陛下雄才伟略 可惜后人不争气 内斗不止 加上当年扫除杜元胜消耗过大 如今内忧外患不断 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 两人将实底告诉苏信后 怎么样 这个位置你是接还是不接 大人 江南道的复杂情况你也知道 拥有容神镜武者的一流势力便有三个 化神镜武者坐镇的二流势力几十个 而我只有神功镜的实力 却要带领已经破败不堪的江南道六扇门 去跟他们周旋 万一失败了又会如何 只见那铁战脸色一黑 很简单 无论是六扇门还是我铁家 都不养废物 苏信面对铁战的说辞 直接答应了下来 那铁战很是高兴 说会满足苏信的一切要求 我要的很简单 第一六扇门必须要帮我把肖家看住了 如果肖家插手江南道的事 就算我的手腕再高也无用 嗯 这点不用你说我也会去做的 肖家这次的事做得确实露骨了些 绝不能这么轻易算了 看到铁战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嘛 我需要几个人 却被那铁战直接拒绝了 人你是不用想了 六扇门内的追风补和集市密探 一个都不可能给你 铁大人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可没说要你们的人手 大人应该听说过我的出身 我在常灵府还有个小帮派 那些人都是我以前的手下 我用着也习惯了 所以我想要吊几个人过来 直接加入六扇门 不知是否可行 听到这的铁战松了一口气 我当时多大的事 别说是吊几个人 就算是吊几十个 你也可以自己安排 从古府离开回去的路上 突然苏信收到系统新任务的弹窗 要求苏信在三年之内 晋升到四大神堡级别 或者当上六扇门的总堡头 任务的奖励和惩罚 全都在这 我就不过多坠说了 大家自行观看 苏信看着任务面板 双倍作为惩罚 这次任务的难度 可不是一般的大呀 四大神堡就算了 还说什么六扇门总堡头 神鹰铁奥身为六扇门的创始人 根本就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货真价实的羊神竞强者 实力足以媲美地榜前十 就算是连柯一瓶无极仙丹 也不可能抵得过人家 回到注册的苏信 急忙打开系统 预知起了高级任务奖励 然后又把累计的所有终极抽奖 兑换成了高级抽奖 十次抽奖下来 苏信抽到一本怀音章后的 风刀双剑一千零一世 和慕容博的一本随机功法 斗转星移 等级评价三星半 还有内方应看 随机功法三字经元十三线版 等级评价三星半 苏信打量着手上的三字经 很是开心 因为是他现在刚好最需要的 三字经之所以奇葩最大的特点就在于 他的可变性和共荣性 历代三字经的持有者 修炼出的结果都不尽相同 不知道结合我的功法五计 会让他进化成什么样呢 随后苏信便修炼了起来 完成之后 苏信试着催动手上的真气 只是一瞬间 真气居然提升了这么多 随后一直打了出去 只见那真气竟然分成了树道 砰砰砰几身过后 竟然在天花板上撞出了几个透明窟窿 苏信大受震撼 连血和神指都变化了这么多 完全没有了之前刚猛迅捷的气息 反倒是变得诡异逆行了 这便是我融合之后的山字经吗 似虚非虚 似时非时 倒是有些如梦似幻的感觉了 斗转心仪可以增立现在的战力 山字经可以强化我自身的基础 这么看来 花费我全部家底得来的两部功法还算不错 接下来 可以安心处理六扇门这个烂摊子了 一个月后 苏信换上不快的行头回到飞鹰邦 老黄和李坏也换了一身装扮 没想到我老黄也有穿上官服的一天 现在要是回到长宁府 李坏赶忙对苏信道谢 多亏了老大上次临走时留下的丹药和紫霞神功 我才能有如此静静 紧接着苏信又把自己抽来 需要自攻的葵花宝典递给他 这本功法很适合你 一定要勤家修炼 片刻之后 股东来找人给苏信送来了新的人榜排名 苏信从第二十二名 居然一下就晋升到第十五位了 第十名谢芷燕 第十一名是那诸葛青天 苏信看着榜单感叹了起来 不愧为九节月女 居然把诸葛青天挤了下来 晋升到了人榜前十 次日 江南到六扇门的总部那几个逼在相互抱怨 咱们都是六扇门的老人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上面居然派了个矛头小子来当总捕头 实在说不过去了吧 那副捕头雷员很是不屑 什么总捕头副捕头的 咱们都是自己人 他苏信若是实相还好 不然老子有的是办法弄他 半天之后 苏信一众人来到门口 门外竟然无一人迎接 老黄抱怨了起来 想给我个下马威罢了 怎么说我们都是外来人 突然空降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 若是他们能举手欢迎才叫奇怪呢 随后 苏信带着他们两个大步走向了议事大厅 那雷远健壮 哈哈 苏老弟当初在人一桩碰面 我是说什么也想不到咱们也有共事的一天哪 苏信黑这个脸看着他 雷副总捕头是不是做错了位置 一个月前我就被分为江南道总捕头 跟我称兄道弟 你也配 还是乖乖找准自己位置 免得让自己难看 气得那雷远碰的一声锤桌子站了起来 苏信 你别太过分了 是啊苏大人 咱们雷总捕头可没有蔑视您的意思 咱们在江湖上私混惯了 说话都以兄弟相称 可不像总部那些人说话文周周的 您可别见怪 说话这人正是那程州府的总捕头王金平 是啊苏大人 您要是不习惯我们改就是了 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 这里可是江南道六扇门的总部 您和雷总捕头真要是动起手来 说出去也不好听不是 这位是那松江府的总捕头陈柏 一个称呼而已 把大家弄得这么江多难看 那雷远看着眼下的形势来了自信 苏老弟 你是出来乍到 有些规矩你不知道也正常 咱们也不会责怪你的 毕竟同僚一场 你若有什么想法 大家肯定都会支持你的 咱们兄弟齐心 争取早日恢复江南道六扇门的往日荣光 苏信黑着个脸不说话 老黄心想 这话表面说的冠冕堂皇分明已经越界了吧 苏老弟还愣着干嘛赶紧入座呀 刚好今天人齐 咱们也好讨论一下 江南道六扇门今后的计划和发展不适 听到这的苏信 突然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雷远那雷远 看来你还是没弄清楚形势吗 你以为六扇门总部 凭什么让我来做总捕头这个位置 而不是你 然而这在一众人开来 苏信就是依靠铁家势力 那苏信直接在手指上催动了真气 看着那雷远 因为我比你强 说着就催动着他那升级后的执法 即将打过去 那一旁的王金平蹭的一下抽出刀来 想动手 狂妄 那王金平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这把一旁的陈柏看出了一头冷汗 好快的身法 这小子在哪招来的怪物 从气息看是灵翘镜没错 但身法上 恐怕足以为猎人绑了 另一边的苏信见没人在阻拦 啪的一声一直朝着雷远打了过去 下一秒 却被那雷远的随手一招给拍散了 看着散落的真气 雷远对着苏信嘲讽了起来 就这 只见苏信冷哼了一声 随即伸出手掌 那散落的真气竟然化成一道道光影 缠向了雷远的脖子 片刻之后 便让他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苏信 我是江南道副总捕头 没有总部的命令 你可没资格杀我 苏信一脸淡定地看着他 你以为六扇门的规矩能保得住你吗 勾结吴国余孽以下犯上 以我和铁家的关系 若是先斩后奏的话 你觉得这个罪名可以落实吗 那雷远痛苦地在地上挣扎 我可没勾结过吴国余孽 别忘了 我们可是在人一桩碰过面底 以我江南道总捕头的身份 我说你勾结了 你就是勾结了 此话一出 场上的几个总捕头再也没了声响 苏信催动着手上的真气 一个用力 那雷远砰的一声 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随即苏信看向身后的一众人 上面派我来接任江南道总捕头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不服 但是不服也没什么用 就算是上面不派我来 就凭你们这帮废物 要上位也是痴心妄想 苏大人 就算你实力强劲 也不过神功劲罢了 这话说的未免太过分了 看到有人不服 苏信对着他们大骂了起来 怎么 说你们是废物还不乐意了 吴国余孽在江南道经营十余年 连六扇门大部分据点都被清剿一空 你们在干什么 混吃等死吗 是不是安逸的日子过多了 以至于你们连最起码的危机意识都没有了 现在江南道六扇门的总捕头数 这规矩当然也要改一改 从今以后 各大州府总捕头所领取的修炼资源 按所得的功劳发放 由黄炳成负责统筹 此时的场上鸦雀无声 再也没有了其他声音 如果没人反驳 我就先派给你们一个任务 五天之内 把你们所管辖州府内的难题事务全部呈上来 不得谎报 如果做不到的话 就别怪我不讲经验了 毕竟在座的各位 不是每个人都有副总捕头的身份 一众人听罢 全都灰溜溜地走出了意识厅 老黄看着他们远去背影 老大 你方才为什么不直接把那雷远干掉 杀鸡儆猴不是更好 杀一个雷远倒是没什么麻烦 可那些与他私交甚好的同伙呢 现在还缺少对他们下手的借口 一意孤行的话 上面也会不好做的 老黄还是感觉不安 我担心就这么放过他们 万一以后再闹出什么事来的话 当然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有句话说得好 让外必先安内 不把他们解决了我们什么都办不成 另一边那雷远跟王金廷回到府邸 雷兄 你今天做得是不是过火了些 恐怕会惹恼了那苏星啊 你这一出逼宫大戏没成不说 反倒是给自己弄得欺虎难下 这可如何是好 只听那雷远冷哼了一声 一个狂妄的后辈而已 以为抱着铁家的大腿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老子修炼武道的时候 他还不知道在哪个女人肚子里窝着呢 王金廷打断了他 真要是惹得他一怒之下斩了我们 他顶天也就是丢个总捕头的位置而已 铁家不会拿他怎么样的 那雷远却是一副有恥无恐的样子 不必担心 就凭苏星今天说的那些话 江南道的捕头们是没有几个会站在他那边的 以前金捕头在的时候 咱们什么事都不用管 每月安安心心的领取修炼资源就够了 这种过安逸日子的习惯 可不是那么容易能改过来的 吓得王金廷头顶一个炸雷 雷兄慎言啊 金武林可是朝廷的叛徒 你说这些沾边的话 要是传出去咱这小命可就不保了 我当然知道 不过现在只有你我二人 怕什么 既然苏星要处理那些难题事物 咱们索性就给他来得很的 那王金廷猜出了雷远所想 大声的呵斥了起来 雷远 你疯了不成 年邦那件事当初就是我们来处理的 这么多年年邦的东西我们都收了 现在藏着还来不及 你还想捅出去 这件事当初就是金武林决定的 真要是被人问了出来 大可以往金武林身上推就是了 我们只是服从命令罢了 那万一年邦那边把事情说出去怎么办 毕竟这些年跟年邦交易的都是我们 雷远很是自信的说道 这你可就错了 跟年邦交易的是金武林 跟我们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除非年邦的人来指认我们 否则这件事的真相没人知道 你觉得年邦的人会帮着苏信吗 好像还真不能 我听说苏信曾在湘南道 跟年邦下谈谈主不二刀金可信的弟子萧摩罗 起过冲突 听到这的雷远放声大笑了起来 这不就对了吗 你还在担心什么 其实我把这件事说出去的目的 为的就是挑拨苏信去找年邦的麻烦 他若不去则威望尽失 要是去骂年邦秋谈谈主九山神董不已 可不是个好相处的主 要是知道了苏信的目的 恐怕他连门都进不去吧 那王金平也放下了心中的疑虑 不过我们还要找几个人一起 当着大家的面把这件事说出来 要逼的那苏信不得不办 雷远看着王金平 赵一鸣那个家伙就不用找了 他脾气臭得很 而且我们之前有过仇怨 还有陆雪 他资历太深 他们都不会参与进来的 我们就从陈柏和刘昊开始 入夜后 苏信正在书房里看着卷宗 老黄带着一个人突然来禀报 老大 探子来报雷远那边 已经分别会见了王金平 陈柏和刘昊等捕头 一鸣的吩咐陆续陆捕头 已经过来了 苏信赶忙站起身来 陆大人 我就明着跟你说了 你要是跟着我 这江南道六扇门副总捕头的位置 便有你一个 我出来江南道 手下除了两个心腹 连一个跑腿的人都没有 你陆家的势力 还有你陆续的实力 值得我开这个架码 既然苏大人说得这么明白 那我也不隐瞒了 我陆家真不想卷入到 六扇门的权力斗争中去 所以苏大人还是收回好意吧 苏信听罢赶忙倒查 陆大人恐怕是理解错了 这个决定不是在帮我 而是在帮你自己 你今年才三十七 便已经达到了神功境巅峰 甚至你的实力再年轻一些 都有可能位列人榜名羊江湖 但现在你却只能被困在这个小圈子里 经营着你所谓的安稳 是值得吗 那陆续突然站了起来 苏大人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为了我陆家和陆家的兄弟们 我宁愿选择安稳 苏信突然感叹了起来 陆续啊陆续 你真以为不接受我的意见 就可以安稳都市了吗 所谓富不过三代 你陆家从你爷爷那一辈 到现在精灵的人脉 或许还有点用处 但你爷爷和你父亲 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 现在他们跟你陆家 只是还剩一分香火情而已 这些关系你动用了一次倒是可以 但想把他们吃到死 你认为他们会同意吗 我知道你在六扇门 年轻一代也结识了不少人脉 不过年轻的捕快大都实力低微 没什么话语权 可不是每个人身后 都有总部的人撑腰的 实力这个东西 只有你自己够强 才拿得出去 老黄也在一旁劝了起来 陆大人 锦上天花一雪中送探南 你若是这个时机加入我老大这边 未来论起何尝不是大功一件呢 面对老黄和苏信苦口婆心的劝说 那陆续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出一句话来 陆续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我的招揽你可以先不答应 等过段时间你便知道 这江南道的六扇门 究竟是我灰溜溜的滚出去 还是当家做主了 我说过 雷远不算什么 若是连他都对付不了 还谈什么重振将南道六扇门的升危呢 听到这的陆续内心思索了起来 难道苏信招揽我的意图 不是让我帮他对付雷远他们吗 最后还是开口表态 既然话已至此 我还是先行回去一番好了 老黄看着陆续远去的背影很是不甘 老大 就这么让他走了 不然呢 还要居下他不成 本来让他来的目的 也没想过让他出手帮我 只要他明白我的意思 就足够了 对了 赵一鸣呢 一提起此人老黄瞬间来了火 那赵一鸣实在是太不实相了 我好言说出老大请的事 他居然以事物繁忙为由给拒绝了 苏信也没追究 算了 我亲自去一趟 对于他这样的人 来应的没用 半天之后 赵一鸣的府邸 手下禀报苏信求见 正当那赵一鸣吩咐手下拒绝的时候 苏信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赵大人不欢迎我吗 苏大人 你实力强我承认 人榜前失误 我可能连你十招都接不下来 但即便如此 我赵一鸣也不愿做别人的走狗 在六扇门内玩什么权力斗争的游戏 苏信突然话锋一转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参与什么斗争了 难道黄炳城说过吗 那赵一鸣听罢很是惊讶的牛头看向苏信 那是何一 整个六扇门内 唯独你坚持不懈地履行着六扇门的职责 以你的实力与人勾心斗角不是浪费吗 但那有什么用 以前我江南道六扇门强盛的时候 监察江南道所有五道宗门 哪个不是战战兢兢地提防着我们 结果现在我们连那些狗屁散修都不如 竟然沦落到一个三流的小门派 都敢对我手下的捕快动手 打完了人不说 甚至还要我去领人他们才肯放手 娘的 放眼整个大洲的六扇门 估计也只有我江南道才这么憋屈 苏信听罢脸色很是凝重 以你的实力 一个三流门派挥手即灭 怎会放任他们如此声势 一个三流小宗门我当然不放在眼里 但整个江南道的武林势力盘根错节 大小势力互利互惠私交甚好 千一发而动全身 这份责任岂是我一个捕头能担得起的 狗屁三流势力都有人撑腰 谁给我撑腰 是金武林那个神志不清的白痴 还是雷远那个给其他宗门提携 换来了几个笑脸还要沾沾自喜的废物 苏信听罢斩钉截铁地告诉那赵一铃 我说今后我给你撑腰你信不信 老子谁也不信 江南道的势力明里按理鱼龙混杂 六扇门总捕头可不是一般人能坐稳的 何况实力只有神功镜的苏大人呢 只是因为我的实力还不够吗 那我们打个赌如何 我若是能让江南道六扇门恢复昔日荣光 你就要无条件投入我的手下 如何 那赵一铃还是有所怀疑 只见苏信一把拍住他的肩膀 反正也只是一个赌而已 别管能不能 你先说答不答应 赵一铃一把打开了苏信的手 你若真能带领江南道六扇门恢复往日鼎盛 坐稳六扇门总捕头的位置 那我自然就是你的手下 何来投入一说 两人达成约定后 苏信带着老黄便出了招服 老大 那两个家伙都不知好歹 那咱们还怎么对付雷远 苏信用老黄的话反问他 自古以来都是锦上添花意 雪中送探难 都知道雪中送探回报高 为什么还是很少有人会这么做呢 老黄很是疑惑 是因为不确定结果 所以不想冒这个险吗 没错 无论是谁 赌注面前都会选迎面大的 但你看我迎面大吗 现在要做的就是等 五天后 我倒是要看看究竟有多少人 会跟着雷远一起冒头的 还有那些护卫素餐之辈 既然江南道的六扇门已经烂透了 那我就索性把那些烂肉一并挖出来 以绝后患 五天之后 六扇门的议事大厅里 苏信看着地上来的文件大发雷霆 一群废物 不说监管那些武林宗们 反倒让人家给欺负到头上来了 别人说你们是朝廷鹰犬就算了 你们居然连个鹰犬的样子都没有 公差当成你们这副德行的 估计整个大州都找不出第二架了 场上的捕头和捕快们没一个人敢说话 那雷远突然开口 苏大人何必为这些小事动气呢 当务之急 还是把金武林之前留下来的难题解决了 年帮秋谈在我江南道的一切草运生意 从数年前开始 便没给过我们一分钱的税收 我怀疑 是他们之前给金武林许了什么好处 这件事大家当初也是知道的 我也找过金武林 没成想居然被他压了下来 甚至监察曹运的人都撤了下来 那王金平也跟着附和 是啊 这是我们都听说过 但是关大一击压死人 我们实在是无力解决啊 重要的是曹运这里面可不单单是税收的问题 还关系到朝廷安危啊 没了咱们自己人的监察 谁知道他们运些什么东西 要是有些违禁的东西流入了东径 或者北方的韩国 那我们岂不是成了朝廷罪人了 所以还请苏大人放下个人恩怨 向年帮讨回曹运中 属于我六扇门的赋税和检查权 场上的一众人 听罢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那陈柏对刘昊小声嘀咕了起来 难怪雷运之前信誓旦旦的找上我们对付苏信 原来还留着这一手 这可是快难啃的骨头 那王金平还在继续拱火 这曹运的赋税除去上交官府的部分 还有一部分是关众多兄弟的利益 迫在眉睫啊 苏信看着他们巴巴了半天 只是淡定的说了句 这点我记下了 还有其他的事吗 雷远和王金平两人 看着自己筹划了几天的驱虎吞狼 在苏信眼里却反响平平 多少是有点猛逼的 突然苏信站起身来 正好其他宗门的事件我也看了 基本源头可以总结为 我江南道六扇门的执行力和威望出了问题 是这个意思吧 既然打算重振升威 自然需要重新定制规矩 明天我们便向江南道武林势力下发擎铁 邀他们来这里一试 不过萧家就不用了 说话间 老黄已经将擎铁递到了众人的手上 猛逼的一众人很是猛逼 苏大人 这是不是太唐突了 怎么 让你们去跟那些武林宗门拼命你们不敢 现在连送个擎铁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小弟们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那雷远呵斥住了 谨遵大人命令 咱们这帮兄弟都谨慎惯了 你可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赵一鸣和陆续也感叹了起来 本以为这苏信只是有点自负罢了 现在看来 简直是无脑啊 陈柏和刘昊也在嘲讽 困扰江南道十几年的问题 未免让他想得太简单了 想给人家定规矩 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下面的小弟齐刷刷地看着雷远 难道真要把这勤铁都送出去吗 就算送了 恐怕也没人会来吧 当然要送 难道你们不想看看他苏信出手的样子吗 哈哈 次日 老黄给驯风剑派送去勤铁 掌门之子武清云很是气愤 苏信 他算个什么东西 真以为当个总捕头就可以扯虎皮拉大旗 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赶紧给我滚回去 什么狗屁一事 我驯风剑派是不会去的 老黄听罢瞬间火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老大是江南道总捕头 代表的可是朝廷你今日大放厥词 是想造反不成 说着两个人上来推赶老黄 我是六扇门的捕快 你竟敢如此对我 只见那武清云冷哼一声 什么六扇门 不过是一群偷奸耍滑气软怕硬的货色罢了 突然掌门五元亭走了出了 你把苏信派来的人给赶出去了 那苏信不知好歹 竟然要给我们江南道所有武林宗门立什么规矩 我当然要给他点教训 五元亭对着他呵斥了起来 我教过你多少次了 做事要沉稳一点 就算整个江南武林都没人把那苏信当回事 你看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怎么做的 那武清云还是不以为然 您未免谨慎过头了 那苏信不过是一个南蛮小弟出身的武者而已 得罪了又能怎么样 混账 小地方怎么了 大周还不是从南蛮小弟崛起的 告诉你多少次了 少跟裴燕君他们混在一起 那些人的心机太深 你迟早要被他们算计 我回去闭关 没有我的吩咐 不准出来 说吧直接摔门出去了 半天之后 老黄带着消息回到了意识堂 李坏很是气愤 居然敢把老黄打成这样 反了他们不成 老大 只要你一句话 我立刻就带人过去 干什么去 驯风剑派的掌门五元亭 可是化神镜的武者 你对付的料 李坏愤恨地说道 难道咱们就这么忍下去吗 忍 当然不能忍 折我的面子打我的人 这比仗咱们迟早要算的 三日后 江南到六扇门总部内 雷远看着无人吊 苏信笑出声 说什么来着 还妄想整顿江南到武林宗门立新规矩 人家来都不来 压根就不鸟你 小弟们也跟着附和 苏信此举分明就是在胡闹而已 谁若是真的来了 那才叫有病呢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苏信带着老黄和李坏从门外走了进来 进屋之后苏信看着一众人 各位大人来得挺早呢 厂商瞬间鸦雀无声了 苏大人 我们来得早倒是没什么 可都这个时辰了 那些武林宗门的人还没来一个 你说我们是不是白等啊 对了 之前我负责给年帮送信 可能是我官职不够 连人家董不仪的面都没见到就被打发了 要不苏大人您还是亲自走一趟吧 是啊苏大人 董不仪此举 分明是不把咱们江南到六扇门放在眼里 还得您亲自出面才行 苏信听罢大手一挥 年帮秋谈董不仪吗 行了 这件事不用你们管 我接了 看到苏信这么爽快的接下 几个人瞬间哑口无言了 雷远突然开口 好一个苏信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在六扇门折腾了大半辈子 还不是连人家的面都见不到 你以为你凭什么 老黄也在一旁劝解 老大 这件事答应的是不是有些鲁莽了 咱们现在跟年帮秋谈可是没有一点可比性啊 特别是谈主董不仪 那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苏信表示自有分寸 半天之后带着老黄李坏来到了年帮的地界 身后的两人不禁地感叹 这这就是天下七帮的势力吗 还只是个分坛而已 就搞得这么气派 来到门口之后 一个小弟上前对着苏信作一行李 敢问少侠来我年帮何事 在夏江南道总捕头苏信 前来会见秋谈谈主董不仪 原来是苏总不满 董谈主早料到您会来访 已经恭候多时了 大人请随我来 此时的董不仪 正在屋里翘着二郎腿喝茶 苏信走进去之后先是作一行李 见过董谈主 那董不仪却突然发难 现在的小辈都这么没礼貌吗 我修炼五道的时间 比你爹年纪都大 竟然连基本的礼数都没有 我若是以人绑苏信的身份来见你 自然会称呼一生前辈 不过我现在是以江南道总捕头的身份来见你 当然要凭辈而论 难不成董谈主认为 自己比六扇门一道的总捕头还要大上一辈 此话一出董不仪大笑了起来 有魄力 还不招待苏总捕头入座 手下将凳子搬上来之后 董不仪看向苏信 那不知苏大人今日到访 所为何事 很简单 我希望年邦将曹运赋税还给我六扇门 并且从今天开始 六扇门的捕快重新入住曹运监察 一旁的手下扑刺一声笑出了声 苏大人真是有趣 我年邦还是第一次被人讨要东西呢 那董不仪也大笑着站起身来 小子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还是连你也没意识到 讨回曹运的赋税和检查权意味着什么 话音刚落 那董不仪释放真气对着苏信便是一股威压 面对强大的真气压制 苏信艰难的开口 抱歉 是我说错了 大难临头的不是年邦 而是你所管辖的邱坦 那董不仪再次加强威压 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如果不交出你所讨要的东西 你就让我大难临头 煞时间苏信的椅子已被压成碎末 艰难的站立着 不是我 是六扇门 吴国余孽仪是想必你也知道 连四大神补之一的铁战都触动了 这一次算是触及了朝廷的底线 就连现在的萧家 都在古东来的监察之下不敢有丝毫动作 朝廷这一次是准备彻底重整江南道 萧家都是如此 你年帮邱坦跟萧家比又如何 要说萧家对江南会上发生的事一点都不知情 说出去鬼都不信 所以朝廷才会如此愤怒 邱坦也是如此 这些年来你们欠下的赋税和曹运里的小动作 朝廷也都看在眼里 凭我与铁家的关系 倒是能劝说朝廷既往不救 但现在你若是还把这曹运不放 那可就不好办了 显然苏信的一番话是说到了那董不仪的心里 只见他将真气收了起来 苏信一下子如释重负 我相信董坦主是个聪明人 若真是惹恼了朝廷 反叛这个帽子 可不是说戴就戴的 我想对于年帮来说相比与朝廷对立 还是放弃一个坦主来得更简单一些吧 董不仪很是纳闷 如果真像你所说 朝廷要重整江南道 那为何六扇门却派你这么个实力低微的角色 来担任总捕头 只听苏信淡淡地说道 董坦主 你若是能接住我三招 我便相信你说的话 朝廷的赋税我会交出来 监察权也可以交给你 尚若你接不住那小命可难保了 你可敢 说着手上催动了真气 只见苏信啪的一声将官服扔在了地上 拿出游龙果断地接下了赌约 下一秒 那董不仪一个飞身跳向半空 一招如来神掌朝着苏信打了过来 面对迎面而来的攻击 突然 苏信背后出现了一个黑洞 只见他两只手放在胸前 已然有了佛家背光的意思 只听苏信大吹一声 将执法打了出去 轰的一声爆炸响起 外面的老黄和年邦的一众小弟 在听着里面的动静还在纳闷的时候 突然轰的一声爆炸 强大的气势瞬间张琴正飞了出去 更有弱者 甚至当场被秒杀了 那苏信竟毅然以先天神恭敬的实力 硬汉化神境巅峰的董坛主 只见苏信看向董不仪 董坛主 这一招 可算我接下了 很好 我倒是小看你了 不过还有两招 我可不会再留手了 说吧 一招火山印对着苏信的面门打了上来 风的一声 爆发出来的气势如河淡洗礼一般 那董不仪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紧接着又是一招雷系的日月风 在刚才爆炸的心 又打出了一招 半天之后 董不仪的府邸已经灰飞烟灭 地上出现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大坑 只见苏信喘着粗气 从坑里缓缓爬上来 董坛主 三招一过 董不仪见状放声大笑了起来 好 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倒是小看你苏信了 三招一过 既然你还能站在这单 我董不仪愿赌服输 你所讨要的东西 明天便可以让你的人来去 此时的苏信强吊着一口气 董坛主好气魄 那就多谢了 在下告辞 就在苏信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 董不仪突然叫住了他 只见他拿出一本书来 怎么说你也算来年帮拜访我一趟 我便再送你一件礼物 也免得江湖人说我劳董小气 我年帮跟朝廷的关系算不得好 但也算不得坏 金武林被白连叫控制一事 我属实不知情 不然怎么会抽风丝的跟他合作呢 这是我与金武林每月的交易记录 当初是为了防备他一手而留下的 想必对你还有点用 听到这的苏信 瞬间高兴了起来 心里也来了自信 再看另一边的六扇门总部内 雷远看着半天不回来的苏信 又鼓动起了众人的情绪 各位 那苏信已经进入了年帮秋谈 咱们也该做做准备了 刘昊鄙鄙视地看着他 你还想准备什么 面对那苏信 你打又打不过 还想着让咱们一起犯上作乱不成 我可不想陪你一起找死 谁说要玩硬的 董不已可不是个好说话的主 苏信此次前去必定名声大损 到时候我们联合在一起 直接上书到六扇门总部弹劾他 事关朝廷颜面 如此一来 就算那苏信是铁傲的私生子 上面也绝对不会再由着他乱来了 王金平也在一旁附和 没错 上面就算是不摘下他总骨头的帽子 也绝对会把他调离的 到时候这将难道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只见刘昊冷哼一声 其他的我不管 你可别忘了当初答应我的条件 让那信奉的小子赶紧从小玉姑娘身边滚蛋 刘兄放心 等事情一成 我就立马去冯家说事 顺便把那花魁也赎回来送给你 就在众人商量着怎么算计苏信的时候 突然手下冲着屋里大喊 不好了 苏信回来了 雷远对着惊慌失措的手下破口大骂了起来 大惊小怪 回来就回来你慌什么 雷大人 外面都已经传开了 苏信孤身进入年邦秋坛 应接九山神董布宜三招而不败 拿回了曹运赴税 还有六扇门的检查权 听到这的雷远的逼脸瞬间黑了下来 你确定消息不是苏信自己编造出来的 消息是年邦自己传出来的 差不多半个时辰的时间 整个江南道都知道了 只有江南府是最后得到消息的 现在苏信已经在总部议事堂了 正叫几位大人过去呢 另一边 苏信得胜归来后 人气高涨 一众人正在围着他欢呼 恭喜苏大人齐开得胜 苏大人果然是人中龙凤年轻有为啊 转眼间那雷远从门外走了进来 苏大人 恭喜恭喜啊 雷某我果然没看错 您竟然真的把咱们六扇门的利益给拿回来了 苏信看着他 雷大人也要恭喜我 我倒是想恭喜恭喜雷大人呢 雷大人上个月从年邦得到的修炼资源可不少吧 不打算给兄弟们也分一点吗 你和王金平二人与那叛变的金武林关系密切 将朝廷的利益出卖给年邦换得修炼资源 这件事你们以为可以瞒上一辈子吗 此话一出 场上一众捕快和捕头全都议论了起来 雷远大声呵斥了起来 污蔑 凡事都要讲证据 你这分明就是在找借口排除异己 我要去圣经总部弹劾你 苏信直接拿出了交易记录 死到零头还敢嘴硬 你与年邦每一次交易的账目都在这里 若是不幸 我便去年帮把负责交易的人请过来对 你看如何 说着将手上的账本丢了出去 此时的那雷远瞬间哑口无言了 眼看铁正如山 那雷远突然恼羞成怒了起来 直接催动真气 轰的一声垂向了地板 卷起一阵尘埃 随后对着身旁的王金平智慧一个眼色 是一逃走 下一秒 只听刷的一声 一柄长剑飞了过来 扑刺一声 扎在了那刚跑出去两步的雷远的后心窝上 直接来了个透心良心飞扬 出手之人 正是那黑着脸的苏信 一旁的王金平还没反应过来 看着一旁喷血不止的雷远 一瞬间棱在了原地 李坏赶忙飞身上前 一把剑抵到了他的脖子上 苏大人 这些事都是雷远办的 我只是个帮手啊 真不关我的事 年帮的东西你都收了 结果现在跟我说不关你的事 你当我是傻子吗 此时的王金平魂都已经被下眉了 苏大人 你别杀我 我还有用 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李坏一剑给割了吼 现在场上最慌的 便是那陈百和刘浩两个捕头了 陈百最先反应过来 赶忙走到苏信的跟前 苏大人 我无意与你为敌 一切都是雷远的蛊惑和威胁啊 你饶我一命 日后我定然为您赴汤蹈火 效忠于您 心智不坚意是废物 气是废物要你何用 随后扑刺一声 打爆了那陈百的后脑勺 眼下只剩下最后的刘浩 此时他的心里预想了一百个活下来的理由 然而还是认命了 陈旭突然来到苏信的身后求起情来 苏大人 这刘浩 还是留他一命吧 苏大人成王败寇 我瞎了眼站在了雷远一边 你想杀就杀便是 还希望你网开一面 放过我手下的兄弟们 苏信惊讶地看着他 难道刘大人觉得 你还有跟我提条件的资本吗 那陈旭还在求情 大人 以我对刘浩的了解 他跟那雷远还真算不上一路人 况且他实力不错 现在也正值用人之计 何不留他一命呢 面对陈旭的说辞 苏信也沉思了起来 从一毛不拔的铁站那里便知道 现在确实是用人之计 那刘浩也机灵 扑通一身跪在了地上 苏大人 只要你不杀我 从此我刘浩这条命就是大人您的 苏信很是惊讶地看着他 就算我放了你 难道你就不恨我了吗 只见那刘浩缓缓地抬起头来 何来恨意 我一介散修盗匪出身 能婚到今天已是不易 况且我与大人本无冤仇 只恨自己瞎了眼 被那雷远拿住了软肋 才得罪了大人 老黄也在一旁求起了情 苏信最后还是放过了眼 起来吧 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 否则后果你是知道的 大人放心 以后您让我朝东 我绝不往昔 就算大人让我杀那肖家家主 我也第一个冲上去 苏信听罢大声喊道 雷远等人勾结反叛者 金武林今日就地正法 其余残党一个不留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陆旭和赵一鸣两人 很是尴尬地看着苏信 只见苏信坐回椅子上 缓缓开口 别那么紧张 既然祸根已除 咱们还是得商量一下 怎么填充现在的空缺 将难道六扇门 七十多个州府 结果现在只有十多名 神功镜的总捕头 这些数量可是太少了 两人听罢帮苏信 分析起了其中缘由 以咱们六扇门 给出的条件 基层的舞者倒是不缺 但先天乃至神功镜的话 恐怕有些难招揽了 达到那种境界的舞者 在哪里都算得上一方高手 怎么会甘心屈居人下 做个本就受人排挤的 朝廷鹰犬呢 如果用咱们六扇门 现有的资源 全力培养有天赋的人员 只要没什么意外 十年之内 必会崛起一批 强力的舞者 苏信听罢一口 给否决了 十年吗 太慢了 既然实力强大的散兄们 嫌弃我六扇门的名声不好 那我们就直接找那些 比六扇门的名声 更不好的人来就是了 说着让一旁的老黄 将地图打开了 你们都过来看一下 这些标注都是江南道 那一些凶人盗匪的山头 我们的目标就是他们 陆续听完极力的反对 大人 千万不可呀 这些盗匪烧杀抢略 无恶不作 咱们平时倾脚都来不及 现在怎么能去招揽呢 只见苏信咧嘴一笑 正因如此 我们才要去招揽他们 你难道没听过一个词叫招安吗 苏大人 招揽那些盗匪不是不可以 可那对我们的名声不利吧 况且他们也信南逊 万一闹出更大的乱子 只见苏信砰的一声 拍在了桌子上 狗屁的名声 就算没有他们 我六扇门的名声 在那些武林宗门的眼里也没好过 咱们真正的敌人 从来都不是那些战山的匪徒 而是整个江南道的武林势力 这些盗匪平日里 也没少受那些势力的压榨欺凌 这么看来 我们还是有共同的敌人的 刘浩曾经也是盗匪出身 这些事情你应该最清楚 你觉得我这计划的成功率有几成 很大 说句实话 除了那些天生残忍好杀之辈 谁愿意做一个人人喊打的匪徒呢 他们大多是被逼无奈而已 尤其是那些武林宗门外出历练的弟子 他们急功近利 经常打着行侠仗义的名义无地放逝 你打又不能打 理由不能讲 只有抱头鼠窜的命 刘浩突然问道 话是这么说没错 可这样压抑久了的人 突然有了些权力 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捅出什么娄子呢 宋信砰把大手一挥 其他的都不用考虑 你们只负责招揽就可以 只要进了我六扇门 要武扬威可轮不到他们 随后看向一旁的老黄 对了 你再组织人手去江南道各大武林势力送信 让他们十日后来江南府议事 剩下的人 跟我去各大盗匪的地盘上转一圈 看看这一趟能带回多少人 另一边 江南道一武林总门里 再次收到情帖的一众人在议论纷纷 要我说那苏信也没什么本事 什么应接董布宜三招 充其量只是侥幸而已 锁掉内斗内行 外斗外行 他才刚接手六扇门 就开始排除一几 直接废掉了自己将近一半的力量 如此鲁莽之人 难成大气 只见一人说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看不然 此人独闯年邦 应接董布宜三招夺回了六扇门的赋税和监察权 这事用 借势一举铲除一几 果断地解决掉了雷远等人 这是谋 不得不说要不人家能当长老呢 这件事还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其他人听到后 长老的意思是 这苏信还是个有勇有谋之人了 董布宜是什么人想必各位都有了解 既然消息是他主动放出来的 那事情的真实性确实大一些 难道我们还能让一个矛头小子给摆弄了不成 呵呵 有勇有谋是不假 但就凭这点成就就想插手江南道的武林事务 还差得远呢 老灯听完长老的话后 看着手上的琴铁泛起了难 那长老突然站起身来 既然已经扔了一回了 那就再扔一回吧 显然持此态度的宗门不止一家 另一边着急扩充势力的苏信 在刘浩的带领下来到了北陵寨 这座山寨 乃是江南道众多盗匪中势力最大的一股 领头的足有七名神功镜的武者 已经接近一些二流的宗门实力了 带头的盗匪人称北陵虎张笑 有着神功镜巅峰的实力 两人刚落地 只听得山寨里面鼓声大作 片刻之后大门打开 一群盗匪拿着兵刃冲了出来 苏信看着他们感叹了起来 不愧是江南道最大的盗匪势力 这手下的素质还真不错 只见一人扛着大刀 从门里最后走了出来 来人想必是苏大人吧 我北陵山寨最近可是安生得很 大人此行若是前来剿灭我等 那可真算不上是明智 我寨虽然人少是弱 但大人非要一意孤行的话 我等就算拼了命也绝不束手就擒 来人正是那张笑 苏信淡定地看着来人 你是在威胁我 大人说笑了 您的实力有目共睹 但我也得为了我手下的兄弟们负责不识 大当家的不要紧张 看看我身后这十几号人手 你就该知道我此行可不是来剿灭你们的 听到这的张笑好奇了起来 那大人为何而来 我这次来是想给大家谋一条出路 我将难道六扇门正值用人之计 只要诸位能加入我们 都可以成为朝廷的人 我一个好出身 此话一出 张笑背后的小弟们纷纷议论了起来 大多都是充斥着不幸的态度 那张笑看着苏信 大人若是想用这种低级手段麻痹我们 然后将我们引出山寨一举绞杀的话 那就算了吧 我相信你们寨子外面也有探子存在 我将难道六扇门的那些捕快 都在各大州府没有丝毫易懂 我拿什么脚杀你们 今日随我出行的这十几人 也正好说明我的诚意 帮朝廷做事 可比你们躲在这深山老林里 整日提心吊胆的墙多了 不是吗 听到苏信这话 那群盗匪开始有所动摇了 那张笑身为债主 毕竟比他们想得长远 苏大人 你这可是在拿我们当炮灰啊 现在整个江南道谁不知道 你要重整武林宗门 这时候来招揽我们 不是将我等野龟头中宗门的死敌 听到这个苏信放声大笑了起来 大当家的话倒是有点意思 难道你以为你不加入我们 你们就不是那些宗门的敌人了吗 别忘了 就算你们再强 也只是那些宗门弟子历练的踏脚石而已 想想人榜上的那些宗门子弟 有多少是除匪扬名的 一边要提防着那些历练子弟找上山头 一边还得警惕着我六扇门的行动 你说你们过得不累吗 几个小弟问向苏信 敢问苏大人 若是我们加入了六扇门 能谋个什么职位 你有什么样的实力 我就给你什么样的位置 神功镜的舞者一旦加入 那便是一座周府的总捕头 当听到这么诱人的条件 那人正在迟疑的时候 张笑突然呵斥道 苏大人 你给出的条件固然优厚 但与个宗门的纠纷我们不想参与 如果命都没了 还谈什么享受 苏信一眼看出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张寨主的意思是不同意了 不过你是否要尊重一下你兄弟们的意见 他们是否同意呢 只见那张笑碰的一声将刀插在了地上 不用问了 他们的是我张笑便能做主 苏信眼看这张笑由言不尽 张寨主啊张寨主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 断人前途犹如杀人父母 你的兄弟们尊敬你 但这可不是你能阻拦他们的理由 况且我今天来 也不是冲着你一个人来的你死拦着不放 岂不是等于变相阻断了我的前途 你说我会如何呢 随即运行真气 扑刺一声朝着那张笑打了出去 只见那真气 瞬间由一道幻化成多道 直扑那张笑的面门 随即那张笑大喝一声 拿起大刀 对着那团真气砍了上去 下一门 那几道真气竟然四散向一边 以一种奇怪的轨迹 砰砰砰的几声 在那张笑身上打了几个透明窟窿 就这样 鲜血狂喷不止地摔在了地上 当看到这些大人家被人家一张秒杀后 身后的小弟们全都惊呆了 松信看着大惊失色的探望 看来各位也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那就是要加入我六扇门了 只见几元一个眼神交汇 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 一旁的陆续吐槽了起来 这就想了 这些盗匪也太没立场了吧 刘浩道出了其中缘由 立场就是个屁 我当初可是脱离了盗之后 用了数年的时间掩盖身份 才得以混入六扇门 但凡有一条好出路 谁愿意一辈子过着见不得光的日子 现在大人给他们一个光明正大的机会加入 他们若是拒绝才是白痴呢 陆续不解地看着他 你的天赋和实力也不错 当初怎么就选择当了盗匪呢 当初我不过后天静姐 却因为一个女人 得罪了一个小门派长老的儿子 也是被追杀的走投无路啊 陆续听罢笑出了声 又是女人 没猜错的话 你之前站队雷远一边 也是因为一个青楼女子吧 娘 这辈子迟早要栽到女人手里 接下来的十天里 秉承着服从吉安 反抗吉死的原则 苏信等人跑遍了江南道几乎所有的山寨 直到最后一天 苏信一共收编了神功晋舞者八十余人 其余先天舞者七百余人 后天舞者更是过万 这种势力已经超越了金武林在位的巅峰时期 苏信面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将这些人全部打散重组 老黄很是担心 你说他们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毕竟咱们这一招玩的可不地道啊 是啊 对于这些盗匪来说 手下就是他们的根基和说话的资本 咱们他们在外收编山寨的时间做出这种事 恐怕他们回来肯定要闹事的 苏信听罢只是冷哼一声 他们还以为这里是他们的山寨吗 我的地盘上 我说什么 便是什么 现在他们刚刚尝到权力自由生活的甜头 获得的修炼资源是以前的几倍 你以为宁愿脱掉身上的官府不要这些福利的 能有几个 话音刚落只见手下的人突然来报 那些新近的周府总捕头们都围在外面 让苏信给个说法 苏信也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只见他黑这个脸站起身来 那我就给他们一个说法 看到苏信出来后 全都对苏信抱怨了起来 苏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凭什么把我手下的兄弟们都给打散了 那些兄弟跟我都是十多年的交情了 凭什么把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周府去 你这根本就是在过河拆桥 当初招揽我们的时候说得好好的 结果我们刚加入六扇门 你就开始分散我们手中的权利 你到底什么意思 苏信看着他们呵斥了起来 这是规矩 六扇门内捕块之间互相调动很正常 难道改天你们调任了 急事密探或者追风寻补 也要带着你们的手下一起去不成 原青龙山寨的寒谦听霸走上前来 你这根本就是在打压我手中的权利 还扯什么规矩 现在分配到手下的捕块 我一个都不认识 你让我怎么执行六扇门的任务 苏信反问道 没有一个熟悉的手下就不能执行任务了 以你神功劲的实力 还怕被下面的人架空不成 还是说身边没有自己性爱的人 耽误你在自己的周府作威作福了 我说过 六扇门有六扇门的规矩 你们若是遵守不了 大可脱下身上这层皮 给我滚蛋 此话一出 那寒谦碰的一下 将令牌扔在了地上 老子我还真就不干了 把人还给我 老子回去继续当我的盗匪 也比在这里逍遥快活 苏信一脸淡定地看着他 那你先问问你的手下 愿不愿意跟你回你的山寨当盗匪区 然而他背后的小弟 全都支支吾吾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来 那寒谦回头用命令的口吻 看向之前的二当家 古老二 你们几个都脱了这身狗皮 跟我回青龙山 咱们不在这给他苏信当狗腿子 然而没成想 得到的回复全都是想留下来 气得那寒谦破口大骂了起来 狼心狗妃的东西 忘了以前是谁在你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给你们一口吃的了吗 寒寨主 昔日之恩我们都记得 但人各有志 六扇门的资源会让我们有十足的长进 你也三思啊 好好好 你们这群贪力妄义之辈 今日你我分道阳连 来日再见便是敌人 说罢转身就要离去 苏信突然在身后叫住了他 我说过让你走了吗 那寒谦还想回头理论 只见苏信上去就是一剑 砍断了那人的喉咙 然后拿着剑看向一众人 脱下我六扇门的官府 便是打架结设十恶不设的盗匪 对于这种人 我自然不会放过 其他地方六扇门的规矩我不知道 但在我这江南道 你们只需要牢记三点 那就是服从 服从 再服从 我不讨厌贪心的人 前提是你们有能力 有功绩 如此下来 你们所得的资源 将要比当盗匪的时候多出几十倍 这一招杀鸡紧喉下来 场上再也没了不满的声音 全都齐刷刷的跪了下来 没事就散了吧 我已经让人给你们预知了一个月的俸怒 如何利用 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随后苏信带着老黄和陆续回了屋 路上陆续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大人 今天你逼迫他们认清现状 他们表面上是老实了 但我估计暗中不服的人可不少 这可是个隐患哪 问得不错 但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忠心吗 是守护自己利益的人最忠心 他们忠的不是我 而是利益 在六扇门当周府的总捕头 虽然背上的是朝廷鹰犬的名头 注定要跟武林各大势力交恶 但起码要比当人人喊打的盗匪好得多 随之而来的利益自然也比以前更多 等他们习惯了这种资源风营的生活 就算是我让他们走 他们也不会走的 因为他们最大的利益就在这里 入夜后 苏信问老黄 上次你去通知那些武林宗门来江南府一室 有人来了吗 老黄只能尴尬地表示一个都没有 我甚至连他们的人都没看到 就被打发了出来 苏信则让老黄再去送一次 老黄很是震惊 你妈的老子第一次去被打 第二次吃了闭门羹 还让我去 只见苏信缓缓地来了剧 事不过三 怎么也要给人家第三次机会不是 然而十天之后 连续下了三次的请帖 那些武林门派还是没人来参加议事 苏信的手下的人很是气愤 苏大人 他们分明就没把咱们六扇门放在眼里 苏信虽说早有心理准备 但也是颇为惊讶 我倒是没想到 这江南道的武林宗门是真的很团结啊 对了老黄 上次把你打出来的那个门派 是叫驯风剑派吧 那好 这件事你们就不用管了 接下来的时间 你们就负责那些新加入六扇门的舞者 好好教教他们六扇门的规矩和职责 几日后驯风剑派上热闹非凡 原来是和温家一年一度的擂台比武 拉开了帷幕 听说温家的温清禾突破到了灵俏境 这次恐怕是稳操胜券了 那可不一定 别忘了驯风剑派的武清云早就突破到灵俏境了 但是温家的家传密集大禅厮守 和杰长神职可是强得很 驯风剑派的剑法却平平无奇 还是温家的迎面大一些 感在一起恐怕都不会留守了 说到这的两人 打忙喊着一众人去下注尽猜了 然而那陈家的小姐也在场下的观众里面 怪不得能引来两名年轻一代的俊杰相争 果然滋容不凡 另一边的备战席上 武清云的师弟们在对着他一顿吹嘘 温家那帮白痴 还以为他们这次肯定能得到零年了 殊不知大师兄你已经打通了而言四巧 恐怕连那陈家小姐都是大师兄你的了 那武清云冷哼一声 今天本公子就好好教教那温清河怎么做人 只听一声铜锣响起 两人飞身上台 那温清河倒很是客气 摆好架势之后礼貌地问好 反观那武清云却是一副小肚鸡肠的样子 温清河 别忘了前几天你说的话 输的人就要离清儿远一点 也像个赖皮狗似的黏在他身边 那温清河瞬间被激怒了 你说谁是赖皮狗 有本事今天咱们就来个生死洞 不死不休 那武清云也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瞬间打坐了一团 此时一个身影出现在角落里 正是那伪装进来的苏信 只见他突然感叹了起来 真是天主我也 在看场上 那温清河挤招下来一个不敌 被那武清云一剑砍飞了出去 随即嘲讽了起来 就凭你也想跟我斗 还是回娘胎里再练两年吧 那温清河一个气不过 手上催动真气直接打了出去 却被那武清云随手的一道攻击给打散了 你非要找死我都成全你 说着拿剑冲向了那没有反抗能力的温清河 就在那剑距离温清河只有0.01公分的时候 千军一发之际 被一个老头两根手指挡了下来 只见那人微微的一用力 啪的一下 武清云的剑瞬间便被掰断了 你是何人 你敢插手我驯风剑派的事 这可把场下的一群人给看猛逼了 他是怎么出现的 单凭二指就挡住了武清云的招式 不会是原神镜的武道宗师吧 驯风剑派的长老爷走了上来 这位前辈 这是我驯风剑派和温家的事 还请前辈不要插手 若是前辈有意 大可去我驯风剑派做客 只见那老准缓缓开口 不用紧张 我只不过路过看到这位小兄弟出手狠辣 所以才出来制止而已 你们之间的恩怨我管不着 不过同是江南武林同道 凡事还是留一线吧 何必赶尽杀绝呢 前辈说的是 方才是清云公事过猛收不住力道 差点误伤了温公子 凡事皆有因果 你等还是好自为之 说罢便转身飞走了 这老头八成是那苏信假扮的 再看那获胜后的武清云 抱歉了温家的诸位 这次又是我驯风剑派得胜 这零言我们又要用上一年了 气得那温清和差点一口气没喘上来 扑呲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手下的人赶忙上来搀扶 少爷 没关系的 你现在跟他只是差了半步而已 等你突破四桥 我温家的功法绝对比他们的更有优势 正当那温清和艰难地站起身来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武清云突然叫住了他 只见他一把将那和家的小姐搂进了怀里 别忘了你之前说过的话 以后滚原点 别总是像得赖皮狗一样在清儿面前晃悠 我爹已经给陈家下了聘礼 过些日子清儿便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 你听明白了吗 气得那温清和差点没一口气上来 原地抽过去 场下的人见状纷纷嘲笑了起来 傻子都能看出来 那陈家小姐分明已经是清新于武清云了 人家分明就是在气你 你在闹又有什么用呢 看着自己已然成为笑话的温清和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跑了出去 片刻之后只见他跑到后山 将自己的失恋和失败大肆地发泄着 手都给干流血了 武清云凭什么比我强 突然一个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真是可笑啊 打不过别人就跑到这里跟石头较紧 呵呵 懦夫 原来来人 正是那假扮成老者的苏信 那温清和健壮 赶忙作一行礼 多谢前辈方才元首之恩 苏信健壮 我且问你 你恨那武清云 那还用说 显然这温清和已经痛恨到了极点 既然恨 那本应刻苦修炼 有朝一日用自己的实力来击败对方 结果你现在却跑到这里来自残发泄 这种行为简直懦弱至极 我当然想胜过他 但武清云的境界比我高上一筹 光凭我温家的内功修炼的话 报仇不是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只见苏信一脸沉重地看着温清和 我可以教你至圣的武技 别那么紧张 我只是看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 所以才帮你一把 而且我只传授你两门武技 既不让你败师 更不会对你温家有所图 说着一把拍向了那温清和的肩膀 那温清和很是惊讶 前辈年轻时也如我这样被人欺辱吗 差不多吧 既然你想报仇 就应该合理运用自身的仇恨 说着苏信便催动手上的真气 一巴掌在那石块上印了一个掌印 只听砰的一声 经理后的大石头就这么被干碎了 那温清和健壮 显然是心悦成福了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请前辈助我 时间过得很快 一眨眼半个月已经过去了 这天在奉献楼里 一众人在拍那吴清云的马屁 清云兄 听说你们一封剑派已经给陈家下聘礼了 准备什么时候迎娶那陈清二 急什么 我可还没完够呢 那陈家的家主看到我跌去下聘 便显露出一副极不可耐的嘴脸 当真恶心 我吴清云见过的美人何止一两个 要不是想气气那温清和 我才懒得娶陈清二呢 根本都没用我张嘴 那陈清二便乖乖地躺到我的床上任我消遣 不过技术嘛 还真是差得很大 话音刚落 只见那温清和一脚踹开房门冲了进来 吴清云我要杀了你 吴清云看到来人后嘲讽了起来 我当是谁呢 听说你上次输给我之后 便不知道跑到哪个小妈的怀里去哭鼻子了 怎么 吃完了奶感觉自己又行了 你们看那个废物的表情 恨不得吃了我呢 那温清和听罢 怒从心头起 恨向胆边生 一招恨极拳朝着吴清云打了过去 那吴清云一个本能反应 将桌子踢上去抵挡 顷刻间 被那冲过来的温清和瞬间干碎 还没等吴清云反应过来 砰的一声被干在了腰子上 真气直接穿身而过 这一拳可不得了 直接将肋骨全部干碎 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脊柱 那吴清云扑刺一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飞出去七八米远 当场毕命 旁边的人健壮 温清和你疯了 杀了吴清云 驯风剑派与你温家必定不死不休 只见那温清和攥着拳头 恶狠狠地看着两个小卡拉米 给我滚 那两个逼相互对视一眼 看着温清和还想干人 赶紧回去宋信 该死的温清和 等着遭受驯风剑派的怒火吧 两人走后 温清和惊讶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心 显然是感觉到了后怕 我真的杀了他 宋信突然从身后走了出来 怎么样 复仇成功的感觉如何 我也不知道 前辈 我现在该怎么办 驯风剑派不会放过我的 怎么办 当然是跑路了 难道你还准备待在这里 等着驯风剑派的人来找你吗 此时的傻狗温清和还在担心苏信 苏信嘴角一上扬告诉他 你先离开便是 他们抓不住我 另一边驯风剑派在得知消息后 温家 我五元亭与你不死不休 另一边温清和回到家 将自己亲手击杀五清云的事情 告诉了他爹 他爹满脸充斥着不相信 我还不了解你 以你自己的实力 怎么是那五清云的对手 我正是凭借着上次在擂台上 救下我的前辈 传授我的两招五计 才击杀了五清云的 他爹听爸长叹了一口气 傻孩子 这天下哪有白痴的宴席啊 你啊 恐怕又被人给当枪使了 那温清和还在为苏信辩解 不会吧 爹 前辈不像是那样的人 那温家族长突然回过头来 事已至此 说别的已经没用了 你赶紧收拾一下 立刻跟随大管家离开江南道 温清和听爸一脸猛逼 为什么 不论前辈出于什么目的 但有他在的话 我们温家是不会怕他们驯风剑派的 你啊 糊涂 驯风剑派根基颇深 现在正面对上对我们温家毫无益处 就算胜了 那也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这么多年 我们温家一直被那一封剑派压着 现在不正是个翻身的机会吗 难道爹是怕了 所以才一直忍让 胡说八道 现在退一步我们温家起码还能保存实力 如果真的草率开战 你那所谓的前辈靠不靠得住不说 你能保证其他势力不会趁虚而入吗 父子二人说话间只听门外一个声音响起 温家主 一味的忍让只能让对方更加得寸进尺 连玉石巨坟的勇气都没有 还谈什么在江南武林立足的事 来人正是苏信 温清禾一眼认了出来 看着自己的儿子称呼来人为前辈 温家家主问向苏信 你就是教了清禾两轮武技 让他杀了武青云的人 武技是死的 人是活的 我只负责传授而已 至于怎么用 那是他的事 那温家家主打量着苏信 眼前这人的气息飘忽 根本不是清禾所谓的 原神静强者该有的底蕴 想到这 然后对着苏信大声吼道 别装神弄鬼 你到底是谁 只见苏信卸下脸上的伪装 温家主火气别那么大嘛 我要是一开始便以本来的面目找你 恐怕是连你的面都见不到吧 江南道六扇门总捕头苏信 见过温家主 我就知道 原神静之下还能有如此实力 整个江南道除了你苏信 恐怕就找不出第二个了 四季借着我两家仇怨 利用轻卫杀了任青云 从而一点呈现分裂江南道武林苏大人这手段 可算不上光彩 苏信听罢也表明了来意 差不多吧 但这可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方才你还担心你温家敌不过迅锋剑派 但若是加上我江南道的六扇门呢 那温家家主还在阴阳 苏大人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若我把这件事捅出去 让整个江南武林知晓你到时又如何呢 无所谓啊 我六扇门与江南武林苏来相处不佳 但迅锋剑派真的会放过你温家吗 你说温清和的武技是我教的不假 但谁能证明呢 毕竟外人看来 与你儿子教好的可是一位原神经的老者 你要明确一点 杀了武清云的可不是我 而是你儿子温清和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温家主确定要做吗 怎么样 温家主决定跟我合作吗 温家家主被苏信的一通话给整一谋了 半天没蹦出个屁来 苏信则还继续着他的语言攻击 温家主可能是隐忍惯了 以至于连武林中人基本的锐气都消散了 但你觉得光凭忍让 能让你的温家更进一步吗 一再忍让下去 别说发展了 恐怕几十年后 你就要带着你温家残破的基业 去面对列祖列宗了 只见那温家家主长叹了一口气 苏信 我当真是小看了你 整个江南武林也都小看了你啊 温家主是个聪明人 相信已经有自己的决定了 那温家家主也不磨叽了 直说吧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苏信剑合作达成便开口问道 驯风剑派有多少神功镜的舞者 只见那温家家主眉头紧凑了起来 应该有九人 怎能苏信听罢大手一挥 区区九人而已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还算计那么多干什么 我将难道六扇门神功镜舞者过百 先天舞者镜千人 哪怕掉来十分之一 就足以覆灭那驯风剑派了 这一下可把温家家主吓得不轻 赶忙拱手行李 那全听苏大人安排了 另一边的驯风剑派内 就五青云的死 五元亭也是召开了全体会议 一众人正在分析着眼下的局势 掌门 青云死了我们也很难过 他可是我驯风剑派年轻一代最杰出的弟子 事情绝不能这么算了 不过咱们要报仇的话 也不能一次做得太过分了 如果真的把温家给逼急了 到头来闹个鱼死网破 我们的实力肯定也会折损不少 若是真的出了这种面门大事 上面的势力肯定会派人来调解他 还不如趁机卖他们一个面子 狠狠地咬温家一口 步步蚕食让他们生不如死 我们大可先将温家的利益夺来大半 然后等待时机 逐步吞并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驯风剑派的实力必定大涨 五元亭听过他们的方案后 缓缓地开口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温清河必须死 当然没问题 那温清河是杀人凶手 温家必须把他交出来 说话间只见一个弟子慌张地跑了进来 不好了 温家带着人打上宗门来了 只见外面苏信带着乌鸦鸦的一群人 杀到了门口 五元亭一眼认出了六扇门的衣服 对着他们大骂 温明玉 你竟然敢跟六扇门勾结 难道你要与整个江南武林为敌不成 五掌门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什么叫与六扇门勾结 我六扇门还需要跟人勾结吗 苏信 我虽然不知道 你怎么说服温明玉那个白痴来对付我呢 但你今天擅自带人围攻我驯风剑派 是要与整个江南武林开战吗 五掌门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你一个驯风剑派代表不了江南武林 而我身为江南道六扇门的总捕头 更不会主动挑起朝廷跟武林的斗争 五元亭看苏信师出无名 那你如此兴师动众 又是何意 只见苏信直接给他来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经查时 驯风剑派勾结吴国余孽祸乱江南 证据确凿罪则当诸 短短一个下午 整个驯风剑派便被苏信全部灭门 包括五元亭他们 凯旋之后 苏信回到温家 温家主 大仇得报的感觉如何 恐怕此事过后 我温家将彻底跟江南武林决裂了 只见苏信听罢冷哼了一声 江南武林 一摊腐朽的死水而已 你以为他们还能存在多久 还是你觉得 拿下一个二流的驯风剑派就让我满足了 此话一出 那温家家主头顶一个炸雷炸裂开来 苏大人 难道你想 另一边的落雨山庄里 只见一个人黑这个脸缓缓地说道 驯风剑派一事 倒是我小瞧了这苏信 能被六扇门的铁家看中 确实不是瓶瓶之辈啊 说话这人正是那九玄剑宗的孙前 孙兄 这也不怪你 毕竟那苏信只有神功劲 神功元神一步之隔天差地别 谁能想到 他竟以温家跟驯风剑派的冲突为突破点 趁虚而入呢 一旁的曲舟公阳式的公阳无算 缓缓地端起九瓶 失算了就是失算了 找那么多借口又有何用 问题是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只见那纪悟空一把握碎了九倍 一个上千人的二流宗门 他苏信说灭就灭 丝毫没有把咱们江南武林势力放在眼里 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另一边的老黄正在清算着战利品 别磨磨蹭蹭 手脚麻利点 这些轻脚来的物资 可都是要上交道总部去的 刘昊突然找到苏信 苏大人 手脚不老实的已经查清了 一共有二十三个 一旁的李坏听爸气不打一处来 一帮贪心不足的家伙 难道老大给的条件还不够吗 都是些小角色罢了 那些新上任的周福补头们 倒是规矩得很 苏信听爸直接站起身来 那二十三个手脚不干净的家伙 直接绑了带到刑场 片刻之后 一众小弟被压着跪在了苏信的面前 纷纷向着自己以前的老大求起了情 苏信看着一群人直接开口说道 诸位在加入我六扇门的时候 我苏信便与大家承诺过 想要修炼资源 有 想要荣华富贵 也有 想要全民势力的 我也会给你 但拿着我的东西端着我的饭碗 却不听我的话 是什么道理 苏大人 当初在攻打驯风剑派的时候我就说过 九成的收益你们自己拿着 一成上交给总部 这个比例过分吗 既然不多 为什么还有人贪心不足 私自节流呢 我之前怎么说的 只见一旁的李坏缓缓缓地抽出剑来 违逆规矩贪赃王法者 杀无赦 那群小卡拉你们之前的老大听爸来到苏信身边 苏大人 毕竟我们都是盗匪出身 他们几个也是没见过那么多宝物 才一时贪心不足啊 我愿意交出我全部个人所得 只为留那些兄弟一命 苏信恶狠狠地回过头去 出身 看来你对你们以前当山大王的日子很怀念啊 既然如此 我满足你如何 吓得那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大人恕罪我不是这个意思 苏信也没再过多追究 念在你顾及往日同胞情谊 这次我便饶恕你 其余违反规定者 斩力绝 处理完一众小卡拉米之后 突然手下来报 九旋见宗孙前 落宇山庄继无空 屈州公阳无算 前来会见江南道总部头 苏信直接走出了大门 我等今天来此只为向苏总捕头讨一个说法 驯风剑派一个二流宗门 你六扇门对其满门诸绝说灭就灭 你若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怎么对得起那扇门前的上千亡魂 苏信看着他们 说句好听的叫你们一声前辈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又算什么东西 也佩戴我六扇门要说法 驯风剑派勾结吴国余孽自然是满门诸绝的大罪 处理他们本是我六扇门内务 而已你们今天这般 难道也与那吴国残党有所勾结不成 那宫阳无算被对的哑口无言 你敢对我等言出不训 一旁孙前突然站了出来 你说驯风剑派勾结吴国余孽 那证据何在 证据当然是送往六扇门总部了 况且就算有证据 我又凭什么让你们来检查一遍 是不是来日我大周要立储君 也要问问你们三方的态度来决定 那孙前听罢一个气不过 直接将剑抽了出来 苏信见状冷笑了一声 怎么 想要杀我 三位化神镜的武道宗师 我一个神功镜的后背自然敌不过 但我想问问你们 今天我苏信就站在这让你们杀 你们敢吗 我身为江南道总捕头 在江南道这一亩三分地上 我苏信代表的就是朝廷 公羊无算器的牙痒痒 苏信 你也别太狂妄了 你当真以为朝廷能护你一辈子 我苏信从湘南走到江南 从黑榜踏入人榜前二十 哪一次不是死里逃生 你们若是想赌 我奉陪便是 我倒要看看你们三家的势力 到底能否遭受住朝廷的怒火 怎么 不打算动手了 既然如此 三位是想留下来吃晚饭吗 一直没说话的纪无空拦住了两人 苏信 你也不要得意的太早 这件事没那么容易了结的 说吧 三人在那纪无空的带领下 嗖嗖嗖地飞走了 老黄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老大他们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既然他们说我是朝廷鹰犬 我自然要有个朝廷鹰犬的样子 只要是有点脑子的人 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跟朝廷撕破脸面的 回去的路上 公养无算一直在抱怨 侦探娘的憋屈 我们三个堂堂化神镜的舞者 就这么让一个神功镜的黄毛小子给打发了 纪无空说道 我早就猜到了 他敢胆大包天的联合温家去诛灭驯风剑派 怎么可能没有对付我们的计策呢 现在无国余孽的事情刚刚过去 朝廷对江南道可谓风声鹤唳 若是我们这个时候对他们的总捕头出手 结果可想而知 随后纪无空看向了身后的两人 我想二位 也不想因为给一个什么二流势力寻仇 直接跟朝廷开战吧 两人听罢也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不得不说 这苏信确实选了一个好时候 就算如此 我们也绝不能放过他 不然江南道的规矩岂不是让那苏信搅烂了 只见那纪无空脸色突然阴沉了起来 我们不能动手 难道不能让其他门派动手吗 孙前开口问道 可是我们都忌惮苏信背后的朝廷 谁又能当这个出头鸟呢 只见那纪无空咧嘴一笑 显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到了晚上 大家都忙完之后 老黄找到苏信 老大 你今天让他们三人吃了个闭门羹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是自然 不过应该小心的是你们才对 一旁的陆续听得云里雾里的 大人莫不是在吓唬兄弟们吧 我没那么无聊 不过他们能用的手段 我基本已经猜到八九了 随即苏信说出了他的依据 你们可能没听说过 其他倒有总捕头被杀陨落的事情 但总捕头之下的那些副总捕头 还有周府总捕头 死的可不少 江南道以前没出过这样的事 是因为你们有金武林这个勾结内外的角色存在 但现在 你觉得那些武林宗门还会老老实实的吗 不过你们也不用紧张 他们不想善罢甘休 我又何尝不是呢 然后苏信心里得意了起来 灭了一个驯风剑派就有1200的反派制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无论是想要借着六扇门的背景更进一步 还是为了完成任务 怎么也要再灭几个宗门 有足够的功绩才行 看到苏信突然不说话 老黄赶忙缓解场上的气氛 是啊是啊 跟着咱们老大 绝对吃香的喝辣的 苏信回过神来之后开口问道 温家主 这次让三大势力吃饼 你有何看法 只见那温家家主冷哼一声 要说他们只是想给那驯风剑派讨个公道 恐怕鬼都不信 苏信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很简单 因为我们动了他们的利益而已 利益 据我所知 驯风剑派与三大势力并没有什么交集 不然我们两家也不会纠缠数十年了 江南道武林宗门的规则 难道不是三大宗门与那萧家制定的 作为江南道最顶尖的势力 他们表面一直充当着和氏佬的角色 只要是武林门派内部起了冲突 他们总会有理由出面和解 但实际呢 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 温家家主听罢 自己的利益 难道就为了报答他们出面和氏的谢礼 那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吧 大错特错 萧家和三大势力表面稳固江南武林 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想要有门派趁机做大 以至于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底蕴相同的情况下 普通门派想要成长为一流势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最快的壮大方式无非是吞并其他门派 掠夺资源 温家家主也赞同了苏信的说法 相比一流势力 我们欠缺的无非是功法5G而已 真要是一家被吞并了 功法融合后难免会出现更高级别的 一旁的陆续问道 话是这么说没错 既然如此 那些一流势力直接统一众多低级势力 岂不是更上一层 非也 江南道包括肖家在内的四大顶尖势力互相牵制 如果真有一家动了这个念头 其他三家恐怕不会坐视不理的 没错 他们自然也认识到了这点 所以 维持江南道武林势力的稳定 使得二流势力的成长变得极其缓慢 才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陆续听罢心里不禁地感叹 难怪被铁家人看中 苏大人这份大局观 恐怕连大多数化神经的强者也不曾拥有吧 那温家家主走到苏信的身后 所以苏大人是想彻底让江南道乱起来 只见苏信缓缓地说道 为什么不呢 有些东西封锁太久 一旦打开就会变成灾难的 武道意图本就是激流涌进 但江南道顶尖势力 想让那些不如他们的门派变成绵羊 你们认为可能吗 现在已经出了温家这个意外 未来的时间里 那些低势力的门派眼看着温家的壮大 自然会产生与我们同样的心思 如果期间再来一个意外的话 那温家家主瞬间心领神会 那他们定下的规矩 恐怕就要不攻自破了 苏信看到冰雪聪明的温家主 语众心长地告诉他 这件事还需要你来牵个头 那温家家主听罢大手一挥 有什么能帮到的地方 苏大人尽管说就是了 然而他心里想的是 现在我彻底得罪了三大势力 若是还不紧跟六扇门 那整个江南道恐怕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 不 与其说紧跟六扇门 还不如说是跟随眼前的苏信 突然苏信转身问道 江南道哪几的武林宗们之间有多大的仇 这点温家主应该比我知道的多 接下来我们就从他们入手 苏大人 下周府的铁剑门与冷月堂之间有着世仇 已经纠葛了数十年 期间虽有落雨山庄从中调解 但也只是表面缓和罢了 苏信听罢直接拍案敲定下来 那好 下一个目标 铁剑门 第二天 苏信带着一众人直逼铁剑门的门口 那铁剑门的门主关建空 赶忙把苏信引进屋内 不知苏大人来我铁剑门所为何事 若是因为在下未能赴约您上次的邀请 那关某跟大人您说声抱歉 日后如果大人有所需要 我铁剑门义不容辞 直接苏信听罢呵呵笑了起来 如果我说 我不原谅呢 苏大人有什么话不妨您说好了 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辱玩弄我等 苏信听罢大笑了起来 关掌门 看来你铁剑门的弟子还有点血性吗 有血性当然是好事 不过我奇怪的是 既然你铁剑门的弟子有如此血性 怎么还让冷月堂的人把你们都欺负到家了 关掌门 我今天来可不是找麻烦的 而是准备给你一个大机缘 只要你点头 今天我六扇门就帮你灭了那冷月堂 事后我拿走他们的所有修炼资源作为报酬 而功法地盘嘛 全部交由你铁剑门接管 你看如何 关建空听罢心理思索了起来 这个苏信 明显是把当初对付温家的伎俩 又用到了我铁剑门身上 紧接着苏信便威胁了起来 关掌门 说句不好听的 这次我带着六扇门上千名精锐清朝出洞 我那些兄弟怎么也不能白跑一趟不是 你若是不答应那我便究竟先灭了你铁剑门 怎么样 我苏信眼儿有幸 你猜我敢不敢 那关建空权衡立弊下来也是怂了 苏大人 我知道我铁剑门没有与你抗衡的实力 所以我没得选不是吗 所谓实施误者为俊杰 官掌门日后一定会感激现在的自己的 既然共识已经达成 我来布置一下计划 另一边的斗逼三人组的手下来报 我们立刻去支援 他苏信想要在江南道大肆杀戮破坏规矩 我们绝不能让他得逞 半天之后冷月堂上 悉数的弟子已被苏信屠戮殆尽 只剩下一口气的冷月堂主 官建空 你铁剑门好狠的心思 居然敢联合六扇门来对付我冷月堂 你就不怕落雨山庄的责罚吗 责罚 我人都站在这里了 还怕什么责罚 你冷月堂当初率众排挤我铁剑门的时候 可有想过今天 只见那冷月堂主艰难地站起身来 看着一旁的苏信 苏大人 我不知道你联合铁剑门进攻我冷月堂 将得到多少好处 如果你能答应帮我灭掉铁剑门 我冷月堂怨出双倍的报酬 苏信听罢调侃了起来 官长们你可是看到了 我找你合作你还有些不乐意 但有人却是上赶着要联合我灭了你 而报酬又那么诱人 见苏信这么说 那冷月堂主扑通一声跪在了苏信的跟前 苏大人我连名山一言九鼎 只要您答应我不光给您双倍的报酬 日后我冷月堂定为你马首是瞻啊 见苏信有所动摇 那官见空顿时吓出了一头冷汗 下一秒 只听苏信冷笑了一声 官长们不必担心 我说过 我苏信眼儿有信 既然你已经选择跟我合作 那我断然不会突然改变主意 那官见空听罢赶忙拱手行李 是官某小人之心啊 那冷月堂主还在地上磕着想头 苏大人三思啊 只要您饶了小的这一回 话还没说完直接被苏信打断了 道歉了连堂主 当初你若是接到我的帖子 便立刻来江南府的话 说不定今天就是另外一幅场景了 可惜晚了呀 那就去死吧 说着手上便催动了真气 下一秒 只见三个逼从空中飞了过来 苏信你敢 还没等那三人落地 扑呲一声 苏信已经结果了那冷月堂主 当落地的三人 便看到冷月堂主死在自己面前 鲜血喷有 那公阳无算直接气得破了大房 很好 温家和铁剑门 你们勾结六扇门残害江南武林同道 以后江南武林必不容你等 公阳无算是吧 说话注意点 什么叫勾结 铁剑门和温家驻我六扇门绞杀叛贼 李英家讲 你以为你是谁 你说江南武林不容他们就不容了 还是你觉得你公阳是家 可以代替整个江南武林说话了 那老头再次被对的怒火中烧 苏信 你少在这里无耻诡辩偷换概念 一旁的纪无空见状 是我们着了苏信的道 来晚了一步 再纠缠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我们走 这下可气的那老头不轻 但也无可奈何了只能再次放过苏信 就这样过了几天 另一边的铃家宅院里 大哥 驯风剑派和冷月堂的覆灭 已经闹得整个江南武林满城风雨 各个势力蠢蠢欲动 三大势力现在根本无暇顾及 我们这些三流门派 何不就此机会 灭了那周家已撞到我铃家势力 铃家家主听罢也是拿不定主意 权衡着其中的利比 小弟健壮 大哥 我知道你担心三大势力的报复 如果我们提前跟六扇门的总捕头达成共识 大可后顾无忧啊 灵家家主听罢瞬间拍而起 传令下去 召集我灵家所有强者 今晚对周家动手 六扇门那边 你亲自去沟通 一夜过后 灵家与迅雷之势将周家覆灭 两方势力数十年恩怨一招斩断 灵家家主念头通达 竟然数日之间成就原神顺势踏入化神境 使得周家势力暴涨 直接击身二流势力 灵家之势一经传出 瞬间成星火燎原之势 原本有所顾忌的势力纷纷点燃战火 又仅数日间 整个江南道武林便乱成了一锅粥 三大势力无暇治理 彻底丧失对江南武林的掌控权 另一边的六扇门里 在苏信一众人得知消息后 全都高兴坏了 温家家主赶忙拍起了马屁 恭喜苏大人了 这一次你的计划彻底成功 三大一流势力彻底地败给你了 他们可不是败给了我 而是败给了他们自己 当初他们制定的规矩 本就是畸形的 所以一戳就迫不足为奇 我们连灭两个二流势力 在暗中扶持一个三流势力竞生 短时间内三个势力覆灭与崛起 三大势力无能的作态 在江南武林内展露无遗 如果说你温家和铁剑门 动摇了三大势力多年的威信 那林家便是那星星之火 其他武林门派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势力的崛起 自然心仰难耐 在三大势力的统治下 多年累积的怨气和野心 便再也隐藏不住 再灭几个不听话的势力 来建立我六扇门的威严 毕竟苏信覆灭五个二流势力的任务 可是差三个没完成呢 随即吩咐老黄 对各大州府总捕头吩咐下去 详细筛查江南武林各个二流势力 有归顺我六扇门意图的 我必大肆帮扶 有与我六扇门敌是对立的 直接满门诸觉 无需上奏 数日之后 事情全在苏信的计划之内 这天收到系统任务完成的弹窗 苏信获得了高级抽奖三次 终极抽奖二十次 还有五千八百点反派值 苏信看着奖励面板思索了起来 现在对江南武林的计划出现成效 提升各方面实力是当务之急 有必要留一些反派值 兑换一把品质更高的武器了 随即苏信使用高级抽奖 指定选择攻法类 抽取 随后获得了关心 一代攻法先天破体无形剑气 和大江南北气功 还有小气气琴拿手 突然系统提示 因为宿主所抽取的人物 自带一门四星半以上攻法 所以本次抽奖不支持 用反派值进行指定抽取 并且有百分之六十的几率抽空 随即苏信用六千反派值 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 获得了一本抽 等级评价四星半 现在苏信还剩四个高级抽奖 兑换成反派值也不够 获得一把地级兵器 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只见苏信把三次高级抽奖 兑换成反派值 剩余的一次进行抽取 下一秒直接抽到了人物88 携带功法变天基地精神大法 等级评价四星 苏信很是激动 就是这个 现在欠缺的就是修炼精神力的功法 有了它 再也不用担心那些幻术修士 精神攻击的法门啊 随即又在系统商店里 兑换了一把玄机兵刃强威剑